郭将军远远一瞧 纳玉看着十分熟悉 他心头猛地一跳 也顾不上教训郭高义了 三两步上前接过绿玉 瞬间眼前一亮 贵客在何处 那门房一听 暗暗庆幸自己不曾耽误事 赶紧回到 就在大门外戴着围帽 瞧不清面容 郭将军一听 心中越发笃定来人的身份 扭头狠狠瞪了郭高义一眼 晚些再来收拾你 说完后 郭将军大踏步走了出去 郭夫人和郭老夫人见状 常常松了口气 急忙扶起郭高义 一口一个心肝地 将他扶去上药了 萧将军只不过等了一会 府门枝呀一下又开了 进来 滴滴的声音十分熟悉 让萧将军心头一喜 果然门后 郭将军正副手等在那里 先别说 跟我来 郭将军转身离去 萧将军一言不发 紧随其后 一路进了书房 没有别人在 萧将军把围帽一摘 顿时跪在了郭将军面前 师父 郭将军看到萧洪达 心中百感焦急 脸上却满是欣慰 当年他一眼 就看中了极具潜力的 乔中国和萧洪达 但是军中最忌讳师徒结党 所以他只能暗地里培养二人 彼时因是偷偷摸摸 条件尤其艰苦 数年相处下来 这两个孩子 在他眼中早已犹如轻生 后来二人学有所成 各自奔赴战场 他便将身边一块绿玉 一分为二交给二人 那时候 他已经遇见了 二人将来之成就 留下了一句话 天界最忌武将之间的情义 从今往后人前相见 只当不识 思绪回笼 郭将军俯身将萧洪达扶了起来 又将那半块绿玉还给了他 洪达 快起来吧 你我之间不必行此大礼 萧洪达眼眶微红 师父 郭将军拍了拍萧洪达的肩膀 见他夜黑寻来 不由担忧地问道 可是出了什么急事 萧洪达虽不忍郭将军伤心为难 但这件事实在不能拖延了 于是郑瑟说道 师父 却有大事 今日府上公子是否受伤而归 郭将军面色猛的一变 怎定你也知道 萧洪达路上已经整理好思绪 这时候陈生说道 师父 土耳即将卸任兵权 您是最合适的票计大将军人选 如今有人已经盯上您了 今日救下小公子的暗卫 是我府上的人 之所以早有准备 那是因为 我昨日得了个了不得的消息 萧将军不愿意将乔中国牵扯进来 只能稍微撒点小谎 将乔家彻底摘出去 郭将军心中 已经有了极不好的预感 洪达你说 他到底做了什么蠢事 萧洪达深吸一口气 扶住郭将军的胳膊 缓缓说道 师父 有人传消息 给我 说 说令郎也参与了春威舞弊 从圣起山那里买了名次 郭将军听到这话 先是这么一回 然后整个人微微一晃 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师父 萧洪达见状 心中满是担忧 郭将军到底是经历过 无数风浪的人了 他眼睛微微一闭 忽而紧紧抓住萧洪达的手 沉生说道 洪达 消息准确吗 萧洪达微微迟疑 撇开老乔 他根本无法说出消息的准确来源 可是郭将军没等萧洪达回答 已经疲累至极地叹了口气 家门不幸啊 当时我便疑惑 他学问并不好 怎的就考上了 还以为是自己小瞧了他 却没想到他是个黑心肝的 竟然做出了此等卑鄙下座之事 萧洪达一脸为难地看着郭将军 歉疚地说道 师父 如今已经有人在打小公子的主意了 如果此事被扒出来 只怕到时候 当真是万劫不复了 徒儿和您说句实在话 这南京的兵权 除了交给您 交给任何人徒儿 都不能安心啊 南京百姓淳朴无辜 徒儿是真的不忍看他们 再历战争流离之苦啊 郭将军紧紧攥着萧洪达的手 脸上引有悲意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萧洪达那颗红爱之心 毕竟 这是他手把手交出来的爱徒啊 他本来就已经在心中 做好了奔赴南京的准备 只要圣上一声令下 他绝不推脱半句 谁能想到 他的小儿子如此奸华没出息 竟然做下这般令人发指之事 迎着萧洪达如目关切的目光 郭将军深吸一口气 面上缓缓流露出了坚定之色 洪达 你回去吧 为师知道该怎么做 萧洪达听到这里 却缓缓朝郭将军跪了下去 以师父的心智 怎会不知他此行的深意呢 师父 我 郭将军摸了摸萧洪达的头 指住了他接下去的话 洪达 你不必多说 这是你没有错 错的是他自己 只是 我却不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再赴南京了 一切看圣上才夺吧 你快回去 莫要被人发现了 一切小心 萧洪达抬头去看郭将军 瞧见他脸上实实在在的关切之情 心中酸痛不已 他重重朝郭将军磕了个头 这才重新戴上帷帽 悄然离开了郭府 郭将军静静在书房坐了一会 望着闪烁的烛光 隐隐红了眼眶 下一刻 他面色刚毅地走向内院 屋子里 郭夫人和郭老夫人 又是商药 又是地茶 正伺候得小心仔细 看到郭将军进来 瞬间如临大敌 秀玉 可不许你再打高一了 瞧瞧他的胳膊 郭老夫人先开口叫训了起来 郭将军没有如平时一般 暴跳如雷 他眸光略过三人 突然定定落在郭高义脸上 有人和我说 你春围的名次是买的 一旦激起千层浪 郭高义闻言 整个人猛地从榻上跳了起来 吓得面色惨白 郭夫人和郭老夫人 也骤然定在原地 几乎忘了呼吸 郭将军看到这一幕 悲痛 失望 愤怒 无力 几种情绪混杂着 齐齐涌上心头 娘 夫人 你们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否则 他哪有这个胆子下定决心 哪有这个银钱去运作 郭夫人浑身猛地一颤 吓得欲变无言 郭将军缓缓摇了摇头 面上满是悲意 郭高义 你若还有几分担当 现在就随我进宫面见圣上 否则明日 这件事被捅出去 我们整个郭府 都要身败名列 给你陪葬 郭高义傻眼了 站在榻上浑身颤抖 没了主意 郭老夫人一听 顿时仓皇大叫 修云 不可以啊 这样去见圣上 高义会没命的 郭夫人也反应过来了 她连滚带爬 跑到郭将军身边 尾顿在地上 哭得死去活来 夫君 你想想办法救救高义吧 不要这般狠心 他是我们的孩子 郭将军面上满是失望 哀声说道 你们做这般大逆不到之事时 可曾想过 我是儿子 是夫君 是父亲 我在战场上拼杀半生 给郭府带来荣光 给你们这锦衣玉石的生活 你们怎么忍心在背后 捅我刀子 霍乱春围 那是大罪 庆国公府满门抄斩 历历在目 你们若还想着掩盖 一旦被别人 告到圣上面前 郭府上下就全完了 郭老夫人听到这里 整个人猛地一歪 险些摔倒在地 郭高义反应过来 急忙跳下榻 将郭老夫人扶住 只见她面色惨白 口中直喃喃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我的乖孙孙 她不过是 想让自己的父亲满意而已 郭夫人已经哭得 撕心裂肺 心中又悔又痛 只能死死抓住 郭将军的衣摆 生生哀求 夫君 无论如何 至少保住高义一命啊 是我鬼迷心窍 是我当初没劝住她 夫君 你将我扭到圣上面前好不好 都是 我这个做娘的错 我愿意替高义去死啊 郭将军没有理会 自己的娘和夫人 自始至终都望着郭高义 郭高义看到祖母和娘亲 悲痛欲绝成这样 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他是兄弟三个中 最没用的那个 文不成武不就 他最初真的只是想让父亲 也能为他感到骄傲 迟了 如今说什么 都迟了 他不可能让整个郭府 为他陪葬 爹 我愿意跟您去到圣上面前请罪 要杀要寡 只要不牵连郭府 我都毫无怨言 郭高义此言一出 郭老夫人和郭夫人 犹如五雷轰顶 当下哭也哭不出来了 歪在地上 几乎要绝过去 郭将军从郭夫人手中扯回下摆 冷映着面色说道 现在就随我走 郭高义穿起外衣 冲瘫软在地上的母亲和祖母 深深刻了三个响头 毅然起身 高义 孩子啊 郭夫人哭得彻底晕死过去了 郭老夫人一下又一下垂着胸口 老泪纵横 房门被打开 只见郭少夫人抱着孩子 站在门外 面色惨白 显然全部都听到了 孩子还不知是 瞧见父亲 一一压压伸出手去要抱 一声声稚嫩的爹点 叫得所有人肝肠寸断 郭将军不忍在座停留 大踏步走了出去 郭高义站在自己夫人和女儿面前 忍不住又落了泪 好好照顾秋姐 不 不 我若回不来了 让娘给你放到和离书 你归家去吧 娘定会善待秋姐的 郭少夫人眼眶红红的 突然抬手狠狠打了郭高义一巴掌 你这个没出息的 我会饥喝你一辈子的 这话是在告诉郭高义 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郭家 郭高义心头剧痛 不敢再去看妻子 摸了摸女儿的小脸 转身出院去了 孩子半天没等到父亲的怀抱 哇得大哭出声 期间还掺杂了女人滴滴的唾气声 郭将军面色阴沉 带着郭高义策马直奔皇宫 兄弟还在御书房 也没什么正午 只是习惯静坐在此处 门外突然传来了极低的叩门声 兄弟并未被惊动 皇公公开了店门闪身出去 便见小太监面色凝重的禀报 公公 郭将军有急事求见圣上 皇公公微微一惊 白日里还听圣上同谭大人 聊起郭将军呢 你且在这里等着 皇公公扭头进了御书房 圣上 郭将军在宫外求见 兄弟有些意外地抬头 挥了挥手 宣 皇公公正应声 兄弟又补了一句 将谭修转换来 兄弟记得 今晚是谭汉池在汉林院职守 是 皇公公匆匆出去了 等谭汉池从汉林院赶到时 刚好看到郭将军领着儿子 走进了御书房 他心头微微一惊 随即又忍不住心声敬佩 昨日 乔兄才和他说起 郭将军儿子参与了春围舞弊仪式 今日郭将军就带着儿子前来认罪了 这其中 若说没有乔兄的手笔 他是不幸的 既然乔兄已经走了99步 那么这剩下的一步 他自然不会让乔兄失望 这南境兵权 必须交到清清白白 无懈可击的郭将军手中 谭汉池在皇公公的带领下 走进御书房时 郭将军正痛心疾首地向兄弟坦白一切 郭高义就跪在一旁 以额触地 始终不敢抬起头来 兄弟听得面色沉沉 难辨喜怒 看到谭汉池进来 兄弟示意他站到一边旁听 待郭将军话音落下 兄弟淡淡问道 郭爱卿 春围舞弊一事早就过去了 盛起山留下的名单也不知所踪 你今日若不说 也无人知晓的 这一句是在试探 试探郭将军的真正来意 试探春围舞弊的名单去处 试探郭将军 还有没有资格接任南境兵权 其差一招 郭将军很有可能就满盘皆输 来的路上 郭将军早就想清楚了 在兄弟面前 不能尽说真话 也不能尽说假话 真八成假两成 方式量测 于是 他将今晚郭高义遭受陷害 险些重招之事悉数到来 只不过 那两个及时出手的暗卫 真的变成了郭家人 圣上 陈皇孔纳 已经有人在打成儿子的主意了 这该是何等深沉的心机 才会在票计大将军人选 还未有着落之事 就开始算计 所以 陈便严厉逼问他 平日里为人处事 是否还有疏漏 是否还做过什么亏心事 陈这儿子胆小又奴钝 经不住陈的逼问 道出了春为舞弊一事 当真将陈害得浑身冰凉 圣上 陈忠于圣上之心 天地可见 陈的儿子 的的确确做了不可饶恕的措施 有愧圣上的信任 陈不敢姑息 更不能包庇 否则留下把柄 他日被有心之人利用 更加有负圣上的恩宠 故而 陈斗胆连夜求见 请圣上责罚 消除一切隐患 全臣一颗清清白白的忠义之心 郭将军伏地叩手 言辞恳切 拥弟神色平静 微微思虑一番后 未曾从郭秀云的话中发现破绽 他又问 那郭爱卿可知算计之人是谁 郭将军摇了摇头 回圣上 事发突然 陈并未来得及追究 如今想来 那人买通了歌女和牙役 或许有迹可循 拥弟的手指 轻轻在岸上敲了敲 随即冷声吩咐道 黄培 这人去将万年线那几个牙役 通通捉拦 黄公公应了声势 匆匆安排下去 这时候 郭将军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道 对了 圣上 那歌女还念了一首绝妙的词 哦 绝妙的词 兄弟偏了偏头 郭将军赶忙退了推身旁的郭高义 郭高义痴迷失词 方才听了一遍 便牢牢记在了心中 这会儿战战兢兢复述了一遍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再朝朝暮暮 兄弟正正重复了一句 果然绝妙 从前也并未听过 却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 这般看来 对方确实有备而来 而且还准备得十分充分 难怪郭爱卿惶恐至此 郭将军文言连连点头 这时兄弟突然扭头看了谭汉池一眼 谭爱卿 你有何见见 谭汉池被点了名 当即上前一步 恭敬达道 回圣上 这首词属实精妙无比 这作词之人不仅心思细腻 而且情感丰富 陈瞧着 作词之人是个女子 也未可知 乔娇娇要是听到这个猜测 必定要狠狠夸赞谭汉池一番 妈呀 这聪明人就是不一样 虽然原作者是秦官秦大文学家 但这抄袭的人 确实女子没错呀 一说作词的女子 拥地脑海中 自然而然就浮出了 孟古雪三个字 毕竟她刚刚才在 端午宫宴上出了风头 而且也在东郊诗会上 力压所有学子 做出了最好的诗 谭汉池又继续说道 圣上 算计郭公子的人 想必是想借此拿捏郭将军 这么看来 此人应该也看好郭将军 能够接下南京兵权 而他竟妄想掌控郭将军 可见所图甚大啊 谭汉池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他从来都话说一半 剩下的全靠拥弟自己猜 因为拥弟多疑 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但若是 他自己推断出来的结论 他必定深信不疑 想要掌握兵权 那谋徒的 无非就是他这个位置了 是太子 还是老二呢 拥弟眸光闪烁 心事重重 谭汉池神色平静 一切尽在掌握 太子洁身自好 又身处储君之位 没必要冒险去做这种事 圣上若去查 迟早会查到二皇子身上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郭将军听到这里 心中忍不住暗暗心惊 他竟不知道 圣上身边 何时多了一个如此宠幸的行臣 且他字字珠迹 确实很不简单 至此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 郭将军 先带你儿子去外边候一会儿吧 正要好好考虑一下 拥弟声音平静 没有透露出任何心绪 郭将军文言 恭敬磕了个头 带着浑身发软的郭高义 退到了御书房外 谭爱卿 你觉得如何 拥弟站起身来 垂眸看向下手的谭汉池 谭汉池知道 拥弟这是在考验他 身为异国之君 其实拥弟心中 已经有主意了 谭汉池能猜到拥弟的心思 但是他不敢表现得太过聪明 于是他故作凝重地沉饮了一番 这才功功尽尽打倒 回圣上 陈觉得 该恩威并失 拥弟一脸欣慰地挑了挑眉 哦 说来听听 谭汉池躬身道 圣上 连那不轨之人都知道算计郭将军 可见郭将军接管南进兵权一事 是众望所归 如今郭公子犯下大错 郭将军能选择大义灭亲 即使坦白到圣上面前 可见其忠义坦荡之心 如此一来 圣上不如留郭将军儿子一命 这是恩 大而之过 不能因其父有功 就胡伦过去 圣上可禀功伐之 这是威 如此恩威并失 郭将军心服口服的同时 也定会感念圣上的不杀之恩 誓死效忠圣上的 谭汉池说完之后 久久保持着躬身的姿势 他话境于此 再深的便不敢说了 拥弟沉默半赏 突然走到谭汉池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谭爱卿 深得振兴啊 起来吧 拥弟说着 竟亲自拉着谭汉池的手臂 让他直起身来 谭汉池眸光微微一闪 随即脸上满是受宠若惊 多谢圣上 拥弟淡淡笑了笑 随即扬声道 黄培将郭将军换进来 宗人府 李虚胜急行而归 躲过宗人府内的守卫 扣向了二皇子的房门 二皇子坐在案前 正一张张通读着孟古学写下的诗 他手中纸笔 但凡遇到有疑问的 便在一旁用珠墨画个标志 环顾四周 一张张铺开的纸上 画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圆圈 二皇子眉头紧锁 目录惊疑 这些诗词里用了许多典故 他竟闻所未闻 而且 他们风格迥异 或豪放或婉约 他实在很难想象 这些诗词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 才能促使孟古学 一个十岁的规格小姐写出 逐杖盲邪亲圣马 谁怕 一缩烟语认评声 这样荡气回肠的楷探呢 二皇子隐约觉得 孟古学身上 或许藏着什么有趣的秘密 这时 房门突然被扣响 拉回了二皇子的思绪 殿下 是我 二皇子 文言 猛地站起身来 阿胜 进来 李虚胜匆匆推门而入 二皇子观其神色 不由得面色微变 失败了 李虚胜一脸懊恼地跪在地上 急声将今晚发生的一切悉数告知 力求不遗漏任何一丝细节 二皇子 文言 面色竖变 随后缓缓攥起了拳头 又失败了 那两个郭家暗卫 出现得好蹊跷啊 什么郭将军 时刻派两个暗卫保护着郭高义 这样的鬼话 他是万万不会信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 有人洞悉了他的计划 或者和他一样 将主意打到了郭高义身上 殿下 一击不成 已经打草惊蛇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二皇子面色有些难看 他已经不止一次觉得 似乎有人永远赶在他的前面 又狡猾地截断他的后路 尾巴都扫干净了吗 二皇子冷声问道 李虚胜微微一正 方才无女坏事 郭家暗卫冲到了他所在的雅间 他情急之下 只能跳下窗户脱身 而后就立刻回来禀告殿下了 二皇子瞧见 李虚胜的神色 面色漠然大变 那些牙役 你没有处理掉 李虚胜豁然站起身来 意识到自己可能坏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 今晚将郭高义的罪名做事以后 他会派人杀掉那些牙役 以免被郭将军抓住破绽 没想到今晚的计划失败了 牙役们又和郭家暗卫在一个雅间 他便没来得及出手 快去 全部灭口 二皇子低贺出声 俊美的面旁微微扭曲 第一次在李虚胜面前失态了 李虚胜猛地一击灵 应了声势 转头奔入夜色之中 萧家 乔中国抱着乔娇娇坐在内堂 还在等萧洪达回来 乔娇娇为了不打瞌睡 正小口小口啃着小饼干 乔中国复盘着今晚发生的一切 向乔天津问起了收尾一事 乔天津从容答道 爹 您放心 都交给乔伯了 儿子嘱咐过了 歌女和那四个牙役 都是重要证人 务必看住了 那歌女虽死 但她的身份和袖中迷药 或许也有迹可循 如果郭将军听了萧将军的话 及时带着郭高义进宫请罪 那么圣上必定会派人 带走牙役和歌女的 若圣上肯查 必定不会错过幕后之人 乔娇娇听到这里 忍不住撇开了嘴角 二皇子会不会觉得自己流年不利 命犯太岁呀哈哈 也该让一帆风顺的他 常常处处受挫的滋味了 那李虚胜也是大意了 估计他都没预料到 二皇子这样绝妙的计划会失败 所以连后手都没准备 则则那狗皇帝要是知道 二皇子进了宗人府还不老实 手又伸到南境兵权上去了 不知该气成什么样 我估摸着啊 这件事后 二皇子真的要消停一段时间了 聪明人都该知道 勤奋就是消耗品 用一点少一点 我倒希望他疯狂一点 这样才更容易抓住把柄 可惜男主确实是个聪明的 不然上辈子 也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乔天经听到这里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就算如今有了小妹 这未卜先知的能力 他也从来不敢小看二皇子分毫 每一次博弈 必定倾尽全力 乔娇又巴急啃了一口小饼干 心里继续吐槽 方才听大哥说 那个歌女 好像念了手 却乔仙 则则 孟古雪真的是被二皇子 拿捏得死死的 也不知他就漏了这一手 还是底牌全漏给二皇子了 如果他还有点脑子 就该知道 逮着相同风格的诗词抄 否则东一手西一手的 以二皇子那个人精 不被抓到破绽才怪呢 万一被发现是意识之魂 不会被烧死吧 不 以二皇子的性格和手段 只不定会把孟古雪吊起来 榨干他脑子里所有的现代知识 才肯罢休 想到这里 乔娇娇结结实实打了个机灵 他脑子里 已经有皮鞭子沾眼水的画面了 乔中国察觉到乔娇娇的异样 赶忙颠了颠榻 将他拢紧了些 娇娇不必害怕 我们全家人便是豁出命去 也会牢牢护住你的 乔娇娇扒住乔中国的胳膊 正感觉安心无比 突然内堂后传出了异响 乔中国猛地站起身来 就看到一身夜行义的萧红达回来了 乔中国关切地迎上前去 问的第一句话是 老达 郭将军没事吧 萧红达摇了摇头 是 郭将军很冷静 我离开的时候 郭将军已经决定 要带郭高义进攻面胜了 乔中国文言 终于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如此一来 明日早朝便要分晓了 萧红达还是有些忧虑 郭高义做下措施 虽罪不及郭将军 却不知圣上肯不肯网开一面 若今晚郭高义当真因此被处死 只怕郭将军心中也会留下一根刺 乔中国听到这里 脸上忽而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神情 老达 不怕 圣上身边 我们还有帮手 萧红达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啊 老乔 萧红达上下打量了乔中国一眼 想不到他如今形式这般滴水不漏 乔中国笑着揽过萧红达的肩膀 面上终于有了一丝轻松之意 来吧 酒都摆下了 就算是做戏 也得喝几杯不慎 两课钟后 乔中国在天津地义兄弟俩的搀扶下 醉熏熏出了萧府的大门 萧将军特地送到了门口 乔着脚步虚浮 也喝了不少 二人扬声到了别 看得出来 这次会面相谈甚欢 乔中国被扶上了马车 车帘放下的那一刻 他脸上醉太近去 乔着双目炯炯 清醒得不得了 乔娇娇拿眼去着自家爹点 笑着夸道 原来我爹还有坐影帝的前置啊 马车晃晃悠悠地 到了乔府的时候 挺了一天的乔娇娇 已经沉沉睡去了 乔中国和乔天津归家后 便去了书房 约某半段时辰后 乔伯终于带着暗卫归来 乔中国沉声问道 如何了 乔伯恭敬应道 回将军 那哥女的尸体 并四名衙役 已经被宫里的人带走了 乔天津文言 终于仰起嘴角 太好了 乔伯神色也轻松了些 笑着说道 说来也是极巧的 二皇子的人先来了一步 与我们刚打了个照面 还未动上手 禁军就来了 我们自称是郭府的人 光明正大处在那里 二皇子的人 却落荒而逃了 我们生等着禁军 带着人拐过街角 才不紧不慢地离开 说到这里 乔伯突然压低了声音 神色稍显凝重 有两个兄弟 原是少爷 派着手在最先楼后门和暗像的 所以不曾露面 他们稍持一步撤离 竟意外发现 还有一股势力 在暗中观察着 听到这话 乔中国和乔天晶 猛地就坐直了 看得出来立吗 乔伯摇了摇头 对方也很谨慎 是眼看着我们走了 才有动作的 如果不是暗处 还藏着我们的两个兄弟 恐怕就错过了 一属下推断 那股势力 应该就是来旁观的 否则他们若是插手 我们的兄弟 不可能毫无所觉 乔中国听到这里 忍不住站起身来 乔天晶一脸的若有所思 太子突然开口说道 爹 儿子有个猜测 乔中国转过身来 与乔天晶对视一眼 二人同时吐出两个字 太子 原本身为储君 地位稳固之下 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听话 只要不引起帝王的猜忌和贤物 将来乖乖继承大统就可以了 太子一直以来 便是这么做的 然而 上次端午公宴之事 让太子彻底意识到 他的储君之位并不稳固 二皇子在拥毙心中的分量 极重极重 所以他也开始出手了 这一次只是旁观 因为有乔天晶提前布局 化解了郭高义的危机 乔天晶此时毫不怀疑 如果他不曾插手 太子的人马 必定也会步入局中 搅乱二皇子的计划 这一潭子水 实在太深太深 东宫内 太子正在交四皇子下棋 二人兄弟情义极深 所以四皇子常常会塑在东宫 我知道了 税嫩的声音响起带着雀跃 这一子落在这里对不对 四皇子仰着小脸 一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太子 太子垂眸一看 温润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意外 下一刻 他抬手揉了揉四皇子的头 真心实意说道 小四真厉害 被你看穿了 当初这一步 哥哥在你这个年纪 可是想了足足一晚上的 四皇子欢欢喜喜落了子 笑着说道 不是因为我比哥哥厉害 是因为我的老师 比哥哥的老师厉害 太子闻言微微一正 随即弯起嘴角 还是小四会夸人 这时候 殿外亲手亲脚走进来一个侍卫 望了太子一眼 没有说话 四皇子往那侍卫身上瞥了一眼 当即笑着说道 哥哥 我累了 我今晚就塑在这里好不好 太子将手中的棋子放下 满是宠溺地说道 那你今晚就和哥哥一起睡吧 四皇子欢喜地低呼一声 乖乖吓了他 那小四先去洗漱 乖乖等哥哥来 太子忍不住又摸了摸他的头 小四真怪 去吧 一旁新拨给四皇子的太监 赶忙跟了上去 四皇子快步离开 路过那个侍卫之时 目光轻轻一转 不动声色 这个侍卫 他从前 没在哥哥身边见过呢 哥哥最近似乎很忙 他要听话 要好好跟乔大人学武艺 快快长大 到时候就可以为哥哥分忧了 四皇子迈出门槛 望着远处的灯火 捏了捏小手掌 心中满是坚毅 四下无人 那侍卫走进太子身边 低声禀告着什么 太子只肩把玩着一颗黑子 神色平静 若有所思 郭将军走了吗 太子突然问 那侍卫恭敬地点了点头 郭将军走了 但是郭公子却不曾跟着一起出宫 太子文言淡淡点头 既然留下了郭高义 那这件事就稳了 将郭高义留在宫中 无非就是观敬诏语 这就是不公开的意思了 既然父皇愿意保全郭将军的颜面 那便说明 这南境兵权 是肯定要交到郭将军手里了 郭将军为人忠义 有能争善战 有他镇守南境 是雍朝百姓之福 那四个牙役呢 太子又问 侍卫忙答 黄培已经叫人审了 太子心中有数了 黄培是个有本事的 想来能撬出点东西 拔出萝卜带出泥 二弟 这个灾你是要认的 下去吧 侍卫恭敬退下 太子静静坐在屋中 望着闪烁的烛光出神 今日有人那么恰好 就给郭高义解了围 甚至都不用他的人出手 若是郭将军派去 看着郭高义的 想必连最先楼都不会让他进 是谁呢 这般运筹帷幄 出手又快又准 还能全身而退 太子心中引有猜测 下一刻 他目光缓缓移到 黑白错落的棋盘上 而后轻描淡写落下一子 这个局谁也逃不掉 重要的是 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太子忽而拂袖起身 大步走向了殿外的月光 别让小四等急了 那个小机灵鬼 怕是什么都懂呢 第二日早朝 拥帝当着群臣的面 说了一堆漂亮话 大义是改念萧将军 这么多年来 戍边有功 如今长女大婚在即 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便下旨 将他手中的兵权 挪给了德高望重的郭将军 众朝臣心中虽然早有准备 却没想到 圣上这么快就能下定决心 他们还以为 至少要磨个十天半个月 才能确定好人选呢 当然 既然帝王已经有了决断 他们要做的就是跪下 高呼圣上英明 乔中国神色平静 愣是等到伏地磕头的时候 才悄然仰起了嘴角 这个决定 可是他们好多人跑断了腿 共同争取来的 如此一来 郭将军便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一心一意守好南静了 下朝后 黄公公先是去了一趟赵宇 拥帝昨日的决断是 将郭高义监禁三年 三年期满后方可归家 而他归家后 亦不可再踏出郭府半步 郭高义原以为自己是活不成了 如今保住了一条命 自然是感激涕零 直呼黄恩浩荡 不过这会儿 黄公公去赵宇 可不是为了郭高义 而是为了那几个衙役 都省好了吗 黄公公淡淡问道 狱卒赶忙捧来几张纸 都是昨晚连夜审出来的供词 公公 都在这里了 您请过目 那狱卒讨好地说道 黄公公接过来 轻描淡写看了一眼 而后面色不改地揣进怀里 那几个衙役 处理了吧 黄公公说完后 淡定地转身离去 带出了赵宇后 才悄然变了脸色 今日 圣上怕是要大怒了 黄公公步履 匆匆进了御书房 见太子和谭汉池都在 他便脸了神色 这儿 你和谭爱卿先下去吧 佣弟淡淡吩咐道 太子神色平静 和谭汉池恭敬地退了出去 黄公公见状 这才将淮中的供词递给佣弟 圣上 审出来了 佣弟垂谋 一目十行 其实供词上没什么特别的 无非就是 那几个衙役拿钱办事 按照吩咐陷害郭高义 他们并不知道 指使他们的是谁 这些 佣弟早就料到了 他只是在等 等一个将他的猜测 坐实的铁证 如今 明确知道 真的有人在背后运作指使 佣弟缓缓闭上了眼睛 黄公公看到神色平静的佣弟 反而心中一慌 脸上引有幽惧 因为他了解佣弟 这是他报幕的前奏 但即便如此 身为奴才 他还是不得不出言劝慰 圣 黄公公才张嘴 佣弟突然猛地拂袖 将岸上的奏折甩了一地 噼里啪啦 圣上 您保重龙体啊 黄公公整个人微微一跳 赶忙跪到地上 高声劝慰 佣弟面色阴沉无比 额间引有青筋跳动 他双手撑在岸上 胸膛剧烈起伏着 半嗓才咬牙切齿说道 朕真是小看老二了 南京兵权事关重大 乃是君王手中的利剑 太子身为储君 将来终将接管这一切 他若出手算计 那就是纯 是自寻死路 佣弟上算了解自己的儿子 太子这么多年来 行事无可挑剔 最深得他心的 就是老实听话这一点 他从不曾私下里 与群臣结交 更不曾在宫中 安插自己的势力 只是兢兢业业 做好一个储君的本分 这次算计郭修云 绝对不会是太子的手笔 他的其他儿子 老三是个病秧子 老四还是个孩子 唯有老二 有野心有心机 更有这个能力 想到这里 佣弟猛地垂向欲暗 发出一道闷响 黄公公看到这里 心疼又惶恐地高呼出声 圣上 他连滚带爬扶到岸前 低声哀求道 圣上 您心中有气 随便打骂 老奴撒撒气都行 莫要伤了您自己啊 佣弟双目微红 垂眸瞧见一心一意 为他着想的黄公公 心头末地一阵悲凉 黄培 朕已经对他那么好了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昨日染指镇的枕边 今日算计镇的兵权 那明日呢 明日他是否要镇的命 黄公公浑身颤抖 他想劝 却又实在不想为二皇子说话 他一直陪在佣弟身边 深知佣弟对二皇子有多么纵容 那些恩宠 可是连太子殿下都不曾享有的 老二 老二真是太让朕失望了 看来禁足纵人府一年 还是关不住他的野心 也没能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 佣弟喃喃一语 而后又缓缓坐回到了位置上 黄公公看到佣弟 似乎是冷静下来了 急忙跪行到佣弟身边 欲查看佣弟的右手 然而佣弟却默然开口 冷声说道 黄培 黄公公一击灵 挺直了腰背 奴才在 佣弟扭头瞥了一眼 挂着御留画像的墙壁 又猛地收回目光 沉声说道 你亲自出手 替朕将老二这些年 安插在宫里的眼线 全部都拔了 黄公公文言 陡然抬起头来 脸上有了一丝难以置信 佣弟瞧见黄公公的神色 心中对二皇子的失望更深了 连黄培都看得出来 他平日里对老二有多好 老二却不知道珍惜 如此 该给他一个沉痛的教训了 黄公公回过神来 心头掀起了惊涛骇浪 嘴上急忙应道 老奴遵旨 佣弟犹绝不解气 又吩咐道 送一本 孝经到宗人府 让老二好好学学 到底该如何为人子 黄公公急忙应下了 他还想先查看 佣弟手上的伤 佣弟却冷脸摆了摆手 不碍事 你现在就去 黄公公不敢违抗圣令 匆匆退了出去 佣弟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 望着满地狼藉 愣愣出了会儿神 突然他又打开暗阁 站到了画像前 画像中 御留公主端坐在软榻上 巧笑倩兮 眉眼温柔 停留在了 他心中最美好的模样 佣弟伸手妈撒过 御留的脸 突然又缓缓 攥紧成全 御留 朕真的已经对他很好了 他从前明明也还乖巧 小打小闹的 朕也就忍了 人心不足 舌吞向啊 他最好别逼朕太甚 御留 为了你 朕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宗人府 二皇子端坐在岸后 一夜未眠 昨夜李虚胜再次杀鱼而归 得知禁军突然到场时 二皇子便知 自己这次真的是 输得一败涂地了 他在等 等佣弟的裁决 二殿下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 二皇子眼皮微微一掀 站起身来 他缓步走到门口 瞧见了几个小太监 是宫里来的 小太监恭敬地迎上前去 双手高举 捧着一块绸缎 里头缠着四四方方的东西 二殿下 圣上有旨 要您通读此书 二皇子谢了恩 接过绸缎 小太监们见东西送到 恭敬告退 他们还要赶回去复命 周伯闻讯匆匆赶来之时 见二皇子站在店门口 正正正出神 他心头猛背一跳 走近一看 只见二皇子手中捧着一本书 书封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 孝金 周伯神色漠然大变 殿下 这 这 二皇子神色英质 一双手缓缓收紧 却又陡然止住了 下一刻 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情况比他预想中要好一些 这只是警告 无关痛痒 接下来 只要他安安分分地 再寻个时机做一场戏 未必不能换回从前的情分 二皇子思绪刚走到这里 突然就听到店中传来一响 他猛地回过头去 只见竹风从后店仓皇行来 面色十分难看 二皇子心头微微一跳 竹风就跪到了他的脚边 颤声说道 殿下 刘云刚刚传来消息 咱们在各宫安插的人手 一个时辰内全部被除 无疑幸免 二皇子瞳孔猛地一缩 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 东宫何以昆宫的人呢 竹风惶惶不安地抬起头来 冲二皇子绝望地摇了摇头 二皇子整个人微微一晃 这一刻竟觉得有些晕眩了 那是他起了心思后 一点一滴绸缪 和培养的所有心血啊 他还以为自己 尽心得神不知鬼不觉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却迟迟按兵不动 直到今日给了他沉痛一击 这一刻 二皇子浑身冰凉 终于体会到了 一个帝王的可怕之处 竹风已经试了主意 他仰头望着二皇子 颤声问道 殿下 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周伯站在一旁心急如焚 多次欲言又止 二皇子长长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慢慢稳住了心神 不急 这只是一个教训而已 既然他喜欢乖巧听话的儿子 那我便如他所愿就是 竹风心中不安 可是殿下 我们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人 一时之间 只怕很难再掌控宫里的消息了 二皇子面色沉沉 这一刻脑子里突然闪过 昨日看到的那首诗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竹风 我们还没有说 等着吧 万寿节的时候 本殿自然会重回所有人的誓言 而且 他手中还捏着一柄力气 那是母妃留给他的 最后的一仗 庸帝对二皇子的惩罚并未公开 宫里唯一有所觉得 只有太子 他虽从不结党营私 但对东宫和一昆宫 却看得很严 虽然只是少了几个 无关紧要的撒扫下人 他还是从中看出了些许端倪 正因为如此 他心中冰凉更甚 父皇早就知道 二帝往各宫塞了人 却选择视而不见 直到如今 二帝触及了他的底线 才出手小城大剑 这份纵容 让太子几倍发凉的同时 越发坚定了心中的决心 五日后 郭将军妥善处理好一切 将郭府交给了大儿子 自己则带着 兄弟赐下的随行兵马 前往南境 太子代替兄弟 送到了城门口 萧将军卸下兵权后 兄弟封他为定国公 如今随行在太子身侧 一同为郭将军送行 乔中国无法到场 只能在家中 对着城门方向 深深一拜 二皇子沉寂下来后 连同他的所有手下 全部都没了动作 日子好像一下子 就平静了下来 于是 乔娇娇最大的任务 就变成了 吃饱饱 长高高 四皇子每隔一日 就得来乔府找虐 他白日里 和下朝的乔中国 一起回乔府 一直训练到午后 近晚膳时分 才会被太子派来的人 接回宫 所以他午膳 是在乔府中用的 一开始 乔夫人和天津 第一两兄弟 还有些拘谨 毕竟四皇子再小 那也是天界的人 结果看过四皇子 整日里 被乔中国训的 那个怂样后 他们慢慢 也就习惯了 甚至还对四皇子 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正如四皇子 拜师的时候 乔中国说的那样 一旦到了教学时间 没有君臣 只有师生 乔中国认真起来 那叫一个严厉 经常把四皇子 训得狗血淋头 乔娇娇 很荣幸地 见证了整个过程 他反正闲着没事 就坐在一旁观摩 吃吃小饼干和水果 全当打发时间 然后就眼看着他 爹从一开始 称呼四皇子小四 到后来的小子 最后情绪激动 变成了废物 狗小子 这样大逆不到的话 得亏是在乔府 这要是在皇宫里 当真是不成的 乔第一最近 也整日跑乔府 偶尔在家 就蹲守在乔娇娇身旁 跟他一起看得津津有味 要知道 他从小也是这么魔鬼训练过来的 现在在看四皇子 幸灾乐祸的同时 又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四皇子倒是个有出息的 他也做到了拜师时承诺过的 不叫一句苦 任凭乔中国如何严厉 他全部都默默瘦了 小身板站在木桩子上摇摇晃晃的 就是摔下来也没喊一句痛 乔娇娇有时候都替他 疼得呲牙咧嘴 他倒好 爬起来还冲乔娇咧嘴笑 这期间最心疼四皇子的 莫过于皇后娘娘了 他家小四从前吃饭都细嚼慢咽的 到了晚间 有时候练好字 还会陪他说话话 如今每回从乔府回来 沐浴过后 胡伦吃了饭 倒头就睡 但是皇后娘娘也知道 学武就是要吃苦的 更何况严实出高徒 小四现在吃的苦 都是为了将来 能有更好的自保能力 想到这里 皇后娘娘也只能硬下了心肠 等四皇子睡熟了 就在她床边坐一会 替她盖盖被子 乔中国从不曾在四皇子面前夸过她 但是在自家人面前 他却对四皇子赞不绝口 那小子真不错 和老二小时候有的一拼 但是老二过躁得很 他倒是一声不吭 则 根骨也是绝佳 如果能更早一点落到老子手里 从三岁就给他培养起来 哇 那小子进步真快 不行 老子得给他再加点难度 乔夫人看着乔中国 眉飞色舞的模样 给他加了一筷子菜 也遇到 知道了 知道了 夫君收了一个爱徒 心中很是欢喜 快吃吧 饭菜都要凉了 乔中国一抬头 才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吃饱 放下了筷子 不由地哈哈一笑 大抵所有前辈 看到如此有天赋的后生 都会忍不住心生欢喜吧 这也是萧红达现在的心情 他常常就会不住地 在萧夫人面前夸乔第一 老乔家的二郎真是 功底太扎实了 他将这样的好苗子 交到维夫手里 倒叫维夫有些压力了 别看二郎那孩子心眼少 其实最是可塑之才 当年老乔就是这样的性子 心无杂念的 学起兵法 又快又准 泽泽 真好啊 将来指不定就是第二个老乔了 萧夫人去着自家夫君 一脸欣赏的样子 暗暗摇了摇头 你要不要睁大眼睛看看 你二女儿的魂 都要被人家勾走了 那乔家二郎也真是的 每回看到月儿 就憨憨傻笑 你说他没规矩吧 他眼神清澈 又格外真诚 罢了 既然夫君这般欢喜 乔家二郎 那就先走着看吧 刚好乔家有两个儿子 那乔家大郎 是个有出息的 眼看就要成家了 到时候 刚好让乔家二郎 给他们萧家撑门没 想到这里 萧夫人突然觉得 这是个绝妙的安排 日子就这般有条不紊地走着 转眼间就来到了七月 乔娇娇也十一个月大了 如今他已经能独自站立了 偶尔还能晃晃悠悠迈两步 可那小步子着实不熟练 一不小心就要摔个屁股蹲 今日 四皇子又来乔府训练了 他正查开腿 站在两根相邻的木桩上扎马步 一个多月的时间 四皇子高了些 黑了许多 笑起来那口牙显得尤其白 乔中国给乔娇娇搬了个小凳子 就坐在四皇子身前不远处 乔娇娇是个敬业的小监工 说话还不利索的他 现在除了会叫家里人 还多了一个小四 每次一看四皇子撑不住了 他就高呼一声 小四 那肉乎乎的手指头指着四皇子 眼睛圆溜溜亮晶晶的 十分可爱 四皇子每回都惊得一个机灵 有时候坚持下来了 有时候支撑不住摔下来 乔娇娇就会笑他 四皇子被笑话了也不恼 跑到乔娇娇面前 蹲下身来 轻轻戳他的脸蛋 乔妹妹不要笑话我 我下次肯定会更好 他确实是说到做到了 在木桩上坚持的时间越来越久 乔娇娇都找不到笑话他的理由了 此时他啃着小饼干 正觉百无聊赖 突然看到自家大哥 穿过长廊找了过来 他顿时眼前一亮 大哥寻常不大来的 难道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哥哥 哥哥 乔娇娇撑着小凳子站起身来 冲乔天晶伸出手去 乔天晶绕过身前成片的木桩 先是冲四皇子 躬身行了一礼 然后就笑着将乔娇娇抱了起来 乔娇娇眼尖地瞧见了 乔天晶额间的汗珠 便知道他这一路来得及 赶忙冲不远处挥了挥手 爹爹 爹爹 乔中国正在树荫下削木头 四皇子年纪上幼 府上的兵器他用的都不衬手 所以乔中国决定亲自给他削根木枪 乔天晶看到了自家爹 赶忙三两步走了过去 蹲下身后压低了声音说道 爹 有消息了 乔中国末地抬头 就看到乔天晶神色凝重道 跟踪李虚胜的暗卫 方才传回消息 舅母约见了李虚胜 他要赴约了 乔娇娇早就从乔天晶那里得知 帮助郭高义的那一晚 他们乔家就掌握了李虚胜的行踪 没想到时至今日他才有动作 啊 舅母终于憋不住了是不是 距离上次安宁表姐来我们家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眼国公府始终没有传来好消息 说明舅母还瞒着呢 估摸着 如今是要显怀了 实在瞒不住了 所以找李虚胜商量去了 捉贼捉脏 这一次可终于要抓住舅母的小辫子了 乔中国认真思虑了一番 陈生说道 老大 这件事是观眼国公府的脸面 既然是找到证据了 就不能再瞒着你外祖父了 你速速派人 不 你亲自去 带你外祖父一起去抓人 去眼国公府的时候小心些 别惊动了 你舅舅和安宁 暂时先不要让他们知晓 乔天晶听到这里 却摇了摇头 爹 怕是不成了 乔中国面色微微一变 什么意思 乔天晶轻轻叹了口气 前些日子得知舅母的情况后 我在舅母身旁 也安排了一个人 她和那个跟踪李虚胜的暗卫 是前后脚传回消息的 舅母现在已经赶往千香茶楼了 而安宁表妹 她跟踪了舅母 乔娇娇听到这里 瞬间倒吸 一口冷气 女儿捉奸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事 别说是在古代 就是在乔娇娇前世生活的时代 都是难以想象的 更何况 左安宁从小保读诗书 那些礼仪廉耻 都是刻进她骨子里的 乔娇娇实在很难想象 这件事对她的打击会有多大 安宁表姐肯定是察觉到端倪了 一个多月前 她就怀疑舅母有了身孕 这明明是件大喜事 可舅母一直隐而不发 做女儿的 只怕心中又是惶恐 又是担忧 而且舅母之前还频频回娘家 如今消停了一个多月 又顾忌重施 只怕安宁表姐 怎么都无法安心了 才会出此下策 乔中国文言 眉头紧紧隆起 没想到 事情会变得这般棘手 本来这件事还想先瞒着你娘的 毕竟还没出结果之前 也不过是让她白白担忧 如今却是不成了 安宁那孩子若发现了真相 只怕会吓得不轻 老大 你现在就去 带着你外祖父去千香茶楼 如果安宁察觉了真相 是毕后将她带回乔府吧 你娘会好好安抚她的 乔天晶点了点头 只能如此了 乔娇娇又回到了乔中国的怀抱 她眼巴巴看着乔天晶 快步离去的背影 真的很想跟去 但她现在还太小 不但帮不上忙 只会碍事而已 唉 什么时候才能快快长大呀 希望大哥顺顺利利地 一举抓住李虚胜 这样一来 又能解决一个隐患了 左安宁坐在马车里 身边跟着从小就伺候着她的朱嬷嬷 朱嬷嬷是眼国公府的老人了 当年是伺候眼国公夫人的 后来眼国公夫人早逝 眼国公就将朱嬷嬷 拨到了左安宁身边伺候 朱嬷嬷是真心疼爱左安宁的 说句乐举的话 她就是将左安宁看成了亲孙女 如今和左安宁一同坐在马车里 她眉头皱得紧紧地一脸担忧 小姐 您这样做尾事不妥 咱们还是回去吧 左安宁拉住朱嬷嬷的手 秀美的面庞上引有害怕 但更多的是坚定 嬷嬷 我一定要弄亲娘 到底有何心病 她既有了身子 怎的就不肯告诉我们呢 爹爹确实是个靠不住的 但不是有祖父在吗 娘若告诉祖父 祖父定会为她撑腰的 为什么就不说呢 嬷嬷 我心中真的很不安 我担心 娘是不是遇到什么绕不开的事了 今日娘明明说是回外祖父家的 可是你看这条路 分明是相反反向 嬷嬷 你别劝我了 娘既然不肯说 我就亲眼去瞧瞧 朱嬷嬷知道 左安宁看似柔顺 其实她心中一直都是很有主意的 于是 她也不再出言相劝 只是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一会儿无论遇到什么事 一定要以小姐为先 马车行了一会 突然就停住了 朱嬷嬷探出头去 低声问道 怎地不走了 那车夫老老实实答道 客官 您要跟着车停了 车上的人也下来了 左安宁闻言 轻轻掀开车帘一脚 果然看到自家娘亲下车 她眸光一抬 忽然就有些震住了 娘去的竟然是千香茶楼 就是上一次看状元游街的那座茶楼 不知为何 左安宁的脑子里 突然就蹦出了 就有这两个字 上次 娘也是在这里见了一位旧友 可是那位旧友神龙剑手不见尾 到最后 她都不曾见着 末末 我们下车 左安宁带上墓篱 让末末付了银钱 然后快手快脚 跟进了千香茶楼里 她一路紧赶慢赶 刚好看到自家娘亲上了二楼 她小心翼翼跟到了拐角处 亲眼看着她娘 迈进了走廊尽头的雅间 和上次见旧友的正是同一间 她呼吸微微急促 慢慢退到了一楼 假意要定那个雅间 却被掌柜告知 那个房间早就被一个柜客包下来了 这位小姐 那雅间已经被包了三个多月了 您要是不介意 那雅间旁边的一间还空着 视野也差不多 您看 左安宁稳了稳心神 轻轻点头 好 我就要隔壁那一间 朱嬷嬷陪着左安宁 坐在雅间里静静等着 这期间 左安宁一言不发 瞧着心事重重的样子 走廊上只要响起脚步声 她就要站起来查看 到后面 她索性偷偷留了个门缝 然后坐在门后静等着 两个钟的时间里 走廊上偶有人声 却都不曾走过来 朱嬷嬷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或许夫人只是觉得府中憋闷 所以特意出来透透气而已 她正这样想着 突然一阵沉稳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慢慢朝这边醒来 朱嬷嬷猛地提起了一颗心 左安宁也缓缓站起身来 脚步声不曾停下 静止走过了他们的雅间门口 朱嬷嬷站在左安宁身后 往那门缝外看了一眼 忽然间就浑身冰凉 手脚发抖 那个身影虽微微勾搂 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 是个男人 朱嬷嬷开始在心里 暗暗祈祷着什么 直到隔壁雅间的门 被轻轻扣响 只呀 门开了 又关上了 那个男人却不曾退回来 朱嬷嬷缓缓抬手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夫人 夫人竟然思见外男 而且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眼前一阵阵发黑 却不得不顾及自家小姐 左安宁静静站在那里 没有一点声息 朱嬷嬷有些吓到了 她不敢发出声音 急不走到左安宁面前 看到她原本红润的脸 变得惨白 不由得心如刀割 左安宁抬手 慢慢抓住朱嬷嬷的胳膊 整个人微微晃了晃 小姐 朱嬷嬷怕急了 做了个口型 左安宁紧紧咬住下唇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她的长节止不住地颤抖着 瞧着脆弱极了 下一刻 她冲朱嬷嬷摇了摇头 轻步走到了 与隔壁雅间相连的墙壁前 将耳朵贴了上去 没有亲耳听到之前 她不会 也不敢相信 自己的娘亲 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耳朵贴上墙壁的那一刻 左安宁仿佛听到了 嘀嘀声 雅间咧 左夫人一看到李虚胜 这些日子的惶恐和忧虑 就奇奇爆发开来 忍不住扑进她怀里哭了起来 她哭的肩膀都在颤抖 泪水浸湿了李虚胜的衣襟 李虚胜没有抬手去安抚她 她目光望着眼前的一块屏风 脸上充满了复杂纠结的神色 她原本恨透了她 从少年起 她就将满腔爱意给了她 她拼尽全力 吃尽苦头 只为出人头地配得上她 她将她视作最珍贵的瑰宝 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捧给她 可是她呢 她将蒙约说得那般好听 一声又一声 叫着她得胜哥哥 可其实她闲贫爱父 虚荣自私 甚至恶毒到无可救药 就因为眼国公世子看上了她 为了那颇天的富贵 她竟哄骗她喝下迷药 然后任由她父亲 对他们一家下了死手 她死里逃生的时候 曾发誓要杀了她全家 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终于学有所成 她本来已经打算报复回去 可是娘却得了重病 奄奄一息 就在她悲痛绝望之时 是二皇子好心出手 花重金保住了娘的性命 做人当知恩图报 所以她对二皇子言听计从 也暂缓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前段时间 二皇子终于给了她任务 却是要她接近 眼国公世子夫人 获取她的信任 然后让她去为他们 打探乔家的消息 她表面上对这个任务 抗拒不已 可是内心里 却卑劣地生出了一丝 隐秘的欢喜 她知道 自己是个贱骨头 也许是当初的爱恋太过深刻 直至今日 她都不曾放下她 她在眼国公府的日子 并不好过 左和英风流烂情 剑一丝签 她活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 当她装的深情款款 再次出现的时候 她先是害怕 而后震惊 最后痛哭忏悔 求她原谅 瞧见她过得不好 她心中很是畅快 可是看到她的眼泪 她心中却有一阵悲凉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她就将她拉上了她 或许是左和英满足不了她 或许左和英 已经很久没同她在一起了 她半推半救 而后便沉沦在她的身下 一遍一遍喊她得胜哥哥 她心中恶心极了 她早就没有资格这样换她 可不知为什么 她的嘴角却扬了起来 雀跃又得意 她一遍遍告诉自己 这只是为了殿下的大业 这段时间 殿下明明已经下过命令 让他们所有人都按兵不动 可是她几次来催 她还是没能按捺住 过来见她了 有事就快说 若你是想要欢好 我们就速战速决 李虚胜说着 一把攥住左夫人的胳膊 就往屏风后的软榻上拖 左夫人挣扎了起来 一时之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声音也大了些 所以 你心里只有那些是事吗 为何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寻你好几次 你却不肯理我 是不是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 既然如此 那你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就应该一刀捅了我 而不是假意讨好我 李虚胜猛地停下脚步 这段时间 她内心煎熬无比 同样也急需一个突破口 她呼而垂眸 看着情绪激动的左夫人 忍不住狠狠掐住她的胳膊 咬牙切齿般说道 是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该一刀捅死你 再自我了结 你根本不配我的欢喜 你的虚胜哥哥早就死了 死在了你的虚荣和狠心下 你明知道我有多恨你 你为何要接纳我 你应该劈头盖脸 把我骂一顿 这样我才能很下心来杀了你 李虚胜双目圆瞪 额头轻轻抱起 她脸上的表情扭曲着 任谁都能看出 她的痛苦和纠结 左夫人原本满腔的不安和委屈 看到这里猛的一震 突然就红了眼眶 她说不出心中到底有多少悔意 如果当初不贪图眼国功夫的富贵 她或许也能如左河镜一般 有一个宠她爱她的夫君 有一个圆满的家庭 徐胜 看到左夫人掉了眼泪 李虚胜手中的力道骤然一轻 恢复了些许理智 她缓缓松手 背过身去 哑声问道 你询我到底做什么 我今日不该出来的 如果你有侨服的消息 现在就到来 左夫人听到这话 不由地面露哀气 所以我在你这里 只有一个价值 便是刺探侨服的消息是吗 左河镜与我闹翻了 我怎么去侨服 李虚胜冷硬了心肠 当初是你自己答应我 你会想办法的 若无事 我走了 李虚胜说着 就脉步而出 左夫人心中猛地一慌 她的肚子 真的要遮掩不住了 若是被左河英知晓 那个混蛋 说不定会生生打死她的 想到这里 她心中七黄 急急追了两步 嘴上脱口而出 虚胜 我怀了你的孩子 李虚胜陡然顿住了脚步 下一刻 她缓缓转过身来 目光定定落在了 左夫人身上 只见她一脸无措地 站在那里 左手俯着小腹 右手伸出来 一副挽留她的模样 你说什么 李虚胜的声音 微微颤抖着 左夫人几步 走到她面前 拉过她粗力的手 压在了自己 才刚刚显怀的肚子上 李虚胜 无法言喻此时的心情 她无比唾弃自己 憎恨自己 因为方才听说的时候 她心中第一时间 涌起的 是盛大的欢喜 为了惩罚自己 也为了惩罚她 她故意说出了 最恶毒的话语 我怎么知道 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谁知道 你与我苟合的时候 是不是一边 在爬左和音的 啪 响亮的巴掌 声响了起来 左夫人面色战红 一脸绝望地 看着偏过头去的李虚胜 整个人都在剧烈颤抖着 你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这是逼我去死 好啊 李虚胜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索性今日 就死在你的面前 一失两命 就当是还了当年的冤念 左夫人说着 就往窗边走去 可是她才刚刚转过身去 李虚胜就从身后 一把抱住了她 室内有了一瞬间的沉寂 而后便响起了 左夫人滴滴沉沉的乌叶声 左安宁倚着墙壁 缓缓跌坐到了地上 她抬着头 呆正正望着紧闭的窗户 双眼空洞无神 朱嬷嬷当真是害极了 她整个人不住地颤抖 想要将左安宁扶起来 自己却先没了力气 天爷啊 夫人不仅和外男私通 还诸胎案件 这 这让国公爷如何自处 让小姐如何自处啊 这要是传扬出去 先不说国公府会怎么被人笑话 小姐的一辈子都全完了呀 朱嬷嬷思虑了许多许多 实在是没有主意了 她只知道这件事必须要让国公爷知道 让国公爷来做主 想到这里 朱嬷嬷慢慢生出了一丝力气 起身去辅佐安宁 她实在是害怕 害怕待会隔壁会传出什么不堪入耳的声音 小姐真的不能再受刺激了 小姐 我们走 朱嬷嬷脸色沉重无比 心神俱阵之下 一时之间忘记了遮掩声音 反应过来后 她猛地捂住嘴巴 细细听了一回 隔壁没有任何动静 她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她方才声音很轻的 佐安宁借着朱嬷嬷的力道站起身来 她神色麻木 没有任何挣扎 朱嬷嬷儿又轻地打开房门 然而她才准备探头出去看看 一只强而有力的手 就猛地掐住了她的脖梗 嗯 朱嬷嬷瞬间就发不出声音了 只能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着来人 她生得周正 此时脸上却蓄满了杀意 双目恶狠狠 像是要吞了她 嗯 朱嬷嬷自知自己逃生无望 只能拼命朝身后挥着手 示意左安宁快跑 可是唯一的出口 已经被李虚胜堵住了 左安宁根本无处可去 李虚胜冷冷抬眸 待看清左安宁的脸时 她也猛地一正 方才听到朱嬷嬷的声音 她担心自己与丽娘的事情败露 便决定过来杀人灭口 但是她怎么也想不到 屋中之人竟是丽娘的女儿 左安宁眼看朱嬷嬷的双脚离了地 吓得一张脸 煞时惨白无比 扬声叫道 不要杀朱嬷嬷 隔壁雅间的左夫人 正觉提心吊胆 突然听到这熟悉无比的声音 她浑身俱阵 心中惊骇难以名状 下一刻 她急急跑了过来 从李虚胜的身后探头一看 顿时手脚发软 宁 宁儿 李虚胜瞧见左夫人跟过来了 便知今日之事不能善了 她当即将朱嬷嬷往屋内一摔 拉着左夫人就跟了进去 朱嬷嬷 左安宁惊慌一叫 急忙跑过去 将朱嬷嬷扶了起来 朱嬷嬷面色张得紫红 被左安宁猛拍了几下后背 便剧烈咳嗽了起来 一声急过一声 看到朱嬷嬷缓过气来的那一刻 左安宁几乎要喜极而泣 宁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 左夫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小心翼翼地看着左安宁 她默默在心中祈祷 希望左安宁什么都不曾听见 左安宁捏了捏 指不住颤抖的双手 心中的悲痛与绝望 齐齐奔涌而上 但是 她的目光在李虚胜身上扫过一圈后 便知如今她和朱嬷嬷 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 为了保命 她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娘 宁儿实在是担心您 见您又一个人出门 所以急急跟了过来 可是进了这茶楼后 就没了您的踪迹 我在这哑间中等了一会儿 发觉实在是蹉跎时间 便决定归服 谁知刚一开门 此人就对朱嬷嬷下毒手 左安宁说着 神色愤愤地指着李虚胜 另一只手在背后 却紧紧攥住了朱嬷嬷的手 朱嬷嬷已经缓过来了 她只能用这种办法提醒朱嬷嬷 千万不能露线 否则她或许还能留下一命 朱嬷嬷嬷是绝对活不成了 朱嬷嬷瞧见左安宁 护在她身前的背影 一颗心都颤抖了起来 这一刻 她无比痛恨左夫人 为何她要做下如此苟且之事 害了小姐的一辈子 左夫人听到左安宁的话 心头虽微微一松 却依旧不能完全放心 她一步步走上前来 脸上笑着说道 宁儿 这是娘的远房表情 你还没见过呢 她方才也是被朱嬷嬷吓了一跳 所以手上才试了分寸 宁儿别怕 都是误会 左夫人说着蹲下身来 轻轻抚摸着左安宁的脸颊 左安宁忍不住心头发颤 娘的手于她而言 曾是这世间最温柔的抚慰 如今却如此陌生 透着沁骨的冰凉 娘 能不能让她先出去 女儿害怕 左安宁勉强仰起嘴角 眼里隐隐有了泪意 当然可以 宁儿 你是娘的乖女儿 娘什么都听你的 左夫人温柔地笑了笑 转身就要冲李虚胜打手势 但是李虚胜眉眼沉沉 却陡然凶神恶煞地 朝左安宁走近几步 左安宁尚且能维持住 最后一丝理智 朱嬷嬷却害得立马起身 红着眼将左安宁护在了怀里 走开 谁也不能动小姐 都走开 朱嬷嬷歇斯底里地喊着 李虚胜脚步猛地一顶 突然冷冷开口 丽娘 不要再抱什么奢望了 很显然 他们都听到了 李虚胜方才不过是想试探一番 瞧朱嬷嬷这紧张害怕的姿态 很显然 她什么都知道了 左夫人闻言 整个人猛地一软 就坐到了地上 她那张美艳依旧的脸 此刻又清又白 望着左安宁的时候 眼泪忍不住诉诉而下 宁儿 你跟她干什么呀 眼看已经被拆穿 左安宁再也绷不住 跟着流下了眼泪 娘 您这般问我之前 可有想过 自己为什么要做下这样的事啊 为什么 为什么您要这样做 左安宁猛地扑到左夫人身前 声泪俱下地问道 对不起 宁儿 是娘不好 是娘不对 娘害了你 左安宁拼命摇着头 她抓住左夫人的手 七声说道 娘 您不是害了我 您是害了您自己啊 我无论是绞了头发做孤子 还是在家终身不嫁 我都没有任何怨言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 今日之事一旦败露 您定是活不成了呀 左夫人听到左安宁这时候 还在替她着想 一颗心酸痛难当 哀声说道 宁儿 你别再说了 是娘的错 娘对不起你 李虚胜瞧见左夫人悲痛欲绝的模样 对着左安宁冷声说道 你若想要你娘活命 只当今日之事不曾发生过就是 还是说 你想大意灭亲 将你娘逼上死路 左安宁听到这里猛地站起身来 他仰头看着李虚胜 心中恨意燎原 无畏无惧 你这个诡计多端的男人 你刻意接近我娘 不就是为了利用我娘 刺探乔府的消息吗 李虚胜文言面色一冷 下意识反驳道 我不是 左安宁一张俏脸 冷若冰霜 我听得出来 你和娘从前是有恩怨的 但是你接近她的初衷 不就是为了乔府吗 不要说什么你是真心恋爱我娘 一个男子若当真心愿女子 怎会引她做下苟且之事 这对女子而言 就是灭顶之灾 李虚胜一下子 被左安宁犀利的言语堵住了嘴 她双目圆瞪 胸意凛然 左安宁却不怕了 既然已经贪了牌 哪怕是死 她也要将娘亲骂醒 想到这里 左安宁蹲下身来 望着左夫人气声说道 娘 女儿知道爹不好 爹花心 我曾私下里劝过她好几次的 求她好好 和您过日子 可是她改不了 所以您不爱蝶点 这不是您的错 但是 您若当真下定决心 不和爹爹过日子 您可以合离 可以离府 但是您万万不能行如此 如此苟且之事啊 您若是提出合离 女儿一定会第一个 站出来为您周旋 我不在乎名声 不在乎嫁不嫁得出去 女儿只是希望 您能过得开心而已 可是 您为什么要踏出 这样一步错棋啊 祖父待您宽厚无比 因为爹爹混账 祖父事事都优待您 您这样是将她的脸面 狠狠踩在脚下 她年纪大了 如何能承受这样的打击 提起衍国公 左安宁心中悲痛难以自治 祖父那样慈祥温和的长辈 得知此事后 该是如何的绝望啊 左夫人眼泪也要哭干了 她抓住左安宁的手 哀求般说道 宁儿 你别说了 是娘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祖父 左安宁脸上满是失望 她反握住左夫人的手 惨声说道 娘 您还是不懂 您最对不起的 是您自己啊 人活一世 心中可有私欲 可图小利 但是不能忘了大意啊 这个男人 他一心想要利用 您掏出侨府的消息 为什么呀 因为姑父他是忠臣重臣 有人想要借此陷害姑父 扳倒姑父啊 您怎能答应他去做这种事呢 难道姑母对您 对我们不好吗 您想想看 这个男人背后是谁 他要献忠粮 他所图有多大 这是关乎百姓 关乎社稷的大事 如何能开得玩笑啊 左夫人听到这里 正正看着左安宁 似乎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他从来不曾想过这些 百姓 设计关他一个妇人家什么事 他只是厌倦极了左和英 他想要一个宠他爱他的男人 他也想要幸福地活着呀 这时候 李虚胜出现了 唤醒了他少年时的情谊 填补了他心中的空缺 打探乔府的消息 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条件而已 左安宁看着左夫人 正正然的迷茫模样 一颗心一寸寸沉了下去 他心里清楚 娘在这条骑路上 已经走得太远太远 若他今日不曾跟来 娘会怎么做呢 会不会抛下他 和这个蛊惑他的男人 远走高飞呢 想到这里 左安宁突然觉得疲累无比 今日之事 就像是一个死结 而如今他和朱嬷嬷的命 还捏在这个男人手里 娘 您跟宁儿回去吧 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祖父 祖父心善 他不会对您感尽杀绝的 无论结果如何 去安堂也好 去牢狱也罢 宁儿都愿意陪着您的 娘 不要一错再错了 左安宁定定地望着左夫人 他心中还抱着最后一丝奢望 左夫人听到这里 心中说 没有感动和震撼 那是不可能的 他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可是 当想到身后的李虚盛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他还是捂着小腹连连摇头 不行 宁儿 不行的 如果被你祖父知道了 娘肚子里的孩子 就保不住了 左安宁听到这里 眼泪一下子就滚了下来 娘 那宁儿呢 难道宁儿不是您的孩子吗 好了 李虚盛突然冷冷开口 他俯下身来 将左夫人拉了起来 他不会容许任何人 伤害他们的孩子 丽娘 我形势向来很绝 若这丫头不是你的女儿 我早就将她灭口了 何须掰扯到现在 左夫人听到这话 猛得一击灵 急忙叫道 不 你不能伤害宁儿 李虚盛面色冷峻 急声说道 听他方才的言语 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帮你遮掩了 如此一来 那眼过功夫 你是回不去了 跟我走 李虚盛深知自己今日出来 已经是违背二皇子的命令了 而且此事败露 也算是 坏了二皇子的计划之一 回去后 他还得好好向殿下请罪才行 想到这里 李虚盛去意更甚 快走 左夫人被拉扯得亮枪了一步 他回头看向左安宁 还有些下不定决心 左安宁依旧跪坐在地上 此时的他已肝肠寸断 迎着左夫人的眼神 他伸出手去 发出了最后的哀求 娘 这一去 就当真是万劫不复了 您别走 左夫人望了望他 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腹 终究还是狠心地别过了头 宁儿 你已经大了 你祖父和爹爹会好好疼你的 你就当 就当我这个娘死了吧 左夫人说完后 紧紧拉住李虚盛的胳膊 再也不敢回头 左安宁听到这话 伸出去的手墨地落下 浑身的力气 仿佛都被抽走了 朱嬷嬷看到左安宁 如此失魂落魄的模样 煞是心如刀割 少夫人 您怎能如此狠心啊 朱嬷嬷刚一开口 左安宁立刻回过神来 张开双臂 护在了朱嬷嬷身前 他一抬头 果然看见了李虚盛 杀气腾腾的脸 左夫人知道 朱嬷嬷是真心对左安宁的 他离开后 至少还有朱嬷嬷 日夜陪着安宁 于是 他拉了拉李虚盛的手 轻声说道 虚盛 我好像不太舒服 你带我走吧 李虚盛听到这里 也不想再纠缠了 拉着左夫人 就朝房门口走去 结果就在这时 雅剑的门 突然被一股大力踹开 一个魁梧的身影 出现在了门口 你们还想往哪里走 李虚盛猛地抬头 只见眼国公 沉着脸站在门口 不知听了多久 左夫人听到这个声音 吓得几乎贪软在地 国公爷 朱嬷嬷看到眼国公出现 当场喜极而泣 左安宁来不及欢喜 他手脚并用爬了起来 趁着众人愣神的功夫 拖着朱嬷嬷躲到了墙角 朱嬷嬷还绝不明 所以国公爷不是已经来了吗 小姐为何还要躲 这时候 李虚盛突然转身骑袭 准备挟持左安宁借此逃脱 没成想 却扑了个空 他面色很利地抬头 就听左安宁站在墙角扬声叫道 祖父 此人要害姑母一家 快将她拿下 上 眼国公一挥手 四个暗卫涌入屋中 将李虚盛团团围住 眼国公这才大踏步走进屋中 将左安宁护在了身后 左安宁得了主心骨 这时候才后趴地哽咽了声音 祖父 对不起 安宁应该趁早和您通气的 他很后悔 因为顾念娘亲的意愿 迟迟不曾将娘亲怀有身孕一事 告诉祖父 眼国公背对着左安宁 目光紧紧盯着赋予顽抗的李虚盛 摇了摇头 宁儿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今日之事多亏有你 因儿子而习都是没出息的 所以从左安宁记事起 他便常常将左安宁带在身边 聘请女先生教她读书识字 自己则亲自教她做人的道理 方才他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 安宁这孩子 身名大义 临危不乱 已经远超她的想象 这样乖巧懂事的孩子 他怎么忍心在恳责她半句啊 是他这个做祖父的不好 没有提前发现端倪 让孙女看到了这样不堪的画面 李虚盛虽然武艺高强 但此处空间逼则 他又要护着左夫人 很快就在暗卫的围攻下 捉襟见走了起来 左夫人见状 心中已然绝望 他是知道自己公爹的本事的 徐盛 你走吧 不要管我 我们之间便到此为止 当年欠你家的债 我若有命在 便用余生还 若 若没命在 就下辈子还你 闭嘴 李虚盛双目心红 额头青筋抱起 还不肯放弃 眼国公见状 冷声说道 李虚盛 这茶楼四面八方都安排了人 你今日是插翅难逃 左夫人听到这里 心中绝望更甚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今日将李虚盛约出来 竟会害他至此 李虚盛到底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便力不从心了起来 还不束手就擒骂 眼国公骤然低贺一声 左夫人被这句威严十足的喊话 吓得一个裂浅 李虚盛为了拉他一把 瞬间便露出了致命的破绽 下一刻 安卫们一拥而上 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左夫人害得惊叫出声 机遇昏厥 眼国公见状走上前去 正要脚下李虚盛手里的短刀 却听了他宁笑出声 眼国公 当年虽不是你亲手杀了我李家三口 却与我这巨变的人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 我李虚盛苟活至今 还是栽在了你的手上 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 别妄想从我嘴里 撬出任何东西 我李虚盛见命一条 但心中自有信义 左夫人听到这里 当即就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然而 还未等他出生 李虚盛便一把将他推远了 你没资格和我一起死 若想赎罪 将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李虚盛定定望着左夫人 似乎要将他的模样 刻进自己的灵魂里 下一刻 他毫不犹豫抬手 将短刀深深捅进了自己的心口 直眉刀柄 徐胜 左夫人看到这一幕 陡然尖叫出声 双目圆瞪 惊骇到面目扭曲 眼国公眉头猛的一脸 回身将左安宁 结结实实挡在了身后 如此血腥的一幕 万万不能让安宁看保 李虚盛感觉到心口剧痛 他眼前发黑 隐约瞧见左夫人手脚并用 狼狈无比地朝他爬来 最后时刻 他竟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他到底还是惩罚了他 用自己的命 瞧他那悲痛欲绝的模样 他对他还是有情的吧 他要死了 不知家中老娘该怎么办 他本来说好了 今晚回去看娘的 娘应该正坐在门口 等着他回去一起吃豆腐吧 希望殿下能念在他致死 都守口如瓶的份上 替他为娘送终 这辈子最对不起的 就是爹了 若有幸全下相遇 爹知道他还不曾放下丽娘 定是要骂他没良心的 好在他为李家流了肿 也不知道他和丽娘的孩子 是男孩还是女孩 还是女孩吧 他看得出来 左安宁被教得极好 他们的孩子 若能像左安宁那样 就很好了 动 李虚胜重重倒在了地上 鲜红的血液 当即从他的身下 弥散开来 极度悲剧之下 左夫人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他双膝跪行 浑身颤抖着 来到了李虚胜身边 他俯身一看 李虚胜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面色惨白 但是不知为何 嘴角却是扬起的 左夫人轻轻抚上他的脸颊 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眼泪已经巴搭巴搭 落在了李虚胜的脸上 方才还喧闹混乱的哑间 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左安宁站在眼国公身后 一张小脸雪白雪白的 他攥紧了双手 虽然不曾抬头看 却已经明了发生了什么 宁儿 我们先出去 眼国公沉沉开口 扭头给朱嬷使了个眼色 朱嬷嬷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中惊恐 护着左安宁往外走 二楼雅间本来人就极少 方才眼国公踹门的时候 已经让下人快速倾过场了 左安宁乖乖跟着走了出去 这会危机解除 他的心却全乱了 眼国公转身看向左安宁 脸上满是心疼和怜惜 宁儿 你先去找你姑母吧 剩下的事交给祖父处理 左安宁听到这话 眼眶红红的 他抓住眼国公的袖子 颤声问道 祖父 娘 娘会怎么样 眼国公不想敷衍左安宁 经过方才一事 他已经瞧出来了 自家这个孙女 是个能抗逝的 宁儿 姿势体大 祖父决定将你外祖父 和你爹爹叫来一起商议 你放心 他无论如何 都是你母亲 祖父有分寸的 左安宁见眼国公如此顾忌他 鼻子不由的一酸 他知道此时此刻 祖父心中不会比他好受多少 他不应该再添乱了 祖父 那宁儿先去找姑母了 您也要注意身体 眼国公轻轻点了点头 看着左安宁一步步走下二楼 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家门不幸啊 出了此等祸事 最无辜的便是安宁这孩子了 方才天津风风火火 赶来眼国公府 将儿媳与李虚胜私会一事告知 他之前查出李虚胜其人后 心中便隐有预感 如今突然得知 也不算是全无准备 谁知天津随后又说 安宁跟着一起去了 他一颗心 瞬间就掉了起来 没想到如此不堪的一幕 还是落到了安宁眼里 值得庆幸的是 这孩子足够坚强 意识非分明 就让宁儿去乔府和静儿 住上几日吧 静儿聪慧 会知道如何安抚宁儿的 左安宁出了千香茶楼后 眼国公安排的马车 早早就等在了门口 乔天津并未现身 他躲在远处 眼看着左安宁上了马车 便快马加鞭 先一步赶回乔府 带左安宁来到乔府门口时 乔天津又亲自出来迎他 左安宁此时还带着木梨 他心中实在悲痛 在马车上和朱嬷嬷又哭了一场 如今眼睛肿肿的 实在不想让旁人看出端倪 乔天津心细 见状什么都没问 只是温生说道 表妹 我娘已经等你许久了 左安宁点了点头 跟在乔天津后边朝礼走去 才走到正院门口 就瞧见乔夫人亲自迎了出来 宁儿 乔夫人实在心骄 她已经从乔天津口中 得知所有来龙去脉 心中对左安宁有着万分怜惜 左安宁原本还能强撑着 但是此时瞧见乔夫人脸上 真切的忧虑和关切 心头再也绷不住 扑进乔夫人怀里 就痛哭了起来 姑母 乔夫人心疼坏了 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左安宁的后背 嘴上柔声说着 宁儿 好孩子不怕 有姑母在 一切都有姑母在 乔娇娇听见了院外的哭声 心头不由地一揪 她摇摇晃晃走到门口 抓着门框朝外一看 便瞧见左安宁抱着自家娘亲 正哭得悲痛欲绝 唉 安宁表姐好可怜啊 乔娇娇紧紧皱起了眉头 对这个时代知书达理的 规格千金来说 今日安宁表姐经历的一切 完全就是颠覆三观的 上一辈做下的龌龊事 到底还是累积了下一辈 这件事 只怕会成为安宁表姐 一辈子的心结 左安宁痛哭宣泄过后 情绪终于稍稍稳定了些 乔夫人见状 便温柔地将她拉进了屋内 为了避免传出任何风言风语 乔夫人早就秉退了其他下人 屋里也只留刘嬷嬷 一个伺候的 刘嬷嬷是个贴心的 早早就打了水 见左安宁进来 急忙拧了条帕子 乔夫人拉着左安宁坐下 给她摘下墓篱 又轻柔地替她擦拭眼泪 乔娇娇乖乖 坐在一边不说话 左安宁感受到如此细致的呵护 仓皇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 她抓住乔夫人的手 颤声说道 姑母 谢谢您对安宁这般好 安宁实在受之有愧 我娘她 她竟然 左安宁实在难以启齿 她娘竟然要帮助外人 算计乔家 乔夫人心中明镜似的 她柔声说道 安宁 这些事和你没关系 你不必心怀歉疚 左安宁却摇了摇头 她脸上有了急切之意 急声说道 不 姑母 这件事很重要 安宁必须要提醒您和姑父 那 那李徐盛想要利用 我娘刺探乔府的消息 有一就有二 指不定贼人的手 已经伸到乔府里来了 姑母 您一定要提醒姑父 事事小心啊 那贼人图谋不轨 安宁心中当真是怕极了 好在娘早早和姑母 您闹翻了 这才没酿成大错 否则安宁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左安宁说到这里 急急站起身来 瞧着竟是要给乔夫人行大礼 安宁 你别这样 你这样姑母心中也要不安了 你何其无辜啊 不必将这一切 揽到你自己身上的 乔夫人赶忙将左安宁拉住了 这孩子是非分明 一心怀大意 真的是个极好的姑娘 左安宁抬起头来 眼眶红红的 姑母 我心里实在难受得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乔夫人将左安宁揽在怀里 好孩子 别想太多 这段时间就住在姑母这里可好 姑母真的很欢喜宁儿 娇娇妹妹也很喜欢她的宁儿姐姐呢 你瞧 左安宁顺着乔夫人 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乔娇娇正很是吃力地朝她走来 脸上扬着纯真的笑脸 姐姐 冰冰 乔娇娇将最喜欢的饼干 递到了左安宁面前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左安宁看到这里 一颗心默然就柔软了几分 她接过小饼干 又摸了摸乔娇娇的头 谢谢娇娇 姐姐也最喜欢吃小饼干了 当天夜里 眼国公便将自己的亲家接了过来 左和英原本还在外边 和胡鹏狗友喝酒 突然被自家爹派人拽了回来 正满腹牢骚 回家瞧见自己岳父岳母 也在 心里不由的一格登 怎么了 这是 左夫人娘家姓陈 这时候 陈大人和陈夫人 也是一头雾水 眼国公一看人都到齐了 便让下人扶着左夫人走了进来 此时的左夫人面色苍白 神情恍惚 双目更是空洞无神 丽娘 陈夫人看到自家女儿 这么一副狼狈模样 当下就心疼地迎了上去 陈大人面色骤然一变 却又不敢对眼国公发脾气 只能急声问道 亲家公 我家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左和英也被左夫人这个样子吓到了 一脸的迷茫 眼看众人都抬眼看向自己 眼国公沉着脸 将今日的一切悉数到来 眼国公话音落下后 屋中陷入了一片死寂 左和英站在一旁 整个人都在剧烈颤抖着 他怎么也想不到 左夫人不仅给他戴了绿帽子 肚子里更是揣了别人的孩子 贱人 你这个贱人 左和英怒发冲冠 他双目星红 面色扭曲 左顾右盼之下 从墙上拔下一把长剑 气势汹汹就冲向左夫人 看那样子 似乎恨不得 要将左夫人大谢八块 啊 不 别伤害丽娘 陈夫人心中羞极恨极 没想到自家女儿 会做出如此苟且之事 但是生死面前 她本能的 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陈大人心中惊骇难以名状 李旭盛这个名字 几乎扼住了她的喉咙 而且 女儿做出如此不知羞耻之事 以他们陈家和眼国公府悬殊的差距 怕不是要遭到报复了 堂内煞食乱作一团 左和英的嘶吼声 和陈夫人的惊叫声 混杂在一起 即便身周如此吵闹 左夫人还是目光呆滞 没有任何反应 够了 眼国公末地站起身来 冲着左和英力喝一声 左和英猛地一呆 转头难以置信地 看向自己的父亲 爹 是他背叛了儿子 给我们眼国公府抹黑啊 他死一万遍都不足血 您为什么要阻止儿子 眼国公神色冷利 扬声说道 和英 你自问事情发展到今日这个地步 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当初是你贪图丽娘的美色 非要将她娶过门 娶进来后 你又不懂得珍惜 这么些年 你风流纵情 难道丽娘就活该 因此被人笑话吗 你自己收不了心 管不住家 四处留情 就没想到 会有反噬的一天吗 你可知道 宁儿今日目睹了一切 她还小啊 她还是个女儿家 你让她今后该如何自处 有这样不靠谱的爹 和丢弃李毅廉耻的娘 你们让宁儿怎么办 她又何其无辜啊 眼国公怒斥出声 右手将茶暗垂得咚咚作响 提到左安宁 左和英猛地震住了 连一直毫无反应的左夫人 也在这时滚下了眼泪 见左和英稍稍冷静下来后 眼国公又看向了陈家夫妇 还有你们 陈大人面色猛得一白 他还想开口狡辩 眼国公已经冷声赤道 既然当年丽娘和那李绪圣 已有婚怨 你们为何不早早言明 你们若是开口 我便是打断和英的腿 也会阻止她棒打鸳鸯的 可是你们为了攀附眼国公府 竟然私下离毁婚约 害人命 因此埋下隐患 害了我们三家人 瞧瞧这些冤孽啊 当下犯下的罪过 终究是要报应回来的 眼国公话音落下 左夫人已然泪流满面 是啊 当年就是他贪慕虚荣 自私自利 才会生出邪念 害了虚胜一家 还害了自己终身 陈大人和陈夫人 没有忘记当年的罪行 此时被眼国公拆穿 吓得面色惨白 失去了言语 眼国公觉得疲累极了 他目光扫过堂中 所有人冷声说道 这些罪念 都是我们做下的 和安宁没有任何关系 如今 他却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一个与外人私通 还猪胎暗结的娘亲 这件事若是传扬出去 便是毁了安宁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是决定 不是征选 你们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反对 见所有人都望向自己 眼国公长长呼出一口气 冷着脸说道 丽娘到底是安宁的生母 我不会要她的命 而且我也不舍得安宁 为这样不称职的母亲 守孝三年 白白蹉跎最好的年华 为了保住安宁的名声 她也不能有一个 被休气的娘亲 所以和音 今晚你就给丽娘放七叔 你们何离 眼看左和音满脸不甘 眼国公虎目一瞪 归根结底 这一切的起因在你 是你贪图美色在先 风流纵情在后 不要不服气 难道你还想毁了安宁吗 左和音心中愤恨难当 恨不得将左夫人千刀万剐 但是 她叫安宁一个女儿 她这个做父亲的再婚账 也不可能不顾及 女儿的名声和未来 想到这里 她咬牙切齿嘶吼一声 而后狠狠将手中的长剑 置在了地上 算是妥协了 眼国公见状 又看向了陈氏夫妇 丽娘到底犯下了 十恶不赦的过错 两位亲家该是知道的 这样的错处 若是放在别人家 进猪笼都是有的 陈氏夫妇 闻眼猛的一颤 眼国公继续说道 我可以不动丽娘 但丽娘万万不能留在京城了 你们将她送走 送得越远越好 我一会派人盯着她 确保她一辈子都不会再 出现在安宁面前 而且 我们两家合理 对外只能宣称是夫妻不合 若让我听到什么 对安宁不利的风言风语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我必定不会放过陈家 我已准备好放七书和契约 咱们现在就签字画押 一别两宽吧 眼国公也是个雷厉风行的 这是她今日绞尽脑汁 想出的对策 只有一条原则 一切以安宁为先 陈家哪里敢智慧半句 他们自己做贼心虚 而且女儿错处太大 能保住一条命 已经是万幸了 左和英心中再恨 为了左安宁 也只能签下名字 按了手印 乔夫人得到消息时 已经是第二日了 过了一晚上 左安宁明显平静了许多 只是夜间该如何煎熬难耐 便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用过早上后 乔夫人将左安宁拉到了一边 方才眼国公者人传讯过来 特地说了 不必瞒着安宁 于是 乔夫人便将眼国公昨日的决断 并左夫人即刻就要离京的消息 悉数说了 左安宁静静听着 不多时便红了眼眶 她听得出来 祖父这是处处都在为她考虑啊 乔夫人温柔地看着左安宁 轻声说道 安宁 你想做什么 姑母都是支持你的 左安宁闻言猛地抬起头来 脸上有了一丝忐忾 姑母 我想去送送我娘 可以吗 我不会下马车的 毕竟人多眼杂 我晓得其中的厉害关系 不会辜负祖父的一番心血的 此时那毕竟是我娘 我真的 乔夫人闻言 摸了摸她的头 傻孩子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姑母早就给你备好马车了 你如果要送 现在就该出门了 乔夫人心细如发 怎么会猜不到左安宁的心思呢 左安宁心中感动万分 颤声说道 姑母 安宁真的很感激您 乔夫人派了刘嬷嬷贴身跟着左安宁 自己并没有跟去 即便娇娇的预言不曾发生 但嫂嫂真真切切地起了心思 她是要害乔家的 她可以无条件疼爱无辜的安宁 却无法同情 蓄意谋害乔家的人 爹在信件中 并未谈及嫂嫂肚子里的孩子 不知她究竟是如何决断的 但无论如何 有一点毋庸置疑 以爹的手段 嫂嫂是永远也别想 回到京城了 乔娇娇撑着小凳子正在努力练习走路 乔见左安宁匆匆走了出去 她仰起小脸 心中满是感慨 李絮胜死了 舅母也被赶出京城了 如此一来 我们乔家便算是躲过通敌叛国 这致命一劫了 虽然不知道 未来还有多少鸣枪案件 男主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但至少在已知的范围内 我们已经在努力消除所有隐患了 想到这里 乔娇娇不由地惆怅满志 而且 我们还就此改变了安宁表姐的命运 如今有祖父做主 一定会为安宁表姐 寻一门最好的姻缘 话说 安宁表姐和谭汉池 不知道有没有戏位 乔夫人听到这里 不由地也起了心思 夫君但凡提起那个谭汉池 总是赞不绝口 这样的好狼 若是能和安宁成事 那自然是千好万好 而且 眼国功夫的门眉 不可能靠哥哥 若有个可靠的孙女婿 爹也可以安心了 当初安宁身边 有嫂嫂这个隐患 她还心有顾虑 如今倒是完满得很 乔夫人越想越是兴奋 算上人小鬼大的乔娇娇 母女俩人八卦之心 熊熊燃烧 要说最近的机会 大哥的婚礼 不是快了吗 到时候闹洞房什么的 可都是光明正大见面的机会啊 嘿嘿 想必大哥也不会介意 让自己的好兄弟 借他的婚礼 成就一段姻缘吧 哎呀 一说大哥成婚 我已经开始想念香香大嫂了 哦 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 我要看大哥大嫂撒狗粮 我要磕CP 乔夫人听到乔娇娇的心声 顿时眼前一亮 是啊 大郎的婚礼也快了 到时候还能让爹在宴席上 相看相看那个谈汉池呢 而且别说娇娇了 她这个做婆婆的 也等不及想见自己的大儿媳了 多好的姑娘呀 被他们家大郎给拱啊 不过 狗粮是 为何大郎和韩姑娘成婚 还得撒狗的吃食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封锁 不管了 娇娇的话总是有道理的 等到大郎成婚那日 就让下人给附近的狗撒些吃的吧 左安宁让车夫将马车开出了城门 而后便掀开车帘的一个小脚 静静等在了车中 约莫一刻钟后 一辆朴素无华的马车 缓缓驶了出来 左安宁末地坐直了身子 她看到了马车车 闭上一个不显眼的标志 那是一个端端正正的臣字 娘 左安宁无声地唤了句 心中酸痛难当 她心里清楚 女子通奸几乎没有留活口的 娘能好好活着 离开京城去过平淡的日子 已经很好了 外祖父母不会亏待娘的 她能在陌生的地方衣食无忧 娘 女儿再次拜别 左安宁说着 躬身跪下 冲着马车驶离的方向 重重磕了三个头 刘默默缘还担心 左安宁年纪小 会憋不住追上去 如今瞧她如此沉稳 不由地暗暗点头 这表小姐和夫人年轻的时候 倒真是像极了 三日后 宗人府 二皇子坐在案前 手里捧着 孝金通读着 看起来当真是 极乖巧老实的模样 不大一会儿 殿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二皇子头也没抬 沉声问道 阿盛还没消息吗 竹风走到二皇子 身前跪下 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殿下 那个李虚胜会不会是 逃了 竹风心中不安 毕竟李虚胜知道殿下许多事情 殿下似乎很看重李虚胜 上次他没能及时除掉牙医 殿下虽气恼 却也没有过分苛责 不会 二皇子毫不犹豫 就摇了头 阿盛是极讲义气的 当年本殿碰巧救了他母亲一命 这几年来 他一直忠心耿耿 绝不会生出二心的 况且他是个孝顺的 他母亲还在金钟 他怎会气母 说到这里 二皇子猛的一正 既然阿盛不会背叛他 又不会气母而去 那便只有一种情况了 他是了解阿盛的 他若被人捉住 为了不暴露自己 他定会寻击自枪的 想到这里 二皇子心头微微一颤 忍不住攥紧了双手 竹风 你去查一下眼国功夫的狮子夫人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速速报来 竹风瞧见二皇子的神色 心中隐有欲感 不由的面色大变 他不敢耽搁 当即起身离去 二皇子独坐在静视中 望着窗外的艳阳天气 心中却冰冷一片 阿盛这么多年日夜守护在他身侧 还教了他不少防身的招式 他们之间一师一友啊 若阿盛当真遭遇不测 他定会查出凶手 不惜一切代价为阿盛报仇的 左安宁在乔府已经住了三天 他担心太过讨扰乔夫人 几次请辞都被乔夫人拦了下来 眼国功今日一早也来了乔府 此时正在书房里和乔中国闲聊 乔娇娇坐在眼国功的腿上 手中正把玩着四皇子送给他的 类似九连环的一只玩具 其实他看过之后就会解了 但是担心吓到家里人 便装傻冲愣 将九连环摇得叮当响 眼国功一脸宠溺地护着乔娇 口中满是感慨地说道 娇娇瞧着与何敬小时候 当真是一模一样 乔中国闻言爽朗一笑 想夫人最好 像小旭这种大老粗 那就完了 乔娇娇闻言抬眼看向自家爹爹 一脸的不赞同 爹爹不应该叫自己大老粗 爹爹这叫皮帅 而且越成熟越有魅力 听到宝贝疙瘩夸夸自己 乔中国很是得意 那是 他其实就是谦虚一下 他若是不帅 当初夫人也不会在诗会上一眼就看中他 闲聊了几句后 眼国公神色微微一速 说起了正事 中国 四天的时间 你觉得够了吗 左和英与丽娘合理已经有四天了 但是这个消息 一直以而未发 所以 京中还未有人知晓 乔娇娇听到这里 也放下了手中的九连环 稚嫩的小脸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外祖父说的是舅舅舅母合理的是吧 那就要看尾巴 扫干净了没 对二皇子来说 李虚胜和其他手下还是有区别的 二皇子篡位成功后 直接封了李虚胜做票计大将军 其中的荣虫可见一斑 所以这次李虚胜生死 二皇子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旦舅舅 舅母合理的消息传出去 二皇子定会猜到 李虚胜是在眼国功夫的手上栽了跟头 到时候 祖父就要小心了 男主必定会想方设法报复的 乔中国听到这里不住地点头 这就是他如今最担忧的地方 乔娇娇伸出小手挠了挠下巴 又继续想到 还有就是舅母的去处 外祖父之前传信说 舅母被他父母安排送出京了 可我实在不能信任那对父母 万一男主顺藤摸瓜找过去 把舅母的踪迹挖出来 又把舅母带回京城 啊 乔娇娇想到这里 突然嘀呼一声 小小的身板立马坐直了 眼国功被乔娇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了一跳 赶忙俯身问道 娇娇乖乖 你怎么了 乔中国心里恼痒似的 焦急地等待着乔娇娇的下文 乔娇娇抓住眼国功的衣精 眼睛瞪得大大的 在心中疾呼 外祖父一声坦坦荡荡的 没什么破绽 二皇子若是想报复外祖父 那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从舅舅入手 二是从安宁表姐入手 舅舅整日里花天酒地的 他的破绽实在太多 这个必须要重视了 如果是从安宁表姐入手 那规格千金最重要的 无非就是名声 贞 婚姻 二皇子若接触到舅母 了解前因后果 必定会借此抹黑安宁表姐 毁了她的一生 不行 绝对不能让二皇子找到舅母 连舅母的父母 都得狠狠敲打一下 若把这件事露出去 对安宁表姐 就是灭顶之灾 乔中国听到这里 神色凝重无比 他简直重点 和眼国功分析了两句 尤其提到了左夫人的去向 乔娇娇听得连连点头 两眼放光 还好爹爹聪明啊 和我考虑得差不多 正好给外祖父提个醒 眼国功听了后 定定看了乔中国一眼 突然面露高深之色 中国呀 乔中国微微一击零 越丈这个语气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听到了 尤其当年他追求夫人 找机会拜访越丈 借机上门讨好夫人的时候 越丈就是这么去着他 淡淡地说 中国呀 想到这里 乔中国立马老老实实站了起来 一脸正色道 还请越丈执教 乔娇娇一脸好奇 爹怎么反应这么大 他扭头去看眼国公 就见眼国公神色平静 淡淡说道 老夫也活一大把年纪了 这点城府都没有的话 怎么能走到今天呢 那陈家夫妇 当年能为了攀附国公府 对李虚圣一家痛下杀手 可见也是爱慕虚荣 心狠手辣的 所以老夫自始至终 都不曾信任他们分毫 丽娘是被他们送出金的没错 但是老夫早已派人等在半路 顺势就将丽娘接往了别处 她毕竟是安宁的生母 老夫不会要她的命 但是她这辈子 都别想和京城取得联系了 所以别说二皇子了 连陈家夫妇永远都不会知道 丽娘究竟去了哪里 乔娇娇闻言 心头又惊又喜 哇 外祖父威武啊 不仅如此 眼国公淡淡一笑 二皇子也别想从陈家夫妇口中 撬出任何消息 因为陈其已经辞官离京 不知去向了 乔乔乔听到这里 瞬间就惊呆了 妈了妈了 我简直就是多虑了 身边全是人惊啊 何英与丽娘何离那晚 老夫躺在榻上 辗转难以入眠 总觉得此事披露太多 只怕早晚都会出事 于是思虑良久 便心生此寂 陈其一开始还不愿意 所以老夫只能卑鄙一回 以权势相压 以当年的命案相逼 威胁他臣服满门的性命 那陈其也是有贼心没贼胆 老夫态度强硬无比 陈其眼看回天无力 灰溜溜地上辞城 老夫便踢着周旋一番 当天就给劈了 于是昨日 陈其就卷上金银细软 带着梁妻美妾出京去了 他倒是滑料 生怕老夫半路 对他们夫妇下黑手 和下人分了三股出城 最后逃之夭夭了 如此一来 虽然何离一事 与陈家出京 会引出一些风言风语 但到底是无根之评 时间一长也就散了 眼国公娓娓道来 说完后 便见乔中国和乔娇娇 一大一小瞪着他看 他微微扬唇 怎么了 还有哪里不过周到吗 乔娇娇 牛 外祖父你牛啊 乔中国意味深长地 望着眼国公 心里则要想得更深险 岳丈大人 是当年跟着 先皇南征北战的老人 杀法手段深不可测 虽然岳丈说 会留嫂子一命 而陈其一家 也不知去向了 但说到底 他们的踪迹 只有岳丈一人知晓 那他们究竟是死是活 也只有岳丈自己知道了 乔中国与眼国公一样 戎马半生 眼国公究竟会如何做 他心中引有猜测 想到这里 乔中国心中万般感慨 终于知道 家里这些聪明人 都是哪里来的了 原来是岳丈传给了夫人 夫人又传给了老大和娇娇 就留他和老二两个憨憨啊 想到这里 乔中国颇有些怨念地 看向眼国公 岳丈大人 您既然已经胸有成竹 还来问 小婿做什么 这确定不是来侮辱他吗 眼国公淡淡一笑 中国你机敏聪慧 老夫这不是担心 自己还有遗漏吗 乔中国 确定了 是反话正说的侮辱 他哪里配得上 机敏聪慧这四个字啊 小婿没看出什么遗漏的 就是该好好管管兄长了 既然陈家那边没问题 二皇子 极有可能会从兄长下手 眼国公文言 脸上的笑容 莫的就散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 这件事对和音的打击很大 他瞧着是变了些 但是本性难移的道理 老夫还是懂的 走着看吧 和音他 也该栽个大大的跟头了 眼国公的声音淡了下去 眉头紧紧拢在了一处 乔娇娇见状 抬起小手 摸了摸眼国公的眉间 笑嘻嘻地叫道 歪 歪祖户 眼国公低头一看乔娇娇的小脸 一颗心瞬间就化了 哪里还会去想自己那个混账儿子 抱着乔娇娇就站了起来 还是娇娇好 娇娇怪 外祖父的小心肝哟 乔娇娇跟着哥哥笑了起来 手里的九连环被晃得叮当作响 乔中国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地扬起了嘴角 他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件事 应该也能哄岳长开心 岳长大人 您之前不是让夫人 留意安宁的夫婿人选吗 眼国公听到这话 果然眼前一亮 难道是找着了 乔中国笑着点了点头 不知岳长 是否听过谭汉池这个名字 眼国公神色微微移动 可是如今的朝廷新贵 圣上身边的大红人 谭修传 乔中国笑容满面 正是 眼国公稍稍连起眉头 不知他人品如何 形势可端正 眼国公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所以乔中国也没有隐瞒 从当初的春围舞弊 说到上次的南京兵权归属 将谭汉池夸成了一朵花 眼国公文言不免吃惊 没想到那谭汉池 竟是这样的能人 如此一来 倒是极好的了 眼国公喃喃重复了一句 乔中国见眼国公也心动了 这才接着说到 谭小子与大郎二郎交好 虽不能放在明面上 但谭小子如今是圣上面前的红人 大郎九月的婚礼 是无论如何都要请他的 届时月丈大人 可以在席上仔细相看他 绝对的人中龙凤 眼国公听到这里 忍不住弯起了眉眼 中国啊 平日里也没见你这么夸大郎二郎 可见你是真心欢喜他的 乔中国文言黑黑一笑 只是这种事 到底讲究一个你情我愿 届时月丈大人要是满意 我们就再给他们小年轻 透个口风 让他们自己决定 强扭得瓜不甜 他们两个都是极好的孩子 千万不能乱点了鸳鸯谱 眼国公心里有数了 轻轻点了点头 何离的消息已经传出 京中必定满是风言风语 刚好可以探探那谭小子 如若他亲信了谣言 那这个孙女婿 我是不敢要的 乔娇娇对谭汉池 倒是很有信心 哈哈 那外祖父可就要准备好相看孙女婿了 以我对谭汉池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听风旧事与的 上次他和安宁表姐还见了一面呢 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心思 不过话说回来 这桩婚事 估计还得佣帝点头呢 毕竟在外人眼里 眼国公府和我们乔府就是一体的 而谭汉池 如今又是佣帝跟前吉得用的人 嗨 果然麻烦 乔娇交叹了口气 也引起了乔中国的仇思 这就要看 佣帝对他们乔家 到底是荣宠多还是猜忌多了 当然 如果佣帝愿意反着想 将谭汉池荡成他的眼线 打入乔府之中 那就再好不过了 因为这样一来 这桩婚事可就歪打正着了 用过午上后 眼国公并没有将左安宁带走 而是独自回去了 他已经决定 回去后就将儿子 而习何离的消息放出去 若安宁跟着回眼国公府 指不定会听到什么不好的传言 索性让他在乔府多住些日子 继而会妥善保护好安宁的 午后 眼国公世子和世子夫人何离的消息 就席卷了金圈 众人闻言 纷纷一副看好戏的姿态 虽然据眼国公府放出的消息 是他们二人感情不和 才决定分开的 但众人都知道 左和英的德行 暗地里猜测 他是不是行为不端 让左夫人心灰意冷 这才生出了何离这档子事 众人上蹿下跳的 见眼国公府 实在撬不出什么八卦 又将目光投向了陈驾 结果一打听 众人皆大吃一惊 原来陈奇已经于前日地上辞成 如今竟不知去向了 如此诡异的局面 让眼国公世子 和世子夫人何离一事 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也传出了各种各样离奇的版本 竹风本来正派人仔细打听 结果此事一下子人尽皆知 倒是方便他回去复命了 宗人府内 二皇子听到竹风的禀报 面上的表情阴沉无比 他是知道阿胜从前的遭遇的 所以 当初决定让阿胜 去接近左夫人的时候 他心中也有犹豫 只是没想到他才稍稍一提 阿胜满口就印了下来 根据阿胜之前的禀报 左夫人已经答应 为他探取乔府的消息了 如今 左夫人与眼国公世子突然合离 阿胜又莫名失踪 不用怀疑 必定是左夫人和阿胜的是被发现了 左和英自然没有这个能力 将事情做得这么漂亮 所以 害死阿胜的 必定就是眼国公了 乔家和眼国公府是同一体 不知乔府是否也参与了其中 臣府的消息能打探到吗 二皇子冷声问道 竹风一脸惭愧地摇了摇头 殿下 属下已经仔细打探过了 臣其前日辞的官 昨日出的经 臣府人分成了三股 他们一家乔装打扮藏在其中 出了经就四散开来 几乎不可能寻到踪迹了 二皇子 闻言缓缓攥起了手 眉宇间有了沙印 继续找 眼国公府本殿会想办法对付 那陈其夫妇曾害阿胜全家 如今阿胜死了 本殿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竹风瞧出了二皇子的怒意 急忙恭敬殷士 他正要退出去 又听二皇子的语气 突然温和了许多 阿胜的娘亲那边就瞒着吧 竹风 你拨两个人去好好照顾他 有任何事随时来报 竹风微微一正 这一下才真正确定 殿下对那李虚胜的确是极高看的 他轻轻应了声势 这时候 周伯风风火火从殿外走了进来 声音中带着一丝欢喜 殿下 大公主来看您了 二皇子 闻言先是微微一正 下一刻 脸上便流露出了真心实意的欢喜 他猛地站起身来 急声问道 黄姐如今在何处 他话音刚落 一个湖水绿的身影就走了进来 头上插着朱钗 瞧起来秀美得体 二弟 来人正是大公主沈元贤 黄姐 你怎么来了 二皇子绕过长岸 走到了大公主面前 微弯的眉眼 让他本就厌绝的脸 越发明媚了起来 大公主上下打量了他几眼 忍不住眼眶微红 二弟 你竟瘦了这许多 二皇子不慎在乎地摆了摆手 如今天气热 人就跟着轻瘦了些 不碍事的 只是黄姐 这里毕竟是宗人府 你不该来的 这对你 不好 宗人府是惩罚宗亲的地方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二皇子没想到 大公主竟然愿意亲自来看他 在他的记忆里 这个只比他大三岁的姐姐 一直都对他照顾有加 小时候常常给他送好吃的糕点 大了些 有狗杖人士的工人 暗地里给他使绊子 黄姐也会毫不犹豫 帮他讨回公道 后来他慢慢起了心思 开始筹谋埋线 便在无人能欺负他了 但黄姐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同样不减 偶尔也会去仲华宫做客 和他聊聊天 说句真心话 在偌大的皇宫里 黄姐给了他最大的善意 他一直都牢牢记在心里 大公主转身从宫女手中 接过食盒 笑着说道 有什么不好的 二弟 你这样如猪如玉的人 都能待得住 我略做做怎么了 我给你带了些糕点 这宗人府是吃不到的 怕你嘴馋 大公主眉眼弯弯 抬不走到岸前 看到上面的笑惊 动作微微一顿 黄姐 我来 二皇子跟了上来 帮着将食盒里的糕点 一样样取了出来 大公主扭头 对其他人说道 都下去吧 我要和二弟 好好说会话 待到殿中 只剩他们二人 大公主这才红着眼睛 望着那本笑惊 父皇子能如此狠心 黄姐 这些话就别说了 二皇子 及时制止了大公主 大公主见状 也不再多言 将手边 盛着桂花糕的小碟子 捧到了二皇子面前 二弟 你最爱的桂花糕 放心吧 知道 你不爱吃太甜的 已经让玉厨少放糖了 二皇子心里暖暖的 抬手拿起一块 放进了嘴里 谢谢黄姐 我知道 你来这一趟 肯定是不容易的 大公主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什么 不过是向父皇 求个恩典罢了 在大公主的注视下 二皇子不忍服了 她一片心意 就多吃了几块 等她抬起头来之时 却看到大公主 望着眼前的桂花 高出了神 瞧着心事重重的 二皇子眉头一脸 关切地问道 黄姐 你是不是遇到 什么难处了 可是在哪里受气了 大公主闻言 先是愣了愣 而后扑吃一笑 啥二殿 谁能给我这个 大公主气瘦啊 我只是 唉 也没什么不能和你说的 大公主撞若随意地开口 父皇要给我选驸马了 二皇子听到这里 眉头骤然一松 黄姐 这是好事 你怎么不欢喜 大公主轻轻叹了口气 那些人我又没见过 谈不上欢喜不欢喜 不过是全凭父皇 做主罢了 二皇子下意识 敲了敲长案 她现在已经习惯 这粗糙的触感了 黄姐 你心中可有重义的人 大公主闻言面上 微微一红 而后摇了摇头 二殿 实话告诉你吧 我当初觉得 乔家大郎是不错的 各方面都合适 当时父皇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的 但是乔家大郎那时候 却是放出话了 说短时间内 不考虑婚事 我也是个骄傲的 自然不可能上赶着找驸马 也就放下了 二皇子听到这里 面上引有证然 是他疏忽了 竟然没有看出 黄姐的心意 否则早早为黄姐筹谋一番 定有办法 让黄姐得偿所愿的 父皇向母妃提了几个人 我瞧着 大公主说到这里 有些黯然地摇了摇头 下一刻 她突然又抬起头来 展露笑颜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 二弟进来如何 二皇子瞧见大公主的笑容 心中却有些不是滋味 放眼整个京城 这么多青年才俊里 那乔家大郎 的确是最最顶尖的 可是如今人家婚事已定 婚期在即 说什么都晚了 黄姐 这不是什么有的没的 这是观黄姐的终身 若黄姐不介意 可否将父皇提的几个人选 说给二弟听听 大公主将二皇子 如此关心自己 心头一暖 当下便将那些人名说了 二皇子对京中势力了如指掌 听到这些人的名字 心中总能挑出 大大小小的错出来 于是便摇了摇头 黄姐 这些人都不成的 大公主闻言 有些失望地低下了头 梁九又释然一笑 二弟 我身为大公主 驸马的人选父皇 定是有考量的 容不得我挑挑拣拣 我早就认命了 二皇子 闻言眉头紧紧连起 在心中筛选着 合适的人选 不一会儿 她突然眼神微亮 黄姐 我心中倒是有一个极好的人选 大公主猛地一震 谁 二皇子微微扬唇 心科状远 弹汗齿 大公主闻言心头一跳 低垂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 其实早些日子 她带母妃给父皇送养生汤的时候 曾看到一个青年从御书房中出来 与她擦肩而过之时 她躬身行礼 官袍穿得一丝不苟 声音也温润清朗 她稍稍一瞥 隐约瞧见一张极俊朗的脸 身边的宫女赶忙嘀嘀提醒了她一声 公主 这位是谭修传 她恍然有所觉 据说今年的新科状怨 被授予汉林院修传之职 在父皇面前极为得用 黄姐 这谭汉池是卓州人士 文才斐然 名声极佳 她在京中没有根基 如今深得父皇重用 若昭为驸马 必定得倚仗黄姐 这样说来 她可比其他世家大族 声信高傲的公子少爷们 要好上许多 黄姐 你觉得呢 大公主文言面上一红 半赏才七七爱爱说了一句 既然二弟都说她好 那想必 她确实是个好的 只是 大公主突然面露犹豫 二皇子见状偏头问道 黄姐可是有什么顾虑 大公主轻轻点了点头 自古以来 若是被招为驸马 便只能在朝中挂个贤职 那谭修传心中若有报复 未必会答应的 而且 父皇如今对谭修传多有倚仗 想必也舍不下她 这个能臣 你瞧这次 父皇都没向母妃提到谭修传 也表明了父皇的态度 本宫若贸贸然提起 想要谭修传做本宫的驸马 只怕父皇要误会本宫的用心了 大公主字字句句思虑周全 竟好像早早就把这些事 在心中转过一遍似的 二皇子文言眸光微微一闪 却没有流露出半分一样 她面色平静 温声说道 黄姐 这件事不能急 你刚从这宗人府出去 若转头便提起谭汉池 只怕父皇也要以为 是我在从中做梗了 稍等等看 二皇子轻轻敲了敲长案 脸上满是若有所思 随后眼前微亮 黄姐 我记得乔家大郎的婚期 是在九月吧 大公主点了点头 随即脱口而出 九月初十 说完后 大公主又有些尴尬地低下了头 她心中到底有些不甘 故而对乔家大郎的消息 就多关注了些 婚期一开始传出来的时候 她便牢牢记住了 二皇子不想让大公主难堪 便恍若未决 直接说起了自己的打算 乔家如今正值圣宠 父皇必定会派皇兄前去恭贺 至于谭汉池 黄姐你瞧着吧 父皇若真想培养她 成为天子敬臣 必定也会让她前去参加 甚至让她陪乔家大郎迎亲的 毕竟想要成为父皇身前得用的人 就必须八面玲珑 谭汉池年纪上轻 若能将朝中年轻的人才都拢在一处 想必父皇也是乐见其成 到时候 黄姐你便寻得理由 和皇兄一起去吧 大公主听到这里 眸光忽而灿亮 二皇子微微俯身靠近大公主 压低了声音说道 黄姐到时必定能见到谭汉池 彼时的侨府人多杂乱 黄姐你多带些人去 最好能和谭汉池见上一面 二皇子话音到此落下 大公主脸上略过一抹沉思 二皇子见状坐直了身子 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黄姐 父皇就算再设不得谭汉池这个人才 但你毕竟是父皇最疼爱的女儿 不管是为了黄姐的幸福 还是为了皇家的名声 父皇都会妥协的 至于谭汉池 即便她一开始心有不甘 等她明白过来 她的未来只能倚仗黄姐的时候 定会对黄姐你千一百顺的 大公主听到这里 脸上飘起了红韵 终于露出了真诚的欢喜 二弟 谢谢你为黄姐筹谋这些 黄姐都听你的 二皇子谋色深深 他向来走一步看十步 其中自然有更深的考量 黄姐向来与他交好 谭汉池如果能成为黄姐的夫婿 父畅夫随之下 谭汉池就算不能为他所用 想必也不会占到他的敌对方 像谭汉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只要不臣服于太子 对他而言就是极好的消息了 而且 谭汉池是在侨府出的岔子 导致父皇失去了一个能臣 若父皇因此迁怒侨府 那可真是意外之喜了 大公主前后不过做了半个时辰 而后便提起诗和告辞了 这宗人府她 毕竟不能待太久的 二皇子起身送到了店门口 大公主应切地嘱咐她 二爹 黄姐知道 你在这里住不惯 但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瞧瞧这两个月的时间 竟瘦了这么多 我母妃要是瞧见了 也是要心疼的 二皇子笑着点了点头 黄姐安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她站在店门口 目送着大公主 在四个宫女的簇拥下 渐行渐远 店门的阴影 正正好好照在她身上 她眸光深邃 脸上的表情 有些耐人寻味 直到出了宗人府 上了马车 大公主身边的贴身大宫女 才小心问道 公主 怎么样了 大公主缓缓抬起头来 嘴角扬着一抹精明的笑容 彩兰 二弟聪慧过人 自然能给出极好的建议来 彩兰文言灯实面露喜 太好了 恭喜公主 奴婢员还担心 公主这一趟来得太冒险了呢 前些日子 她陪着公主给圣上送养生汤 刚好在御书房门口 遇见了谭修传 公主那段时间 心中正烦闷呢 原来众议的乔家大郎有了婚约 而圣上看中的那些驸马人选公主 又不满意 而这谭修传长身玉立 俊朗不凡 公主一瞧就欢喜 当下就起了心思 只是她如今 毕竟是圣上面前的大红人 若招为驸马 便相当于断了仕途 不仅圣上舍不得 谭修传自己也未必会答应 在宗人府的二皇子 她身为公主的贴身宫女 自然一心一意为公主着想 心中实在是担心 二皇子已经被圣上厌弃了 公主此心会得不偿失 谁知公主却格外坚持 彩兰 永远不要被表象迷惑 你不知道父皇 对那个女人有多痴迷 二弟虽去了宗人府 但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而且 此时正是二弟落魄的时候 本宫落去瞧她 她心中不知该如何欢喜和感激呢 从小到大 都花心思疼了她这么多年了 还怕这一两年的功夫吗 于是公主便去向圣上求恩典 她原以为圣上定会拒绝公主 谁知公主却一脸的意味深长 彩兰 你瞧着吧 父皇定会云本宫去的 只要父皇还没厌弃那个女人 她心中便永远有二弟的一席之地 很显然 公主又料对了 如今知道 公主果然从二皇子口中 得了妥当的计划 她心中也为公主感到高兴 只要公主一成婚 他们就能出宫住进公主府了 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好日子呢 彩兰心中欢喜 见大公主一脸胸有成竹的模样 又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 公主 您都说二殿下聪慧过人了 那她会不会察觉您的意图啊 大公主文言淡淡一笑 本宫自问 方才表现尚可 当然 若二弟当真察觉了什么 也不碍事 毕竟 这是一场双赢的谋划 二弟 想必也巴不得谭汉池 能成为本宫的驸马呢 彩兰微微转了转心思 不轻不重地拍了个马屁 公主英明 大公主轻轻仰起嘴角 这皇宫里 又哪里有蠢人呢 二弟的心机属实是上上家 但他们这些兄弟姐妹 也不差呀 马车凌凌行进 大公主目光盯着角落的石河 心中暗道 二弟啊二弟 你可要争气啊 本宫与母妃 可是从一开始 就将筹码压在了你的身上 这次本宫若是能得偿所愿 自然会将谭汉池 带到你的麾下 为你所用的 左安宁继续在乔府住了一段时间 乔娇娇知道 左安宁心中不好受 便时常陪着她 这就导致四皇子的心态有些崩了 师父 为何最近乔妹妹都不来看小四了 她手中攥着乔中国 专门为她削的那根木枪 大眼睛湿漉漉地望着高大的乔中国 乔中国眉头一挑 她如今对四皇子 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怎么的 老子辛辛苦苦叫你小子武艺 你还惦记我家娇娇啊 四皇子一脸老实地点头 师父 我最喜欢你家娇娇了 乔中国 有这么实诚的孩子吗 这让他怎么接 直接叫四皇子滚犊子 应该没关系吧 四皇子惯事会察言观色的 一看乔中国眼睛瞪大了 就知道他要骂人了 赶紧补上一句 师父 小四只是觉得乔妹妹在的时候 小四好像就有使不完的力气 时时刻刻都干尽满满的 所以希望乔妹妹能继续监督小四 乔中国文言轻哼一声 你小子倒是滑了 都知道读老子的话了 安心吧 娇娇舞后 应该就回来看老子了 今日一早 安宁就被乐章派人接走了 半个月过去 京中的风言风语也差不多散了 而且安宁那孩子 也想尽快回去陪陪乐章 四皇子一听这话 大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当真吗 太好了 师父 您快教小四一套新枪法 小四下午就捂给乔妹妹看 乔中国 你小子一下子打鸡血了呀 行啊 找念事吧 让你小小年纪惦记焦焦 老子吓死你 站直了 手臂抬高 屁股不要翘 对 给老子保持住了 乔娇娇中午美美睡了一觉 下午由刘嬷嬷陪着 一步步跌跌撞撞走到了后园 半路因为体力不支 还歇了好几回 等她好不容易走到长廊上时 突然听到一句高呼 乔妹妹 乔娇娇抬眼一看 只见四皇子从木桩上飞笨下 绕过长廊 静止向她跑来 乔妹妹 小四好想你呀 四皇子一鼓作气 跑到乔娇娇面前 突然蹲下身来 缓住乔娇娇的腿 然后一把就将她抱了起来 啊 乔娇娇被吓得叫出了声 刘嬷嬷生怕四皇子摔到娇娇 忙完下腰 伸出胳膊 小心翼翼护着 口中急切说道 四殿下 您小心些 小心些 四皇子裂开嘴 笑得开心无比 嬷嬷 不碍似的 我现在力气大多了 都能抱起两个乔妹妹了 你瞧 她便说着 还抱着乔娇娇转了一圈 喂喂喂 你慢一点啊 乔娇娇吓得紧紧 估住四皇子的脖子 一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四皇子稳稳站定后 还颠了乔娇娇一下 届时调整了手中的姿势 乔妹妹 这样你有没有舒服一点 小四没有勒到你吧 四皇子殷切地望着乔娇娇 面上饮满了欢喜 还带点小骄傲 端午宫宴的时候 乔夫人说她要七岁 才能抱起乔妹妹 如今跟着乔大人 练了近两个月 她的力气已经很大了 瞧瞧 她把乔妹妹抱得很稳呢 乔娇娇试探着扭了扭 见四皇子手臂确实有力 紧绷的身体 这才渐渐软了下来 小四 乔娇娇怒目瞪着她 你方才把我吓死了 我真的以为自己要被你扑倒了 四皇子先是憨憨一笑 随即又一脸委屈 谁让乔妹妹你半个月都不来看我 我很想乔妹妹的 乔妹妹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我吗 乔娇娇 想想想行了吧 你先把我放下成步 我还是觉得 你承受不了我的重量 可惜她根本说不了话 只能随口咕噜两句 小四小四小四 哎 四皇子欢天喜地地硬着 抱着乔娇娇就往前走 绕过长廊 稳稳地将乔娇娇 放在了平时做的那个小凳子上 乔妹妹 你就坐在这里 我最近开始学武枪了 武武给你看 四皇子说着 拿起靠在一旁的木枪 手上一起示 神情就认真了起来 乔娇娇原本还想笑话他 结果见他目光坚定又专注 当下也摆正了脸色 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尤其当他们展现成果的时候 四皇子神情凝肃 一把挑起枪头 随后出枪 悬身 压枪 一气呵成 乔娇娇看得眼花缭乱 他没想到四皇子进步如此神速 连武枪都有模有样了 四皇子余光 瞥见乔娇娇认真的小表情 只觉得浑身又有使不完的力气了 一咬牙 决定试试今早刚学的招式 只见他踏步 回身 陡然向后出枪 然后扑通 摔了个屁股蹲 乔娇娇看得太过投入 没忍住哀忧叫了一声 顿时搔得地上的四皇子 面色通红 这回马强难度太大了 早知道就不得意了 等练好了 再试给乔妹妹看 乔娇娇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迈步走到四皇子身边 探头看他的时候 脸上满是银鱼的笑容 哟 瞧你这小红脸 害臊了吧 四皇子虽听不到乔娇娇的心声 但是瞧见他的笑容 顿时面上烧热 蹭一下就做了起来 他扭泥了一下 而后抬头信誓旦旦说道 乔妹妹 你下次再看 我肯定就练好了 你 你快把今日这一段忘掉 全部忘掉 乔娇娇文言 忍不住哥哥笑了起来 我偏要记着 等以后长大了 拿出来笑话你 四皇子听着乔娇娇 纯真无邪的笑声 望着他可爱的小脸 心中的羞难 渐渐的也就散了 他忍不住想 有乔妹妹在真好 有乔妹妹在 七月的午后 好像也没那么热了 他心里感觉甜丝丝的 恨不得时间过得慢一点 让他在乔府多待一会 让他和乔妹妹多待一会 嗨嗨 乔中国重重咳了两声 把四皇子下的一个机灵 攥着枪就站了起来 爹爹 乔娇娇满脸欢喜地迎了过去 乔中国一脸宠溺地抱起乔娇娇 心中暗道 老子不过是去喝完水 看看夫人的功夫 这臭小子 竟然就开始在娇娇面前献殷勤了 练 让他往死里练 想到这里 乔中国抱着乔娇娇 走到树荫下 顺便抛给四皇子 一个严厉的眼神 小四 还不练起来 回马枪学会了吗 四皇子想起自己方才的迥样 面上微微一红 扬声应道 徒儿现在就练 燥热的七月 在四皇子一次次跌倒 又爬起中结束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八月初十 这是乔府给韩府下聘的日子 乔夫人起了的大早 虽然这些聘礼 他早早就照着礼丹 对过许多回了 但是临出门的时候 还是不放心地又对了一遍 乔中国今日特意告了假 乖乖站在一旁随时打下手 但是乔夫人嫌他粗手粗脚的 愣是没让他插手一回 按照习俗 南方会邀请两到四位女性亲戚 约同梅人 一起将聘金和聘礼 送到女方家中 乔夫人十分欢喜 韩姑娘这个儿媳 但是乔家和眼国功夫 并没有多少地位高的女性亲戚 为了不让韩姑娘受委屈 乔夫人直接叫上了 金圈中和她玩得好的那些姐妹 除了梅人杨夫人 还有定国公家萧夫人 兵部尚书家王夫人 以及乔天津顶头上司 户部尚书家窦夫人等等 这么强大的送聘阵容 当真是给足了韩家排面 乔天津身为准新郎官 这送聘他是不用参与的 于是他抱着乔娇娇 站在乔府门口 看着众人敲锣打鼓 将一水的聘礼抬了过去 乔娇娇眉开眼笑的 心中满是欢喜 呀呀呀 他嘴上呀呀叫着 心声也一刻没停 真热闹呀 嫂嫂快过门了 瞧我大哥还憋着呢 你说他那脸吧 其实更像是闷骚哈哈 指不定大哥半夜 欢喜倒在床上 滚来滚去睡不着呢 乔天津 他才没有 他只是在心里 偷偷欢喜而已 韩姑娘 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 想到这里 乔天津的嘴角 便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他压了又压 愣是没压住 乔娇娇见状 忍不住无嘴偷笑 嘿嘿 欢喜一点都不丢人啊 大哥以后也可以像爹爹一样 把宠妻的名声打出去啊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看爹爹就知道了 人家笑他剧内 他还能跟着黑黑笑几声呢 刚刚跟着聘礼的队伍 走出门的乔中国 恰好听到了这句话 他当即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他老乔宠妻 可是出了名的 这就该成为他们乔家的家训 让大郎二郎都发扬光大 乔家的聘礼 全部抬进韩家 足足用了一个多时辰 路上看热闹的人乔建这一幕 都不由得暗暗则舌 原以为韩家的门眉与乔家差太多 那韩家姑娘必定不受重视 没想到 乔家准备了如此丰厚的聘礼 这是给足了韩家姑娘脸面 此时 韩府外早已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 乔家管家正站在厅中宣读礼丹 这是规矩 是对女方家的尊重 杨夫人和萧夫人站在一处 乔建这喜气洋洋的画面 都不由得替不能前来的乔夫人感到高兴 这边里程以后便是女方回礼 依旧有南方人带回 表示女方对这一亲事十分满意 韩雅贤站在后堂 听着前院锣鼓升起 一颗心也跟着咚咚直跳 这些日子她都乖乖在家中代驾 爹爹知道乔家不一般 这段时间也开始和她讲起朝堂上的事了 小儿 乔家大郎兄有勾贺 必定不会长久居于人下 爹爹说这句话 不是要你去争什么抢什么 只是希望你能跟上乔家大郎的脚步 女子可少言少语 谨言慎行 但不能脑袋空空 胸无点磨 当然 爹爹也知道侠儿的本事 到了乔家 侠儿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你可是爹爹辛辛苦苦教养出来的好女儿 便是放出去和金圈的男儿比 爹爹也敢自信地说 你未必会输 韩雅贤听到这话 鼻子墨地就酸了 她自然知道爹爹有多疼爱她 娘亲身体有爱 生下她便无法在意 爹爹不曾因此 对娘亲冷脸半句 亦不曾纳窃养鸡 只是一心一意培养她 虽然爹爹因为过分耿直 而受到众朝臣排挤 但她从来都明白 爹爹心中自有忠义 她一心未明 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爹爹是她最最敬重和佩服的人 爹爹 您放心 侠儿便是到了乔家 也不会忘记咱们韩府的风骨 侠儿可是爹爹的独女呢 怎能辱墨爹爹的名声呢 韩明哲听到这话 倒是自己先汗颜了 她的名声实在太差 导致愿意和谐而交好的规格小姐 都少之又少 她都担心送亲那日人手不够了 日子在众人的期盼中 终于来到了九月初九 这是韩家送嫁妆的日子 乔府一大早就敞开了大门 乔天津今日正好休幕 便等在了家中 清竹院里里外外 早已打扫过好几回了 四处都挂上了红绸缎 张灯结彩 喜庆无比 近午时分 韩姑娘的嫁妆便抬了进来 将清竹院塞得满满当当的 个个都挂上了大红绸花 有一个大件的梳妆台 是韩明哲好几个月前 就花血本让工匠做的 如今也摆进了正屋里 但吓人都退出去后 乔天津正正望着正屋出神 她向来喜雅致 不爱那些繁琐荣华之物 故而正屋中一直就简简单单的 颜色也素得很 如今瞧见那精致的梳妆台 又望着满目的红色 她第一次觉得 这样热热闹闹的也挺好 满是人情味 尤其想到 今后韩姑娘会与她 再次同起同居 这里会充满她的气息 乔天津心中 便涌起了一丝迫切和期待 她正瞧得脸红心跳 乔中国突然从院外走了进来 她也不进屋 只是在门外喊了一句 老大 滚出来 乔天津赶忙脸下神色 方行到门口 几本书都头 就朝她扔了过来 她到底也是有功夫的 不慌不忙接住了 一脸疑惑地看向自家父亲 爹 这是 她边说着边低头 待看到书封上那大大的 房中秘书四个字 下得手一抖 面上就烧红了起来 乔中国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问声问气说道 咱们乔府也没什么 通房丫鬟的规矩 想必你这矛头小子 还糊里糊涂的 仔细学着点啊 别 后面的话 乔中国到底是说不下去了 给了乔天津一个 意味深长的眼神 溜了 乔天津只觉浑身血液奔腾 整个人热乎乎地 见四下无人 抱着书走进了正屋 她 是得好好学学 第二日天还未亮 乔家已经张灯结彩 人生鼎沸 乔娇娇特意起了个大早 穿上了喜庆的小红裙 头发现在厚得够输 四个啾啾了 乔中国和乔夫人 一早就忙里忙外的 乔天津是新郎官 这会儿正穿洗袍呢 乔娇娇赶快 赖上了无所事事的二哥 哥哥 哥哥 二哥呀二哥 一会儿去韩府迎进 你无论如何 也要抱我一起去啊 我也要凑热闹 我也要看迎新娘 哎哎哎 小妹真乖 今日你就扎二哥身上吧 二哥保证 去哪都带着你 乔弟一眉开眼笑的 揉了揉乔娇娇的小脸蛋 乔娇娇欢喜极了 压压叫了起来 乔弟一颠了颠榻 笑着说道 走喽 和二哥看新郎官去 进了清竹院 乔天津站在堂中 已经穿戴整齐 他一身红色颈袍 上袖金丝云纹 腰间玉带环绕 宽间窄腰 背挺如松 乔娇娇只看了一眼 就满眼惊艳 哇哇叫了起来 哥哥 乔天津闻声 扭头望了过来 嘴角擒着笑 盛装之下 俊秀无双 宛如一块温润美誉 乔弟一快步迎了上去 绕着乔天津走了两圈 口中嘖嘖称赞 大哥 长得像娘 就是不一样啊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乔见大哥的第一眼 觉着你像月亮似的 乔娇娇忍不住笑出了声 二哥夸人 一向是有水平的 乔娇用词多真诚 多质谱啊 乔天津拍了拍乔弟一的肩膀 笑着说道 等二弟当新郎官的时候 必定要将大哥比下去的 乔娇娇摸了摸小下巴 大哥是端方君子 二哥是义气少年 两个人帅得不一样 不过二哥还有得等呢 我记得二哥成婚的时候 也有十八岁了 乔弟一闻言 瞬间在心里掰起了手指头 他现在才十五 要到十八 才能娶到萧家二小姐 这不得再等三年 这么骄傲 想到萧家二小姐 乔弟一心里又有小猫抓了 前两日好不容易在定国公府 和萧二小姐说上话 他说 今日会参与韩府送假呢 这么一想 乔弟一倒比乔天津 还迫不及待了起来 天性使然 乔弟一心中 还满是少年义气 他认为 真心欢喜一个人 那就该掏心掏肺的 所以他从不掩藏自己的心思 还恨不得时时刻刻 都能看到萧二小姐呢 等乔府这边 一应准备妥当 乔天津邀请的迎亲好友 就陆续登门了 除了朝中 同样年轻的同僚们 还有当年同科的旧友 谭汉池也来了 这是佣弟给的恩宠 说谭汉池年纪轻 让他也来凑凑热闹 乔娇娇大抵能猜到 些许佣弟的心思 朝中 没有绝对的孤臣 谭汉池既然要成为 天子敬臣 也该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并且能游刃有余地 在京中迎来送往 而且 以佣弟这多疑的性子 要真正重用谭汉池 必定会百般试探 直到彻底掌握了 谭汉池的所有破绽和喜好 指不定今日大哥的婚礼上 佣弟就埋了许多眼线 等着纵观全局呢 乔娇娇心中暗暗赋匪 不过谭汉池的出现 还是让他精神一震 因为韩姑娘的闺中好友较少 安宁表姐 早早就去女方那边帮忙了 今日接亲 谭汉池指不定就能和 安宁表姐打个照面呢 迎亲的吉时很快就到了 乔府这边敲锣打鼓 乔天津胸前 寄了病地连红团花 骑上高头大马 身后跟着一众迎亲兄弟 带着大队伍 浩浩荡荡往韩府行去 乔娇娇坐在乔第一怀里 头上别了朵小红花 跟在迎亲队伍里 笑得见牙不见眼 路上许多小孩跟着跑跑跳跳 乔府人立马送上喜糖 又小心嘱咐 避免踩踏 好不容易到了韩府门口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堵门的是韩家的重亲戚 个个没开眼笑 就等着为难新郎官呢 乔天津翻身下马 还没进门 韩家亲戚已经开始拦人 等等 等等 都说乔大郎 是明满京城的炭花郎 今日不得让我们见识一下 哈哈 快 做够十手催装师 才能进门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起哄 情绪高涨 乔娇娇坐在乔第一的肩膀上 看到这里满脸新奇 这不就是迎亲赌门吗 哈哈 有意思 乔天津面上带着笑意 伸手一摆 冲着蓝门的年轻人说道 一人十手 未免有些为难 在下这么多好兄弟前来助阵 我先出一手 于下由兄弟们为我分担 如何 乔天津的兄弟团文言当即喊道 必须的 今日必须让我乔兄 报得美人归 哈哈 大郎你先来 速速的 我们等着迎大嫂呢 乔天津到底是真材实料的炭花郎 崔庄师根本不在话下 于下众人皆是富有诗书 最后一手 有谈汉池收了尾 韩家亲戚没想到 这十手崔庄师根本难不倒南方 正要换个法子 乔天津冲兄弟们使了个眼色 下一刻 众人一拥而入 迎新娘了 红风 这里有红风 一团热闹之下 乔天津等人突围而入 众人快步朝内走去 韩府中早有专人等着 引着准姑爷来到了小姐待家的院子前 此时院门紧闭 门上贴着双喜字 乔天津深吸一口气 抬手扣响了院门 堵堵堵 院内马上传来了银银般的笑声 紧接着 有一女子扬声问道 何方公子 因何到来 乔娇娇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眼镜一下就亮了 这不是安宁表姐吗 前些日子 安宁表姐就烧心来说 因为韩姑娘贵友太少 她由杨夫人引荐 过去给韩姑娘帮忙撑场面 她一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 可当她见过韩姑娘后 她便欢喜不已 安宁表姐在信中说 自己从未见过这般通透的姑娘 心中钦佩非常 很快就和韩姑娘 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好友 乔娇娇也没想到 二人的感情升温如此迅速 安宁表姐都挑起宋家大任了 乔天金自然也听出了 左安宁的声音 她面上带笑 还未开口 身旁已经有好兄的替她打道 京城名门 乔家君子 此言一出 院子里又有了笑声 左安宁身旁 站着乔家两位小姐 她与两姐妹相识一笑 再次开口 不审来意 有何所求 这次 乔天金不等兄弟们开口 自己已经朗声说道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院子里传来了一道道轻呼声 紧接着是爷爷的笑声 乔天金面色微红 眼神却明亮无比 萧千月第一次参与宋家 脸上满是稀奇 见乔天金如此坦诚 当即又问 若得淑女 以何代之 乔帝一闻言 立刻就站直了 一脸欢喜 是萧家二小姐的声音 乔天金认真了神色 当着所有人的面 扬声说道 只此一人 天长地久 好 萧千月轻贺一声 赞许了乔天金的回答 左安宁是知晓乔家规矩的 男子无通房不纳妾 乔大表哥 定会好好珍惜雅贤的 想到这里 他面上带笑 冲屋内喊了一声 测过了 是诚心的 韩雅贤一身盛装坐在那里 他方才也听到了 乔天金的喊话 如今被左安宁一调侃 灯使满面飞红 羞终待怯 左安宁笑脸盈盈 刘萧千兰陪伴在 韩雅贤身边 他则和萧千月 前去开院门 大表哥 洪峰准备好了吗 身旁一溜的 嬷嬷丫鬟文言 皆没开眼笑 等着打赏 谭汉池就站在 乔天金身旁 听得这个称呼他 才恍然大悟 原来方才喊话的 是眼国功夫的左小姐 上次在乔府见他的时候 他十分羞难 声若闻吟 他一下子都没分辨出来 这一刻 他脑子里 陡然闪过左安宁 那张秀美的面庞 可转瞬间 又脸了心思 准备好了 表妹自来曲便是 乔天金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 塞进门放来 我今日可是 韩姑娘这边的人 我要瞧瞧 表哥够不够有诚意 左安宁话音刚落 好几个红风就塞了进来 萧千月 结果颠了颠 笑着点了点头 成了 人人有份啊 门外的人一听 知道送嫁这一关也过了 纷纷摩拳擦掌 准备帮助乔天金 报得美人归 谭汉池想着 左安宁就在门后 正想提醒大家小心些 别冲撞了人家姑娘 这时候 门吱压一声开了 开了开了 接大嫂了 众人一窝蜂就挤了进来 乔天金正要叫众人慢些 就被身后的兄弟们 直接推了进去 笑二小姐是个有功夫的 见状连忙后退 左安宁也准备着呢 不过她心想着 表哥的朋友 都是些谦谦君子 想必是不碍事的 没想到这些人 如此鲁莽心急 几乎就要撞到她了 左小姐当心 谭汉池和乔天金 是一同被推进来的 眼看旁人就要撞到 左安宁了 她情急之下 便拉了左安宁一把 大踏步将她带到了一旁 众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新嫁娘身上 没有察觉到这一幕 谭汉池是个手里的 见左安宁安全了 当即就松开了手 左安宁有些惊魂未定 她还以为就自己的是 乔天金 顺了顺胸口 嘴上感激到 乔表哥 谢谢你 她说完后 突然注意到 身前人并未身着洗袍 她猛地抬头 不由地震住了 谭 谭公子 谭汉池微微侧过身去 笛声问道 左小姐无碍吧 左安宁面色猛得一红 突然觉得 手腕上被谭汉池 拽过的地方烫烫的 我无碍的 多谢谭公子 谭汉池轻轻汗手 那就好 今日人多杂乱 左小姐务必小心 她说完后行了一礼 朝前方的乔天金追去 走过左安宁身边时 鼻尖隐隐掠过一道香风 谭汉池不由的心头微动 她缓缓收拢了手掌 又慢慢松开了 乔娇娇坐在乔地一肩膀上 将方才的一切尽收眼底 心中直冒粉泡泡 一个合格的颗CP人 最基本的素养 就是自己抠糖吃 音音音 我觉得安宁表姐和谭汉池这一对 也好甜啊 啊 大嫂出来了 二哥和肖家二小姐 也看对眼了 哇哇哇 身边的CP太多了 我好幸福 乔娇娇杂杂呼呼的 兴奋到小脸发红 穿梳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要看一对对CP修成正果 甜甜蜜蜜啊 韩姑娘盖着喜帕 由身边的嬷嬷牵引着 走在乔天津身边 在众人的簇拥下 朝正堂走去 这里坐着韩姑娘的父母 韩大人和韩夫人 女儿出嫁前 要拜别父母 瞧见堂下乔天津和韩雅贤 躬身朝他们行礼 韩大人和韩夫人 纷纷红了眼眶 之前该叮嘱的 都细细和韩雅贤说了 如今不过是说些场面话 韩雅贤听到母亲 带着颤声的嘱咐 鼻子猛地一酸 养女成人 送女出嫁 这大抵是天下父母最欢喜 亦最不舍的时刻 女儿谨记爹娘教会 乔天津听出了 韩雅贤声音中的泪意 心头微微一揪 岳父岳母在上 小婿定会珍惜善待霞 常带她回来看看 韩大人对乔天津 还是很放心的 轻轻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可以出门了 接下来便是上花轿 进乔府 一应皆按照习俗来 一天闹下来 待到要拜堂时 已经是黄昏时刻了 此时乔府内高棚满座 热闹无比 及时将到 乔天津和韩雅贤 正牵着红筹童心结走出来 府外突然传来一道传贺 太子殿下驾到 四皇子驾到 大公主驾到 众人早就料到 以乔家如今的地位 宫中必定会派人来 皆不慌不忙下跪迎接 太子许久为登乔府 瞧见着满堂喜庆 不由得心情大好 四皇子就自在多了 毕竟乔府现在 就像他第二个家似的 大公主仪太端方 目光扫过全场 暗暗寻找着某个身影 本宫今日是来参加乔家大郎 与韩姑娘的婚礼 诸位不必多礼 太子朝身前虚服了一下 众人便恭敬起身 乔中国迎上前来 正要将太子迎上主位 太子已经连连白首 乔大人不必拘谨 一切照旧 本宫与皇妹 还有小四在一旁官里就是 四皇子现在瞧见 乔中国都有点饭处了 只顾黑黑一笑 大公主附和着点了点头 听皇兄的 于是 堂中正位上 依旧坐着乔中国和乔夫人 太子他们则坐在了下手 其余人皆站着 大公主落座后 眸光微微一转 很快就看到了 不远处神戎俊朗的谭汉池 只是不知为何 谭汉池却出神地 看着自己的右手 一脸的若有所思 即时已到 赞礼者的呼声 将所有人的心神都拉了过去 谭汉池也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他的目光壮弱 不经意地掠过对面人群 一眼就瞧见了 站在眼国公身旁的左安宁 他换了一身喜庆的银红色长裙 外面罩了一层白色青纱 秀丽的眉眼上盛满了欢喜 正效望着堂中的新人 谭汉池突然就想起了这些 十日经中圣霄尘上的传言 有说眼国公世子行为不端的 也有说前世子夫人不守妇道的 好在 他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日在乔府中见过左小姐后 乔兄突然问起他的婚事 彼时他还没有回过未来 后来他回去细细一想 总觉得乔兄 似乎有将左小姐说给他的意思 也许是心中埋了这么一个念想 他便不免多关注左小姐几分 白日里见他险些受到冲撞 也就不管不顾地上去了 想到这里 谭汉池又看向了自己的右手 那时情急之下 他本能地用了极大的力气 也不知有没有伤到他 两性联姻 一堂地约 两缘永结 匹配同称 暂离者的声音 再次换回了谭汉池的心绪 他眸光快速掠过其他人 落在了乔天经身上 大公主一直都愤出心神 注意着谭汉池 见他望着某个方向出了神 不由得眸光微动 可惜如今是在喜堂上 为了维持端庄 他却是不能左顾右盼的 乔娇娇被乔帝一抱在怀里 看着大哥大嫂开始拜天帝 心中满是欢喜与未见 他并不知道大公主的心思 毕竟原著里 谭汉池只是二皇子身边 一个见不得光的谋士 大公主根本瞧不上他 而二皇子直到登上皇位后 才将谭汉池的存在公之于众 彼时大公主早就有了驸马 风风光光被封为长公主了 一拜天帝节良缘 二拜高堂祭亲恩 夫妻对拜节连连 礼成 送入洞房 随着赞和声落下 堂中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乔娇娇急忙往前拱去 嘴上压压叫着 哥哥 哥哥 二哥 咱们闹洞房去了 很快 一堆的年轻人 跟着新人离开了 左安宁童衍国公说了一声 也提起裙摆追了上去 谭汉池没有犹豫 也跟着去了 毕竟他今早还一起去迎亲了呢 四皇子瞧见乔娇娇离开 就有些坐不住了 扭头可怜兮兮地看向太子 哥哥 我也想去 太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去吧去吧 身边要跟着人 不许乱跑 四皇子连连点头 跳下凳子追了出去 等到四周人少了 才敢喊出声 乔妹妹 等等我 我也要去 乔娇娇隐约听到了四皇子的声音 越过乔弟的肩膀朝后看去 果然看到一个小短腿 正往这边拼命赶 他今日心情极好 便咧开嘴 冲他招了招手 小四 四皇子眉眼一弯 越发加快了步子 喜堂上一下子 跑了大半的年轻人 年纪大的 须得端庄持重 便笑着上前恭和 乔中国和乔夫人 暗地里又去着太子 彼此客套寒暄着 大公主瞧见 谭汉池也跟了出去 立刻扭头朝下坐望去 他有些好奇 谭汉池方才到底在看谁 目之所及 皆是朝中叫得上名字的臣子 若锁定范围的话 谭汉池方才看的方向似乎 站着眼国公 一提眼国公 大公主便想起了前些日子 沸沸扬扬的和离事件 他查过谭汉池的 他那脸沉稳 应该不会对那些 毫无根据的流言感兴趣 若说眼国公府还有什么 一是乔府这个亲家 二就是 想到这里 大公主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记得 眼国公府 还有一个代价的左小姐 许是因为大公主 自己存了 朝谭汉池为序的心思 他便格外敏锐和重视了起来 他忽而抬眸 冲早早就等在门外的丫鬟 使了个眼色 那丫鬟不曾穿着公服 而是做了寻常官家小姐的打扮 与大公主对视一眼后 那丫鬟轻轻汗手 也朝众人闹洞房的方向 追了出去 此时的青竹院 当真是热闹 正房里 站了满满当当的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着 新嫁娘坐在撒了红枣 花生 桂圆 莲子的新床上 还盖着喜庆的红盖头 杨夫人笑容满面地 递给乔天经 一把缠了红绸的秤杆 杨生说道 新郎官先盖头咯 乔天经接过秤杆 抬步走到了寒雅贤身前 众人看到这里 便止住了话头 准备一堵新嫁娘的美貌 乔天经心头咚咚直跳 面上热气上涌 手中这秤杆 比比杆子也中不了多少 他却觉得 双手都有些发颤了 他微微俯身 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 我要先盖头了 寒雅贤一双手 已经在宽大的喜袍下 钻得紧紧的了 听到乔天经的声音 他更是羞得面色通红 这个呆子 他难道不知道 眉先盖头前 他是不能说话的吗 剑乔天经没有得到回复 就迟迟不动 他长节轻颤 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几乎是下一瞬 一柄秤杆便探到了他的眼前 将盖头缓缓掀开 突如其来的光亮 让寒雅贤有些不适应地 眨了眨眼睛 不过很快 一片黑影便贴心地 替他遮住了光源 寒雅贤本能地抬起头来 就望进了一双温柔如水的眼睛里 青年五官俊美 唇半寒笑 如化容颜 染着真真切切的欢喜 与当初元宵灯节上的惊鸿一瞥 完完全全重合在了一起 密密麻麻的欢喜 骤然涌了上来 寒雅贤感觉到鼻尖酸色 赶忙低下了头 这时 新房里已经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稀奇声 只因这新嫁娘 眉如新月 谋圣秋水 双颊寒春 唇上点珠 当真是温婉秀丽 容色照人 乔帝左手抱着乔娇娇 右手抱着四皇子 正看得眉开眼笑 乔娇娇更是欢喜地呀 压大叫 哥哥 哥哥 哥哥嫂嫂绝配呀 快快 我要看才子佳人 喝娇杯酒 这时候 两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正是代表着 男方亲友的谭汉池 和代表着 女方亲友的左安宁 他们二人手中 各捧着一个酒杯 双双走向一对新人 谭汉池目不斜视 笑着将酒杯 送到了乔天经手中 嘴上说起了吉祥话 连锦一锁 永结同心 乔天经笑着接过了 左安宁则站在了 韩雅贤身旁 欢喜地将酒杯递了过去 天长地久 白手不离 韩雅贤红着脸 接过酒杯 冲左安宁感激地点了点头 谭汉池和左安宁 当即退到一旁 而乔天经和韩雅贤 则当着众人的面 交杯而已 正方里立即响起了 热烈的欢呼声与鱼声 众人推嗓闹腾之下 将谭汉池和左安宁 也挤到了一处 左安宁感觉到 二人衣袖摩擦在一处 热得面色通红 谭汉池尽力向后仰去 面色虽强装平淡 实则早已红了耳根 如此喜庆的氛围下 众人早就将所谓的 凡文入节抛在脑后 只顾着祝贺眼前的 一对逼人 人群外 一个女子点着脚尖 拼命往里张望着 瞧见谭汉池和左安宁红着脸 站在一处 眸光猛地一闪 匆匆转身离去 闹过洞房后 众人便纷纷时去地退了出去 前面的宴席也快开了 乔娇娇被乔第一 抱出去的时候 眼睛还粘在屋里的 一对新人身上 见他们还红着脸一战一力 乔娇娇忍不住无嘴偷笑 嘿嘿 两个羞羞怪凑到一处了 这画面真是又甜又好笑 大哥 你得主动啊 大嫂这个大白菜 可算是被你给拱着了 你必须要把人家 捧在手心里才行 今晚的画面 怕是少而不宜了 嘿嘿 乔天津被乔娇娇 这奶声奶气的心声一说 脸上越发烧热起来 只能默默在心中祈祷 二弟能不能走快一些 快把小妹抱走吧 再听下去 他真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乔弟一知道自家大哥脸皮薄 在心里头黑黑一笑 脚步迈得飞快 顺便还将门带上了 建房中已经没有外人 韩雅贤紧张地捏了捏手 感觉到手心都有些汗湿了 他心中正有些忐忑 乔天津突然俯身 温柔地拉起了他的手 他的手很是温热 还很大 能够轻易包住他的手掌 别紧张 侠儿 说完这句话后 乔天津的脸也红了 我想着 同你电量一样换你侠儿 这样你会自在先 前头的喜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还得出去敬酒 一时半会 怕是回不来了 你可以先行静面沐浴 不必管那些规矩 先吃鲜 别饿着自己 若实在累坏了 可以安心睡一觉 乔天津心中热意翻涌着 只怕韩雅贤不自在 便一一温声嘱咐着 见韩雅贤轻轻汗手 他心中烧鞍 正欲转身离去 韩雅贤突然微微用力 勾住了他的手指 乔狼 我等你回来 韩雅贤颤声说了一句 羞得立刻收回了手 偏头不敢再看乔天津一眼 乔天津文言 只觉一股热气呼的窜上脑门 煞时就晕晕乎乎的了 霞叫他乔狼啊 真好 从没有人这般换过他 回过神来后 乔天津滴滴应了一声 红着脸出了心房 韩雅贤面上意识飞红一片 这一次连偷看他背影都不敢了 宴席开始前 乔夫人先抓紧时间 将乔娇娇喂饱了 今日大儿子娶媳妇 乔夫人整个人容光焕发 嘴角就没压下来过 他一边耐心喂着乔娇娇 一边听着下人来报各处的情况 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乔娇娇上辈子 极少参与如此热闹的场面 他那短暂的一生一直都是冷冷清清的 如今吃着好东西 看着眼前人来人往 他心中不由地感慨万千 真好啊 这辈子已经过上了上辈子 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了 唉 好久没出门了 也不知道救济堂那边怎么样了 我若想帮他们 至少得等到真正能说话的时候了 就辛苦他们再等等吧 我的小金库已经越来越满了 到时候应该能帮他们大忙呢 乔夫人听到这里 望着乔娇娇的眼神满是怜惜 今日是大郎的大喜日子 他怎么会忘记 救济堂的那些孩子们呢 今日一早 他就差人送了好些吃的过去 还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红风呢 娇娇还不知道 如今救济堂早已大变样了 等下次带他去 他准要吓一跳的 想到这里 乔夫人的脸上有了笑意 见乔娇娇吃饱了 乔夫人轻柔地给他擦了擦小嘴 见四处都安排妥当 他突然想起一事 又嘱咐身边的丫鬟 对了 别忘了给外边的狗儿撒些吃食 乔娇娇 娘还怪好心的嘞 怎地大哥成婚 还能择批周围的狗啊 乔夫人 不是娇娇自己说的 大郎成婚要撒狗粮的吗 外边的狗糕 天降狗粮 不管了 今日是狗生最好的一顿了 吃吃吃 大公主借着更衣的功夫 听着丫鬟的禀报 当得知谭汉池和左安宁四有联系后 他眸色沉沉 脸上隐有蕴色 乔清楚了吗 大公主冷声问道 丫鬟一脸笃定地点了点头 公主 奴婢瞧得清楚 他们二人被挤着挨到了一处 红着脸 瞧着像一对四 够了 大公主嘀喝一声 那丫鬟吓得一击灵 顿时就闭了嘴 大公主冷笑一声 难怪方才喜堂上 谭汉池会看向眼国公所在 那时候 那个左小姐 怕不是就站在一旁吧 公主 这下该如何是好 彩兰毕竟是大公主身边 最得用的宫女 别人不敢在这时候开口 她却是无碍的 大公主神色淡淡的 她垂眸看了眼自己 刚染的口单 颜色鲜艳 衬得她的手白皙如玉 彩兰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彩兰文言心头一领 知道公主是下定决心了 她面色凝肃地点了点头 公主安心 奴婢早就备好了 孩子人试过了 十分有效 大公主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语气平淡说道 那就照计划来吧 至于左安宁 哼 本宫看上的人 怎能有心上人呢 彩兰眸光微微一闪 公主 您的意思是 大公主淡淡一笑 别杀她 毕竟是眼国功夫的嫡女 出人命就不好收场了 彩兰 毁了她吧 彩兰文言当即恭敬英事 她向来是公主说什么 她就做什么 在宫里 她可是公主身边的一把好手呢 金手的人命 十个手指头 怕是都数不过来了 喜宴终于开始了 赵冠丽 依旧是男女分席 乔中国和天津地义兄弟俩 在外院招待南客 乔夫人则陪着大公主 还有一众夫人小姐 在那院吃席 乔娇娇被乔中国抱在了怀里 这是乔娇娇自己要求的 她方才看到乔中国 就咿咿呀呀要抱抱了 无她 她想看看 外祖父是怎么相抗谭汉池的 此时 乔中国一手抱着乔娇娇 一手举着杯盏 还能轻松陪着乔天津满场敬酒 乔娇娇就拿大眼睛 去着谭汉池的方向 谭汉池如今 虽然只是小小的汉林院修转 但耐不住 人家是天子面前的红人啊 所以 按照人情世故 乔家给他安排的席位 也是颇靠前的 眼国公得了乔中国的提醒 此时 坐在谭汉池的左前方 端起酒杯的时候 便不动声色打量着谭汉池 嗯 生得俊俏 人也高大 坐姿端正 饮酒有度 目前看来还是不错的 眼国公暗暗在心中 给出了评价 这谭汉池年轻有为 前途无量 也不知他是否 已经有心上人了 他家安宁若是要嫁 必定要嫁一个真心实意 疼他联系他的好男儿 不需要多好的出身 也无需在朝堂上 如何春风得意 人品端正最是重要 这时 乔中国和乔天津 进过太子那边 正好朝这边走来 岳丈大人 今日大喜 小婿敬您一杯 外祖父 孙儿敬您 眼国公笑着站起身来 轻轻拍了拍乔天津的肩膀 瞧见他长成 这般出色的模样 心中满是欣慰 好孩子 好好过日子 外祖父 从来都是放心你的 三人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之时 乔中国一有所指的 看了眼国公一眼 眼国公心领神会 轻轻点了点头 乔娇娇看到这里 顿时眼前一亮 嘿 八字要一撇了 我就知道 外祖父肯定会满意 谭汗池的 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了 我觉得谭汗池 对安宁表姐 是有意思的嘿嘿 安宁表姐嘛 我都看他脸红好几回了 乔中国 眉眼弯弯 接下去的客人 就不必他亲自去了 他还得回去陪太子 乔天津 冲自家跌点了点头 自己一路静下去 终于来到了谭汗池身边 谭汗池站起身来 冲着乔天津客气道 乔大人 恭喜恭喜 乔天津 嘴角扬起 抬起酒杯之时 借着袖袍的遮挡 用口型说了句 同喜同喜 谭汗池见状猛的一阵 乔天津颇有些意味 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才走到了 下一位客人面前 谭汗池缓缓坐下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心跳就砰砰加速了起来 是 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 莫非乔兄 真的要撮合他和左小姐 想到这里 谭汗池就觉得 方才那杯下渡的酒 要烧起来了一般 宴上公愁交错 乔天津完成一轮敬酒后 宴上便松快了起来 这时候 许多人都穿梭在酒宴间 寻着平时的同僚 好有闲谭 谭汗池静静坐在那里 并不曾和任何人过分亲近 众人见状 心中暗暗腹飞 有眼红的 便觉得谭汗池 这是在摆架子 这么多人行走之间 难免有所摩擦 众人只听得哀忧一声 竟是有人不小心将酒水 洒在了谭汗池身上 谭汗池呼地站起身来 只见他胸前和下摆 均由酒渍散开 有人看到这里 不由得暗暗偷笑 酒宴上难免出这种事 只是没想到 今日第一个倒霉的是谭汗池 撒酒那人看起来年纪不大 许是哪家跟着家中长辈 来吃酒的公子哥 他一脸羞难 连连道歉 谭汗池摆了摆手 并不在意 无碍的 我去换一身就是 凡是参加酒宴 个人都是要多背一两身衣上的 毕竟冲撞撒酒都是难免的 重要的是 不能失了仪态 说完后 谭汗池便离席朝外走去 门口一直有乔家下人等在那里 随时准备引路 乔娇娇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乔见谭汗池 孤身朝外走去 乔娇娇便稍稍连起了眉头 实在是狗血的小说看太多了 但凡宴会喝酒 总是要出点幺蛾子 如今虽然是在他们乔府里 乔娇娇也不敢过分放松 谭汗池应该没事吧 话说回来 那撒酒的小公子 是谁家的呀 乔中国听到这话 立刻扭头朝那小公子看去 只见他脸盘圆圆的 细皮嫩肉 乔着确实像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小孩犯了错 大人怎么没出来认领啊 谭汗池现在好歹是天子进城 按照正常思维 大人应该赶紧就出面道歉了 乔中国也有些坐不住了 今日乔府宾客太多 他可是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生怕出现疏漏的 就算谭汗池那边没什么问题 但小心使得万年传 多关注一下 总是没错的 想到这里 乔中国打着哈哈站起身来 借着吩咐下人上酒的功夫 就嘱咐一个暗卫 跟着谭汗池 有情况随时来报 乔娇娇听到乔中国如此谨慎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心中很是安心 他前些日子 就已经听到爹爹和大哥 在府内不房了 无论是丫鬟小厮 还是暗卫的安排 都算得上是面面俱道了 乔家暗卫最是得用的 但他们身上任务众多 光是守住宗人府的二皇子 就去了好几个人 若不特意嘱咐 担心还是会有错漏 那乡谭汗池 在乔家吓人的引导下 一路去往 装供男兵使用的更衣院子 他速速换上干净衣裳 又往喜宴这边走 正行至必经之路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第一眼只觉得 那人衣着华贵无比 流畅的下摆 在灯笼的光芒下 泛着细碎的光芒 谭汗池认出来人后 便不再迈步了 远远行了一衣 下官参见公主殿下 乔家吓人闻言 赶忙跪地行礼 大公主乔剑 换了一身 轻袍的谭汗池 只觉眼前人越发俊逸 便嘴角含笑 缓缓走上前去 谭汗池见状 眉头微皱 稍稍退后两步 口中恭敬说道 下官无意冲撞公主 还请公主见谅 下官这就离开 谭汗池说着 扭头就走 大公主却伸出手去 口中轻呼一声 谭修转请留步 乔家吓人退下 本宫有话要对谭修转说 那乔家吓人 哪里敢忤逆公主 急忙低着头 就匆匆匆来路走了 谭汗池抬眼 向大公主身后瞥了一眼 发觉公主身边 没有跟着工人 当即连练后退 公主 这不合理法 下官告退 眼看谭汗池抬脚就走 公主柳眉一树 低河道 谭修转 本宫叫你留下 你敢违抗本宫的命令吗 谭汗池脚步微微一顿 而后毫不犹豫继续离开 今日之事 就是说到圣上面前 也是他有理 乔家暗卫看到大公主出现的那一刻 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如今见大公主主动搭话谭汗池 心知不能再等了 赶忙悄悄去寻乔中国 对方毕竟是尊贵无比的公主 她一个暗卫可不能妄断 一个处置不好 甚至有可能威胁整个乔府 这乡大公主没想到谭汗池 连她的话都敢不听 眼看谭汗池越走越快 她咬了咬下唇 只能喊道 谭修转 你是本宫做洪水猛兽做什么 还是说 你连眼国功夫的左小姐也不在乎了 谭汗池听到这话 豁然转过身来 大公主见谭汗池 果然停住了脚步 双手猛的一转 顿时气从中来 这谭汗池果然欢喜左安宁 前院宴席上 乔中国正与太子孝谭四皇子学武的进展 一个下人上来针灸之时 轻轻碰了碰乔中国的胳膊 乔中国面色不变 不急不慢说道 娇娇有些闹了 许氏想去后院了 正在和四皇子 咿咿呀呀的乔娇娇 不管了 爹爹说我闹 那我肯定就是闹的 想到这里 乔娇娇故作不耐烦地哼哼起来 嘴上叫着 娘 娘 乔中国心中 暗夸乔娇娇机灵 还装模作样地起身哄他 太子十分善解人意 冲乔中国摆了摆手 乔大人先去吧 本宫无碍的 乔中国面带歉意地冲太子行了一礼 抱着乔娇娇离袭而去 二人方跨进内院无人处 一个黑影立刻落在乔中国身前 低声说道 将军 谭修传更衣回来的路上 被大公主拦住了去路 他快言快语 将方才发生的一切 悉数告知 乔中国听得心头惊跳 没想到谭汉池那边真有情况 快走 乔中国扭头大踏步 就往更衣的院子走去 乔娇娇文言也是面色大变 娘是个谨慎的 早早就安排妥当了 男兵的更衣院子在外院 女兵的更衣院子在内院 而且还是东西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所以说 公主绝对不可能是走错 那么 她就是特意去赌谭汉池的 公主去赌谭汉池做什么呢 乔娇娇眸光闪烁 小脑袋转得飞快 等等 谭汉池如今身为天子近尘 风光无限 和原来那落魄的样子可不一样 大公主不会是看上了谭汉池 又知晓谭汉池不可能放弃 试图成为驸马 所以特地在乔府算计他吧 想到这里 乔娇娇心中就一阵犯恶心 皇家这些人 就是逮着我们乔家薅羊毛室吧 算盘都打到大哥的婚礼上来了 真要出了什么事 岂不是毁了大哥的婚礼 又让兄弟迁怒我们乔家吗 气死我了 乔娇娇小脸一股 对这些前赴后继算计乔家的人 真是厌烦透了 也不知道大公主会用什么龌龊手段 谭汉池就算再聪明 毫无防备之下 也有可能会中招的 那大公主不知筹备了多久 只怕是早就 思绪走到这里 乔娇娇突然心惊肉跳 等等 如果大公主早早就开始筹谋了 她肯定会派人调查和监视谭汉池的 不会就此让她发现 谭汉池和安宁表姐之间的微妙关系吧 不行 安宁表姐可不能出事啊 她和大公主 方才可就在同一酒席上呢 姐姐 姐姐 乔娇娇拉着乔中国的衣精 急急开口 前些日子 左安宁在乔府住了一段时间 乔娇娇便是在那时候 学会了叫姐姐的 乔中国听到乔娇娇的心声 心中也是大害 如今见娇娇给了个台阶 她赶忙顺泊下驴 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是了 我们本来就想将谭汉池和安宁凑一对的 如今谭汉池遭到算计 也不知道安宁那边有没有情况 不管了 一切小心为上 于是 乔中国对身旁随行的安慰说道 十五 你不必跟着了 去夫人那边问问安宁的情况 若安宁离席 让夫人务必带着最信任的人去寻 乔娇娇听到这里 瞬间安心了不少 爹爹果然细心 若大公主真的算计安宁表姐 想必是不敢搞出人命的 而对付规格小姐最好的手段 无疑就是诋毁名声 玷污真减 只有让娘或者刘莫莫她们去寻 才能真正安心 乔中国急不朝更衣院子赶去 凝重的神色中 透着一股戾气 大公主明目张胆 在她乔府算计谭汉池 这是全然没把她 瞧中国放在眼里啊 若当真出了什么龌龊事 无论是毁了谭汉池 还是伤害了安宁 她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另一边 谭汉池停下脚步的时候 就觉得不妥了 她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如此在意左小姐 方才的动作 几乎是出于本能 如今转念一想 无论大公主此言何意 当务之即是找到乔兄 让她确认一下 左小姐是否安然无恙 公主 下官不明白 您在说什么 此处无旁人 私剑尤其不合理法 还请公主 莫要再上前来了 下官告退 谭汉池面上凝肃 拂袖就走 大公主预想过 无数次眼前的场景 万万就是没想到 自己根本留不住谭汉池 眼看计划就要落败 她当即提起裙摆 不管不顾追了上去 一把钻住了谭汉池的衣摆 谭汉池浑身猛的一将 眉眼中溢出了 浓烈的难以置信 她怎么也没想到 大公主会做到如此地步 这是和其失礼的行为 简直就是将皇家的颜面 都踩在了脚下 此时此刻 若再猜不出大公主的意图 她就不是谭汉池了 可是她怎么也想不通 大公主如此算计 就算今日让她得逞 难道她不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甘心 甚至只会厌恶她吗 大公主见终于追上了谭汉池 急忙从妖风中 抛出一颗丸子 吞入口中 低声道 谭修传 本宫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而已 你如此失礼 是仗着父皇对你的恩宠吗 谭汉池没有转过身来 她隐约间 闻到了一股极富裕的香气 透着一丝甜腻 弥漫在她深周 大公主原本也不想 做到这种地步的 毕竟谭汉池成为她的驸马后 她也想和她好好过日子的 但是前段时间 就在她从宗人府回来后不久 母妃告诉了她一个消息 当初萧将军从南进归朝后 南利国便开始蠢蠢欲动 有线叹来报 说南利国在边境小规模 开始集结人马了 所以那时 父皇才会那般 心急确定票计大将军的人选 当郭将军接过兵权去了南进后 南利国深知郭将军骁勇善战之名 便又开始按兵不动了 许氏担心之前的行动 惹恼了父皇 南利国竟主动提出 要派使团来参加万寿节 恭贺父皇三十五岁圣诞 父皇不知为何 特意同母妃说了此事 还一由所指地提了一嘴 带领贺寿使团的 是南利国不曾婚配的三皇子 母妃听完后 当即心神大振 无她 宫中如今试婚的公主 只她一个 她听闻这个消息后 又如何能不及啊 自古和亲公主那么多 又有几个能落得好下场呢 就看二帝的母妃 那样天仙般的人物 不还是在最好的年华 自枪而亡了吗 她无论如何 都不会去南利国的 而父皇挑选的 那么多驸马人选 她都不满意 如今只能孤注一掷 将宝压在了 谭汉池身上了 就算她今日怨恨 自己的算计 但等来日 她得了二帝的重用 二帝再成为最后的赢家 她终会来感谢她的 即使最坏的打算下 谭汉池始终不曾 向她低头 至少她不必颠簸 去南利国了 至于男人 以后再寻旧事 大公主便是存了这样的心思 才会不管不顾 拉住谭汉池的衣摆 力求今日 就将她和自己 彻底绑在一起 谭修传 你转过身来 大公主放柔了声音 引起了眸光中的算计 谭汉池自从上一次 在客栈中过一次麻药后 便对特殊的气味 心怀戒备 如今察觉到 一股甜腻的香气 弥漫开 她心中便生出了 不好的预感 想到这里 她也顾不得 对方是公主 直接抽回袖子 连连后退 可是 她不过才退出两步 就不受控制地 止住了步子 一股热气 从四肢百骸翻涌而上 最后汇聚到了下腹部 谭汉池还未完全失去理智 她很快就发现了身体的异样 而后不可思议地 看向大公主 魅药 如此下作的手段 到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 大公主既然设下名胜 也要算计她 谭汉池心中怒气腾起 大公主 你 大公主瞧见身前 摇摇晃晃的谭汉池 面上满事无辜 还故作关切地上前问道 谭修传 你突然这是怎么了 大公主一接近 谭汉池便绝那股甜腻的气息 瞬间浓郁了起来 她想走 可是却着了魔似地 被这股气味吸引着 谭汉池用仅存的理智想道 这回要要性如此强烈 必定不是凡物 我若不受控制做下蠢事 当真是坏了乔兄的婚礼 只怕还会连累整个乔府 还有左小姐 我和左小姐真的再无可能了 想到这里 谭汉池心中恨意汹涌 可是很快就被 更浓烈的星号星号压下了 眼前的一切 才是摇晃扭曲 谭汉池瞬间便大汗淋漓 即便她有再强的意志力 还是控制不住本能地 想要靠近那股香气 大公主瞧见谭汉池的痴态 知道她已然失去理智 终于得逞地仰起嘴角 南离人善要 据说无论是治病救人 还是制毒害人 他们那边皆自成一派 也是使团这件事 让她将目光放在了南离国上 而后得知 那边无论是皇宫贵族 还是朝廷大臣们 都有一样新鲜玩意 换极乐迷药 她费尽心思 让人弄来了一份 彩兰帮着找人试过了 确实是极妙的 这极乐迷药分两份 一为昭秦 二为催秦 一玩一散 顾名思义 服用昭秦之人 身上会散发出富裕的甜香 可招引周围之人 让他们神思错乱 心好心好勃发 沉沦其中 崔秦便犹如雍朝的春药 只要吸入口鼻便可生效 只是药性会更加强烈 据说南离国人 惯常将崔秦和昭秦 都用在自己身上 如此一来 纵欲双方皆异乱情迷 可共登极乐之境 大公主就算要算计谭汉池 怎么可能会不给自己留后路 所以 她将昭秦用在了自己身上 只要不服用崔秦 她可丝毫不受影响 但谭汉池 却会因此失态 彼时便是闹到父皇面前 她都是清清白白的 错的可是过分迷恋她的谭汉池 父皇若是大怒 她在趁机求情 提出将谭汉池招为驸马 谭汉池若是识相 便该知道乖乖认命 今后都好好捧着她 至于那催情伞 她已经这人 用在左安宁身上了 一个规格小姐 被人发现意乱情迷 衣裳不整 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左安宁若是有骨气 就该一根白铃 自悬于梁上 保住眼国公那张老脸 大公主自认已经算无一策 便是二皇子来做这件事 想必也不会比她更加周全 此时眼看谭汉池朝她行来 大公主谋光异议 不闪不闭 就等着谭汉池在她身上 留下些确凿的痕迹呢 大公主本来还有些遗憾 再也寻不到乔家大郎 那般惊艳绝伦的人物了 如今瞧着谭汉池面色飞红 双眸迷离的模样 倒也极为出彩 那极乐迷恶还有呢 若今后当真用于床子之乐 倒也不错 大公主想到这里 面上也不由地有了热议 只要谭汉池肯好好和她过日子 她自然不会亏待她的 谭汉池此时已然完全失去了理智 心好心好的本能 驱使着她走近公主 乔中国籍的 已经在自己府中用起了轻功 她一路紧赶慢赶 拐过眼前一座假山时 刚好看到谭汉池朝大公主伸出手去 而大公主微微闭目 长洁轻颤 面色飞红 竟是任君彩帅的心甘情愿模样 乔娇娇看到这一幕 头皮都要炸开了 爹爹 快阻止谭汉池 陈乔中国参见大公主 乔中国哪里敢担得分毫啊 一照面赶紧就猛嚎一嗓子 把当初战场上骂敌人的气势都使出来了 乔娇娇离得近 只觉得耳朵一痛 整个脑袋瓜都嗡嗡作响 妈 妈呀 眼前好多小蜜蜂在飞 大公主本来就做贼心虚 如今毫无防备之下 被这大嗓门猛的一吼又听到乔中国的名字 整个人都抖了一下 待抬头看到乔中国的身影 他脚都有些软了 下意识连连退了好几步 唯一不受影响的便只有谭汉池了 他如今双目星红 星号星号喷不而出 已经失去理智 乔中国三两步飞奔来 扭头一看谭汉池这鬼样子 便知道他绝对是中招了 他摇了摇头 在心中按道 谭小子啊谭小子 任凭你如何聪明机灵 还是太嫩了点 老子莫爬滚打这么多年 就绝对不会中这种伎俩 乔中国心绪刚走到这里 就闻到了一股甜腻的香气 飘了过来 嗯 这什么味道 等等 头有点晕啊 乔中国心头一骇 猛地低头看向地上的大公主 大公主没想到 乔中国会突然赶来 已经吓得花容失色 他身上招情丹的药性还没散去 若乔中国也中招的话 这 这就完全乱套了 乔中国感觉到 一股股热气 汇聚到了自己的小腹部 他孩子都生三个了 哪里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反应 这一刻 乔中国终于恍然 难怪谭小子会中招 这到底是什么药 不用吞服不用接触 光是凭气味就能蛊惑人 大公主 此处是外院 您怎会出现在这里 伺候您的工人呢 怎地没跟着 那些该死的奴才 难道他们不知道 您这样很容易被外边的男兵冲撞吗 乔中国感觉浑身躁热男人 但他还是嘶哑着声音 先将帽子扣在了大公主头上 这里分明是外院 各处都有乔家下人守着 大公主绝不可能是迷路走到这里的 而且堂堂大公主 身边竟然无一宫女伺候着 这合理吗 怕不是大公主自己前走的吧 如此一来 即便是说到圣上面前 也怪不得谭汉池 再次冲撞到大公主了 乔中国话音刚落 谭汉池又再次不受控制地 朝公主伸出手去 乔娇娇坐在乔中国的壁弯里 感觉到乔中国的手臂烫得吓人 不由得大吃一惊 怎么的 我爹也中招了 这什么圆脸 乔娇娇当即扭头看向 地上已经仓皇失措的大公主 突然就闻到了一股极心臭的味道 他猛地皱起眉头 一脸嫌弃 咦 什么味道 好臭 臭 乔中国伸出另一只 强壮有力的手臂 拖住谭汗池 听到乔娇娇说臭 不由惊异地看了自家闺女一眼 那一瞬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仿佛看到焦焦的身上 掠过了一道金光 管不了这么多了 连他的内力 都要压制不住这股信号信号了 大公主 臣立刻叫人接您回内院 您可要小心些 那些好吃懒做的工人 都该好好教训一番才是 乔中国哑着声音 急急说了一句 而后大手一把拽住谭汗池的衣巾 拖着他就走 谭汗池不受控制地挣扎了起来 乔中国却越发加快了脚步 大公主看到谭汗池被脱离 积极站起身来 却终究不敢在乔中国面前露了线 只能狠狠咬了咬牙 乔中国已经走出去很远了 直到鼻息间 那股甜腻味完全消散 他才感觉到精神一震 不过谭汗池许事 吸入太多了 即便离了那样 依旧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乔中国见状 轻车熟路走到一处庭院里 明亮的月光下 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一方池塘 乔中国也没客气 右手一抛 将谭汗池直接扔了进去 扑通 水花见到了岸边 看得乔娇娇目瞪口呆 爹 够粗暴 够狂野啊 谢天谢地 总算是没酿成大错 大公主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啊 怎么谭汗池就完全失去理智了 连爹爹方才都险些重招了 乔中国也是一阵后怕呀 虽然不知那到底是何药 但可以确定的是 源头必定就在大公主身上 为了算计谭汗池 大公主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乔中国 咽不下这口气 谭汗池在池塘里几个沉浮 冰凉的水灌进了他的口鼻里 他猛的一击灵 终于慢慢摆脱了药性 谭小子 醒了吗 乔中国站在岸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谭汗池听到声音 骤然在水中转过身来 看到乔中国的那一刻 记忆渐渐回笼 乔娇娇看到 清冷的月光下 谭汗池满身狼狈 那张俊脸惨白惨白的 眉宇间更是沉郁无比 怒了 谭汗池怒了 这下真的该吃个教训了 无论是谭汗池 还是我们乔家 真的无时无刻 不能掉以轻心啊 该死的 对方的手段 怎么就这么层出不穷呢 谭汗池往岸边游了过来 还未爬上岸 他突然神色一僵 抬头急声问道 乔大人 左小姐呢 左小姐怎么样了 乔娇娇听到谭汗池 突然问起左安宁 心里一咯噔 是不是大公主和谭汗池 说什么了 不然 他怎么会突然 问起安宁表姐呢 谭汗池不敢耽搁时间 他面色凝重无比 急声说道 方才大公主提了一嘴 左小姐 我无碍的 乔大人 您快去看看左小姐 乔娇娇这下 越发待不住了 赶紧攥住 乔中国的衣巾 爹爹 快 我们去内院 乔中国扭头就走 口中冷声道 谭小子 你自行去换个衣裳 不要露出任何异样 这件事还没完 乔娇娇一颗心 已经揪起来了 这个世道对女子 可比男子严苛多了 若安宁表姐那边 大公主也是用这种 卧错手段 那可真是要 安宁表姐的命啊 不行 以防万一 我先看看 功德商城里有没有 什么能用的 乔中国稳稳拖住乔娇娇 又沉着脸 往内院赶去 乔娇娇则则换出了 功德商城 右上角写着 功德145点 乔娇娇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功德点 偶尔就会莫名其妙增加 她都不知道 她们从哪里来的 后来仔细一想 许是蝴蝶效应的关系 她冥冥中 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 而那些好的改变 就反映在了功德点上 内院没有池塘 而且安宁表姐是女子 她若当真中了药 自然是要避开所有人的 还是我给她找个解药 更妥当些 乔娇娇果断伸出手指头 巴拉功德商城 目前看来 恢复如初福 就是最好用的 可以兜底 我现在也换得起 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更对症的 比如解毒符 这应该也不算毒 要么解药符有没有 乔娇娇从上看到下 突然间目光一鸣 神清气爽符 好敷衍的名字 我看看啊 用之可轻神醒脑 消除负面状态 对症迷药 昏睡散 春药等祸乱神志之物 找到了 就是这个 兑换所需功德点八十 不贵不贵 只要能就安宁了解 多少都不贵 乔娇娇这边 刚找好对症的东西 乔中国已经进了内院 如今内院的前边 都是来参加喜宴的夫人小姐 乔中国自然不能现身 她便直接去了内院的后头 这里是乔家的后园 平时四皇子练武 就是在这一块 乔中国正想着人去喊乔夫人 一个暗卫已经现身 乔中国一眼就认出了来人 急声问道 十一 后院情况如何 乔十一急忙回道 将军 如今夫人正在后园 您随我来 乔娇娇听到这话 便知定是大事不妙了 在乔十一的引路下 乔中国很快找到了乔夫人 只见她亲自提着灯笼 正焦急寻找着什么 娘 夫人 乔中国抱着乔娇娇迎了上去 这才发现乔夫人满头是汗 脸上亦急切无比 夫人 怎么了 是不是安宁出什么事了 乔夫人一看到乔中国 灯石眼泪都快出来了 她不敢耽搁 急言道 夫君 方才宴上有位姑娘 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安宁身上 安宁便离戏更衣去了 是她身边的朱嬷嬷亲自跟着的 安宁离开后不久 大公主也起身更衣去了 我不知大公主要算计安宁 也没有多叫几个人跟着 直到暗卫来报 才知道大事不妙了 而后 我便与刘默默 还有刘默他们出来寻人 结果宴席到更衣院都找了 后援也寻了 这条路也走了好几遍 都不曾找到安宁 夫君 我真的担心极了 偏偏涉及安宁的名声 这对安宁也是要命的 所以我也没敢多叫别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乔娇娇听到这里 心中瞬间怒气翻涌 一模一样的伎俩 都是找人一不小心 将酒水 洒在谭汉池和安宁表姐身上 然后都是等他们去更衣院的时候 做手脚 绝对是大公主的手笔没错了 乔夫人听到这里 越发悬起了一颗心 安宁那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若她再在乔府出什么意外 她这个做姑母的 真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乔中国看出了乔夫人的忧虑和惶恐 急忙出言 夫人别慌 安宁在乔府住过一段时间的 对这后援也十分熟悉 那孩子是个机灵的 如果发现了不对劲 她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 乔娇娇文言连连点头 没错 安宁表姐住在家里的那段时间 只要小四没来 我都和安宁表姐在这后援玩呢 如果大公主真的得逞了 安宁表姐为了保全名声 必定会躲起来的 乔夫人紧紧攥住灯笼顶 听到乔中国和乔娇娇的话 便强迫自己定下神来 对 不能慌 身为安宁的姑母 此时正是安宁最需要她的时候 设身处地为安宁想一想 她有可能会躲到哪里呢 这后援又有哪里不易被人发现呢 几乎是一瞬间 乔夫人脑子里灵光一闪 后援还有一处特殊的地方 当初她还曾用来困住孟家小姐呢 安宁也知道那一处的 若是为了躲避他人 她极有可能会走进那里面 夫君 怀树镇 我想起来了 怀树镇 乔夫人当即台步 匆匆走到了更衣院附近 又朝另一个方向拐去 乔娇娇一听 也是恍然大悟 没错了 那确实是极好的藏身之处 怀树镇在后园的深处 这里极少有人来 为了避免客人走错 所以此处也不曾挂灯 黑漆漆的一片 这是乔中国当年一时兴起布置的 天津地义兄弟俩还小的时候 乔中国经常将他们扔进去 让他们自行找出口 后来兄弟俩大了 这怀树镇便困不住他们了 乔中国也就极少来了 此时不如这幽深小镜 只觉黑影绰绰 还有些阴森恐怖 乔夫人心系左安宁 当下扬声叫道 安宁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个惊慌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小姐 是小姐吗 小姐 您快来救救小小姐呀 乔娇娇猛地坐直了 是朱嬷嬷的声音 安宁表姐真的在里面 乔夫人文言当即迈步而入 乔中国立刻赶到乔夫人身前 拉紧了她的手 夫人 你跟着维夫走 朱嬷嬷 你再喊几声 朱嬷嬷闻声 已经喜极而泣 孤言 我和小小姐在这里 乔中国寻着声音 脚步果决地走在槐树镇里 很快 朱嬷嬷的声音便近在咫尺 乔中国停下脚步 夫人就在前面拐脚处 维夫不方便过去 娇娇也很担心 你抱娇娇一起去吧 乔娇娇赶紧点头 对对对 娘快带我一起去 我能叫安宁表姐 乔夫人哪里敢耽搁 结果乔娇娇 就急急跑了过去 拐过眼前一座假山 乔夫人便看到了 贪靠在地上的左安宁 借着灯笼的光亮 只见左安宁发迹松散 面色飞红 她眼神迷离地蜷缩着 口中还不时发出痛苦中 带着暧昧的轻盈 她的衣巾已经完全散开了 露出了白皙的肩膀 上面隐约可以看到 几条血淋淋的抓痕 朱嬷嬷就这么跪在一旁 紧紧抓住左安宁的手 不让她伤害自己 安宁 乔夫人心痛极了 立刻奔到了左安宁身旁 朱嬷嬷看到乔夫人 哭得眼泪直流 小姐 您快救救小小姐吧 乔娇嬷没有犹豫 趁着乔夫人俯身 放下她的功夫 急忙走到了左安宁的另一边 心中暗道一声 对 下一刻 她紧紧将右手贴在了 左安宁的后背上 掌心里发出了微弱的金光 这是乔娇嬷第一次发现 原来她使用功德商城里的东西时 她的手心会发出金光 只是此时此刻 她也顾不上这些细节了 瞧见左安宁的惨状 她当真是心疼极了 安宁表姐别怕 娇嬷会救你的 你马上就没事了 乔中国站在假山后面 听到乔夫人的疾呼声 便知道左安宁定是受到了伤害 她静静立在黑暗里 高大的身影如山般沉稳 眉宇却阴沉无比 俊美的面庞上 透出了浓浓的力气 她忽而转身退了出去 怀树镇的入口处 乔十一和乔十五正等在那里 乔中国冷着脸说道 大公主身上的药很邪门 似乎只要靠近她 闻到那股香味 便会难以自制 她既然敢在乔夫时 这种下作手段 就该想到会有反噬的时候 乔十一和乔十五 已经极少看到乔中国如此动目了 他们齐齐躬身 恭敬说道 请将军下令 乔中国虎谋伶领 如今毕竟是在乔府 若大公主当真丢了真结 我们也难辞其咎 这样 你们二人速速将公主 带来的四个贴身宫女 全部都引过去 务必让他们发生点什么 然后 将太子也引过去 就说 是我有事要寻太子 让太子务必赏脸来见 乔十一和乔十五听到这里 皆浑身一震 算计大公主是他自己活该 可是算计太子 这会不会让将军引火上身啊 乔中国自然能看出 乔十一和乔十五的顾虑 他摆了白手 你们只管安心去做 既然乔中国都这么说了 乔十一他们是绝对遵从命令的 是 二人几个纵身 便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乔中国谋色深深 望着远处的喧嚣出了神 七月的时候 大公主曾提着石河 去宗人府看过二皇子 安慰就守在宗人府外 当天立即就来报了 乔中国毫不怀疑 今日大公主之计谋 绝对少不了二皇子的指点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大公主是站在二皇子那边的 今日大公主若一态有失 换作任何人亲眼目睹 都不能活命 但太子不一样 太子不仅能全身而退 还能将此事揭发到圣上面前 想到这里 乔中国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太子殿下 如今辰 可是把除掉大公主的机会 喂到您嘴边了 这场戏 您可得陪尘演好了呀 槐树震甲山中 左安宁感觉到 一股清凉之气 从后背涌进了他 几乎要燃烧起来的身体里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夜幕的那一刻 恍然有一种 自己终于爬出火堆的 劫后余生之感 安宁 安宁 乔夫人急切的声音 响在了耳边 渐渐换回了左安宁的思绪 安宁表姐醒了吗 太好了 这副虽然名字敷衍 但功效确实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 安宁表姐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左安宁正迷迷糊糊的 这是一道 哪声哪气的声音 又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和娇娇表妹的声音 一模一样 他正正然呆坐了一会 感受着体内热气 一点点降了下去 正要呼出一口气 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等等 娇娇表妹 已经会说话了 他猛地扭头 看向身旁的乔娇娇 却见乔娇娇大眼睛 瞪得溜圆 正一脸关切地望着他 姐姐 安宁表姐怎么了 怎么一脸吓到的样子 是不是留下什么 心里阴影了 左安宁确实有些吓到了 娇娇明明只叫了一声姐姐 她却听到了好长一段话 娇娇 左安宁有些不确定地叫了一声 乔娇娇见她回过神来了 赶紧点头 没错没错 安宁表姐 是我 谢天谢地谢谢老阎王 那幅果然是好东西 总算是让安宁表姐清醒过 姐姐 乔娇娇又叫了一声 顺势把手从左安宁背上拿了下来 左安宁紧紧盯着乔娇娇 扮上又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脸上不由得满是迷茫 听娇娇话里的意思 好像是她用什么符救了自己 可是 方才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 左安宁还没理出头绪 乔夫人已经伸手 替她整理好了衣裳 见左安宁还呆呆愣愣的 乔夫人心中万般怜惜 温声说道 安宁 现在没事了 跟姑母回去吧 左安宁看向一脸温柔的姑母 那股后怕 这才涌了上来 她赶紧抓住乔夫人的手 急声说道 姑母 那个将酒水洒在我身上的姑娘很可疑 要抓住她 千万不能让她又去害了别人 乔夫人反握住左安宁的手 温声说道 安宁放心 姑母已经让人去找那个姑娘了 方才乔十五来传信后 她第一时间就派其他人去抓那位姑娘了 她自己则出来寻找左安宁 可是左安宁却依旧不能放心 姑母 让您的人一定要小心 方才在席上 她将酒水洒在我身上后 还十分歉疚地用帕子替我擦拭 彼时我好像闻到了一股香气 如今想来 定是在那时中的招 朱嬷嬷陪我出来更衣 不过走到半途 我便觉浑身燥热难当 几乎失去理智 说到这里 左安宁都有些哽咽了 她方才心里当真是怕急了 她不受控制地 开始撕扯自己的衣裳 身体里就好像有数不清的爬虫 在乱窜似的 朱嬷嬷到底是惊世的老人了 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异样 说她极有可能是中了那种污秽之药 那一刻 她只觉天玄地转 有人要害她 还不肯给她留活络 朱嬷嬷听左安宁说到这里 眼泪一下就滚了下来 颤声对乔夫人说道 小姐 当时奴婢真是害极了 想要回宴席去寻您 可是小小姐这边又离不得人 彼时小小姐已经失了一态 奴婢也不敢大声喊人了 这要也是几古怪的 发作起来尤其厉害 很快小小姐就抓伤了自己 奴婢一看 实在是耽误不得了 只能抱起小小姐 准备去寻您身边的丫鬟婆子 结果这时候 又听到了其他来更衣的 夫人小姐的声音 朱嬷嬷回想起方才的惊魂时刻 到现在 声音都在打颤 眼看就要和其他人碰上了 小小姐急忙扯住奴婢的领子 说后员深处有个槐树林子 那里旁人是寻不着的 奴婢便在小小姐的指示下 一路进来了 本是打算安置了小小姐 立刻出去寻人 结果却怎么也走不出去了 奴婢当真要急死了 结果这时候 小小姐又开始伤害自己了 奴婢便越发走不开了 左安宁听朱嬷嬷讲述着方才的一切 也不由地红了眼眶 毕竟当时进入这槐树林的时候 她是抱着有去无回的心思的 乔夫人和乔娇娇到底聪明 一下子就听出了左安宁的打算 这槐树镇安宁是知道的 寻常人根本找不到出路 所以 安宁带着朱嬷嬷走进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想着 朱嬷嬷能出来给她搬救兵 等到宴席结束了 她这个做姑母的 自然会注意到安宁的失踪 届时一番寻找之下 定能将朱嬷嬷救出去 至于安宁 因为得不到疏解 在强烈的药效下 究竟会如何 她自己却是不顾了的 想到这里 乔夫人心中又痛又急 忍不住开口说道 安宁 你这个糊涂孩子 你 你 左安宁知道 乔夫人看穿了她的心思 只能紧紧抓住乔夫人的手 哽咽着声音说道 姑母 那人既然想着算计安宁 必定会找人来目睹安宁的失态 有心算无心 这后院中除了这槐树镇 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 安宁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脸面 但是安宁不能不顾及祖父啊 前段时间 爹娘合理一事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如果今日安宁再出丑 祖父的仪式英明 都要毁在安宁手里了 姑母 祖父实在是待安宁太好了 安宁心中有愧啊 左安宁说到这里 突然就低下了头 眼泪珠子一颗一颗落了下来 那日撞破左夫人和李旭胜私通一事 到底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自己的娘亲愧对祖父 他这个做女儿的 哪能心安理得呢 还有姑母和姑丈 还有大表哥 姑母 今日是大表哥和雅贤的大喜日子 安宁怎么能毁了这一天呢 若我当众出了丑 也会害乔府 害大表哥和雅贤 成为精中的笑柄 姑母 我不能的 我不能这么自私又无能 乔夫人听到这里 只觉心酸难当 忍不住跟着落下泪来 你这傻孩子 所以你带着朱嬷嬷 躲到这槐树阵来 即使自己承受不住要性伤害自己 甚至 甚至没命也在所不惜吗 左安宁轻轻点了点头 再无他话 乔娇娇也实在是心疼左安宁 看到他嬷嬷点了头 没忍住也红了眼眶 安宁表姐 唉 没事了没事了 今天的劫难已经过去 往后都是欢喜的日子 至于那个大公主 乔娇娇脸色一沉 既得行善之人 可以常怀善心 但是对坏人仁慈 那就是愚蠢 大公主多行不义 就别怪我们狠狠反计 乔夫人不忍再说左安宁什么 这孩子实在是太过懂事 太过让人心疼了 来 披上这个 姑母带你回屋 乔夫人温声说着 给左安宁披上了一件薄披风 护着她走出了假山 乔中国偏着身 遥望来时的路 乔娇娇摇摇晃晃走到她身边 便被她一把抱了起来 等护送乔夫人 他们去到正屋后 乔中国又抱着乔娇娇 急急赶往前院 前院的戏 差不多也唱起来了吧 左安宁静面后 心情也渐渐平复了下来 她笑着催促乔夫人 姑母 今日是大表哥的大喜日子 您可不能离席太久 快回去吧 安宁已经无碍了 乔夫人温柔地看着她 见她笑盈盈的模样 心中有些酸楚 却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好 安宁你好好休息 三宴后 姑母就来看你 左安宁立刻焊手 转身的瞬间 乔夫人便立刻冷下了脸 精致的眉眼染上了寒霜 好啊 贼人的手 都伸到她乔家后院来了 她倒要看看 贼人今日要如何全身而退 左安宁倚着门框 目送乔夫人出了正院 这时 朱嬷嬷了一条帕子 又走了过来 姑娘 您肩膀上还有伤口 得先擦擦 奴婢一会儿 去寻人拿药 左安宁轻轻摇了摇头 嬷嬷 不碍事的 小伤而已 朱嬷嬷立刻痛心地说道 姑娘 奴婢瞧着都出血了 怎会是小伤啊 那些个黑心肝的 竟然将主意打到了姑娘身上 究竟是为何啊 还好小姐和姑也及时赶到 将姑娘 朱嬷嬷说到这里 忽然回过未来 咦 姑娘 方才也没见小姐 给您为什么解药 您怎么突然就好了 左安宁神色微微移动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好 是娇娇表妹 是她用一个神奇的符 将她从深渊中拉了上来 方才见姑母和姑丈都并不意外 想必他们早就知道 娇娇表妹的神奇之处了吧 真好啊 娇娇表妹如此厉害 她也感觉很安心 见朱嬷嬷还在疑惑地看着自己 左安宁轻轻摇了摇头 许是要笑过了吧 即便嬷嬷带她如轻生 但这般玄妙之事 绝不能宣之于口 知道的人越少 对娇娇表妹才是最好的保护 乔中国抱着乔娇娇 回到前院宴席上时 并未见到太子的身影 四皇子倒是乖乖坐在那里 连谭汉池也回来了 乔中国隔空摇摇 看了谭汉池一眼 见他紧紧盯着自己 便小幅度点了点头 谭汉池看到这里 钻紧酒杯的手莫地一松 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太好了 左小姐没事 四皇子看到乔中国 又抱着乔娇娇回来了 不由一脸吃惊地走了过去 是 乔大人 你方才不是让人传话 要见太子哥哥吗 而且 乔妹妹怎么又不回后院了 乔中国习惯性地 准备抬手揉揉四皇子的头 忽然又反应过来如今的场合 便收住了手 四殿下 陈方才与太子殿下走岔了 并未碰着 线下就要去寻太子殿下 您乖乖坐在这里 别乱走 乔中国说着 又转身出去了 四皇子见状眸光微微一闪 便知今日是出事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还要师父专门引太子哥哥出去呢 他相信 师父是不会陷害太子哥哥的 如此一来 想必是要借助太子哥哥的身份吧 如今这乔府中 又有谁需要太子哥哥才能镇住呢 想到这里 四皇子可爱的小脸上 闪过一抹了然 是大姐姐吧 前些日子 父皇特意嘱咐太子哥哥 来参加乔家大郎的婚礼 不过两日的功夫 大姐姐也去父皇面前求了恩典 说是难得的才子家人结缘 他也想去凑凑热闹 父皇自然是隐了的 他和太子哥哥得到消息的时候 正在下棋 当时太子哥哥意有所指的念叨了一句 原来是印在这里啊 当时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如今倒是有些回顾未来了 想必太子哥哥也知道 大姐姐准备在乔家大郎的婚礼上 做些什么 所以 师父将太子哥哥引出去的时候 哥哥毫不犹豫就去了 至此 四皇子心中总算是串起了一条线 至于大姐姐想要算计什么 听说父皇开始给大姐姐选驸马了 那些人他怕是不太满意吧 所以 今日宴席上有大姐姐重义的人 想到这里 四皇子豁然转身 看向了不远处的谭汉池 他记得方才 有人一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谭修转身上 谭修转出去更衣可花了不少时间 四皇子明了了一切后 果然听乔中国的话 乖乖坐回到了位置上 他知道 大姐姐一直都是支持二哥哥的 这次对太子哥哥而言 也是个极好的机会 皇家是很难讲亲情的 就比如 他始终放不下 对父皇的如沐和敬仰之情 结果就是 一次次失望和受伤 他已经放弃了 他只要有母后和太子哥哥就够了 今日知识很重要 但是他还太小了 不能去给太子哥哥 还有师父添乱 等他长大 就好了 四皇子端庄地坐在位置上 抬手加了一块笋尖 笋尖真好吃 不过没有母后的御厨做得好吃 等乔妹妹能吃了 就带他去宫里吃损尖 他一定会把最嫩的那块 留给乔妹妹的 乔中国抱着乔娇娇去往更医院 行之方才遇见大公主和谭汉池的小静 便看到太子副手站在了阴影里 从宫中随行而来的四个太监 此时张开双臂 面向着来路 站成了一堵人墙 乔中国眸光微微一闪 急忙迎上前去 口中嘀呼一声 殿下 这是怎么了 太子闻声转过头来 毅力的容颜引在黑暗中 唯有那双明亮的眼睛 透彻无比 乔大人 请留步 太子伸出手去 阻止了乔中国 继续走上前来 他自己则抬步走了过去 乔娇娇在乔中国的自言自语中 已经明白了他的计划 此时见太子看到他们 一点也不露声色 当即暗暗点头 人精 都是人精啊 太子走到了乔中国身前 二人对视一眼 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却已然心照不宣 这些 找对了聪明人 就是好眼 乔中国一脸担忧地朝后望了望 满是惶恐地说道 殿下 钱都可是出了什么不妥当之事 若果真如此 陈心中万分惶恐啊 太子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又颇有些难以启齿 乔大人 不瞒你说 本宫的皇妹 在里面 事关皇家颜面 莫要声张 乔中国文言 当即害了一跳 急声道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大公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臣也 无法向圣上交代啊 太子轻叹一口气 先等等看吧 这件事 还得禀到父皇面前 由父皇做主才是 乔娇娇眼前微微一亮 这就妥了不是 闹到兄弟面前 揭发大公主的龌龊手段 让他自食其果 乔中国焦虑地来回 夺步 嘴上直念叨着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可如何是好啊 太子是见识过乔中国 如何在朝堂上撒泼的 如今见他演的这般生动 到见怪不怪了 只是想到 方才看到的荒唐场面 他还有些头疼 乔大人也真是的 派人来传话的时候 就不能给他点心理准备吗 方才他正在宴席上 同小四说话 倒酒的小四突然走上前来 小声说 乔大人有事要同他商谈 还要私下见面 他心中觉得稀奇 却又隐约猜到 该是出了什么事 不过 就算是再巧服 也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他叫上了四个随从 一同前往 没想到才走到这条小径附近 便听到了高高低低的哭喊声 他脚步猛的一顿 当即认出 这是皇妹的声音 紧接着 又有一些暧昧不清的声音响起 为了皇家颜面 他当即便让随从指了步 而后自己走上前去 转过一座假山 眼前的画面让他大惊失色 只见桃色功夫散落了一地 四个宫女面色飞红 眼神迷离 嘴里发出暧昧又痛苦的身影 正扑在一个女子身上 他强忍着不是定睛一看 结果发现 被扑在地上的女子 正是原贤皇妹 她发迹散乱 满脸口之印 华美的功夫 更是被扯得乱七八糟 那四个宫女 像是着了魔一般 死死将她压在了地上 唇舌和双手 不断在她身上游走 原贤皇妹挣脱不得 感觉到宫女的冒犯 急得尖声乱叫 她心中满是匪夷所思 再来之前 她设想过无数场景 就是没想到 会是眼前这样荒唐的一幕 皇妹 她不可能视而不见 便提高声音叫了一声 平日里见了 她都卑躬屈膝的宫女 此时却恍若未闻 皇妹抬起头来 看到她的那一刻 痛哭出声 皇兄快救我 她闻言当即走上前去 结果府一靠近 就闻到了一股极其甜腻的香气 涌入鼻息的那一刻 整个身体都开始发烫 她脚步猛的一顿 皇妹突然像是回过神来一般 尖声叫道 不 皇兄 你不能过来 快走 你快走 她一下子就觉察出来 应该是那个香味有猫腻 才会让四个宫女变成这样 若她没认错的话 其中一个 还是皇妹最得用的贴身宫女 好像坏 彩兰 她用内力压制住体内的热气 快速退了出来 皇妹许事怕隐居旁人 哭声也变小了 想到这里 太子谋色沉沉 心中已有成算 身为储君 她的目光不仅要放在雍朝 还要关注北国 注意南离国 若她没有猜错的话 皇妹用的是南离国风头正盛的一种会药 换极乐吧 方才离席的男兵 只有谭修传 所以 皇妹主义的驸马人选是谭修传了 这是皇妹自己的意思 还是二帝的指点呢 乔大人也当真是用心良苦了 谭修传单对了那么久 依旧能平安回到宴席上 其中只怕少不了乔大人的力挽狂乱吧 既然机会都送到跟前来了 她自然舍不得让乔大人失望的 乔娇娇坐在乔中国胳膊上 一双小耳朵 机灵地竖了起来 隐约间听到了一些暧昧至极的声音 她忍不住在心里嘀咕 咦 到底是什么没有 要性这么强健 乔中国心里也正纳闷呢 毕竟连她都险些重招了 乔娇娇摸了摸自己的小下巴 继续沉思 原来有出现过这么厉害的药吗 我想想看啊 别说 好像还真有 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 极乐世界 乔中国 什么鬼名字 乔中国的经历 几乎都放在了防备北国上了 对南离国少有研究 故而根本不知道 世上还有极乐这样的魅药 乔娇娇倒是一下子打开了思路 应该就是这个魅药吧 分招情和催情 大公主之症状 和中了招情差不多 不过 我记得招情发出的味道是香的啊 怎对我方才闻着那么臭啊 像陈年下水道的味道 乔中国听到这里 倒是暗暗点头了 那味道 他闻着确实是香的 娇娇之所以不受影响 还觉得味道臭 想必是他有功德加深 是受上天庇佑的吧 当然 这只是乔中国的猜测 毕竟宝贝闺女在他眼里 样样都是好的 乔娇娇 已经开始发散思维了 我记得这个药 是要等男二出场的时候 才会被带到雍国的吧 他是南离国的三皇子 万寿节的时候 他会率领使团来恭贺雍帝圣诞 这药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 一如古早言情里的套路 男二率领外国使团 在宴上不断刁难 然后女主见招拆招 大出风头 男二为此倾倒 难以自拔 嗨嗨 扯得有点远了 说回大公主 她身上的药性 要多久才能解啊 难道我们就只能干等在这里 这个问题 太子倒有些头绪 据仙人传回来的消息 这极乐秘药里的催情 散要性尽方休 而招勤丸 则有半个时辰左右的药效 从谭修传离析到现在 一个时辰也快过去了 瞧中国装样子 都装得有些倦了 有担心自己怀里的宝贝疙瘩 陪自己来回跑了一晚上会累着 正觉时间过得慢极了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假山 突然传出了几道尖锐的叫声 啊 公主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滚 都给本宫滚开啊 太子眸光微微一亮 看来是要笑过了 他静静等了一会儿 直到声音都停歇下来 他才扬声叫道 黄妹 黄兄 可以过来了 大公主颤抖的声音响了起来 太子不动声色地看了瞧中国一眼 这才抬步往前走去 拐过假山 就见大公主和四个宫女 已经穿好了衣裳 只是他们头发凌乱 神情惊慌 大公主脸上擦不去的口之印 更是昭示了 方才那荒唐又会乱的一幕 太子面色微沉 低声问道 黄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宫女 怎么都失去理智了 大公主 即使有几百个新年子 遇到这种事 也全然没了主意 她摇了摇头 眼里勤满了泪水 半嗓都支支吾吾 打不上来 太子见状神色冷宁 沉声说道 黄妹 此事一点太多 不可忘断 许是贼人要害黄妹 你也说不定 我们还是将此事 交给父皇才多吧 大公主听到这里 整个人猛地一击灵 慌弯地摇着头 不 不必的皇兄 父皇若是知晓 我在宫外失了一态 定会大怒的 皇兄 要不 要不处死这四个奴婢吧 对 没错 处死他们 只要他们死了 今日一事 全当不曾发生 皇兄你会为我守口如瓶的对吧 四个宫女文言皆是浑身一颤 其中三个已经磕头求饶 太子殿下 公主殿下饶命啊 饶命啊 唯有采兰以头扣地 七声说道 奴婢罪该万死 奴婢愿以死赎罪 大公主听到这话 猛地垂头看向采兰 眼里隐隐有了泪花 采兰 采兰是真心待她的 可是今日一事后 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活了 乔中国站在假山边不曾现身 如今听到大公主这话 突然就扬声叫道 大公主 不可啊 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公主在臣府上受了惊吓 臣心中万分惶恐 也无法向圣上交代啊 而且 此事诡异离奇 必定是有贼人想要谋害公主 只要想到 这样阴毒之人藏在府中 臣真是素叶难昧啊 公主 这种黑心丹的烂人 如果不挖出来 只怕还会威胁到公主今后的安危 况且 今日若不是臣及时赶到 只怕连弹修转 也会重招冒犯公主 如此一来 可就酿下无可挽回的大错了 一臣薄剑 还是得禀到圣上面前 让圣上为公主讨回公道 乔娇娇抬起头来 只见自家爹说的生情并茂 眉飞色舞 心中不由觉得好笑 爹这一手指桑骂槐 是玩得真溜啊 有爹这样机灵的帮手 太子心里 估计都要乐开花了 太子心中确实安喜不已 这乔大人 简直就是人精啊 什么 谈修转 竟然连弹修转也被牵扯进来了 太子一脸惊异 骤然拔高了身影 大公主文言 心中越发慌乱 若她当真成功 算计到了谭汉池 那她巴布的皇兄 闹到父皇面前 可是如今 谭汉池早就全身而退 反而是她自己 惹了一身心 万一到了父皇面前 少不了一番责骂 若是被查出此事 全是她自导自演 她只怕就要 彻底失去父皇的宠爱了 不仅如此 恐怕还会连累母妃 也一起失宠 想到这里 大公主连连摆手 然而太子早就看穿了 大公主的心思 急急说道 不行 此贼人用心实在险恶 不可姑息 皇妹你且放心 今日之事 皇兄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走 我们现在就回宫 让父皇为皇妹 你救出贼人 讨回宫道 说吧 太子也不容大公主反驳 速速吩咐一名随从 去宴上将四皇子接回 乔中国心中暗爽 今日之事 若是到了圣上面前 务必让大公主 脱层皮下来 今日事发乔府 他无论如何 都要跟着去一趟的 就是手中这个宝贝 疙瘩得先安顿好 大郎今日是新郎官 就不麻烦他了 找老二去 乔中国刚想到这里 突然就有一群人 急匆匆往这里赶来 口中疾呼 老爷 不好了 乔中国被吓得一个机灵 连乔娇娇都应急到 瞪圆了眼睛 妈呀 不会还有什么疏漏吧 人群走近了 领头的是刘嬷嬷 乔娇娇顿时急了 怎么了 是娘那边 又出什么事了吗 还是安宁表姐 乔中国三两步迎了上去 还没开口 刘嬷嬷已经急声说道 老爷 夫人在后院 逮招了一个贼人 快 扭上前来 乔娇娇定睛一看 这贼人脸盘小小 面容清秀 竟是一个小姑娘 乔娇娇恍然大悟 这就是那个 在席上 泼了安宁表姐茶水的姑娘吧 刘嬷嬷狠狠盯着那个姑娘 冷声说道 天爷 这世间竟然有这般黑心丹的姑娘 不仅在酒席上 故意泼洒酒水 还散布灰药 意图谋害席上的夫人小姐们 老爷 夫人喊奴婢将贼人送到您的面前 务必要查清楚 到底是谁这般诛心 要坏了大少爷的婚礼 乔娇娇听到这里 顿时眼前发亮 娘亲真的太聪明了 方才情况那般紧急 娘亲也没有乱了阵脚 及时叫安卫将这人拿了下来 娘亲必定是知道 爹爹不会善罢甘休 太子又在席上 所以大张旗鼓将人送了过来 要知道 这小姑娘受人指使 拿钱办事 就是个妥妥的证人啊 什么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乔中国也瞬间就转过弯来了 他面上震怒无比 心中却是一黑 不愧是夫人 他做事都没有这般周全 那个给谈汉吃泼酒水的小子 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了 对了 乔中国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一般 转身看向太子 急声说道 殿下 又是一样的用了灰药 只怕和伤害大公主的 就是同一批贼人 要不 带进宫一起审吧 太子谋光了然 神色凝肃地吩咐一旁的随从 带走 彩兰此时 站在大公主身后 本来已经抱了赴死的心思 故而神色平静 可是当看到这个小姑娘的时候 她的神色却猛的一变 左小姐那边也失败了 这个小姑娘 就是她花仲金雇来的 让她将酒水和催情散洒在左安宁身上 让左安宁身败名恋 完了 这下当真是满盘皆输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她当初雇佣这个小姑娘的时候 脸上是蒙着面纱的 希望她认不出自己 否则公主真的就翻不了身了 想到这里 彩兰赶紧深深低下了头 那小姑娘被纱布堵住了嘴 正哭得T四横流 猛地一抬头 就对上了一双熟悉的眉眼 她眼睛猛地瞪圆了 立刻呜呜出声 乔中国和太子自然 不会忽略这个异样 见她死死盯着彩篮 瞬间就猜出了其中的原尾 不由双目精亮地对视了一眼 乔中国见万事俱备 便将乔娇交给了刘嬷嬷 自己则和太子请示了一声 去了前宴 她先是换来了天经地义兄弟俩 细细嘱咐了一番 而后笑着离席 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 临走之前 乔中国轻飘飘地 看了谭汉池一眼 谭汉池时刻注意着这边 知晓该是要收网了 稍坐了一会儿便也离了席 坐上的都是人精 眼看太子一去不复返 乔中国来了又走 四皇子也被随从接走了 连谭汉池也起身离席了 便知道定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但是在朝堂上混 最忌讳的就是刺探秘密和捕风捉影 于是一个个推杯换盏 只坐不知 另一边 大公主披上了披风 一行人由乔中国领着 从片门出了府 而后上马车直奔皇宫 今日 姜池难得去了一昆宫 为的是商议太子大婚 身为储君 太子的婚礼 必须慎重又隆重 还得面面俱到才行 皇后心中早有成算 按照旧力 一桩桩一件件 早已落定成策 就等待姜池过目 姜池虽不喜皇后 但从未怀疑过 他统领六宫的能力 故而粗略扫过一眼后 便点了点头 一切便依皇后安排 皇后恭敬地点了点头 心中对姜池却多有不屑 他想必都没看几行字进去 不过也好 太子的婚礼 自然有他这个做母后的操心 无需姜池来指手画脚 他们二人 已经很久不曾 这般单独做到一处了 说过太子的婚礼 便再没有话题说了 皇后以为姜池马上就会走 没想到他又开了一个话头 原先也到了婚配的年纪 你这个做母后的 可有为他相看驸马 皇后听到这里 有些惊异地看了姜池一眼 他怕不是忘了 从前他们二人决裂的时候 他曾赤着脸说过的 他根本不配为一国之母 从今往后所有皇子公主的事 他都不许插手 当然 皇后心里清楚 姜池之所以说这句话 是担心他出手伤害 刚出生不久的老二呢 想到这里 皇后不软不硬地赐了一句 原先有生母晚妃 还有圣上这位慈父 哪里需要臣妾相看呢 姜池闻言微微一掖 知道皇后这是拿话堵她 似乎自从小四险些溺水那日开始 皇后便恢复了几分从前的性情 再也不是低眉顺眼的恭敬模样了 万寿节的时候 南离国会派使团前来恭贺 为首的三皇子尚未婚配 听意思是有意要与我朝联姻的 皇后文言神色一动 露出了几分意外来 圣上难道舍得大公主 去南离国和亲吗 说完这句话后 皇后就觉得自己多虑了 圣上除了对那个女人 和她生的儿子有情 其他孩子只怕都是能设下的吧 这一刻 皇后万分庆幸自己不曾诞下公主 否则以后还要被拥帝拿捏 只怕是痛不欲生 拥帝不曾表露出确切的意思 显然也并未下定决心 皇后不欲多嘴 无论她说什么 婉妃和大公主 都会以为她在背后推波助澜 不如不说 但凭拥帝做主 二人皆无话 一昆宫内便一下子静了下来 皇后都想开口赶人了 皇陪突然在门外轻呼 圣上 太子殿下与乔大人 在御书房求见 拥帝闻言眉头猛的一脸 今日不是乔家大郎大婚吗 乔中国进宫做什么 皇后一听 一颗心道揪了起来 不过 她并未表现出任何关切之意 只是淡淡说道 圣上 乔府怕是出了神妖急事吧 拥帝一听也坐不住了 起身就走 皇后恭敬行礼 恭送圣上 拥帝才拐个弯出了殿门 皇后就神色冷淡地直起身来 果然啊 将男人当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后 日子就松快多了 还是再计较计较这儿的婚礼吧 有好多东西要仔细准备呢 拥帝到了御书房 就看到太子和乔中国立在门口 身后跟着一溜的人 其中一个还蒙着披风 拥帝张嘴就问 这儿 这怎么回事 乔爱卿 今日你家不是大喜吗 跑宫里来做什么 太子急忙躬身回到 回父皇 乔府喜宴上出了些纰漏 要请父皇财夺 拥帝眸光扫过众人 淡淡说道 进来说吧 黄培赶忙上前 开了御书房的门 将拥帝迎了进去 太子走在前面 乔中国护着大公主走在后面 三人移进御书房 店门便关上了 拥帝落座 去着那个多了披风的人 还没等他开口 大公主便解开了披风 他在马车上 已经自行整理过怡戎了 此时看起来尚算端庄 许氏在路上已经想到了对策 这时候大公主看起来倒平静了许多 拥帝有些意外 贤儿 这怎么回事 太子躬身 将方才在乔府所见悉数说了 当得知大公主在外衣太近尸之时 拥帝面色沉沉 十分不悦 代公主急忙跪在地上高呼 父皇 贤儿丢了皇家的颜面 甘愿受罚 但是还请父皇为贤儿做主 揪出贼人 乔中国文言谋光 微微一闪 或大公主这是想玩贼喊捉贼的戏码 他立刻向前一步 陈生说道 圣上 陈复义 大公主在陈府上出了意外 陈万死难辞其咎 更重要的是 还险些让谭修传冲撞了大公主 陈也不知府上 怎地就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竟让代公主 误走到了前院男兵更衣的院子 乔中国面色沉重 说起此事满是痛心疾首 谭修传 兄弟很快就捕捉到了关键词 毕竟这是近期最得用的一个星辰 方方面面他都是极满意的 大公主文言神色上有了些许慌张 可是很快又脸了下来 兄弟偏头问道 谭修传何在 恰在此时 殿外的黄培轻呼一声 圣上 谭修传求见 炫 兄弟扬声道 谭汉池抬步走了进去 殿门刚关上 谭汉池便跪在了地上 口中高呼 圣上 臣不欲上公主 还请圣上遂臣所愿 这一番话说得直白无比 兄弟面色猛地一沉 大公主攥紧了双手 瞧中国却眼前一亮 这谭小子的脑袋瓜是好用的 既然有人打头阵 他乐得谢谢 谭爱卿 郑和时说过 要让你上公主了 兄弟眉宇深深 用探究的目光 看着谭汉池 谭汉池文言有些错愕地抬起头来 又看了一旁的大公主一眼 随后立刻低下头 急声说道 回圣上 今日乔府婚宴 陈从更医院回来的路上 被大公主拦住了去路 大公主身边不曾随时宫女 还将乔家下人喝退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什么 兄弟醋眉问道 谭汉池浑身微微一震 这才惶恐的开口 陈自知私下相见于礼法不合 但大公主几次三番挽留陈下 甚至 甚至拉住了陈的衣摆 圣上 陈惶恐万分 正欲失礼强退 结果公主身上就散发出一股富裕甜香 引得人心神俱乱 就在陈基玉失去理智之时 恰于更衣归来的乔大人 及时将陈拖走 圣上 陈绝对不曾冒犯公主 亦无亦上公主 只是大公主 大公主如此大胆 陈还以为是得了圣上的授意 陈寒窗时机在 月万崇山 行万里路 在科举上磨难重重 这才走到了圣上身边 陈一心想要回报圣上 效忠朝廷 还请圣上连臣一片报效之心 莫要让陈上公主 说到这里 谭汉池已额触地 深深一拜 拥帝听得神色数变 因为谭汉池所言和乔中国方才的话 前后都对上了 显儿 这到底怎么回事 拥帝神色不明 看向了地上的大公主 大公主还跪着 见状立刻急声说道 父皇 显儿之所以冒险去找谭修传 是情有可原啊 乔中国文言微微挑眉 大公主倒真是聪明 知道狡辩站不住脚 直接大大方方承认自己 去找谭汉池了 他倒要看看 大公主要怎样说出一朵花来 大公主神色七黄 突然就红了眼眶 父皇 您也知道的 我七月里曾去寻过二弟一回 您是没瞧见 二弟销售了许多 整个人精气神意不好 显儿从小见二弟没了生母 便额外联系她几分 如今见她入了宗人府 被错磨成这样 显儿心中实在是心疼啊 但是 二弟是真真切切犯了错 惹父皇生气了的 所以显儿不敢到父皇面前求情 亦不敢询问父皇如今的态度 显儿只是想着 谭修传如今是父皇面前的红人 他或许能知道几分父皇的心思 所以才会想尽办法 想见见谭修传 父皇 显儿也是太过心急 才会失了分寸 竟让谭修传误会了显儿的意思 至于谭修传说的那股香气 只怕正是贼人提前吓在显儿身上 想让显儿丢尽脸面的 太子听到这里 不由地感叹一句 大皇妹果然是随了她的生母婉妃娘娘 真是一点也不简单 他们母女深知父皇对玉妃和二弟的情谊 这么多年恰到好处地利用和揣夺父皇的心思 婉妃娘娘更是借此在后宫屹立不倒 引得父皇月月都要去她那里好几回 今日 皇妹还是搬出了二弟和玉妃 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还演了一出姐弟情深 还好还好 乔夫人聪慧过人 及时将关键人证送了来 这一次要让大皇妹百口莫辩 太子站出一步 严肃说道 父皇 此贼人竟敢算计皇妹 可见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幸亏乔夫人在后宅捉到了贼人的同伙 此时就后在御书房外 还请父皇提人审问 大公主听到这话 浑身微微一抖 她知道 此人定是彩兰寻去算计左安宁的 没想到这么没用 竟然被捉住了 依她对彩兰的了解 去买通人手的时候 彩兰应是会乔装一番的 只盼此人根本认不出彩兰才好 最坏的情况下 如果彩兰被指认出来 想到这里 大公主心弦俱颤 以彩兰对她的忠心程度 她应该会揽下所有罪责吧 佣弟心中怒不可恶 想不到这大佣朝中 竟然还有如此藐视天界之人 那贼人敢害大公主 便是浑然没把她这个皇帝看在眼里 带进来 御书房的店门被打开 黄培引路 后面两个小公公 拖着一个小姑娘就进来了 之所以用拖是因为 那小姑娘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面无血色 双腿更是软得站不住了 两个小公公手一松 那小姑娘直接就扑到了地上去了 抬起头来 佣弟冷沉的声音响起 那小姑娘早已忘了反应 只是埋头呜呜低叫着 黄培见佣弟不耐地皱起眉头 便上前拽住那小姑娘的头发 强迫她抬起头来 小姑娘一抬眼 就在满目的金碧辉煌里 对上了一张威严无比的脸 她呜地叫了一声 吓得T四横流 千人万人 才没让自己湿了裤子 要知道画本子和茶馆的说书先生 都说了 店前事宜就是冒犯皇帝 是要砍头的 他还不想死啊 佣弟急于知道幕后之人 便冷声说道 说出是何人指使你的 朕可饶你一命 黄培文言俯下身去 凑到那小姑娘耳边说了一句 圣上如今是给你活命的机会了 若不想死 从十招来 小姑娘文言流着泪 连连点头 黄培健壮 扯下了小姑娘嘴里的布包 她急急咳了两声 连连叫道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黄培健了 轻轻踢了她一脚 快说 莫让圣上等急了 和名和姓 和人指使的你 速速到来 为了活命 小姑娘即使再怕 也只能紧紧攥住这根救命稻草 她带着哭腔颤声说道 我 不 草民 草民流连 指使草民的人 就在殿外 听闻这话 大公主藏在袖子下的手 猛的一抖 她认出彩蓝了 太子和乔中国 适时表现出了震惊的模样 兄弟眉头猛的一脸 就在殿外 都传进来 让她指认 大公主身边的四个宫女 都战战兢兢走了进来 流连目光打亮一圈 而后定定 落在了彩蓝身上 就是她 流连提高了声音 方才草民还不敢确定 如今细细一看 就是她没错了 她右边眉尾 有一颗不起眼的痣 黄培无须拥帝下令 已经自行走到了彩蓝身边 彩蓝的额上坠满了汗珠 她面色胀红 浑身颤抖 双手手心更是汗湿了一片 黄培凑近细细一看 还真瞧见了一颗小痣 她转身向拥帝点了点头 拥帝面色猛的一沉 还没开口 彩蓝已经扑通一声跪了地 圣上 奴婢冤枉啊 这件蹄子 血口喷人 她方才定是 瞧见了奴婢美美的痣 此时为了活命 才随口胡舟的 圣上 奴婢对公主忠心耿耿 怎会陷害公主啊 彩蓝声音七黄 急声开口 那流连此时去见了一线生机 自然是卯足了劲 咬死彩蓝 我没有说谎 我还有证悟 流连说着 伸手探进衣经里 掏出了一团帕子 圣上 这帕子里 还裹着一条帕子 就是她给草民的春药 她让草民 一定要下在 眼国功夫的左小姐身上 眼国功夫 兄弟骤然提高了声音 不知这件事 怎地又把眼国功夫 牵扯进来了 黄培赶忙上前去接帕子 流连赶紧说道 这位大人小心 这帕子里的药药性极强 吸入一点 就会迷失神志的 这也是她告诉草民的 流连死死盯着彩蓝 狠狠说道 黄培见状 将帕子捧在手心 面带询问地看向佣帝 佣帝冷脸道 宣太医 好好看看 黄培赶紧捧着帕子出去了 半刻钟不到的时间 黄培匆匆归来 禀圣上 邹太医验过了 正是会药 而且 此药药性极强 用料昂贵 品质极佳 佣帝闻言 居高临下看着彩蓝 怒声说道 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有何话说 彩蓝浑身一抖 吓得尾顿在地 他还想狡辩 但是一下子都不知该从何说起了 公主见状有些绝望地闭了闭眼睛 下一刻他猛地坐直了身子 颤声说道 是你 彩蓝 竟然是你 你怎么能如此对本宫 本宫平日里 带你不薄啊 彩蓝纹声扭头 看到大公主眸中情泪 正定定地望着他 他心头也是一颤 是啊 公主带他确实不薄 将他从一个小宫女 提到了贴身大宫女 给予了他无限荣光 他方才在侨府本来就已经坐好 决定要赴死的 如今又怎会怕呢 想到这里 他突然扭曲了脸色 尖声说道 殿下 奴婢心中恨啊 为何奴婢生来就是卑微的奴才 您却那般高高在上 尊贵无比 您说带奴婢不薄 哼 那也不过是殿下微不足道的施舍罢了 一点小小的赏赐 奴婢就必须感恩戴德 卑躬屈膝 奴婢不甘心啊 奴婢就是想看看 公主殿下 您丢了真结 没了一态 被毁了一生 还能如何高贵 不过是和奴婢一样 沦落为最卑贱之人罢了 彩兰红着眼眺着 看到公主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她心中满是歉疚 甚至心如刀割 为了保住公主 她只能如此出言诋毁 希望公主不要怪她 好啊 好一个刁奴恶奴 兄弟勃然大怒 她最是怨恨别人的背叛 尤其是身边人 这恶奴身为闲儿的贴身大宫女 竟然存了如此歹毒的心思 太子闻言当即附和 如此狼心狗肺之人 简直令人发指 但是 既然此事均由你策划 那本宫且问你 如此昂贵的会要 你一个小小的宫女 又是如何得来的 彩兰闻言神色一荒 却很快又定下神来 太子殿下 奴婢身为公主的贴身宫女 负责伺候公主起居 偷装脸里的首饰 自然如探囊取物 有了迎前后 奴婢在委托宫里的 采买重金购来 这并不是难事 太子闻言轻笑一声 转瞬间又沉下脸 冷声说道 好个狡猾的雕奴 还在撒谎 你可能说出 为你采买之人 姓甚名谁 而且宫外采买的东西 分到各宫之前 都会严格检查把关 你区区一个宫女 能打通多少关系 这会要是一等进物 你以为是这么容易 能带进宫的吗 太子神色威严 质地有声 采篮哪里是太子的对手 当时就被问得 哑口无言 太子见状低贺一声 说 是谁在幕后指使你的 今日父皇就在座上 你几次三番胡言乱语 是要诸九族吗 采篮闻言面色瞬间煞白 他死了没关系 他家中还有父母幼弟 不能连累他们 大公主心中 当真是慌乱极了 他没想到 太子如此敏锐又较真 采篮怕是招架不住了 这时候 太子终于抛出了 最后一张底牌 只见他朝兄弟 攻身一礼 沉声说道 父皇 前段时间南离国 献报城上 其中提到了一位密钥 不知父皇可还有印象 雍朝在南离国和北国 都安插了不少探子 当然 南离国和北国 在雍朝 肯定也是有人的 献报每月一成 赵立氏皇帝先月 储君再懒 太子每回 都看得很仔细 他也没有让雍帝去回想 直接说道 献报上详写着 南离国皇室 和达官贵人间 盛行一种密钥 换极乐 分招勤丸和催勤散 当时父皇还特地对尔臣说 这南离国上上下下 丹于享乐 终有一日 玩火星号星号 此言一出 兄弟顿时就有印象了 太子见兄弟脸上 有了一抹了然 便继续说道 今日皇妹身上的异样 就极像是服用了 密钥里的招勤丸 会引得身旁之人 神志迷乱 而用于陷害 眼国功夫左小姐的药 便像是其中的催勤散 药性强烈 药散吸入口鼻 就会中招 大公主怎么也没想到 太子连南离国的极乐密钥都知道 并且还了解的这般透彻 所以 皇兄在侨服的时候 就知道 他中的是招勤丸 再往深里想 皇兄之所以如此执着 要将他带到父皇面前 是不是因为早就知道 这场戏是他自导自演 这是为他绝好了坟墓 思绪至此 大公主望着温润俊朗的太子 忽然间遍体声寒 从小到大 皇兄一直表现得温润谦虚 他除了偏腾小四 对他们其他兄弟姐妹 皆一视同仁 许是他温顺 听话了太久太久 连他这个皇妹都觉得 皇兄不如二弟聪慧杰出 就像是父皇身边 一颗听话的棋子 终将被二弟取代 直到今时今日 他终于恍然 原来皇兄不是听话 而是藏起了獠牙 他第一次见识皇兄的手段 便是来自他的致命遗迹 兄弟借着太子的话 想起了那日看过的线报 而这时 门外也想起了传柄声 圣上 邹太医有铁药城 兄弟见状 扫了一眼御书房内的狼藉 想着家丑不可外扬 便让皇陪出去接铁 方才赵邹太医 查看过那个会要 想必是有些头绪了 皇陪接了帖子回来 递给兄弟 兄弟一目十行 看到后面 已经面沉如水 给太子看看 皇陪赶忙将帖子 递给太子 太子接过垂眸一看 那邹太医 不愧是宫中医术 最高的圣手 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分辨出了 那会要的好些原材料 只是 邹太医在帖子的最后 加了一段话 庶臣无能 未常见过此药 其中多种药材 十分奇异 更是闻所未闻 此言一出 几乎是肯定了 太子方才的猜测 因为此会要来自南离国 所用药材 皆为南离国所产 两国一南一北 南离国更湿热多雨 许多药材邹太医没见过 也是极正常的 兄弟正是想到此处 面色才阴沉无比 南离国的会要 怎会流入宫中 大公主 不知邹太医的帖子上 到底写了什么 正觉坠坠不安 太子忽然看向彩兰 冷声说道 如今已有邹太医佐证 此要却系南离国会要 你一个小小宫女 哪里来的通天本事 还不如实招来 彩兰已经浑然没了主意 她不敢看向大公主 神色慌乱地四处张望 甚至看向了不远处的店主 她背负所有罪名死去 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 公主是不是就能脱身了 乔中国这一会儿没说话 他人可没闲着呢 那双虎目 紧紧盯着在场几人 便是担心出现什么意外 此时见彩兰一双眼睛 直勾勾盯着柱子 他心中有数 随时准备出手 兄弟梅雨阴沉 没想到大晚上敬会 闹出这样一桩事来 南离国的会要 一个小小的宫女 自然没有办法得到 太子用九族威胁 都没能撬开彩兰的嘴巴 可见他要保护幕后之人的决心 显儿一向闲进手里 他能得罪谁呢 兄弟的目光 缓缓扫过在场之人 不经意落在 跪在一旁的谭汉池身上时 忽然微微一震 招勤丸的作用 是招引他人动情 而显儿又费尽心思 去乔家前院堵住了谭汉池 想到这里 兄弟的脑海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 荒唐至极的念头 可是 他不愿意 也不敢相信 显儿醉笑他的生母婉妃 温柔文静 知书达理 这么些年在后宫 从来不争不强 显儿是婉妃一手带大的 因是第一个女儿 所以她也格外疼爱些 显儿从小便乖巧懂事 长大后更是端庄池里 可谓诸位兄弟姐妹的榜样 这样优秀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生出如此恶毒的心思 用出这般下作的手段呢 可是 他前些日子 才和婉妃提起 显儿的驸马人选 还提过一嘴 男立国三皇子 怎地就这妖巧 显儿的大宫女手上 就有了男立国的会药 想到这里 兄弟的心头拔凉一片 大公主仿佛是注意到了 兄弟的目光 她不经意地抬头 眼里的惊慌和惶恐 被兄弟捕捉了个阵阵 等她再想收敛神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兄弟上上下下 看了大公主好几眼 似乎难以置信 这是她曾经引以为傲的长女 大公主瞧见兄弟 失望至极的脸色 心头猛地一慌 脱口而出 父皇 兄弟闭了闭眼 忽然淡淡问道 显儿 你觉得谭修传如何 大公主脸上略过一丝慌乱 随即忍着胆寒开口说道 父皇 贤儿不懂您的意思 兄弟忽然站起身来 看着谭汉池冷声说道 谭修传 抬起头来 谭汉池闻言 乖乖抬头 兄弟勾了勾嘴角 眼底却没有笑意 朕的谭爱卿才高八斗 君子如玉 更重要的是 年轻有为 兄有诚服 可堪大任 如此人才 给贤儿做驸马如何 谭修传眸光微微一闪 瞬息间便明了了兄弟的心思 但他不敢表露出来 立刻惶恐地以头扣地 急声说道 圣上不可呀 大公主心中不安 也立刻答道 父皇 如此人才能留在父皇身边 辅佐父皇 贤儿心中欢喜得很 至于贤儿的婚事 那自然 兄弟听到这里 脸上的笑容忽然通通退去 只见他面色铁青 勃然大怒 你倒知道 朕需要谭修传这个人才 既然如此 你算计这一圈算是什么 是要将朕身边得用之人 全部回去吗 兄弟突然嘀吼出声 砰的一声 重重将岸上的鼻筒 摔在了大公主脚边 噼里啪啦 鼻筒里的鼻甩了一地 啊 大公主并四个宫女 本能地尖叫出声 大公主更是拳起身子 吓得瑟瑟发抖 太子没想到 兄弟会如此圣目 开口的时候 脸上的震惊 是真真切切的 这 父皇 您的意思是 不 这不可能的 皇妹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誉 开玩笑 又怎么拿 我们皇家的颜面开玩笑 皇妹知书达理 她最是端庄持重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皇妹安排的 兄弟实在是气急了 方才摔鼻筒的右手 还在微微颤抖 不可能 这宫女方才在侨府 竟然愿意因为冒犯贤而赴死 对贤而怎么能算是不忠心 如今 在这里支支吾吾 揽下罪责 不就是担心拉扯出弦吗 可是 这忠仆倒是没想到 这一桩桩一件件 根本不是她 一个小小的宫女能够完成的 那会要从南立国买来 也是极不易的 定不会只买区区一份 皇培 皇培立刻跪到前面来 兄弟梅雨阴沉 声音冷鸣 搜宫 带人去搜昭华宫 父皇 大公主神情惊慌 七声叫道 父皇 邪儿没有 这不是邪儿做的 她此时已经感觉到 一阵天玄地转了 她确实不止买了一份 而是三份 毕竟路上有可能损毁 计划也有可能一次成功不了 她习惯是有备无患的 而此时另外两份 就藏在昭华宫内 若被找到 就当真是万劫不复了 父皇 今晚一旦搜宫 必定众人皆知 如此一来 贤儿当真没有脸面 在宫里待了 佣弟听过这句话 反而气笑了 你还担心搜宫丢脸 贤儿 那你坐下这些勾当的时候 可曾想过朕的脸面 皇室的脸面往哪里放 打主意 竟然还打到了 朕的身边人身上 你可当真是 说到这里 佣弟忽然莫眉一束 立声问道 你且告诉朕 这件事 老二有没有参与 这件事 是不是他的主意 大公主正心神巨乱 佣弟这句问话 反而扯回了 他的一丝理智 今日无论结果如何 二弟都将是他最后的倚仗 他不能将二弟供出来 否则今日一败涂地后 他就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想到这里 大公主急忙摇头 没有 二弟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大公主话音刚落 佣弟突然撑住身前长暗 久久闭目无声 乔中国文言 在心中嘖嘖两声 要说厉害 还得是圣上啊 大公主不打自招了 太子还在兢兢业业演着戏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大公主 几乎一声 黄妹 你 大公主先是一正 而后脸上的血色慢慢退去 他绝望地看了佣弟一眼 最后直接贪婪在地 方才父皇问他 这件事和二弟有没有关系 如果他是无辜的 他应当回道 父皇 这件事本就与儿臣无关 这不是二臣做的呀 更遑论 还被禁足在宗人府的二弟了 而他心神大乱之下 只否认了后半句 这就相当于默认 这件事就是他做的 好好啊 你们一个个的当真是逆了天去了 佣弟右手在岸上猛的一扫 叠在一旁的奏折 噼里啪啦 全摔到了地上 他整个人微微一晃 这一刻只觉得眼前发黑 胸口发迹 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父皇 太子见状急忙跑上前去 一把将佣弟扶住了 父皇 大公主看见这一幕 也当真是害极了 整个人都跪直了 邹太医 快宣邹太医 太子急声叫着 神色紧张无比 佣弟借着太子的搀扶 慢慢缓过气来 却摆了摆手 不必 不必宣太医 他缓缓坐了下去 这一刻心中悲凉 气恨无比 他怎么也想不到 长女平日里的乖巧样子 都是装出来的 他竟全然弃皇家 颜面于不顾 坐下此等丧尽天良之事 佣弟常常呼出一口气 突然沉声说道 如今 朕只有一件事想不通 他看向已经泪流满面的大公主 冷声问道 你为何要害眼国公府的左小姐 这件事 和眼国公又有何关系 谭汉池依旧跪在地上 听到这话 神色微动 因着乔府的关系 圣上未必会同意 他和左小姐的婚事 今日不若以退为进 搏上一搏 想到这里 趁着大公主 还不敢坦白之际 谭汉池朗声开口 圣上 此事或许 臣有些头绪 因为 左小姐是臣的心上人 佣弟听到这里 定定看向谭汉池 脸上满是意外 谭爱清心悦 眼国公府的小姐 乔中国也是第一次听说此事 立刻垂眸震惊地 看了谭汉池一眼 他们都还没开始撮合呢 谭小子竟然已经看上安宁了 这小子是真贼呀 眼光还毒了 安宁那孩子真是极好的了 竟然早早就被他挑中了 谭汉池面对佣弟的询问 稍有些休难地点了点头 不敢瞒圣上 那日承蒙圣恩被清点为状元 打马游街之时 曾对楼上的左小姐惊鸿一瞥 陈自幼埋头书中 不曾考虑过其他 如今年之若冠 见身边的同僚 都已成了家有了孩子 这才慢慢起了心思 只是左小姐身为国公府嫡女 身份尊贵 陈出身低微 如今虽得圣上荣宠 可在京中依旧毫无根基 故而不敢高攀 只将这份心意藏于心中 今日乔家大郎新婚 圣上命臣前去恭贺 臣再次见到了左小姐 圣上 臣不敢自诩君子 今日见到左小姐之时 臣许是漏了些许情绪 被有心之人瞧见了 所以 说到这里 谭汉池的脸上有惶恐 有愧疚 更有提起心上人的欢喜和羞意 拥毙瞧在眼里 又扭头看向大公主 是这样吗 大公主还在垂死挣扎 他不想亲口在佣弟面前 承认自己的心思 结果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黄培 小心翼翼的声音 圣上 奴才回来了 佣弟看了一眼 还在嘴硬的大公主 面上的失望明晃晃的 方才是 他给贤儿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只要他老实承认 他还愿意相信 那个曾经让自己骄傲的长女 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吧 可是很显然 贤儿是不撞 南墙不回头了 想到这里 佣弟彻底冷硬了心肠 无人可以拿黄家的名誉开玩笑 今日在侨府 如果撞破弦的 不是这儿是别人 黄家早已颜面扫地 进来 佣弟嘀吓一声 黄培文声推门而入 只见他手中 正捧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大公主扭头看向黄培 当目光触及那个小盒子之时 双目骤然瞪圆了 连嘴唇都在颤抖 他明明已经将这个盒子 藏在了最隐蔽的暗阁里 方才之所以不曾回答父皇 便是在赌 只要黄培什么都搜不出来 他就能咬死不承认 黄培垂眸 瞥见了大公主的神色 心中暗暗摇头 看大公主这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怕是没想到他能搜到吧 这么多皇子公主里 唯一不曾轻视他的 恐怕只有太子了 毕竟是正统一脉 对皇宫内院的规矩手段 知之甚深 他身为贴身太监 自幼跟在圣上身边 什么手段计谋没见过 这区区暗阁 先皇还在时就已经完烂了 他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哪里有猫腻 禀圣上 奴才从昭华宫中搜出了此物 已经由邹太医验过了 和琉璃城上的会药 同属一物 黄培说着 走到佣帝身边 打开盖子 只见里面有两个小瓷瓶 和两个小木盒 分别盛放催情散和昭情丸 佣帝瞥了一眼 就移开了目光 他对黄培 自然是极信任的 邪儿 铁镇如山 你还有何话说 佣帝对大公主是冷了心了 这会儿瞧着平静无比 见大公主颤抖着嘴唇 几次张嘴 都没能憋出一个字来 佣帝替她说道 难道你还想狡辩 说这是你身边的大公女 藏在宫中 想要陷害你的吗 彩蓝面色惨白 她刚想说出这句话的 却被圣上直接毒死了 大公主知道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 她是无论如何 都脱不了罪了 这才声泪俱下地认错道 父皇 儿臣错了 儿臣真的知道错了 佣帝微微闭目 那一股晕眩感 再次涌了上来 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 大公主小时候的模样 粉装玉气的一团 笑着换她父皇 显儿是她的第一个女儿 连玉流都是极欢喜她的 可是如今 她却长成了这般恶毒 轻浮 不分轻重的样子 显儿若真有本事 在所有人毫无所觉的情况下 算计谭汉池 陷害眼国公左小姐 她还能高看她一眼 可如今说句难听的 她就是喘而不自知 大公主还在哀痛忏悔着 见兄弟陷入沉思 无动于衷 她只能开始打感情牌 父皇 显儿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这不是显儿的本意啊 显儿听说南离国使团要来 还有一与我朝结清 心中真是怕极了 父皇 显儿舍不得你 舍不得母妃 更舍不得生我养我的故土啊 显儿不该心气太高 看不上父皇给尔臣选的驸马 更不该对父皇重用的谈休 赚起了心思 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显儿的错 但显儿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能留在父皇和母妃身边啊 显儿再也不敢了 求父皇饶了显儿这一回吧 兄弟听到这里 骤然冷笑一声 哼 你不敢 你千辛万苦 买来南离国会药 又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 不就是想逼朕就范吗 你还想和亲 自古以来 和亲公主身负重任 当身民大义 一心畏国 你这般自私自利 任性妄为 送你过去和亲 怕是丢我们庸国的脸 兄弟这话 当真是说得极重的了 大公主面色煞白一片 七皇地叫道 父皇 兄弟不再看大公主 目光略过场中所有人 冷声说道 来人 四名侍卫推门而入 兄弟亲着脸说道 这些奴婢全部处死 流连剁了右手扔出宫去 此言一出 御书房内煞时哭成一片 那流连不识规矩 哭得最是大声 毕竟宫里人剁了他的手 又不可能给他治疗 直接扔出宫去 他怕是半路 就血劲而亡了 这不还是要他的命吗 侍卫健壮 赶紧捂住他的嘴 一把 将其拖了出去 大公主猛地扭过头去 看到彩兰毫不挣扎 乖乖任由侍卫将他带走 心中骤然生出万分不忍 灯使眼泪 就滚下来了 彩兰眼看店门又要关上 心中悲痛难忍 却还是弯起嘴角 冲大公主笑了笑 仿佛在说 公主不必觉得歉疚 为公主而死 彩兰是心甘情愿的 大公主看到这一幕 心神俱颤 忍不住扭头朝姚弟求情 父皇 您饶了彩兰一命吧 他只是听而成的命令行事 他 姚弟冷哼一声 打断了大公主的话 你还有心思 替一个奴婢求情 你心术不正 不知羞耻 全然弃皇家颜面于不顾 更算计朕 算计朕身边的朝臣 这桩桩渐渐加起来 都够振废了 你的公主之位 大公主闻言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了一道仓皇的呼声 圣上 请您收回成命啊 太子闻声眸光一闪 脸上有了一抹欣慰 听着声音 是婉妃娘娘来了 御书房外 婉妃脸色苍白 神色慌乱 全然没有了平日里 端庄优雅的模样 今晚早些时候 他便得了消息 姚弟去了皇后的一昆宫 想着 圣上今日应该是不会过来了 他便早早梳洗准备旧情 没想到不一会儿 外面突然就闹了起来 身边的嬷嬷出去一探 回来的时候 浑身都哆嗦了 他吓得从榻上坐了起来 还没开口询问 嬷嬷已经哭着说道 娘娘 不好了 皇公公带人搜了昭华公 他听到这话 只觉天悬地转 贤儿出事了 既然走到了搜宫这一步 只怕就差一个证据确凿了 皇陪如此大张旗鼓 闹得人尽皆知 可见圣上是一点情面 也不肯给贤儿留了 贤儿这是犯了多大的过错呀 他急急从榻上走了下来 忍住心中恐惧 扬声说道 莫慌 快给本宫梳妆 本宫要见圣上 这会儿匆匆忙忙赶到御书房门口 刚好听到圣上圣怒之下 说出要废了 霞儿的公主之位 吓得她急忙高呼出声 大公主听到婉妃的声音 眼泪一下子流得更凶了 不由的气声叫道 母妃 兄弟冷哼一声 来得正好 朕倒要问问婉妃 她是如何交出这样一个好女儿的 皇陪急忙上前开了店门 婉妃急步而入 看到满地狼急 心中骇然不已 当目光触及跪在地上 已经哭得双目红肿的大公主 婉妃更觉心如刀割 她急忙跪到大公主身边 惨声问道 圣上 霞儿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般罚她 兄弟神色冷沉 平日里觉得婉妃温婉贤静 善解人意 如今却觉得她没用得很 连个女儿都交不好 做错了什么 皇陪 你现在就告诉婉妃 大公主到底做了何等丧尽天良之事 皇陪当即走上前去 将今晚发生的一切 严谨一概说了一遍 婉妃听得面色煞白 浑身发颤 机遇昏厥 这 这个傻孩子 她做这种事之前 怎么不事先和她这个做母妃的商量一下 竟然还选在乔府算计谈修传 她当乔中国 是空有名头吗 婉妃心中气急恨急 但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从小到大 更是将她腾进了骨子里 如今 贤儿就是犯了再大的错 她无论如何 都是要护下她的 皇陪话音刚落 婉妃突然就沉下脸色 转身狠狠甩了大公主一巴掌 啪 这一巴掌格外用力 不仅把大公主甩得扑到了地上 连她自己的手掌心都一阵发麻 大公主眼前一阵晕眩 回过神来后 扭头难以置信地看向婉妃 母妃 婉妃 瞧见大公主瞬间就发红的脸颊 心中疼惜不已 嘴上却怒斥出声 贤儿 你太让你父皇和母妃失望了 和亲乃是为一国江山设计做贡献 你父皇若当真选了你 那是看重你 信任你 你怎能为了逃避和亲 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即便你自私 你不愿离开故土 离开你父皇 你可以如实禀告 你父皇从小便偏疼你 他怎舍得逼迫于你 你千不该万不该 竟然想出如此狠毒的计策 妄图逼迫你父皇就范 子女算计父母 乃天下之大不为 你说 你可知悔 大公主在婉妃一顿 急风暴雨般的怒斥中 终于回过神来 立刻痛苦忏悔 生生气泪 太子看到这里 不得不感慨一句 婉妃娘娘 真的比皇妹聪明太多了 难怪是后宫中 屹立不倒的长辈 到底是父皇的枕边人 婉妃对父皇 实在是太过了解了 其实整件事看下来 父皇最介意的 不是所谓的皇家颜面 而是皇妹千方百计 妄图算计她 父皇不能容许身边人的背叛 犹如端午时的二帝 她那般偏腾二帝 却还是将二帝关进了宗人府 正是因为二帝 介于昭仪之手算计了她 见大公主 已经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婉妃急忙看向身旁的嬷嬷 嬷嬷会议 当即将遗物 对到了婉妃手中 婉妃将其抖落开 是一幅还未完成的绣品 上面大大小小 已经描了上百个形状 各异的寿字 婉妃声泪俱下 颤声说道 圣上 贤儿毕竟还是个孩子 她是一下子鬼迷了心窍 才会做下这般错识的 您瞧瞧 这是贤儿给您准备的 万寿节贺礼 她从两月前便开始着手 一针一线 从未假手他人 圣上 贤儿心中是敬爱您的 她一直将您视为她的天啊 求您念在她年纪上小 误入歧途的份上 轻饶了她这一回吧 佣弟垂眸看下去 这万寿图铺陈开来 足足有一人高 寿字方秀了一小半 但针脚细腻 看得出是极用心的 佣弟抬眸 又见大公主哭得梨花带雨 脸颊高肿 心中百转千回 终究还是生出了一丝不忍 太子见状心中暗叹 婉妃娘娘的手段 果然是高啊 想必来御书房的路上 即便不知皇妹究竟犯了何错 婉妃娘娘 已经未雨绸缪 想好了这些说辞 眼看佣弟有些心软了 太子向前踏出一步 准备开口 结果就在这时 门外公公传报 启禀圣上 衍国公在宫门外求见 此言一出 让在场的太子 乔中国并谈汉池 都气气松了一口气 衍国公来得好及时啊 方才的情况下 他们任何一人开口 都有落井下石之嫌 万一佣弟事后回国未来 他们的行为 又何尝不是算计 若是由衍国公开口 这件事便合情合理 情有可原 毕竟 左小姐可是这一场算计里 最无辜的受害者 佣弟自知大公主 对不起眼国公 当即开口 快宣 朝中有些老臣 是当年跟着先帝 南征北战的功臣 他们身上不仅有军功 在先皇面前 也是吉得脸的 比如眼国公 还有已经被满门抄斩的 沁国公 而这些老臣中 便属眼国公罪得胜心 当年先皇甚至为眼国公 赐下世袭网替的荣宠 后来这批老臣年岁见大 除了重要节日 盛大庆典 便不常上朝了 眼国公不爱这些迎来送往 端午宫宴也告了假 连兄弟许久未见他了 婉妃听到眼国公前来 心头猛的一紧 大好形势 竟然就这么被打破了 眼国公在工人的带领下 大步前往御书房 瞧着眼前的红墙绿瓦 眼国公心中憋着一口气 方才宴上 太子 瞧中国 谭汉池接连离席 他心中猜测 是出了什么事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连安宁都被牵扯其中 后来金儿派人来寻 他去后院相见 听闻方才惊魂一场 心中煞时怒火中烧 安宁站在一旁为他顺气 一遍遍说着 自己已经没事了 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 大公主险些毁了宁儿 毁了天津的婚礼 这时候 金儿又说 太子和中国 带着大公主进宫面圣了 只是大公主 毕竟是圣上长女 圣上未必能狠下心来 责罚大公主 她闻贤之意 当即直奔皇宫而来 大公主想全身而退 不可能 她便是撒泼打滚 豁出这条老命 也要在圣上面前 为安宁讨个公道 乔夫人看着自家父亲 怒气腾腾的背影 心中暗暗祈祷一切顺利 至于她为什么会想到 让爹爹进宫 自然要多亏娇娇的提醒 乔娇娇被刘嬷抱在怀里 看着眼国公快步赶往皇宫 暗暗松了一口气 大公主和婉妃能跟着二皇子笑到最后 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爹爹和太子虽然跟着去了 但是他们必须跳脱在此时之外 所以难免束手束脚 这件事还是受害者最有发言权 比如谭汉池 比如安宁表姐 外祖父聪明着呢 上次救母和李旭胜一事 外祖父就处理得滴水不漏 如果说 谁能在这关键时刻 狠狠踩大公主一脚 那必须是爱孙心妾的外祖父了 想到这里 乔娇娇心中激动 外祖父加油 外祖父威武 坐等外祖父的好消息 御书房外 眼国公深吸了一口气 店门打开的前一刻 他突然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疼得眼泪瞬间就飙出来了 店门一打开 眼国公风风火火冲了进去 口中高呼 圣上 您要为老臣做主啊 圣上 乔中国看着自家乐障 大踏步走了进来 跪下 行礼 流泪 喊冤 那叫一个丝滑 嗓门那叫一个震儿 瞧中国袖子下的手一抖 不由得嘴角抽搐 果然 论演戏 论撒泼 和乐障大人相比 他还是要甘拜下风的 太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眼国公他老人家还是如此 让人印象深刻 谈汉池 老戏鼓来了 惹不起惹不起 兄弟又眼皮跳了跳 立刻开口 左爱卿不必行如此大礼 黄培 堪坐 眼国公声泪俱下的摇头 不 老臣不坐 圣上 您若不为老臣做主 老臣便在这里常跪不起 兄弟闻言面色微沉 左爱卿 朕何时说过 不给爱卿做主了 快起来 眼国公抬眼一去 兄弟的脸色 见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赶紧站起身来 痛心疾首地说道 圣上 今日在乔府 发生了害人听闻之事啊 竟然有人意图谋害臣的孙女 用的 用的还是极下做的手段 沉厌不下这口气啊 究竟是何人如此用心险恶 这是要老臣的命啊 求圣上为老臣缉拿贼人 将其五马分尸千刀万剐 否则 难解成心头之恨啊 大公主听闻这话 浑身立刻抖了抖 乔中国见状赶忙上前一步 浮在眼国公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什么 眼国公陡然惊呼出声 难以置信地 看向地上的大公主 其实他早已从乔夫人口中得知 今晚安宁遇险一事 和大公主脱不了干系 但他此时双目圆瞪 满面骇然的模样 竟然看不出任何破绽 大公主 您 您您您 眼国公连说了好几个您 而后两眼一番 看样子竟是气绝过去了 乔中国面色大变 急忙扶住眼国公 按住他的人中 口中高呼 阅长大人 阅长大人 眼国公正在装晕 只能闭着眼 任凭乔中国摆弄 其实他心中已经疼呼 中国呀 你小子是不是心中 对老子有怨气呀 这人中抠的 老子快疼死了 乔中国面色急切 满眼无辜 阅长大人啊 您忍着点 做戏做全套 小叙只能得罪了 眼国公 当年老子阻挠劲 和他在一起 这小子肯定记恨着呢 这绝对是在公报私仇 兄弟见眼国公爵过去了 也是吓了一跳 万一眼国公当场被活活气死 这件事必定瞒不住了 他这个做皇帝的 可能会因此 被天下人的唾沫淹死 走起 快宣走起 乔中国手下又猛的一用力 眼国公一击灵 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乔中国见状面露喜色 阅长大人 您终于醒了 眼国公 可不得醒吗 这邹太医要是来了 他可就露线了 眼国公虚弱地点了点头 还没等拥弟松口气 他又跪到了地上 流着泪说道 圣上啊 大公主怎会 怎会做出如此 丧尽天良之事啊 老陈少时就陪在先皇身边 这么多年东征西战 忽略了家中的大儿子 导致他顽固懦弱 无可救药 陈心中从未有丝毫怨言 因为陈知道 这十几年来 虽舍了陈一个小家 却成全了大雍朝的千千万万个家 陈对大儿子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偏偏西下只有一个孙女 陈氏将他腾成了眼珠子啊 安宁是陈后半生的依托 陈费尽心思培养他 大公主怎么使下 如此阴毒的计策呀 这不是要陈的老命吗 眼国公说到这里 许世情到深处 眼泪当真是滚滚而下 得亏陈的女儿细心谨慎 对安宁犹如轻生 才及时发现了她的异样 保住了安宁一命 否则陈今日未必能支撑着 来到圣上面前啊 圣上 陈知天下父母皆爱子女 圣上必定也舍不得罚大公主 且圣上勤正爱名 是天下人之福 陈也不舍得逼迫圣上 所以 老陈想再次向圣上求个恩典 恳请圣上允臣 辞去眼国公之位 举家搬往眼周 辽度余生 眼国公说完 重重以讹触地 半赏不曾起身 兄弟听闻这肺腑之言 看着眼国公贵服在地上的身影 看着他发白的头发 脸上动容无比 当年先皇驾崩之前 他身为太子 守在踏前 先皇特地换了眼国公进来 拉住眼国公的手回忆往西 面上带着笑 弥留之际 先皇又召他上前 断断续续嘱咐了许多 最后望着眼国公说道 是 那些追随镇东征西战的老臣 是大雍朝的功臣 莫耀 莫耀寒了他们的心 记得做一个勤正爱名的好君王啊 想到这里 兄弟急忙站起身来 绕过身前御案 亲自将眼国公扶了起来 左爱卿 何至于此啊 快起来 镇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眼国公文言 一脸震惊地抬起头来 望见雍弟脸上认真的神色 眼眶越发红了 圣上 臣 臣不想让圣上为难 雍弟神色温和 爱卿若一直跪着 才真正是叫朕为难 乔中国健壮 适时走上前来 打起了圆场 岳丈大人 圣上向来言出必行 您快起来吧 莫要让圣上难做了 眼国公文言 这才借着乔中国手上的力道 艰难地站起身来 见雍得望着他发抖的双腿 眼国公苦笑一声 圣上 陈老了 当年在战场上留下了不少救急 如今越发不中用了 让圣上宁见笑了 雍弟听到这话 只觉得眼国公脸上的笑容格外心酸 心中越发生出了一丝愧疚 婉妃看到这里 便知道 这件事是彻底不好了 眼国公这一闹 简直是将邢儿推向了死路 果然 眼看眼国公在一旁坐下 雍弟立刻看向大公主 面色冰冷无比 大公主用心险恶 算计朝臣 陷害臣女 弃皇家颜面于不顾 其心可诛 朕 圣上 婉妃突然淒厉地叫出了声 打断了雍弟的话 圣上 无论您接下来要说什么 请您三思啊 您可记得 这是何物 婉妃说着 从袖口掏出一物 置于掌心之上 乔中国抬眸望去 见是一块香了金的光华美玉 他眯着眼睛仔细一看 隐约瞧见 美玉上还刻了四个字 雍弟看到此物 面色大变 婉妃流着泪颤声说道 圣上 他从前那般疼爱贤 将贤当成亲生女儿一般 更是将从小带到大的偿命锁 送给了贤 您难道忘了吗 当时他给贤带上这偿命锁的时候 曾说过的 希望贤方灵永继 平安喜乐 圣上 就当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这一次就饶了贤吧 贤真的再也不敢了 婉妃面上流着泪 内里却紧张到心弦发颤 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了 圣上这么多年 时不时就去他的金华宫 不就是为了和他一起怀念玉流吗 当年 他便是看出了圣上对玉流的痴迷 所以主动接近玉流 向玉流示好 这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位置 但是 他从不敢借着玉流的勤奋做什么 因为他心里清楚 勤奋只会越用越少 所以必须用在刀刃上 今时今日 为了保下鞋 他只能出此下策了 拥弟望着这块独特的长命锁 心潮起伏 面色树变 婉妃去见了一丝希望 立刻紧紧抓住 不敢松手 圣上 显而有错 确实该罚 但是 能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这孩子的心是好的 大公主文言 急忙在一旁磕起了头 父皇 而臣之错了 求您饶了臣这一回吧 眼国公等人 文言同时看向拥弟 无一人出言打断 很显然 聪明人都知道 玉流娘娘是拥弟绝对的逆灵 这一招用好了 叫逆天改命 用不好 死得更快 拥弟呼吸微微急促 半赏才促着声音说道 你也知道 他当年是极欢喜闲的呀 婉妃 你记得他说的上半句 那你可还记得 他说的下半句是什么吗 愿贤而与人为善 慧之蓝心 如菊如蓝 你瞧瞧 他如今长成了 如何无法无天的样子 他这是在算计阵 算计阵身边的人 最后一句 拥弟几乎是低吼出声 婉妃猛地一颤 忽然感觉地砖的寒意 从身下涌了上来 这一刻连骨头缝都是冷的 他面色惨白 心中绝望 几乎连掌中小小的长命锁 都要夺不住了 完了 连最后一招也不管用了 兄弟强忍着晕眩感 冷声说道 既然贤而如此嫌弃 正为他选的驸马 如此舍不得离开 朕的身边 索性就永远留在宫中吧 黄培 将宫庙的偏殿收拾出来 从今日开始 大公主余生 都将如素礼佛 终身不嫁 黄培文言 有些错愕地抬头 公主久居宫中 终身不嫁 这对皇家而言 也是不成规矩之事 这如何向天下人解释 兄弟显然已经想好了 你替朕拟指 就说大公主心系天下万民 决定此生清登古佛 为天下人祈福 朕几番劝说 大公主心意已决 大公主听到这话 只觉眼前天旋地转 下一刻竟直直向后仰去 宫妃心如刀割 急忙伸手去扶大公主 可是极度惊慌之下 她哪里还有力气 母女俩齐齐摔倒在了地上 大公主眼泪止不住地流 父皇怎能如此狠行啊 余生礼佛如素 她的余生还那么长 她怎么忍受其中的孤寂和轻苦啊 而且父皇竟然还要明止昭告天下 这是要永远断了她的后路啊 黄培 你这人日夜看守 任何人不许探视大公主 更不容许大公主和任何人往来 余弟是真的下定决心 要罚大公主的 说是礼佛 简直和终身监禁差不多 这便是触怒帝王的代价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毁的就是一辈子 婉妃听到这话 忍不住痛哭出声 如此还不如削去公主的身份 甚至贬为庶民 至少这样 她还能想尽办法 让贤儿在宫外 依旧快活自在 衣食无忧 若是遇上欢喜之人 或许还能携手共度余生 如今将她锁在宫庙之中 还不容许任何人探视 这简直比死还痛苦啊 圣上 圣上 您不能对贤儿如此残忍啊 她还这般年轻 您让她往后要怎么过呀 余弟看着泪流满面的婉妃 心中也气怒难休 婉妃竟然妄图 用预留的偿命所来拿捏她 这何尝不是又一个算计 婉妃 你叫女无方 从今日起 齿夺晚封号 降为昭仪 禁足金华宫 没有阵允许 一步步地踏出 余弟冷声开口 绝情起来 一丝情面也不肯留 婉妃是强撑着心神 走到这一步的 她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不仅没能救下弦 反而连自己也搭了进去 她心中惊慌 万念俱灰 整个人一歪 竟压在大公主身上 晕死了过去 余弟听到大公主 嚎啕大哭叫着母妃 只觉头痛欲裂 冲黄培挥了挥手 带下去 黄培不敢耽搁 赶忙叫上几个得用的公公 拖着林昭仪和大公主 离开了御书房 太子站在拥弟身旁 看着大公主替死横流 仪态全无的模样 面上无悲无喜 同样是算计父皇 二弟比起不曾得逞的大皇妹 手段要更加狠辣 可是二弟只是去宗人府 禁足一年 皇妹却要去宗庙监禁一辈子 这一刻 她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了 二弟在父皇心中的特殊地位 也越发小心谨慎起来 就算是她这个嫡长子 如果犯了这样的错 想必父皇也会毫不犹豫 废去她的储君之位吧 乔中国眼看着大公主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已经够了 他们不能奢求太多 寻常官家女儿 做了这样的错事 也不过是禁足 罚贵 矮板子 重得便搅了头发做箍子 兄弟能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这一刻 林昭仪心中 应该很是后悔吧 他走了一步错旗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 用御留娘娘的勤奋 来逼迫圣上的 毕竟二皇子这一年多来 已经消耗过很多次了 圣上如今正在气头上 林昭仪但凡等个几日 待圣上气消泄了 再来打感情牌 结果总会比今日好些的 但是为人父母的 眼看儿女的余生都被断送了 又有几个能维持冷静呢 无论如何 这件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眼国公适时站起身来 口中对兄弟感恩戴德 多谢圣上为老臣做主 老臣心中感激涕零 无以言表 谭汉池跟着磕了个头 也补了一句 多谢圣上为臣做主 乔中国乔见谭汉池这个机灵镜 在心里暗泽一声 这谭小子 是生怕圣上忘了他和安宁之事吧 见岳丈大人出炼 赶紧眼巴巴就凑上来了 兄弟瞥见岸前跪着的两人 也确实想起了 谭汉池心悦左安宁一事 显而做下这等蠢事 他们皇家确实是亏欠了 眼国公府的左小姐 但是眼国公府与乔府 到底是亲家 这桩婚事 他还得再考量考量 左爱卿 台爱卿 都起来吧 显而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件事 就让他过去吧 当然 左小姐和台爱卿都受了惊吓 正会补偿你们的 今日便这样吧 兄弟说完后 脸上也显出了一丝疲惫之色 前段时间 二皇子做错了事 今日又轮到大公主犯错 儿女都不听话 兄弟到底还是伤了神 谈汉持文言 知道兄弟还不曾下定决心 当即恭敬行礼 面上没有任何一色 不能急 表现得太过迫切 反而适得其反 接下来 有的是机会 拜别了兄弟后 乔中国等人 鱼贯而出 太子留在御书房中 见兄弟神色难看 不由得关切出言 父皇 你脸色不太好看 还是宣邹太医进来看看吧 兄弟文言 转头看向太子 见他面上的观星不似作为 神色突然复杂了起来 他定定看了太子一眼 突然语出惊人 这儿 今日侨府一事 细弦自导自演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太子心头微微一跳 面对兄弟的询问 他没有选择隐瞒 而是神色认真的说道 父皇 儿臣不敢瞒您 其实儿臣一开始并没有看出来 直到方才接近宫门口 儿臣突然想起了南离国的极乐密钥 心中这才隐隐有了猜测 但是父皇 儿臣不敢相信啊 大皇妹平日里是何等的端庄持重 这种事一点也不像是 他会做得出来的 所以儿臣不敢在父皇面前妄言 更不敢表现出对皇妹的怀疑 直到此时此刻 儿臣心中不真实的感觉 依旧挥之不去 父皇 儿臣心中 真的很难受 太子神色黯然 这一刻心里的惆怅是真的 他曾真真切切地为每一个皇帝皇妹的出生 而感到欢喜 如今为了守护母后和小四 守住储君这个位置 他的步子已经无法停下了 兄弟沉默半嗓 突然深深叹了口气 何止是你 连朕也不敢相信 太子正满心愁思 兄弟突然又开口呢喃了一句 瞧中国又知不知道呢 太子心弦微微一颤 直到没有听清 疑惑地偏了偏头 父皇 您方才说什么 兄弟也没想要太子回答自己 他是真累了 冲太子摆了摆手 下去吧 你母后再为你筹备大婚 你若得空便去看看 太子却摇了摇头 而臣还是等皇陪回来再离开吧 父皇今日冻了气 身边不能离了人 兄弟见太子如此乖巧懂事 心中终于生出了一丝慰藉 他想了想 温生说道 那便将邹其换来替朕看看吧 太子闻言终于面露喜色 而臣这就换人 转身的瞬间 太子眉眼微臣 心中思绪万千 永远不要怀疑一个帝王的心机 即便父皇如今被太多是牵绊的心神 他的城府依旧深不可测 此刻父皇已然如此伤神 却依旧没忘记 揣夺乔中国的心思 这般面面俱到 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而他身为储君 身为儿子 在父皇面前最要紧的 永远都是乖巧听话 而后才是各项能力 兄弟有些疲累地揉了揉眉心 望着太子大踏步去换太医的背影 又扭头望望右手边挂着画像的那面墙 脸上满是若有所思 乔中国这一趟 在宫中逗留了一个多时辰 当他和衍国公快马回到乔府时 喜宴已经要结束了 乔中国特地从偏门进的府 又转到前院亲自送宾客 众人看到失踪许久的乔中国 心中虽好奇 却无人敢多嘴一问 半个时辰后 宾客静散 热闹了一天的乔府 终于回归宁静 后院里 乔娇望眼欲穿 终于等到了乔中国的身影 他困得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 却硬撑着不肯睡去 就等着第一手八卦呢 乔中国和衍国公一同进的门 后面跟着天经地义兄弟俩 众人坐定 乔中国赶紧抱起乔娇娇 暗恼自己 竟然让宝贝疙瘩等了这么久 暗卫守在门外 屋子里还坐着乔夫人和左安宁 一家子关起门来 聊起了今晚之事 听闻大公主被终身监禁在宫庙里 乔娇娇整个人一击灵 瞬间不困了 简直精神抖擞 真的吗 真的吗 一旦明天旨意发出来 大公主的结局 就是板上钉钉了 毕竟兄弟不可能 当着天下人的面 打自己的脸 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便是二皇子继承大统 呸 我呸呸呸 同言无忌 二皇子这辈子都没这个机会了 瞧瞧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这人啊 就是不能起坏心 此言一出 乔中国深以为然 乔娇娇心中 其实还是有诸多顾虑的 今晚整件事看下来 乔家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最无辜的是安宁表姐 而大公主步步受挫 直到最后一败涂地 兄弟虽然是个恋爱脑 但只要无关预留公主 他还是很聪明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让他察觉到异样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乔家面对算计 也不可能坐以待毙 兄弟这一关 我们乔家迟早都是要过的 在此之前 我们能做的 就是掌握更多的筹码 积攒更多的底切 乔中国文言 认可地点了头 为首为尾 就是受人以柄 无所作为 更是自取灭亡 他乔中国 于国于君于民 都问心无愧 今晚所为 不过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小家而已 啊 乔娇娇松懈了心神 没忍住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要睡了 想点开心的吧 二皇子要是知道这一消息 他应该心很痛吧 先是谭汉池 而后是李虚胜 现在又是大公主 他都要被撸成光杆司令了 嘿嘿 乔中国忍不住跟着乔娇娇的心声 仰起了嘴角 行了 今日就这样吧 乔中国目光环顾四周 当看到对面的乔天金时 突然虎目一瞪 你小子怎么还在这里 你让大儿媳等了你这么久 快快快 滚回去 屋子里所有人文言 立刻齐刷刷看向乔天金 乔娇娇更是压压大叫 完了 方才太过紧张 连我都忘了 这头等大事了 大哥快点入洞房啊 大嫂都等多久了 乔天金本来就脸皮薄 这会儿被众人这么一看 被乔娇娇这么一说 当即就红着脸站起身来 快去快去 乔中国恨不得一脚 把乔天金踹回青竹院去 大郎平日里贼金的一个人 今日怎地愣头愣脑的 像个傻子似的 还记得他自己成亲那会儿 恨不得连酒都不敬 赶紧回房老媳妇呢 乔天金在众人的催促下出了主院 原本心中还思虑着今晚一事 担心有所疏漏 结果被清凉的晚风一吹 心头的杂念忽而就稀疏散了 霞 乔天金在无人处轻轻呢喃了一句 紧接着 一股难以抑制的欢喜 便密密麻麻涌了上来 他忍不住钻了钻手心 连脚步也迫不及待了起来 走进青竹院后 主屋还亮堂堂地 从纱窗里映照出融融的红光 一瞧便觉心头暖洋洋的 他听到霞儿身边的丫鬟嘀呼一声 小姐 姑爷回来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台步走入主屋 两个丫鬟朝他行了里 便匆匆退了出去 他红着脸抬起头来 瞧见韩雅贤正朝他走来 他已经卸下了满头的拆环 如今一头青丝 直挽了个极简单的发际 近了面后 更觉得他皮肤光洁 像是会发光一样 他定定站在那里 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见韩雅贤走到他身前 急忙温声说道 我身上有酒气 小心熏着你 韩雅贤心中羞怯不敢抬头 只是低声说道 水都备好了 我 伺候乔郎更衣吧 此言一出 乔天经只觉得酒气 一下子直冲脑门 净热得他背上 都出了一层薄汗 想让你歇着 我 为夫自己来 乔天经丢下这句话 慌忙转身走进内室 乔那步子 竟有几分落荒而逃的味道 韩雅贤先是微微一愣 在抬头的时候 便只瞧见了一片 翻飞的红色衣角 他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扑呲笑了出来 乔郎瞧着 竟比他还要害羞 这和他几次看到的 那位名满京城 君子如玉的乔家大郎 可大不相同 听到内室传来了花花水声 他面上的鱷鱼 突然就化作了羞翼 赶紧跑到了榻上 杨庄什么都不曾听到 乔天经出来的时候 便瞧见韩雅贤 已经躺在了榻上 大红洗被盖得严严实实的 他眉眼忍不住扬了起来 坐到踏边轻唤了一声 霞儿 你睡了吗 韩雅贤面上稍热 轻轻摇了摇头 乔天经见状深吸一口气 脑子里闪过那日看过的秘书 突然有些心缘一马了起来 我 为夫上来了 他说着 掀开被子钻了进去 韩雅贤紧张到浑身紧绷 正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个精壮的身躯 便从身后贴了上来 他心中又羞又怕 忍不住轻轻颤抖了起来 许氏察觉到他的不安和恐惧 一只大手从身后还过他的腰肢 将他紧紧搂在了怀里 霞儿别怕 我会很温柔的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后 韩雅贤感觉到 大手轻柔地抚摸着他 耐心十足 霞儿 浅犬的泥南一遍比一遍温柔 呵护着他 给足了他时间 韩雅贤长节轻颤 随着心中的恐惧逐渐消失 一股难以言喻的麻痒感 便散入四肢百骸 让他的身躯重新变得柔软 乔天经见状 轻轻转过韩雅贤 二人四目相对 气息缠绕 他抵着韩雅贤的额头 感觉到下腹出热气翻涌 连声音都哑了几分 霞儿 我们试试好吗 韩雅贤闭着眼睛 声音轻弱闻影 满寒羞涩 嗯 乔天经文言 眉眼舒展 男人心好心好 瞬间翻身而上 大红衣袍被抛出床榻 以拟凌乱了一地 踏上隐约传来乔天经 小心翼翼的声音 霞儿 会有些痛 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下一瞬 痛哼声响起 而后化作滴滴的乌叶 乔天经立刻出言 温柔地轻哄着 细腻地稳一一落下 像是呵护着心中的珍宝 很快 暧昧的轻吟声和喘息声 便交织而起 床慢轻晃 摇曳不止 霞儿 霞儿 唤我乔狼 乔狼 乔狼 霞儿 我很欢喜 你瞧 夜还很长 劈啪 红烛落下灯花 白帕染上红痕 里程 完满 岁月欢喜一步步 成就人间与招募 霞儿 从今往后 招募有你 如愿称心 乔娇娇这个小操心鬼 终于睡着了 乔中国亲自将 眼国公和左安宁送了回去 回到主屋的时候 发现乔夫人靠在榻上 眼眶红红的 她心中害了一跳 忙坐到榻边 拉起乔夫人的手 关切地问道 夫人 你怎么了 乔夫人摇了摇头 面上带着笑 没事的夫君 我只是太过欢喜了 盼了这么多年 终于盼到大郎成了家 我心中很是感慨 乔中国文言 可算是长舒了一口气 她温柔地将乔夫人揽入怀中 此刻岁月静好 她十分满足 夫人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乔夫人有些好奇地抬起头来 什么好消息 乔中国扬眉皮皮一笑 你先轻微敷一下 乔夫人有些哭笑不得地捶了她一下 都是做公爹的人了 怎地还这般没正行 乔中国黑黑一笑 抓住乔夫人的手 放在嘴边亲了一下 这才压低了声音开口 今日谭汉池在狱前亲口承认 安宁是她的心上人呢 乔夫人原还有些害羞 结果听到这话 美眸猛地一瞪 当真 乔中国笑着点了点头 千真万确 他还说是 那日高中状元打马游街之时 对安宁一见钟情的呢 乔夫人心中又是稀奇 又是感慨 这谭汉池有如此魄力 我倒也要高看他几分了 乔中国一事满眼认可 那小子是个有前途的 他这是 想为自己争一份姻缘 只可惜 圣上心中还有诸多考量 这件事 却不是那么容易能成的 乔夫人文言 却并不担心 反而安慰起了乔中国 夫君 无碍地 是在人为吗 自娇娇出生到现在 我们已经改变了太多事 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正干净满满呢 乔中国文言 煞时眉开眼笑 那为夫今后 可就要多养张貌美又聪贵的夫人了 到时候 夫人可要多给为夫出出主意啊 乔夫人邪腻了乔中国一眼 又没忍住笑出了声 就你嘴片 乔中国见乔夫人这般模样 心里头又开始痒痒的了 但是乔夫人显然还有话说 对了夫君 大郎的生意 估计是成了 不 应该说是赚大钱了 乔中国文言顿时来了兴趣 夫人是如何看出来的 乔夫人眉眼飞扬 笑着说道 你不知道 今日来参加喜宴的夫人小姐们 十个里有九个都用了香水 口红吗 我瞧他们聊得兴起 若不是今晚府中出了这档子时 我也要加入他们好好听听的 若那银钱收回来了 我想扩建一下那个救济院 夫君你看可好 上次去的时候 那救济院瞧着是有些拥挤的 孩子们夜里只怕也睡不好 而且 娇娇十分在意那个救济院 夫君你知道的 娇娇前世无父无母 想来他就是在救济院中长大的 孤儿对那些孩子很是共情 乔中国听到这里 目光柔和 轻轻点了点头 就听夫人的 到时候赢钱够了 一切尤为父来安排 乔夫人安心点了点头 细细思虑了一番 又说道 娇儿那孩子 乔这是极好的 娇娇也说了 即便危难时刻 他对大郎 对乔家 也是不离不弃的 你抽空和带郎说一声 有事别瞒着娇儿 夫妻间就该坦诚相待 不然 娇儿该寒心了 乔中国觉得这话十分有道理 便重重点了头 夫人安心 大郎那孩子也是聪慧的 想必他自己 也会寻个合适的时机 告诉大儿媳的 乔夫人想想也是 忍不住扬唇一笑 我是不是老了 怎的这般爱唠叨起来 乔中国文言当即板了脸 瞎说 夫人瞧着 还和当年一模一样呢 倒是为父 人到中年 沧桑了 乔夫人被乔中国这话逗笑了 你若是夜里能饶人 我倒是愿意 相信你这话的 此言一出 乔中国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暧昧了起来 要不 今晚再让夫人感受一下 乔中国说着 竟直接将乔夫人 扑在了榻上 乔夫人毫无防备 忍不住嘀呼一声 等等 我还没说娇娇的生辰呢 乔中国心头火热 声音沙哑 好夫人 心好心好苦短 有话咱们明日再说 哎呀 你 你好生鲁莽 清歇 呀 京都南郊救济院 容妈妈挨个孩子查看下来 见大家都睡得香甜 这才安心地退出了大屋子 院子里 月光照下来 还有个姑娘在换洗衣物 那是一个极年轻的姑娘 即便是粗不一长 也没能遮掩住她窈窕的身段 她面上蒙着一层青纱 让人看不清模样 唯有那双秋水一般的毛子 十分动人 小兰 不是让你把换下来的衣服 留给许妈妈一道洗就好了吗 你那是拿笔杆子的手 就莫做这些粗活了 容妈妈有些心疼地走上前去 这个小兰姑娘是五月出来的 一次性给救济院捐了不少银子 她看得出来 这小兰姑娘是极有教养的 一言一行 瞧着 不像是寻常人家的 当时她戚戚爱爱了半天 最后突然开口问 能不能让她留在救济院中 还保证自己可以干活 可以教孩子们十字 她心中惊异 问起这姑娘的家人 她却流着泪说 家里人全没了 只剩她一人狗活着 容妈妈知道 外面的世道 对一个年轻貌美 毫无倚仗的姑娘 会有多么艰难 便心软将她收留了下来 这小兰姑娘 也确实是个好的 来了 不过三日 便开始着手 将年纪小的孩子认字了 她早就说过的 让小兰姑娘 将换下来的衣物 留给他们一道洗 可是 她却似乎很担心麻烦他们 她亲眼看着小兰姑娘 从一开始连造假都不会用 到如今洗起衣物 又快又干净 只是这姑娘不知怎么回事 小小年纪总是心事重重的 除了面对孩子们 平日里极少展露笑颜 尤其是今日 当听说乔家 一直在帮助救济院时 竟连手中的笔杆子 都落到地上去了 容妈妈 我马上就洗好了 您累了一天 快去歇息吧 容妈妈也知道 自己是劝不动 这个倔强的姑娘的 只好点了点头 莫要洗太晚了 伤手又伤腰 好 小兰笑着硬了声 手中揉搓着衣物 直到院中再无别人 这才正正然停住了动作 乔家 之前没听容妈妈提起 没想到乔家 一直都在帮助救济院 那这里 她还能待吗 这天大地大 哪里还有 她圣秀然的容身之处呢 当夜宗人府 自从安插在各宫的人手 被拥地一举拔除后 二皇子的消息 便滞后了许多 等她知道大公主被罚一世时 已经是后半夜的时候了 还是刘云听说了 昭华公被搜的消息 费尽心思打探出来的 她无从得知一些详尽的细节 只知道太子 乔中国 谭汉池 演国公进阶到场 婉妃娘娘也去了 很明显根本无力回天 二皇子知道 今日是乔家大郎大婚 故而一直不曾安睡 就等着大公主的消息 竹风站在榻前 转述完流云传出来的消息后 心中不免忧虑 殿下 大公主与婉妃娘娘 向来与您亲厚 如今他们 双双遭受重创 我们的帮手 真的越来越少了 二皇子眉宇沉沉 脸上却没有太多的意外之色 反而嘀嘀呢喃了一句 果然啊 竹风文言满脸不解 殿下 您这是 二皇子缓缓站起身来 房间里不曾燃起蜡烛 他赤脚站在地上 看起来已经全然适应了 宗人府的简陋 竹风 你没发现吗 竹风面色迷茫 他该发现什么 二皇子抬步走到窗边 推开窗户 月华照进来 轻轻冷冷地 能让人头脑清醒 二皇子轻笑一声 一有所指地说道 所有事 只要涉及乔家 本殿必定一败涂地 不是吗 竹风文言悚然一惊 是这样吗 二皇子没有理会竹风 他缓缓在心中里 出了一条清晰无比的线 一开始的春为案 本殿如果能将谭汉池 截杀在去金丸殿的途中 那一局就可以解了 庆国功夫也能为本殿所用 但是 乔中国站了出来 端午宫宴的时候 四弟死而复生 据刘云后来的消息 四弟离开福宁殿之前 正是和乔家小姐对话 而四弟离开福宁殿后 乔帝义抱着乔家小姐 紧随其后 也跟了出去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将四弟从玉华湖中捞起来的 就是乔帝义 还有阿胜的死 眼国功夫和乔府何其亲密啊 本殿不信 阿胜的死没有乔家的手笔 还有南京兵权一事 这兵权原本是在肖将军手中的 偏偏就那么乔 乔中国让次子乔帝义 拜了肖将军为师 而本殿设计郭高义的那一晚 乔家去了肖府做客 然后就是本殿的计策失败 郭将军当机立断 带着郭高义入宫谢罪 最后如愿接手南京兵权 郭高义也被保下一命 主风 你看清楚了吗 这庄庄渐渐里 都离不开一个乔字 这一次 本殿引导黄姐在乔府出手设计谭汉池 你瞧 又失败了 二皇子神色平静 将这些日子 反复萦绕在心头的想法 一一道出 主风听到这里 望着二皇子亲手的背影 心中又惊又惧 惊的是 乔家竟然藏得这么深 据的是 原来殿下是故意引大公主 在乔大郎大婚阵日动手的 为的 就是验证一个猜想 所以 大公主这是被殿下 当成了弃子 这时候 二皇子缓缓转过身来 他那张俊俏的脸背着光 看不清神色 似乎是看出了竹风的所思所想 二皇子淡淡开口 竹风 皇家是不讲亲情的 皇姐与我 又何尝不是算计呢 他明明早就看上了谭汉池 却偏要来我面前演这一出戏 他若是坦坦诚诚告诉我 让我给他出谋划策 我还会心软些 毕竟就算是带着目的 他还是在深宫中 给了我许多温暖 可惜了 二皇子的声音忽然低沉 似乎真的有些惆怅和伤感 下一瞬 他又自嘲一笑 有时候 连他自己都觉得 他像极了父皇 一样的冷心薄情 一样的自私残忍 罢了 本殿以后若能如愿以偿 自然会将皇姐放出来的 到时再慢慢补偿他就是了 好在 皇姐的失败 还是有些价值的 很显然 一直以来在后背搅弄风云的 就是乔家 乔中国呀乔中国 本殿已经万分高看你了 却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你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简直如有神助 竹风心中 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一直以为 阻挠殿下的幕后黑手是太子 殿下 那太子呢 二皇子转身走到他边坐下 淡淡说道 皇兄自然也不可小觑 毕竟 他才是那个 能给本殿致命一击的人 竹风见二皇子说得如此淡然 不由得心头一紧 殿下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二皇子的指尖轻敲着床榻 发出了十分有规律的嘟嘟声 不急 接下来无论是万寿节 还是南立国使团来贺 这其中都大有文章可做 难的是 如何绕过乔架 或者说 如何把乔架也一并拖下水 竹风 你将流云报来的消息 再仔细重复一遍 注意 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竹风哪里敢有疏漏啊 赶紧放缓的声音 一字一句说了个清楚明白 二皇子听得认真 满脸的若有所思 待到竹风话音落下 二皇子突然自言自语起来 这乔架的地位 也稳固太久了 第二日 一道旨意从宫中传了出来 众皆哗然 大公主沈元贤 为了给天下人祈福 竟然愿意终身入宫庙 从此常办清灯古佛 吃斋念经 有机灵的 很快就联想到了 昨夜的侨服喜宴 毕竟昨夜大公主也是去了的 可是听家里的夫人说 大公主在宴席开始不久后 就出去更衣了 结果直到宴席结束 都不曾归来 再联想到 太子提前离席 乔中国这个主人家 半路失踪 一切就变得可疑了起来 众臣心中暗暗猜测 昨夜大公主想必是在乔府 做了什么了不得的措施 才会被圣上这般重罚 什么为天下人祈福 不过是皇家为了 保住颜面想出来的借口而已 这不就是终身监禁吗 大家虽心知肚明 却没有一个人敢嚼舌根的 反而是乔府 竟然在如此风波中 全身而退 倒让惊中众人越发高看了 孟府 当孟谷雪得知 大公主倒台的消息时 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了 她最近是真老实了 因为孟夫人当着她的面 给青州去了信 看样子是铁了心 要将她嫁到青州去的 她自然不可能妥协的 但如今孟夫人看她看得特别紧 她也只能暂时脸下所有心思 学做一个规格乖乖女 知晓大公主余生 只能吃斋念佛 犹如终身监禁的时候 孟谷雪也是暗暗则舌 要知道 在她的梦境里 大公主因为站队了阵营 跟着沈郎一帆风顺 到最后 更是被封为长公主 风光无限 唉 事到如今 孟谷雪都有些 不敢相信那个梦境了 这一刻 她又不由地 懊悔起自己的鲁莽 轻易就将一切 堵在了二皇子身上 因为前两日 便宜爹在她面前 提了一嘴万寿节 让她想起了一个人来 在她的梦境里 南立国三皇子会 率领使团来拥朝 恭贺拥地的圣诞 而这个南立国三皇子 百里成佑 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就好像她穿越之前 看的那些言情小说一样 一个故事里 除了真命天子男主 还有一个始终守护在 女主身边的男二 而百里成佑 便是那个霸道 又深情的男二 孟谷雪后来仔细一想 如果选择百里成佑 去南立国做个三皇子妃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在梦境里 百里成佑 也会从皇室争处中胜出 成为南立国的国主 二皇子实在 太过高深莫测了 他和梦境中 温柔体贴的样子 根本不一样 有时候夜深时辗转反侧 他也会忍不住怀疑 二皇子如今对他 到底有多少情 自己真的能拿捏住他吗 唉 想到这里 孟谷雪常常叹了口气 明明是川月女 还过得如此憋屈的 估计就他一个了吧 从前叹的那些言情文里 哪一个川月女 不是在架空的王朝里 大杀四方 倾倒众生啊 再等等 万寿节也不远了 就当是多给自己一个选择吧 如果那百里成佑 真的如梦境中那般深情无悔 他也不是不可以换个目标 乔佛 韩雅贤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火红色的床曼 他的脸上有了些许茫然 外面已经天色大亮了 日光将房间映得亮堂堂的 韩雅贤忽然面色一变 呼一下坐了起来 哎哟 他忍不住痛呼出声 起得太猛了 本就酸痛无比的腰肢 像是被针狠狠刺了一下似的 侠儿 怎么了 乔天津本来还在沉睡 忽然听到韩雅贤的呼声 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 韩雅贤心中慌万极了 脸色十分难看 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敬茶 我们错过了敬茶的时辰 我第一日便如此无状 这可如何是好啊 乔天惊见韩雅贤吓成了这样 赶紧扶住他的肩膀 温声说道 侠儿 别怕别怕 听我说 方才娘已经派人来传过话了 爹要去上朝 让我们多睡会儿 等爹下了朝回来再敬茶 我方才见你睡得熟 便嘱咐丫鬟们不必来喊 你瞧这日头 离散朝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韩雅贤已经湿了眼眶 这会儿听到这话 还是忐忑不已 当真吗 乔郎没有骗我 乔天惊见韩雅贤是真的吓着了 赶紧将他揽入怀中 温声说道 侠儿 是真的 都怪我 是我昨晚将你累着了 侠儿安心 爹娘都是很宽幼的人 而且 家中规矩向来不大的 侠儿今后可以随性而活 这话 韩雅贤只当乔天惊是哄他的 毕竟哪个女子做了媳妇 还能随性而活呢 但是 听乔天惊解释过后 他到底是宽心了些 这时候 乔天惊又暖身问道 方才是哪儿痛到了 韩雅贤面上 煞石羞红一片 腰 腰疼 乔天惊自知理亏 急忙伸过手去 小心翼翼替韩雅贤揉了起来 韩雅贤感觉到温热的后掌落在腰间 急忙伸手去挡 不 不用的 哪有让夫君给自己揉腰的道理 乔天惊却格外坚持 他神色温柔地望着韩雅贤 与其认真地说道 小儿 你在我面前 真的不必如此小心翼翼的 我是你的夫君 我疼你 欢喜你 伺候你 都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韩雅贤听到这话 面上流露出了真真切切的错愕 是这样吗 可是为什么 无论是疏理 还是爹娘 还是世人都在说 服侍期的天 妻子就该伺候好夫君 为他管理内宅 颜免子嗣 教养后辈 妻子就该三从四德 对夫君百依百顺 乔天惊似乎是看透了韩雅贤的想法 笑着说道 侠 这是爹交我的宠妻之道 我不在乎世人的看法 更不在意所谓的三从四德 我只知道 娘被爹宠得很幸福 我希望我的侠也能这般幸福 没事 慢慢来 我们的日子还很长 先从柔妖开始 可好 乔天惊说着轻笑一声 轻轻捏了捏韩雅贤的脸颊 韩雅贤感觉着 后腰轻重事宜的力道 热气从乔天惊温热的手掌 传入了她的身体里 连她的心头也热乎乎的 她突然觉得 鼻尖很是酸色 此时此刻 她应该已经体会到 乔狼口中的幸福了 她能感觉到 自己被摘中之地捧在了手心里 乔狼 谢谢你 韩雅贤眼眶红红的 心里头撑满了感动 乔天惊手下继续揉着 笑着说道 是我害你腰疼的 你还谢我 她从前未开窍的时候 对情势并不十分在意 昨夜第一次尝试 便食髓之味 不免过分放纵了些 小儿 还想再睡会儿吗 韩雅贤听到这话 立刻警惕地看了乔天惊一眼 不会是她以为的那种意思吧 她真的累坏了 昨夜做梦 都是不停地在马背上颠簸 乔天惊见 韩雅贤防背的样子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我才没有那般不知轻重 韩雅贤文言 这才松了口气 赶紧撇掉了乔天惊的手 该起了 总不能真等爹下朝回来 再去主愿 乔娇娇这个小八卦精 早早就醒了 这会儿心不在焉地耍着酒连环 就等着见大嫂呢 乔夫人第一次做婆婆 心中很是激动 早早将红风 茶水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见大儿媳呢 乔娇娇看着乔夫人 忙忙碌碌坐立不安的样子 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乔娇我娘这年轻貌美的样子 竟然要做婆婆了 这感觉真割裂啊 嘿嘿 大嫂已经进门了 等后面二嫂再进门 我们就是急热闹的一家人了 乔娇娇正东想西想呢 刘嬷嬷忽然一脸欢喜地 走进屋子里来 口中嘀呼 夫人 少爷和少夫人来了 乔夫人脚步猛地一定 赶紧说道 让大郎带弦去正堂 乔这日头 老爷应该也散潮了 乔娇娇倒是机灵 费力地溜下了矮踏 一把抱住了乔夫人的腿 娘 哥哥 娘亲 我也要去看嫂嫂 乔夫人满脸笑意 一把将乔娇娇抱了起来 娘无论到哪 自然都是要带着你这个小心肝的 乔夫人说着 亲了亲娇娇的额头 抱着她往正堂去了 乔中国是快马家鞭赶回来的 竟然比乔夫人 还现一步到了正堂 乔娇娇进门的时候 韩雅贤正在给乔中国建立 哥哥 哥哥 乔娇娇兴奋地叫了起来 乔天津立刻迎上前来 一脸宠溺地接过乔娇娇 小妹真怪 哥哥抱 众人一一落座 接下来便是欣喜敬茶 韩雅贤原本心中还十分忐忑的 结果眼看乔大人和乔夫人脸上 真的没有丝毫见怪 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刘嬷嬷取来一个蒲团 先是放在了乔中国坐前 韩雅贤接过茶盏 对着乔中国跪下 口中恭敬说道 爹请喝茶 乔中国一脸欣慰地接过茶盏 亲戳一口后 递给韩雅贤一个十分厚实的红风 他这个做公爹的不必话多 该嘱咐的旁边的婆婆自然会细细说 韩雅贤接过红风 又跪到了乔夫人面前 娘请喝茶 乔夫人到底是感性的 这会儿眼圈都有些红了 他喝了口茶 也递了一个红风过去 拉着韩雅贤的手暖声说道 小儿 爹和娘只当你是亲生的一般 你是个极好的孩子 今后在府中只管安心自在地过 大郎若有哪里不好 你直接讲到娘面前来 娘替你教训她 韩雅贤听到如此温言暖语 心中欲贴无比 红着脸点头印下 乔娇娇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心中暖洋洋的 真好啊 家里人越来越多了 等到 乔娇娇思绪走到这里 忽然面色狠狠一变 好像自从变成婴儿以后 脑容量真的就小了许多 作息习性和普通小婴儿一模一样 当真是重活了一回 随着投胎的时间渐长 除了那些大事件 原著里许多细节 她都慢慢记不清了 尤其原著 还是从孟古雪和二皇子的视角出发 乔家作为配角 其实戏份并不多 所以 很多是如今往往要等一个契机 或者提示 她才能想起来 比如此时此刻 她原本欢欢喜喜地想着 等到大嫂将来生个小侄女 或者小侄子 乔家就越来越庞大了 可是这时候 她才突然反应过来 原著里 乔家的结局是满门惨死 段子绝孙 无论是大嫂韩雅贤 还是二嫂萧千月 都不曾诞下孩子 天哪 我这个缺心眼的 我这个小破脑袋 我竟然忘了这么大一件事 大嫂嫁进家中后 一年都不曾有孕 爹娘和大哥 并不曾催促过大嫂 但大嫂心中焦灼 却十分不安 接下来一年 她断断续续看了不少郎中 吃了不少苦药 都不曾见笑 后来娘亲知道后 便让爹爹向兄弟求了个恩典 请了宫中 圣守邹太医来诊断 不诊不知道啊 这邹太医一诊 竟瞧出大嫂中了一种极寒凉的毒 而且中毒的时日太久 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孕了 这件事对大嫂的打击实在太大 她甚至生出了自寝下堂的心思 是大哥和爹娘的一再阻拦和劝慰 才将大嫂留在了家中 可即便如此 大嫂还是得了心病 她劝大哥那妾 色通房 无论如何都好 只要能给乔家留下一子伴侣 但大哥却始终只守着大嫂一人 直到后面爹爹出事 大哥也身陷淋雨 死于非命 大嫂几方奔走无力回头 最后自意在了大哥坟前 乔娇娇这一番心声 听得乔家人面色大变 肝胆欲裂 乔中国和乔夫人之前 只从乔娇娇的心声中得知 即便乔家遭逢巨变 韩雅贤依旧对乔家和大郎不离不弃 却没想到她这一生过的这般苦 最后竟然还在大郎坟前殉情啊 乔夫人无法想象 韩雅贤自意之前 心中有多么难受 她肯定万分自责 没能为大郎留下一个孩子 否则如她那般坚强的女子 必定是咬牙也会撑着活下去 将大郎的孩子抚养成人的 想到这里 乔夫人心疼到几乎要落下泪来 乔天竟望着眼前一无所知 满脸欢喜的新婚妻子 更觉痛彻心扉 霞儿怎么会中毒呢 毫无疑问 下手之人要对付的是 他们乔家 霞儿是因此才遭殃的 乔娇娇也是一脸后怕 据那邹太医推测 大嫂中毒已经有一年之久了 也就是说 再不远的将来 大嫂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中招 谢天谢地 我还有功德商城 这一次一定会护住大嫂的 但是目前看来 最最重要的是 揪出那个下毒之人 否则大哥大嫂防不胜防 将永无宁日 乔娇娇思维一发散 脑子就活跃起来了 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 即便府中已经整顿过了 但难免还是有落网之余 接下来 我要多去清竹院陪陪嫂嫂 看看她身边的人有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各种宴会 聚会 我严防死守 看哪个黑心干的 谁敢对大嫂下手 这时候 韩雅贤敬完茶 已经起身了 乔家人口简单 没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 韩雅贤便笑着 先和乔第一见了礼 二弟 乔第一听闻 韩雅贤的命运后 心中很是难受 他强忍悲意 恭敬地叫道 大嫂好 韩雅贤轻应一声 递给乔第一一个洪风 然后她又来到了乔娇娇面前 笑盈盈说道 小妹 这是大嫂的见面脸 乔娇娇接过洪风 笑着朝韩雅贤伸出手去 抱抱 韩雅贤见状满脸惊喜 面带询问地 看了乔天晶一眼 乔天晶压抑住心中万千思绪 温柔笑道 小妹很欢喜你 你抱抱她吧 韩雅贤急忙伸手接过乔娇娇 见她粉装玉气 白白嫩嫩的模样 心中喜爱不已 小妹真讨人喜欢 以后要是能有一个 如小妹般可爱的女儿 想必乔郎也会很欢喜吧 想到这里 韩雅贤面色羞红 很是害臊 赶紧止住了念头 乔天晶面上不露声色 袖子下的双手早已紧紧钻起 手背轻筋抱起 根根分明 9月15这日 是娇娇的生辰 按理来说 一岁生辰是要大办的 但是乔家刚刚办过一场喜宴 而且大公主才遭殃没几日 乔中国和乔夫人商量下来 还是决定只请些亲友 关起门来热闹就好 今日一早 四皇子没等乔中国下潮 自己就带着随从 早早来到了乔府 他如今去主院 倒是轻车熟路了 到了院门口 天天地喊了一声 师娘 小四来了 乔夫人正在给乔娇 教书咎咎呢 听到四皇子的声音 赶紧出门来迎 四殿下 快进来吧 四皇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师娘 我今日来得比较早 没有打扰到你吧 乔夫人抬眸去看她 只见小小的孩童躲在门边 大眼睛圆溜溜的 这些日子晒黑了不少 但依旧是个极漂亮的孩子 四皇子这几个月 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乔府过的 他小小年纪就十分懂礼貌 说起话来 嘴又很甜 练起舞来 也很能吃苦 样样都好 很是招人喜欢 拿脸 娇娇刚起来 快进来吧 乔夫人笑着说道 四皇子 闻眼眼前一亮 赶紧大踏步跟了进来 两只手却别在身后 仿佛藏了什么东西 乔夫人见状微弯了眉眼 故作不知 将四皇子带了进去 乔娇娇头发很厚 睡了一晚上 都乱得不成样子了 这会儿正乍毛 坐在那里发呆呢 四皇子进来瞧见这一幕 不由得又是新奇 又是欢喜 我从未见过 乔妹妹这个样子呢 傻呆呆的 真可爱 乔娇娇正神游天外 一张脸突然凑到 她跟前来 将她害了一跳 小四 你吓死我了 乔娇娇不满地嘟囔着 四皇子赶忙讨好一笑 乔妹妹你瞧 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她献保一般 将手中的东西 捧到了乔娇娇面前 乔娇娇好奇地垂眸一看 竟是一艘金灿灿的小船 做工十分精细 足足有四皇子的手掌那么大 乔娇娇 这 这不会是纯金的吧 四皇子见乔娇娇 眼睛都瞪圆了 顿时就明白 自己这礼物送对了 心中暗暗得意 她早就发现了 乔妹妹每回看到金子 看到漂亮首饰 眼睛都会发光呢 不过乔娇娇现在还小 她也不知道 乔妹妹喜欢什么样的首饰 索性就先送金子吧 乔妹妹喜欢吗 乔娇娇怎么可能会不喜欢 她连连点头 伸手去抓 四皇子可不敢松手 这金子重着呢 别砸到乔妹妹了 乔妹妹小心些 很重的 乔娇娇很是欢喜 小四 小四 哎呦 谢谢些 谢谢你哦 散财小童子 就是你把这么大一块金子送过来 皇后娘娘知道吗 乔夫人站在一旁 也正担心着呢 四殿下 这礼物太贵重了 你 问过皇后娘娘了吗 这该不会是四皇子 从皇后娘娘的库房里 偷出来的吧 四皇子赶紧点了头 母后当然知道了 她一说是 送给未来皇子妃的 母后赶紧就隐了呢 师娘 小四 是今日第一个 送乔妹妹礼物的人吧 她特地赶了的大早 就是为了抢着第一个呢 乔夫人还有些怀疑 四皇子 却将那沉甸甸的小船 塞进了她手里 让师娘替乔妹妹保管 以后攒多多地 给乔妹妹做小金库 乔娇娇一听这话 心中舒坦无比 这话可真是说到我心砍上了 四皇子空出手来后 立刻拉住乔娇娇 一脸认真的说道 乔妹妹生辰快乐 小四祝乔妹妹 从此碎碎无余 长安长乐 乔娇娇见四皇子 一本正经的模样 想着她这般好心 便轻轻晃了晃她的手 冲她咧嘴一笑 小四 谢谢你啦小四 见你吉言 希望两年后 我能顺顺利利 跨过早药那道看 四皇子听不到乔娇娇的心声 见她笑了 也跟着弯起了嘴角 她没告诉乔妹妹 她今日一早 还在一昆宫里 种了一棵枇叭树呢 等到乔妹妹长大了 那棵枇叭树定 也亭亭如盖了 到时候 再带乔妹妹 一起去摘枇叭 将最甜的那一个 摘给乔妹妹吃 母后都说了 乔妹妹要是知道 她如此用心 定会开心的 孩童的欢喜 从来都是热力而纯粹的 只想着 将最美好的东西 都捧到对方面前 等乔娇开始梳头的时候 四皇子又乖乖去后院练舞了 她如今早已习惯了 练到满身疲惫 沐浴过后便倒头就睡 第二日起来 总是神清气爽的 仿佛身上有始不完的劲 午后 客人便陆陆续续来了 先是衍国公带着安宁 然后是寒家夫妇 而后是定国公夫妇 萧家大小姐 如今是准太子妃了 便安心在家代驾 二小姐倒是跟了过来 好笑的是 乔第一还是跟着 萧家人一起回来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萧家人呢 静完善的时候 太子特意亲自来接四皇子 也给乔娇娇 送上了生辰礼 哥哥 娇娇倒是会来似的 见到太子就喊哥哥 将太子喊得眉开眼笑 忍不住就抱起了她 她轻轻颠了颠 笑着说道 嗯 娇娇长大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会在本宫身上尿裤子的小孩了 乔娇娇 啊 太子 你为什么要提我的黑历史 太子瞧见乔娇娇的小脸 皱成了一团 仿佛真能听懂她说话似的 不由的爽朗一笑 可惜她不能随意 留在宫外用膳 否则真想参加乔家小姐的生辰宴 娇娇快快长大 等你长大了 太子哥哥带你去玩 太子摸了摸乔娇娇的头 声音温柔亲切 乔娇娇听得连连点头 好啊好啊 最好是等你登机了 带我去金兰殿上看看 我可好奇了呢 太子略坐了一会儿后 便带着依依不舍的四皇子 提前离开了 临走之前 太子还特地去和自己的准月仗 还有准月母含喧了两句 她和萧小姐的婚期 暂定在了明年五月 由青天间祭告天地 算了个极好的日子 按照母后的安排 下个月就可以开始走流程了 太子和四皇子走后 众人又闲聊了一会儿 及时一到 便开始了乔娇娇的抓粥里 她被放在了一张 多了红布的圆桌子上 四周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小东西 其余人围成一圈 都一脸笑意地 等待着乔娇娇做出选择 乔娇娇目光环顾一圈 最后毫不犹豫 朝右前方爬了几步 而后紧紧抓起了一个平安扣 古代没有吃蛋糕吹蜡烛一说 于是乔娇娇抓起平安扣的那一刻 便在心中暗暗许下了心愿 信女乔娇娇再次诚心许愿 愿我的家人平平安安 无灾无痛 顺遂一生 如果容许我更贪心一点的话 那我便希望 天底下所有好人 皆能善有善报 一生平安 乔家人听到乔娇娇的心声后 心头顿时又软又酸 他们的娇娇真的很善良 它是上天赐予 乔家最珍贵的宝物 这一刻 乔家人围着乔娇娇 一诚心地许下了同一个愿望 如果可以 他们愿意拿所有福报 换娇娇喜乐安康 岁岁无忧 在乔娇娇专注 吃吃喝喝长高高的时候 时间很快来到了腊月底 京城表面上风平浪静 实则内里已经风起云涌 明年三月初四 就是拥弟35岁圣诞 上一次大半 还是在拥弟的儿立之年 明年的万寿节 尤其特殊 因为除了早就说好 要来的南立国使团 昨日 北国竟然也传训 说要派使团来恭贺拥弟圣诞 乔娇娇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在摆弄一个 挂满铃铛的红色绣球 那是四皇子心得的小玩意儿 马不停蹄就送来给乔娇娇耍了 北国也要派使团来 乔娇娇文言 一脸错愕地抬起头来 乔中国特意在乔娇娇面前提起 就是想听听 自家宝贝疙瘩 有什么高见 乔娇娇不免有些震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北国确实派使团来过雍朝 不过那应该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那时 太子与二皇子的博弈 已经放在了名面上 宇宙出了非常严重的水患 二皇子趁机给了太子一次重击 但太子也不甘示弱 费尽心力将二皇子也脱下了水 那一次 应该是二皇子顺风顺水的 争处之路上最大一次挫败了 便是那时候 他突破心中底线 联系了一直想要帮助他的北国 让他们遣了一对使团来 这个使团明面上是来作妖 但实际上是来替男主解围的 难道是因为我们乔家之前的干涉 使得二皇子处处受挫 所以他提前用出了这个办法 乔娇娇操心地挠了挠头 将手中的红袖球晃得叮当作响 这拥地过一个万寿节 真的是把各路牛鬼蛇神都给招来了 我都不敢想象 万寿节那天会有多乱 估计能有一万个新颜子 在天上乱飞吧 乔天晶正坐在乔中国对面 此时他的神色凝重无比 爹 这北国使团来得蹊跷 这么看来 二皇子或许已经和北国搭上线了 乔地一听到这里 微微皱眉 他这些日子 跟着定国公学了不少东西 如今倒是乐意动脑筋了 遇到不懂的便直接问了出来 二皇子如今不过是被圣上禁足一年 明年端午时间一到 圣上自然会将他放出来 他何以如此着急 竟还冒险联系北国 让他们遣一对使团来呢 难道万寿节于他而言 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还是说 他想接万寿节做些什么 乔娇娇听到这话 突然眼皮一跳 原著就是一本马力苏狗血爽文 这场万寿宴 完完全全就是为女主准备的 让他惊艳四座的同时 又俘获男儿的心 至于男主在这场宴会上 就纯纯是个护花使者 但是以前的剧情套到现在 早就狗屁不通了 二皇子他心里哪有什么情情爱爱 简直就是视女人如粪土 难道他想对付太子 不对啊 他少了那么多底牌 现在亮出狼子野心的话 无异于自取灭亡 难道他是想在万寿节上 表现一番孝心 重塑在佣帝心中的好儿子形象 可他乖乖待在宗人府 什么都不做 不就是最乖的了吗 以佣帝对预留的痴迷 见他这么老实 一年期满 自然会重拾对他的宠爱 想到这里 乔娇娇摇了摇头 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啊 男主那么聪明 不可能不知道联系北国是一条险之又险的路 开工没有回头见的 一旦被抓到把柄 就是通敌叛国 连佣帝都别想保住他 所以 男主如此费尽心机 到底是为什么呢 乔娇娇思考的时候 目光无意识地打量着四周 掠过自家爹爹的身上时 忽然就定住了 等等 爹 乔娇娇喃喃叫了一声 下一刻 屋子里所有人悚然色变 包括乔娇娇自己 如果提起北国 所有人第一个联想到的 必定是乔中国这个名字 北国是乔中国为死地 如果他们一有机会 自然恨不得置乔中国于死地 他知道了 男主一定是知道了 思绪走到这里 乔娇娇忍不住头皮发麻 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他与北国取得联系 召来北国使团 不是为了针对太子 也不是为了讨好兄弟 而是为了对付爹 他那么聪明 一定是察觉到 之前他的所有失败里 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乔家的影子 只不定这次大公主 在乔府算计谈汉池 就少不了他的出谋划策 他这是拿大公主的命和未来 在试探我们啊 而我们毫无疑问 又一次碾碎了大公主的诡计 这让他越发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至此 连乔娇娇也不由地 生出了一丝毛骨悚然 我一直都知道他很厉害 也没奢望过我们乔家 能一直躲在幕后 可是我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察觉到了端倪 并迅速做出了反应 更没想到 他连大公主的死活都不顾 这人 是真狠啊 想到这里 乔娇娇心情有些沉重 男主简直就是这个世界的天道之子 不仅多置尽妖 更可怕的是他的果掘和不择手段 当他发现我们乔家躲在背后时 竟毫不犹豫破釜沉舟 直接就和北国对上了线 并迅速组织了反击 娘的 这男主也太难对付了吧 这是乔娇娇第一次爆粗口 本来乔中国和天津第一父子三人 正悬着一颗心 结果听到最后一句 突然就凌乱了 谁能想象啊 一个白白嫩嫩 可可爱 像那奶团子的小婴儿 心里突然蹦出一句 羊的 嗨嗨 乔中国战术性咳了两声 而后沉声说道 二皇子既然叫来了北国使团 那八成是要对付老子了 乔娇娇赶紧点头 没错没错 爹 我们要警惕起来 反击呀反戒 乔天津梅雨沉沉 冷声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二皇子是想玩戒刀杀人吧 戒圣上的刀 来除掉爹 乔娇娇赶紧继续点头 我和大哥想的一样 一个小小的北国使团 来我们大雍朝的土地上 鸣枪是别想玩了 但案件最是难防 届时在万寿节上 北国使团对爹爹表现的越恐惧 越能引起雍弟的忌惮和猜疑 自古以来 有多少能争善战的将军 能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好结局呢 大多不都是因为所谓的功高震主 被君王过河拆桥了吗 乔中国听到这里 心中难掩悲哀 因为他很清楚 在北国使团和二皇子的煽风点火下 兄弟极有可能会容不下他 在娇娇遇见的未来里 不就是如此吗 只是如今 这个危机提前了 乔中国到底是战场 官场两头 混得老狐狸了 他不慌不忙说道 这件事不能急 离万寿节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必须想出个周密的计划来 既然二皇子不让老子安生 老子必须也得给他找点事做 不能就老子一个人焦头烂额呀 乔娇娇听到这话 不由得眼前一亮 爹有什么高见 快说出来听听啊 乔中国也没有卖关子 他嘿嘿一笑 南离国使团不是也要来吗 我向老达打听过 这南离国三皇子 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直以来 我们乔家都是反击 如今也该主动出击了 不如就来一出 坐山观虎斗 乔娇娇羞的一下坐直了 等等 等等 蝶起发了我 我差点都忘记 女主孟谷雪了 虽然二皇子现在不爱孟谷雪了 但是孟谷雪在他那里 还是有价值的 按照既定轨迹 南离国三皇子百里成佑 会对孟谷雪 爱得死去活来 情深不悔 就算如今一切都变了 百里成佑看不上孟谷雪 也没关系 只要让他看到孟谷雪的价值 那些诗词 那些配方 任何一些有用的现代知识 百里成佑也是有野心有能力的 他会成为未来的南离国国主 如果他发现了孟谷雪的特殊 一定会想方设法 将孟谷雪带回南离国的 虽然争抢的初衷和原来不同 但本质都是两男争一女啊 这不得好好逗上一逗 说到这里 乔娇娇心中激动无比 毕竟当初看原著的时候 这个持续到大结局的争抢戏码 都是一大看点啊 哎呀 该怎样才能让爹爹和哥哥知道 孟谷雪是二人相斗的关键一环呢 乔娇娇正着急地挠头 乔天津不动声色地 和自家爹对视了一眼 突然开口说道 爹 这件事就交给孩儿来做吧 要挑起二皇子 和南离国三皇子的争斗 其实说难也不难 毕竟世人相争 无非就是为了权势 地位 女人 钱财 孩儿保证定会扮得漂漂亮亮的 乔娇娇文言 立刻瞪大眼睛 看向乔天津 激动地叫道 哥哥 哥哥 女 男 女 男 乔娇娇 他本来想点名一下 女人这个选项的 但是小舌头 真的很不听话 他明明暗地里 已经很认真的练习说话了 但是很显然 就算是他这个成熟的灵魂 也很难控制 一具不成熟的身体 乔天津知道乔娇娇已经很努力了 见状赶紧过来抱他 嘴上故作玩笑般说道 乔乔 小妹也知道替哥哥着急呢 别担心 哥哥心中有数的 小妹真怪 哥哥一会儿就带你去玩 乔娇娇看着乔天津胸有成竹的模样 不由暗暗点头 也是 我家大哥是鼎鼎聪明的人呢 大哥既然说了心中有数 那肯定没问题 想到这里 乔娇娇终于稍稍放宽了心 在主院用过午上后 乔天津便和韩雅贤回了清竹院 刚进院子 乔天津身边的小四就说道 大少爷 本子送来了 韩雅贤文言 自觉就要避开 近三个月下来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极好 甚至可以说是如胶似漆 但是韩雅贤始终守着该有的分寸 从不过问和插手乔天津的攻势 他看得出来 乔天津真的很忙 乔郎 你先忙吧 如今天气寒凉 我准备给爹娘还有二弟小妹都缝些护膝 今日得空刚好坐起来 乔天津文言 却拉住了他的手 笑着说道 护膝的是不急 小儿先随我来 韩雅贤有些错愕 乔天津直接将他的手掌包进了手心里 拉着他来到了书房 韩雅贤嫁过来三个月 进乔天津书房的次数 屈指可数 从前在家中的时候 爹就曾嘱咐过他 书房是公办的重地 不要随意出入 到了乔家 他也一直记着这句话 乔天津的书房布置很是清雅 只是如今正中央 却摆着一个大大的红木箱子 见韩雅贤目录好奇 乔天津面带笑意 拉着他走到木箱子前 静止打开了盖子 映入眼帘的是 垒得整整齐齐的布子 封面皆是一片空白 就这么满满铺了一箱子 乔天津弯腰拿起一本 递到了韩雅贤面前 小儿 翻开看看 韩雅贤一脸疑惑地 接过布子 顺手一翻 下一刻 他面色微变 不可思议地看向乔天津 低声说道 账本 这满满一箱 全是账本 乔天津笑着点了点头 又拿起一本 随便翻了翻 韩雅贤因为过于震惊 一双美目都瞪圆了 他方才不过粗粗扫了一眼 便发现 账本上的流水多得吓人 这得涉及多少赢钱啊 他爹一心扑在公式上 并不善经营 所以 韩府一直靠的是爹爹的俸禄 还有祖上传下来的几个扑面 还有良田过活 日子虽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他一直都很知足 至于乔家 他知道乔家的条件 肯定要比韩家好很多 无论是公爹 乔郎 还是二弟 都是领俸禄的 再者 当年公爹军功加深 名扬四海 宫中的赏赐如流水一样 抬进了乔家 这也是一大抵运 不过家中最富有的应该是娘 毕竟金钟盛传 当年衍国公嫁女 那嫁妆 可是足足抬了三个时辰 才全部抬进乔家 所以 韩雅贤心中 一直都是极高看乔府的财富积累的 可是此时此刻 当他看到眼前这些账本时 才发现 自己还是井底之蛙 这 这 韩雅贤戚戚爱爱了半天 最后望着乔天津 犹犹豫豫豫说道 乔郎 咱们家 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吧 乔天津文言 忍不住倾笑出声 拉着韩雅贤坐到一边 笑着说道 小儿就是这么看我的 韩雅贤赶紧摇头否认 不是 我 我就是太震惊了 这满满一箱的账本 实在是 乔天津突然手上微微用力 拉着韩雅贤 坐到了自己的腿上来 韩雅贤面色一红 正要起身 乔天津已经揽着他的腰 一本正经说道 家中做了点小生意 所以赚了些银钱 韩雅贤瞬间被这话吸引了注意力 也顾不得如今在书房这般亲密 不是很合理法了 小生意 什么小生意 能使得着这么多账本 乔天津文言面露笑意 闲儿 你应该听说过的 就是近期封你金中的那三样东西 韩雅贤先是微微一正 而后微微张大了嘴巴 乔郎 那青州的生意是你做的 乔天津轻轻点了点头 韩雅贤忍不住抬手捂住嘴巴 他是知道的 前些日子青州传过来三样红东西 把金圈的夫人小姐们迷得团团转 当时他婚期在即 娘亲咬咬牙 也给他置办了一些 感情这钱兜兜转转 还是辣自家兜里了 乔天惊见韩雅贤反应过来 便拉着他的手 一脸真诚地说道 乔儿 仙头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只是觉得 你刚刚嫁过来 想让你好好松快一段时间 你瞧 你如今看过了这些账本 可就要给微夫帮忙了 韩雅贤自然不会计较这些 他嫁进来后 无论是乔郎还是爹娘都对他极好 他心中已经十分感恩了 试问那些嫁到婆家的姑娘 有多少人能如他这般 过得自在舒心呢 反而是乔天惊提出要让他帮忙 使他倍感压力 乔郎 如此大树木的流水 牵涉太广 我 我怕是帮不了你什么 乔天惊文言 立刻一脸 认真地摇了摇头 侠儿何必妄自菲薄 我知道的 我的侠儿富有诗书 胸藏锦绣 从来都不是寻常的规格女子 即便侠儿如今嫁作偶妻 我也不希望 侠儿被困诱在一方庭院里 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韩雅贤听到这番言论 一脸震惊的抬眸 望着乔天惊 心中又是奇异 又是感动 成婚以来 乔天惊已经给了他太多惊喜 而他如今这番话 更让他觉得自己嫁对了人 乔天惊摸了摸韩雅贤的脸颊 继续说道 当然 侠儿可以先试试 账本生意都是繁琐无比的 若侠儿的兴趣不在这里 我们可以再试试其他 韩雅贤立刻摇了摇头 脸上也溢出了真心实意的欢喜 乔郎 我不怕繁琐的 出嫁之前 娘曾让我学习管家 我觉得这其中 也自有一门学问 很有意思 韩雅贤说这话时 嘴角扬起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乔天惊见状 温柔地偏了偏头 笑着说道 既然侠儿如此能干 那我不得不多 和你说些事了 韩雅贤文言好奇地看过来 乔天惊压低了声音 将朝中的一切 包括乔家的所作所为 还有将来的打算 悉数告诉给了韩雅贤 韩雅贤听得双目瞪圆了 心中震撼无比 思绪翻涌难平 尤其当听到乔家如今的困境 还有二皇子的足智多谋时 他更是紧张地攥紧了 乔天惊的衣经 乔天惊见韩雅贤听的投入 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便抛出了最后一个惊天秘密 笑儿 接下来 我要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秘密 这也是我们乔家 如此费心不举 一步步扭转局势的起因 韩雅贤听到这里 不由紧张到呼吸局促 一脸凝肃地点了头 乔天惊深吸一口气 富尔道韩雅贤耳边 将乔娇娇的特殊 以及全家能听到娇娇心声的事 悉数告知 韩雅贤震惊到低呼一声 整个人都僵住了 乔天惊知道 如此玄之右玄的事 换做任何人 都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他信任贤 这个决定 他也征求过爹娘的同意 想要改变乔家满门亲父的结局 离不开乔家每个人的努力 而小儿也是受害者 他必须要让小儿警惕起来 让他学会保护自己 乔天惊说完后 有些忐忑地望着韩雅贤 等待着他的回应 韩雅贤正正然愣了好一回 回应的第一句却是 乔郎 这件事 你不该告诉我的 知道的人越少 对小妹才是更好的保护 韩雅贤喃喃一语 可是在开口的时候 却又忍不住眼含热泪 但是 乔郎 我真的很感激你如此信任我 我也很庆幸自己能再一次嫁进乔家 什么满门抄斩 什么段子绝孙 我不怕的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和爹娘和二弟小妹在一起 所有的苦难都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 我们可以逆天改命的不是吗 说到这里 热泪从韩雅贤的脸颊上滚落 乔郎 我们一起 一起守护家人 一起改变结局 我想 是在人为 这一次 幸福和美满定会眷顾我们的 乔天惊听到这里 心中热意汹涌 酸涩难当 从得知乔家结局开始 他便每时每刻都紧绷着一根弦 生怕自己稍有疏漏 就会害得乔家万劫不复 他是家中长子 理所当然要挑起大梁 他不怕苦不怕累 他只想守护好自己的家人 而如今 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 这是他的妻 是他的弦内主 会的 侠儿 我们一起 乔天惊的声音微微颤抖 他埋头在韩雅贤的脖梗间 只觉一股暖意 遍布四肢百骸 韩雅贤心头柔软 红着眼睛 还住了乔天惊的肩膀 二人紧紧相拥 很快 乔娇娇就迎来了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二个春节 乔家人围坐在圆桌旁 正在享受温馨的年夜饭 乔娇娇已经能跟着吃些软烂的饭菜了 此时正坐在乔中国 亲自做的宝宝椅上大快朵衣 韩雅贤第一次在乔家过年 一开始还有些拘谨 可是 她很快就被可爱的乔娇娇吸引了注意力 她实在好奇得很 能听到小妹的心声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乔娇娇正抓着一个小猪肘子 啃得兴起呢 一抬眸便看见大嫂望着自己 立刻裂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韩雅贤瞧见这张圆鼓鼓的小花脸 忍不住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她真的很欢喜孩子 不过她和乔狼商量过了 先不急着咬 一是小妹预言的那个 可能会给她下毒的贼人还没揪出来 二是她刚刚接触乔狼手头的生意 真的十分感兴趣 故而想多花点时间再研究研究 三是乔狼觉得她还太年轻 过一年再要也不迟 对她的身体也更好些 虽然乔家如今前途未卜 但是韩雅贤心中既平和又安心 年夜饭后 一家人坐在一起守岁 乔娇窝窝在榻上 正欢欢喜喜地数着压岁前 嘴里还隐约哼着不知名的小吊吊 乔着心情极好 这时乔夫人笑着说起了救济院扩建一事 那些孩子是真不容易的 年前送了好些碳过去 也不知够不够用 好在年后就可以着手开始扩建了 想必到时候他们能过得舒心些 乔娇窝闻言 当即冲乔夫人挥起了手中的红风 娘 我 钱 钱钱 太好了 娘考虑得实在太周到了 我这里有钱钱 我也要出资 给他们建暖暖的房间 让他们睡相像 乔夫人闻言起身抱起乔娇窝 笑着说道 哪里用得着你的压岁钱 你大哥今年赚了不少 赢钱回来 足够了 这些钱啊 娇窝就攒着 以后等你长大了 无论想拿来做什么 娘都是支持你的 这一年的守岁 年幼的乔娇窝还是熬不住 歪在乔夫人的怀里睡熟了 不过没关系 全家人都替他许了愿 愿岁月常欢 好人长安 愿石和岁丰 国泰民安 年后 乔家人就忙了起来 乔娇窝做不了什么 便开始不断练习走路和说话 很快就能断断续续 说些短句子了 不过因为 他口齿还是不太清晰 所以只有家人 才能听懂他说什么 当然 也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 整天往乔府跑的四皇子 乔娇窝有时候 鸡里咕噜和他说一堆 还真让他给听懂了 乔妹妹 你也叫我一声 小四哥哥好不好 乔娇窝轻哼一声 不要不要 小四 要我叫你这个小屁孩哥哥 门都没有 四皇子有些沮丧 不过他 马上就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消息 决定分享给乔娇窝 乔妹妹 南离国使团就要来了 乔娇窝闻言 眼睛一咕噜 果然很感兴趣 真的 四皇子赶紧点头 我听哥哥说的 南离国使团昨日传来消息 约摸着后日就要入京了 乔娇窝摸了摸小鼻子 后日 那不就是二月初八 这南离国使团来得够早啊 万寿节在三月初四 几乎提前一个月就到了 到时候 应该是定国公亲自去见 乔妹妹 你最爱看热闹了 可以去普天街上 提前订个位置 乔娇窝闻言连连点头 有道迷 想到这里 他无情地扔下 还要继续练武的四皇子 巴达巴达 跑去找乔第一了 凑热闹的是 找二哥准没错 二月初八这一日 南离国使团要进城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 得益于四皇子早早地提醒 乔家在最先楼 定到了最好的位置 此时 乔娇窝由乔第一抱着 上半身趴在窗边 正一脸兴奋 乔天津也一起来了 正坐在桌边 优雅地喝着茶 很快 远远就传来了热闹的呼声 来了来了 乔娇窝也跟着起哄 来了来了 快让我看看 原助理描写的霸道 深情男儿是什么样的 一群人转过街角 出现在了乔娇窝面前 乔娇窝第一眼看到的是 坐在马上 高大俊美的定国公 啊 萧将军 二哥 你阅长来了 乔帝一文言 当即一脸于有荣烟 恨不得告诉所有人 那可是 他师父兼未来阅长 乔娇窝目光向右看去 煞时就眼前一亮 来了 男儿 一匹纯白的高头大马上 青年的大红衣袍 十分惹眼 他一头黑发披在身后 只用红色丝带扎住少许 上面悬着金色铃铛 随着他在马背上晃动的身形 发出轻亮的叮当声 他的皮肤很白 五官出众 是属于明念那一挂的 此时他唇半含笑 目光打亮着四周的人群 下巴微抬 看起来骄傲又不羁 帅啊 难怪能和男主睁眼 这妥妥极傲不逊大美男啊 太有辨识度了吧 雍国人更看重礼仪 所以 男子在外都要竖冠 穿的也都是清雅低调的颜色 男离国的人 就要随性多了 从极乐密要能流行起来 就可以看出 那边的人更注重享乐 也更加大胆奔放 这男离国三皇子 百里程又一出场 就像是掉入清水里的 一点珠末 十分惹眼 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身后跟着一对的 男离国人 同样的长发披散 身上衣物的颜色 也很鲜艳 乔娇娇正观察的入神 乔帝忆忽然嘀嘀叫了一声 大哥 你乔那是谁 乔天经文言探身去看 乔娇娇也扭头 顺着乔帝一指的方向 看过去 只见左前方有一座茶楼 此时 茶楼二层最旁边的 一扇窗户后面 一名少女正费力探出身子 她眼神明亮 柳眉微挑 嘴角微微扬起 看起来很是兴奋 乔娇娇有些意外 不由地在心中嘀呼一声 孟谷雪 她也来了 上一次见她 还是端午宫宴的时候 半年不见 怎么感觉她便漂亮了不少 乔娇娇给出的评价 向来都是很客观的 比起之前的豆芽菜 现在的孟谷雪 确实亲历了许多 要知道 原助理可是把孟谷雪 夸上了天 还让她得了 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呢 想到这里 乔娇娇不由地在心里嘀咕 难道是女主光环起作用了 孟谷雪要开始女大十八遍了 乔天经和乔帝一 从没在意过孟谷雪的长相 大直男乔帝一 甚至在得知孟谷雪 会害乔家后 便觉得她面目可憎得很 身为练武之人 她早就习惯了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别家小姐出来看热闹 都蒙着个面纱 便是站在窗边 也是十分拘谨的 生怕出了阁 只有这孟谷雪 格外不拘小节 半个身子都要探出来了 所以她 一下子就瞧见了 此时 蛮离国的队伍 已经走到了最先楼门前 乔娇娇的目光 还落在孟谷雪脸上 她发现 孟谷雪笑容灿烂 望着百里成佑的时候 那双眼睛 亮得像是要发光似的 这一刻 乔娇娇心中 突然生出了一丝 怪异至极的感觉 这孟谷雪的笑容 怎么感觉怪怪的 她的眼神 就像是看到了猎物一样 乔蒂一文言 一脸疑惑 有吗 她怎么看不出来 乔娇娇又定定 看了孟谷雪一会 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绝对有点问题 当初她在诗会上 第一次看到二皇子的时候 也是大受惊艳 但是现在除了惊艳 感觉 还很自信 没错 就是自信 看她那模样 简直已经把百里成佑 当成她的囊中之物了 乔天晶听到这话 暗暗点了点头 她在官场上 察言观色多了 倒是很认同乔娇娇的看法 乔娇娇想到这里 不由得有些纳闷 女主已经这么朴性了 觉得是个男的 都得败倒在她石榴裙下 还是说 乔娇娇思绪翻涌 突然一个机灵就坐直了 啊等等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乔天晶和乔第一 赶紧竖起耳朵 乔娇娇激动到搓了搓手手 有没有一种可能 孟谷雪真的知道 这百里成佑 会成为她的囊中之物 乔第一 啊 什么意思 她怎么没听懂 乔天晶 小妹的意思是 孟谷雪也遇见了未来 乔娇娇呼吸微微急促 说得通了 这样就说得通了 那日在护国寺遇到孟谷雪 她突然就取出了香皂 那明明是要到后期 二皇子资金不足之时 孟谷雪才着手开始研究和制作的 如今竟然提前了那么多 我当时没有深究 如今仔细一想 会不会那时候 孟谷雪就已经遇见了未来 所以提前将底牌用了出来 毕竟男主并没有如预期那般 对她情根深重 她心里也该着急了 怕是急于在男主面前 证明自己的价值 乔娇娇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乔天晶站在一旁 面上满是若有所思 之前她并未对孟谷雪 倾注太多的注意力 孟谷雪内虽安插了人手 但只是让其随机应变 年前 她和爹确定了 坐山观虎斗的计划后 她便往孟谷家派了人手 随时准备实施计划 如果孟谷雪当真能预知未来 那她肯定会做出 相应的改变和措施 到底是与不适 让人仔细找找证据就知道了 此时楼下 南离国的队伍 已经快走到普天街的尽头了 孟谷雪的目光一路跟随过去 就没舍得移开过 乔娇看到这里 突然眸光微闪 如果孟谷雪真的已经知道剧情了 那她应该也看出来了 二皇子和预想中的男主 根本不一样 聪明人应该都知道的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既然男主无情 为什么不选择同样优秀 且深情的男二呢 等等 有没有一种可能 孟谷雪今天就是出来观察目标的 看她那兴奋的表情 那依依不舍的目光 她应该对男二很满意吧 这样一来 她是不是要换一个攻略目标了 乔天青听到这里 瞬间就想得更深了 如果真如小妹猜测的这般 那她和爹制定的计策执行起来 就更加容易了 原本她的计划是 设计让百里成佑 发现孟谷雪的特殊 如果孟谷雪自己已经对百里成佑起了心思 那她自然会费尽心思 接近百里成佑 如此一来 他们乔家只需要躲在暗处 在孟谷雪需要帮助的时候 适当推波助蓝一把 如果孟谷雪足够聪明 他们乔家甚至什么都不用做 二皇子就能和百里成佑斗起来 想到这里 乔天青心中的计划 愈发完善了起来 乔娇娇也正绞尽脑汁呢 这孟谷雪可是个极关键的人物 她必须给大哥提个醒 想到这里 她指着孟谷雪 一脸单纯地叫道 女能 女能 大哥 这个就是你说的 能让二皇子和百里成佑斗起来的女儿 乔天青为了让乔娇娇放心 故作高深地包住她的小手指 一脸神秘地说道 小妹不能乱指哦 那个孟小姐 接下来有大用处 小心被她发现了 乔娇娇文言心头猛的一颤 我的妈呀 大哥这么聪明的吗 难道大哥早就发现 这孟谷雪是关键所在了 大哥 你简直是我的神啊 有你在 我真的可以安心了 乔天青文言笑着抱起乔娇娇 热闹都瞧完了 我们回家吧 三日后 乔府书房 暗卫乔三 轻轻扣向后窗 书房里传出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进来 乔三翻窗而入 屋子里除了乔中国 天经地义兄弟俩也在 乔中国开门见山问道 如何 乔三神色凝肃地点了头 回将军 查到些端倪了 您请过目 乔三便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打指 递到了乔中国面前 乔天经和乔第一凑上前去 只见微微发黄的纸上 密密麻麻重复写着三个字 沈元白 乔中国眉头猛的一跳 就听到乔三开口说道 将军 据线人传回来的消息 孟小姐有过两次一样 一是 被二公子 从水中救起来那次 当晚 孟小姐就发起了高烧 醒来后 便性情大变 乔中国暗暗点头 那一次 他们都知道的 按照娇娇的说话法 真正的孟小姐 就是在那时候 被义士之人 借尸还魂的 乔三继续说道 第二次 是孟小姐 从东郊师会归家后 因为被圣小姐 推下水 孟小姐再次 发起了高烧 病愈后 性子突然就沉稳了许多 一有空便在练字 将军手中所持 正是孟小姐 亲笔所写 而且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孟小姐突然冒出了 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提出了闻所未闻的香皂 口红 还有香水 而后在贴身 丫鬟小桃的帮助下 孟小姐成功制出了香皂 将军请看 乔三说着摊开手掌 她的手心上 静静躺着一块香皂 正是从孟府中取出来的 乔天经听到这里 心中已然有数了 小妹果然料事如神 孟古雪 只怕就是从东郊师会回去后 便遇见了未来 乔三退下去后 书房内一时无言 两久 乔中国才缓缓呢喃一句 好险 乔天经身以为然 跟着面色凝肃地点了点头 是啊 真的好险 从得知乔家悲惨结局的那一刻开始 他便深刻地意识到 他们的敌人 是被这个世界偏爱的二皇子 他有绝世容颜 有绝顶心机 圣上偏宠他 女人会无怨无悔沉迷于他 他更是有着逆天的机遇 连谭汉池那样的人才 本来都为他所用 他们乔家得以于小妹预知未来的能力 走到了今天 即便如此 二皇子的手段依旧层出不穷 让人防不胜防 如果同样遇见了未来的孟姑雪 再归顺到二皇子身边 乔天经不敢想象 他们乔家该何等地举步为奸 而二皇子又是何等地如虎添翼 他 应该不会这么傻吧 乔第一犹豫半晌后开口说道 即便执行长如他都知道 以二皇子的冷血无情 孟姑雪要是敢将一切和盘拖出 迎接他的将是永无天日的囚禁 直到榨干他最后一点价值 乔天经文言却不慎乐观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不会 难保他以后也不会 这孟姑雪并不是十分聪慧的性子 瞧着心机也不深 他玩不过二皇子的 乔帝一听到这里 紧紧连起了眉头 随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一般 冷声说道 那就 他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为了保护乔家 乔帝不介意手沾鲜血 更何况孟姑雪是要害乔家的仇人 如果因此要遭受什么天谴的话 那就由他乔帝一人承担 乔天经面上满事若有所思 他还在考虑 这时候 乔中国突然站起身来 他面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沉声开口 老大老二 老子现在教你们一课 有时候 杀人并非要用自己的刀 乔帝一文言 稍显迷茫地看向自家爹 乔天经的眼里 却隐约掠过一丝光芒 乔中国夺不到闪烁的烛光前 缓缓说道 孟姑雪可能会成为二皇子 手中的一把戾气 同样的 他也能成为 刺下二皇子的一把尖刀 同理 二皇子想要利用孟姑雪 可是当时不可为时 他也会 毫不犹豫 毁了孟姑雪 说到这里 乔中国转过身来 他双眸精亮 眉宇舒展 裂开的嘴角满是狡猾 像急了当年在战场上 玩心眼的时候 一起飞扬 老大老二 你们说 男主与女主相争相杀 会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大戏呢 乔帝一猛地打了一个机灵 爹 爹好可怕 乔天经则缓缓扬起嘴角 爹 妙啊 乔中国黑黑一笑 行了 都拢过来先 老子心里已经有计划了 到时候就这样这样 然后这样这样 乔天经时不时插上两句嘴 电 等一下 这里还可以这样这样 乔帝一眼巴巴听着 最后完全沦为了气氛组 时不时 啊 还能这样 啊 这能行吗 啊 父子三人出书房的时候 乔中国 好久没完心眼了 真过瘾啊 乔天经 今天真是受教了 神清气爽 乔帝一 啊 所以家里原来只有他一个蠢人 第二日早朝后 乔中国被佣弟点名留了下来 御书房内气氛有些低沉 乔中国恭敬后在一旁 对面站着神色平静的太子 旁边立着面无表情的谈汗池 佣弟坐在暗后 眉宇沉沉 乔爱卿 北国使团传来消息 将于2月15抵达京都 乔中国文言恍然 原来是北国使团快到了 那日就有乔爱卿去城门口迎接吧 这是要给北国使团下马威的意思了 毕竟当初 乔中国可是一举打到北国都城外的人物 乔中国文言眸光微闪 面上不动声色地领了命 兄弟似乎心情不佳 吩咐完后就让他们退下了 出了御书房 太子走在前头 乔中国和谭汉池跟在身后 太子主动挑起了话头 乔大人 小四近来表现如何 乔中国立刻回到 殿下 四殿下他一如既往地努力 若能长久坚持下去 将来在武道一途 必定大有作为 太子文言欣微地点了点头 又闲聊道 娇娇最近如何 听太子问起娇娇 乔中国脸上有了笑意 孩子就是一天一个样 娇娇性子格外活泼些 就是欢喜凑热闹 这不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二在他面前提了一嘴东郊诗会 他就整日里念叨着 吵着想去参加呢 太子文言神色微微一动 深深看了乔中国一眼 乔中国倒是坦荡 依旧笑眯眯地 任由太子打量着他 太子心思垫转 突然笑着说道 说起来 上一年的东郊诗会 本宫还是抱着娇娇一起参加的呢 今年南离国和北国 纷纷派来使团 若无意外 本宫也是要带他们去见识一番的 乔中国听到了想要的答案 一声声回看了太子一眼 而后笑着点头 咱们大庸朝人才辈出 是该让他们见识一番的 谭汉池 一大早完新演示吧 太子半途便往东宫去了 乔中国和谭汉池 继续结伴出宫 二人瞧起来神色疏离 虽说这话 旁人看来 也不过是同僚之间的普通寒暄 乔大人 北国使团来意未明 您可要当心啊 谭汉池淡淡开口 意犹所指 乔中国客气地点了点头 北国人骂 是我便如那眼中钉 肉中刺 不过一个小小使团 倒是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怕就怕 乔中国说到这里 突然顿了一下 然后呵呵一笑 也没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就是 乔中国的未尽之语 谭汉池心知肚明 乔大人根本没把曾经的手下 败将北国放在眼里 他担心的 是做上那位多疑的天子 想到这里 谭汉池也是客套一笑 是啊 兵来 自有将党 乔大人不必忧心 其中深意 乔大人 在下十分乐意 为你 做那党兵之将 掩水之土 乔中国嘴角烧扬 立刻又压了下去 谭小子 就知道你靠谱 2月15这一日 是北国使团进城的日子 纵人府内 二皇子端坐在岸后 神色平静地捧着 笑惊 周伯陪着坐在一旁 时不时为 二皇子添点茶水 只是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一直望着窗外出神 二皇子见状开口问道 周伯 什么时辰了 周伯微微一击零 他心里一直数着时间呢 这会儿脱口而出 殿下 估摸着已经四十重了 二皇子 文言 轻轻点了点头 而后又淡然说道 周伯 成大事者 当不动声色 即大喜大悲 周伯文言面上有些惭愧 他实在是太久没见同胞了 知晓北国使团前来 心中难以激动 二皇子并没有过分苛责周伯 他轻轻 放下手中的 笑惊 眸光中 引有波澜 从回应金玉王的那一刻开始 他已然踏上了一条 不可转环之路 今日 是他和乔中国 正面博弈的开始 功高震主 谢莫杀驴 武将的结局大抵如此 乔中国 就让本殿看看 你到底有多少本事 这一次 你是否又能滴水不漏 化险为夷 乔娇焦焦 再次坐在了最先楼的 同一个包房内 相较于初八那日 南离国使团进城的热闹 今日街上的气氛 就沉闷多了 街道两旁同样站满了人 但大家神色严肃 面上的表情 说不出的嫌恶 有人甚至咬牙切齿 已经在破口大骂 乔娇焦很能理解 庸朝百姓的心情 历史是一粒沙 落在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原著里 不过是一句 轻飘飘的北国 无故禁犯 雍朝北境 烧杀掠夺 无恶不作 于雍朝人而言 这就是血淋淋的残酷历史 是雍朝无数士兵设下性命 才争回了今日的安居乐业 乔娇焦趴在窗边 一双小手微微攥起 心中已然生出了隐忧 爹爹 虽然爹爹和哥哥 已经提前安排了人手 但如今街上群情激愤 谁也不知道 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待会爹爹出场 百姓们要是被 有心之人带节奏 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那简直就是 将爹架在火上烤 乔蒂显然也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正板着一张脸 目光在人群中来回群巡 恰在此时 街头出现了一阵骚动 乔娇焦知道 北国使团英是要来了 便探出头去 率先映入眼帘的 是他家高大帅气的爹点 他端坐于马上 神色平静 眸光锐利 他的身后跟着北国使团 他们戴着警帽 脖梗上缠绕着雪白的狐狸毛 浓眉大眼 身材高大 队伍行径中 所有庸朝百姓 都诡异地沉默着 用仇恨的目光 跟随着北国人的身影 这时候 一道愤恨无比的声音 突然在人群中响起 北国贼子 滚出庸朝 此言一出 犹如泼进水中的热油 普天街上 煞石就炸开了 滚出去 滚出去 北国贼子 滚出去 百姓情绪激动之下 纷纷向道路中央挤去 街上立刻就乱作了一团 乔娇娇看到这一幕 一脸忧心地坐直了 还是来了 百姓们的仇恨和愤慨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自古以来 两国交战不展来史 更何况北国使臣 是打着恭贺拥弟圣诞的名义来的 今日北国使臣 但凡出什么事 北国皇庭都能拿此事来做文章 乔中国不怕打仗 便是七老八十 只要雍朝需要他 他随时都愿意披甲上阵 但是如今 朝中形势复杂 二皇子这个隐患未除 到时若是打起来 他还要担心 刀子从背后捅过来 雍弟将迎接北国使团的任务 交给了他 无论是看重还是试探 他都必须把此事办得漂漂亮亮的 眼看众人推挤之下 接上危机四伏 乔中国长吸一口气 骤然大喝一声 都住手 这一声中气十足 威严无比 将热血上涌的雍朝百姓 硬生生给喝住了 乔中国见众人皆望向了他 这才凛然开口 圣上历经图治 爱国儒家 上天眷顾 雍朝风调雨顺 百姓安居乐业 国胜兵强 四方来合 就是最好的证明 咱们雍朝大国气象 礼仪之邦 区区使团 何以引得诸位如此愤慨 乔中国勒紧缰绳 几背挺直 一字一句 掷地有声 身后的北国使团 听到乔中国用区区形容他们 不由地面露怒意 可是 乔中国之名在北国如雷贯耳 他们如今只有二三十人 确实敢怒不敢言 再者 他们早就得了吩咐 今日只管乖乖跟着乔中国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就对了 众百姓听到乔中国的话 方才的冲动与愤恨稍稍退去 再看北国使臣屁都不敢放一个 总算冷静了下来 是啊 不能在北国贼子面前 丢了他们大雍朝的礼仪风范 听乔将军的 我们退下 对 都退下 百姓们还是习惯称乔中国为乔将军 此时见他雄姿不减当年 纷纷目录尊崇 恭敬让出路来 乔娇娇看到这里 心中的警惕反而攀上了顶峰 一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就在此时 人群中再次响起一道呼声 激昂无比 乔将军 我们只信您 您让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对 都听乔将军的 乔将军 是我们雍朝的大英雄 对 英雄 英雄 乔娇娇身处高处 此时眸光一定 当即高呼出声 在那尼 只见人群中 一个壮硕男子嗓门极大 喊得面红耳赤 口中高呼乔将军 带节奏 这人绝对是在带节奏 这是要害死爹啊 乔帝一身为习武之人 反应比乔娇娇更快 几乎就在那个男人 高呼出声的同时 乔帝一就给混在 人群中的乔家暗卫 打了个手势 而后他深吸一口气 扯开嗓门高喊出声 圣上神武雄才 爱名如子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人群中的乔家暗卫 立刻一呼百应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百姓健壮几乎是本能地 跟着高呼出声 万岁万岁万万岁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喊声几乎要掀翻 普天街的屋顶 乔中国暗暗呼出一口气 这才领着北国使团 继续朝前走去 乔帝一喊得面红耳赤 最是卖力 此时见众人声音 终于整齐华一 这才暗骂一声 娘的 不就是带节奏吗 谁不会啊 直到乔中国带领的 北国队伍走出普天街 高呼万岁的声音 还是经久不散 乔娇娇见状 终于松了口气 迎接北国使团这个任务 纯纯就是吃力不讨好 要是爹爹方才 没能安抚住百姓 无论是发生踩踏 还是伤了北国使臣 拥弟都能降罪爹爹 就算事情办好了 要是方才二哥 没能压制住带节奏的人 百姓齐声高呼爹爹之名 那更完蛋了 好在 这一关如今算是过了 只是他们还不能松懈 因为这不过是 男主给的开胃小菜 后面万寿节 还有的是他作妖的机会 拥弟端坐在御书房内 谈汉池随势一旁 很快 前去打探消息的侍卫便回来了 他恭敬地跪在案前 将方才普天街上 发生的一切如实爆来 当拥弟听说 有百姓高呼乔将军之时 面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 一旁观察细致入微的谈汉池 还是发现 拥弟的嘴角微微绷紧 眼神沉郁 当侍卫随后说出 普天街上百姓高呼万岁 场面声势浩大 激荡人心之时 拥弟的嘴角骤然一松 缓缓上扬 谈汉池看在眼里 恭声说道 圣上 普天街离皇宫并不远 此时殿外 或还可听到余音 拥弟闻言 当即站起身来 一脸兴致勃勃 走 出去听电 拥弟大踏步走出御书房 目光越过珠瓦遥望远方 果然隐约间 还可听到冲天之音 谈汉池见状 立刻恭为出声 众百姓民心所向 有感而发 可见 圣上乃明君圣主 是天下之福 没有人不爱听好听话 连拥弟也不例外 他眉宇舒展 嘴角扬起 看起来心情极好 谈汉池去着机会 这才斟酌着开口 圣上 您前些日子问臣 这北国使团来意为何 当时臣答不出来 此时却已有头绪了 拥弟闻言眉头微挑 一脸好奇 哦 爱卿说来听听 谈汉池躬身说道 圣上 方才听侍卫所言 北国使臣在普天街 上任百姓骂骂推荡 未还一言 可是据臣了解 北国人性情鲁莽乖张 骁勇好斗 今日表现 似乎有为常理吧 拥弟轻轻汗手 半赏突然意味深长说道 许是因为 领队的是乔爱卿吧 谈汉池立刻点头 圣上 诡异之处就在这里 拥弟闻言偏了偏头 终于来了兴趣 哦 怎么说 谈汉池神色认真 陈生说道 圣上 若说北国人最恨之人是谁 那便非乔戴莫属 今日乔大人领队 以他们之间的血海深仇 北国人怎么反而乖乖配合了呢 更何况方才群情激昂 最是挑起乱子的好时候 一旦北国使臣在都城受伤 他们不是 更能以此追究要挟 与我们拉扯吗 拥弟谋光微深 谈爱卿到底想说什么 这时候 谈汉池朝拥弟身身一一 不卑不亢说道 圣上 陈斗胆猜测 这北国使团 或许正是为乔大人而来 北国与我朝霸战近十五载 这十五载 北国一直在休养生息 如今 他们若想卷土重来 那乔大人 必定就是他们的头号眼中钉 拥弟听到这里 神色不明 这时候 谈汉池又突然说道 圣上 陈斗胆 想与您打个赌 拥弟文言威正 而后面露信慰 与朕打赌 谈爱卿 这满朝文武 可没人和朕打过赌 谈汉池也跟着笑了起来 承蒙圣上高看和气重 如今 陈想坐与圣上打赌的第一人 圣上可愿给陈这个机会 拥弟彻底被挑起了兴趣 他思存一瞬后问道 爱卿想与朕赌什么 谈汉池朗声说道 就赌这北国使团的来意 陈赌 他们此行目的 就是想要除掉乔大人 而方法便是 给圣上下眼药 让圣上对乔大人心生猜疑 当然 圣上您英明无比 自然不会被北国使团的 小小伎俩所迷惑 陈也是在您这里玩的小心机 想变相 从您手中讨个赏赐罢了 谈汉池说出这番话 也是费尽了心思 玩尽了花样 他先是三言两语 将佣弟捧得心花怒放 而后引出北国使团来意 再以打赌的形式 让佣弟倍感兴起 佣弟追问 他又不轻不重地 再捧了佣弟一回 最后以细血之语结尾 将这场赌局 归于自己的小贪心 演出真实目的 毕竟他这般挖空心思 只是为了保住乔中国 保住这大拥朝的忠良之臣 就算佣弟不答应 他已经给出了暗示 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之后 无论北国使臣玩出什么花样 只要是针对乔中国 佣弟必定应今日一番话 心生戒备 这时候 佣弟细细思虑了一番 竟然点了头 既然爱卿如此有信心 朕与你赌了也无妨 朕倒要看看 那些北国贼子 是否当真如此胆大包天 千里迢迢算计到镇的面前来 谭汉池文言 面上露出了真切的欢喜 多谢圣上厚爱 明着可是 给了陈相同僚吹嘘的资本 佣弟看着面带笑意的谭汉池 心中不得不承认 谭汉池确实是个妙人 他以科举入室 文采斐然 身上却没有读书人 惯有的清高自傲 他聪慧机敏 能言善辩 亦能审时夺势 算是这么多年来 最令他衬心的臣子了 放眼满朝年轻人 似乎也只有乔天晶 能与他不分伯仲 可惜 乔天晶是乔家人 却是不能成为近臣的 爱卿说说吧 若是你赢了 想要什么赏赐 谭汉池文言 犹豫了一瞬 而后笑着说道 圣上 你赏什么都是好的 佣弟看出了谭汉池的犹豫 思绪微微一转 突然开口说道 你还欢喜眼国公家的小姐 谭汉池脸上有了一瞬间 被戳破的慌张 可是他很快就定下神来 恭敬说道 圣上 臣出身微贱 不敢高攀 佣弟听到这话 却面色一板 你是朕的敬臣 朕可以给你无限荣光 说什么高攀不高攀 此事朕心中已有考量 若你当真赌赢了 朕便给你一个交代 谭汉池文言 豁然抬起头来 满脸的受宠若惊 连声音都不自觉高了几分 多谢圣上 佣弟淡淡一笑 他最爱看的 就是臣子 这副感恩戴德的模样 恰在这时 有工人来报 乔中国领着北国使臣后 在了宫门口 佣弟大手一挥 熏 去太和殿 唐汉池急忙台步跟了上去 眼底引有光芒闪过 日子匆匆而过 很快就来到了三月初一 乔福 自从慢慢将青州的生意 脱手给韩亚贤后 乔天津总算松快了些 不过代价是 从乔天津一个人特别忙 变成了 现在夫妻俩都很忙 韩亚贤倒是欢喜得很 她如今日日都过得急充实 经常能学到些新的东西 她还经常找乔夫人商量 婆媳俩一起琢磨口红 和香水的新花样 当然 乔夫人也经常能从 乔娇娇的心声中 得到一些惊喜和启发 然后再偷偷告诉她 她曾经问过乔郎的 这样瞒着小妹 会不会不大好 乔郎神色认真的 问了她一个问题 小儿 即便你心中坦坦荡荡 但是你知道 旁人能听到你的心声 你会是什么感觉 韩亚贤微微沉映一番后 立刻痛苦地摇了摇头 因为她带入之后 发觉自己会忍不住恐慌 会下意识抑制自己的思绪 束手束脚的 甚至想要逃避所有人 当时乔郎微微叹了口气 面上也满是不忍 其实我们能听到小妹的心声 这对小妹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这似乎是上天的安排 让小妹来指引我们 挣脱困境 改变命运 小儿 我们都很爱小妹 甚至将她看得 比我们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等小妹长大了 或许她会有新的想法 届时 如果时机成熟 我想 我们会告诉她的 又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彻底改变命运后 说不定 我们便再也听不到小妹的心声了 如今我们能做的 便只能是瞒着她 让她没有负担 和束缚的快乐长大 韩亚贤听过之后 便理解了乔天经他们的苦心 对这件事只故作不知 在乔娇面前 一步路丝毫端倪 乔府书房内 乔天经 最近奋出了许多心神 关注着孟府和孟谷雪 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孟谷雪 都将是他们计划中 极关键的一环 当得知孟夫人 始终不同意孟谷雪 参加后日的东郊师会 乔天经决定出手了 她的身前站着暗卫乔三 如今全权负责孟府这条线 乔天经沉声嘱咐道 三叔 找个机会 将百里程佑会参加师会的消息 告诉孟谷雪 如果她还想不出办法 那么三月初三那日 我们帮她离开孟府 乔三恭敬点头 是 孟府 孟谷雪 最近很是憋屈 因为无论她怎么撒娇 孟夫人都铁了心 不让她参加今年的东郊师会 其实她也不是飞去不可 因为三月初四的万寿节公宴 她也是能去的 若是按照孟境中的发展 她确实也是在公宴上 经验百里程佑的 但是 鉴于她穿越以来事事不顺 所以她还是想先去师会上碰碰运气 也算是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如果百里程佑也去了师会 她岂不是可以提前一日 给百里程佑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 孟夫人真的很固执 还说什么 送去青州的信已经有回音了 那个所谓的表哥 会亲自来京城接她 她才不要去青州呢 唉 孟谷雪在床上翻来滚去 心烦意乱 就在这时候 门外响起了压低的说话声 小桃姑娘 这是前日送来换洗的衣物 都洗尽晾干了 王嬷嬷 今儿怎定是你亲自送来的 小桃姑娘 你前几日不是替小姐打听消息吗 我无意间听到了些 不知小姐如今还想知道吗 孟谷雪听到这话 嗖的就坐了起来 哟 她嘀呼一声 匆匆忙忙就下榻打开了房门 换洗房的王嬷嬷瘦瘦的 看到孟谷雪急忙行李 孟谷雪开门见山问道 你知道些什么 速速到来 王嬷嬷急忙说道 也是听他们嚼舌根说的 源于我们这些做奴才的不相干 就凑个热闹罢了 外边都传开了 说是今年的师会该是极盛大的 因为连南离国还有北国的使团也会参加 孟谷雪听到这话 不由得眼前一亮 当真 王嬷嬷赶忙摇了摇头 小姐 老奴也就听了一耳朵 可不敢保证了 孟谷雪却不在意了 既然消息能传起来 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这师会 他必须要去 小桃 快给王嬷嬷看赏 王嬷嬷 你后边要是还有什么消息 记得及时过来说一声 王嬷嬷接过碎银子 忙欢天喜地的应望 孟谷雪回了房间 小桃立刻捧着衣物跟了进去 一脸忧心忡忡地说道 小姐 您 您不会是想去师会吧 可是 夫人是不会同意的 孟谷雪已然下定了决心 这会儿不慎在意地摇了摇头 就算娘不让我去 我想方设法 也是要去的 小桃 这次师会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小桃根本不明白 小姐 您的财情 已经是精忠 公认得好了 奴婢说句多嘴的 您并不需要在师会上 再证明自己了 奴婢瞧见 您那日下笔如有神 一口气写了那么多诗 这天底下 恐怕没有比您更会做诗的了 小桃夸得真心实意 孟谷雪也知道 小桃是真心待他的 他犹豫了一瞬 还是说道 小桃 我这次 去不是为了出风头 我要为自己争一封未来 未来 小桃满脸迷茫 孟谷雪神色坚定地点了点头 对 因为我不甘平庸 我想要的是轰轰烈烈的人生 想要一个全心全意对我的人 小桃突然就听懂了 不由得一脸骇然 小姐 思乡寿寿是大忌啊 您那日已经送了诗词过去 若在私下相见 那当真事 会万劫不复的 小姐 您别做这种事啊 孟谷雪摇了摇头 小桃 不是他 我要争的是另一个人 小桃反应了好一会儿 猛地捂住了嘴巴 小姐又欢喜上另一位公子了 可是小姐 您的诗 您的字 还在前头一位公子手里 这 这是把柄啊 孟谷雪听到这里 清秀的面旁微微一扬 突然露出了一抹笑意 小桃 你小姐 我虽然一点也不聪明 但是事关终生未来 我怎么可能毫无防备呢 小桃文言 一脸吃惊地 看向孟谷雪 孟谷雪淡笑着说道 我脑中的诗 何止那一百首啊 至于我的字 别人若是能认得出来 算我输 给二皇子墨写诗句时 他才学了两个月的毛笔字 虽然已经可以入演 但还是稚嫩得很 从那之后 他便留了个心眼 改学另一种字体了 近一年的功夫 他的字与从前 早已是天差地别 对了小桃 今晚辛苦你一下 将我从前 练字的帖子全部烧了 一张都不能上 算了 还是我们一起烧吧 我要亲眼看着 他们都化为灰烬 才能安心 孟谷雪说着 神色坚定地 走向存了字帖子的木箱子 若百里成佑 当真如梦境中一般 爱他护他 那他就舍弃 不可掌控的二皇子 谋另一份未来 三月初三这一日 乔娇起了的大早 小小的人 乖乖坐在榻上 穿了一身嫩粉小裙子 圆圆的小脑袋上 一左一右 各扎了的饱满的小丸子 在缠上浅绿与嫩粉两色丝带 垂在身侧 这粉装玉器的小模样 任谁见了 不要挪不开眼睛 刘嬷嬷欢喜地看了又看 嘴上不停地赞道 夫人 这世上再没有比小姐 更俊俏的小姑娘了 乔娇娇文言歪头一笑 大眼睛弯弯的 还有两个小梨窝 乔蒂一进主屋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 让人心头柔软的画面 小妹 快让二哥抱抱 乔蒂一眉开眼笑地走上前去 一把就将乔娇娇抱了起来 然后迫不及待 用脸颊轻力地蹭了 蹭乔娇娇的小脸蛋 今日谁要跟我抢小妹 那都是不能的 哥哥 晚安 去玩 乔娇娇抓住乔蒂一的衣精 一脸兴奋地叫着 去试会了 好期待啊 好嘞 二哥这就带你去 乔蒂一轻轻颠了颠塌 和乔夫人说了一声 便抱着乔娇娇往外走去 刘嬷嬷依旧跟着 清竹院书房中 乔天经正在做最后的确认 三叔 孟谷雪去了吗 乔三点了点头 少爷 今日一早传回来的消息 孟谷雪已经成功出门了 乔天经文言眉头微挑 哦 你们出手了吗 乔三摇了摇头 孟夫人始终不同意 于是昨夜 孟小姐便寻到了 孟大人的书房 妇女二人在里面说了些话 再出来的时候 孟大人便同意了 乔天经听到这里 嘴角轻轻一扬 她倒也不蠢 孟夫人爱女心切 生怕孟谷雪 再闯出什么祸事来 故而不肯松口 但是孟大人好攀高富贵 要说服她 可就容易多了 行 三叔 孟府的县继续保持 诗会上的室友 我来处理便可 出了书房后 乔天经 先是去了一趟主屋 韩雅贤坐在窗边 正在做针线 她神情专注 周身笼满了温柔与田经 乔天经瞧了一眼 便觉得很是安心 她没有上前打扰 又悄悄退了出去 若是寻常诗会 她必定会带衔一起去的 只是今日诗会上 还有两国使团 情势复杂 便委屈她待在家中了 出了乔府大门 乔帝义和乔娇娇 已经在车中等她了 三人一同前去 和往年一样 马车到了阴天路 便走不动了 乔帝义才抱着乔娇娇下了马车 一道熟悉的呼声 便响了起来 乔妹妹 乔二哥 乔帝义闻声转过身去 就看到四皇子 欢欢喜喜地 从马车上跳下来 一看就是 专门等在这里的 乔帝义 就知道 这小子 肯定阴魂不散 四皇子走到乔帝义身前 乔见可可爱爱的乔娇娇 当即眼前一亮 乔妹妹今日太好看了吧 乔帝义 看看看 开始献殷勤了 小四 乔娇娇听到夸奖可高兴了 当即给了四皇子一个笑脸 乔天晶这时候也下了马车 见状温声问道 四殿下 太子殿下呢 四皇子笑着回道 乔大哥 我哥哥先陪两国使团 去东郊别院了 我是特意留下来等你们的 和那些使团在一起无聊的景 我想陪乔妹妹一起玩 乔天晶闻言不由玩耳 那四殿下便与我们一同过去吧 路上人多 乔帝义便没有把乔娇娇放下 四皇子走在乔天晶身边 突然壮弱不经意说道 其实使团里也不全是无聊的人 乔天晶闻言神色微动 又听四皇子继续用天真的语气说道 那个南离国三皇子就挺有意思的 他行事随性 似乎百无禁忌 来了后就光明正大打听了许多消息 小四觉得 他似乎对二哥格外感兴趣呢 来了后没见到二哥 还一脸遗憾的样子 他还说自己很向往咱们大庸朝的文人之风 还让人唐了好些精彩的诗句 细细赏剑 太子哥哥健壮 便和他提了一嘴东郊诗会 他赶紧就说想来了 不知道还以为他早就期待着呢 乔大哥 你一会儿看到他就知道了 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乔天晶闻言微微垂眸 四皇子这半年拔高了些 但脸上还满是孩童的志气 这些话从他口中笑嘻嘻地说出来 仿佛只是一时有感发的玩笑之语 乔天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只是笑着说道 殿下如此一说 沉到真有几分好奇了 乔娇娇听在耳朵里 隐约有些异样的感觉 这傻白天特意等在这里 不会就是为了说这番话吧 是他自己想说 还是太子教他说的 咱 照傻白天的说法 看来那百里成佑也有点意思啊 连我也忍不住开始期待了 来到东郊后 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许多 穿过桃花林 就是举办师会的大空地 这里满满当当 已经坐了不少人 乔娇娇目光轻循一圈 立马就看到了孟谷雪 此时 他端端正正坐在暗后 与身旁的丫鬟低声说着话 比起上一年左顾右盼的模样 当真是沉稳了不少 前段时间 乔天晶专门找了个机会 在乔娇娇面前 不动声色地讲起了 乔三查到的 关于孟谷雪的消息 所以 乔娇娇心中已经笃定 孟谷雪绝对也知道剧情了 看来 孟谷雪是真动了 换攻略对象的念头了 如果他一心一意 决定和男主在一起 今日的诗会 他根本就没必要来 就是不知道 男二那边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和男主一样 爱江山不爱美人 孟谷雪会不会心态爆炸啊 等等 我突然想起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乔地义急忙支棱其耳朵 什么什么 乔娇娇 嘿嘿一笑 二皇子虽然没法到场 但今日这么热闹的场合 他不可能做睁眼瞎啊 所以这诗会上 肯定有他安排的人手 如此一来 一会儿孟谷雪的表现 也会传到二皇子的耳朵里 只要孟谷雪有心攻略 百里承佑 二皇子那个人精 肯定就会猜到 孟谷雪变心了 嘿嘿 本来以为明天万寿节宫宴 才会上演修罗场 现在一看 今晚估计就要风起云涌了 乔娇娇思绪刚走到这里 身后就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他扭过头去一看 原来是太子 带着两国使团来了 乔娇娇眼睛一咕噜 期待地搓了搓手手 先看看孟谷雪和百里承佑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吧 如果他们两个人 自己就看对眼了 大哥都可以不用出手了 众人早就自觉 将最前面几个位置留了出来 此时 太子与四皇子 带着南离国三皇子 和一位年长的北国使臣 走上前去 使团其余人则 就近找了位置坐下 乔娇娇早就从自家爹爹的口中 听说了 这个北国使臣 是金玉王的老师车合璧 按照北国人的叫法 便是太师 今日他摘下了雕帽和狐狸围帽 两鬢微白 看起来就像是个 剑瘦的普通老者 百里承佑 依旧是一身张扬的红衣 记在发后的铃铛 被他挂在了腰风上 每走一步都叮当作响 他下巴微扬 目光随意打量着四周 正如四皇子方才所言 十分随性 毫无禁忌 许是因为两国使团的存在 乔乔乔感觉场中气氛有些沉闷 不像上一次 大家各自聊天寒暄 他淡定地掏出一块小饼干 坐等看戏 从南离国使团进场开始 梦古雪便低下了头 时按下 他两只手交握在一起 心中很是紧张 上一次 也是在这个位置 他一眼 就被容貌绝美的二皇子吸引了 他怀揣着无数诗词 躊躇满志 等着惊艳二皇子 结果却事事不顺 杀鱼而归 白里承佑是他梦境中 为而优质的男子 如果今日再失败的话 连他也不知道 将来该何去何从了 所以 他必须谨慎再谨慎 用最美好的形象 出现在白里承佑面前 引起他的注意 梦古雪正神游天外 犹犹豫豫豫 这时身旁的小桃 突然扯了扯他的衣袖 小姐 梦古雪皱着眉低声问道 怎么了 小姐 您抬头 梦古雪不明所以 一抬眼一片红色衣角 便映入眼帘 红色 他心头猛的一跳 急忙仰头看去 就看到白里承佑 站在他案前 正垂眸定定望着他 你 梦古雪呆住了 白里承佑怎么过来了 他没听到铃铛响啊 等等 他刚才抬头的样子 没有很蠢 很难看吧 完了 梦古雪心中隐约绝望 都想哭出来了 他就知道 他做什么都不会顺利的 这时候 白里承佑突然开口 你就是很会做事的梦小姐 她的声音轻亮 目光毫无顾忌地 在梦古雪的脸上 流转了很多圈 梦古雪正正然直视着她 本能地点了点头 我是 白里承佑 嘴角微微扬起 笑容直透眼底 本店很仰慕梦小姐的才华 一会儿还请梦小姐不吝嗓 让本店亲眼一睹 梦小姐的风采 她说完后 静止就迈开步子走了 这一次 她没有攥住腰间的铃铛 叮叮当当的悦耳之声 伴随着她缓缓远去 直到白里承佑落座 梦古雪都没反应过来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茫然环顾四周 只见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她和白里承佑之间 来回勋寻着 这一刻 梦古雪才恍然觉得 她第一次得到了 女主该有的待遇 由美男主动上前 还成为了所有人目光的中心 乔娇娇定定看着这一幕 满脸的若有所思 方才傻白田说 白里承佑对诗词很感兴趣 所以 这白里承佑是听说了 梦古雪的财情 才做出如此突兀的举动 还是说 另有深意呢 这一次主持师会的 依旧是德高望重的 顾千山和赵文竹两位先生 二人坐在台上 说出了早已商业好的主题 和 如今三国人都在 这个主题确实很合时宜 因为方才白里承佑捧了 梦古雪一下 如今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便都放在了她的身上 梦古雪也确实没让众人失望 她很快便落笔成诗 交到了台上 鉴于上一次 诗会的低级失误 她已经提前了解过 大庸朝的历史和地质了 这一次并不曾犯任何竞技 她甚至多留了个心眼 挑的诗 也是不曾写给二皇子的 乔乔乔建台上 顾千山先生 已经在盛赞梦古雪 不由地嘖嘖点头 都说痴疑欠掌一致 梦古雪果然也不一样了 看来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毕竟梦古雪也不可能原地踏步 小看任何人都有可能 带来致命破绽 乔天经文言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之前小妹说 梦古雪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她们还曾警惕了很久 可是后来 她们慢慢发现 正梦古雪 除了脑子里的那些知识 无论才智还是心机 都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也就慢慢减少了对她的关注 今日再看 她倒是比一年前 长进了不少 果然 不能轻视任何敌人 梦古雪 站着聆听完顾千山先生的评价 享受着众人或惊议 或钦佩 或极度的目光 她心中满是不真实感 太顺利了 她穿越以来 第一次这么顺利 真的没有问题吗 一会儿 会不会有人 又设计 将她摁到谁里 还是会出其他事 让她倒霉出丑 梦古雪 梦古雪 坠坠不安地坐下 觉得自己已经被现实摔大的 生出被害妄想症了 瞧瞧瞧瞧见梦古雪 患得患尸的模样 不由得有些好笑 估计梦古雪自己都觉得 今天顺利地不可思议 这么看来 如果没有我从中作梗的话 梦古雪 应该真的会按照既定轨迹 成为爽文大女主 上午的半场诗会 简直成了梦古雪的个人秀 她一个人包揽了 全场最好的三首诗 百里承佑没有吝啬对梦古雪的夸奖 甚至还为梦古雪俯过一次掌 她如此热情的态度 让众人的眼神 纷纷变得微妙了起来 毕竟 据说三皇子此行来庸朝 还有一个目的 联姻 瞧瞧瞧望着表现殷切的三皇子 脸上满是深思之意 这百里承佑有点意思啊 她不会是 这时候 故千山出言宣布 上半场诗会结束了 梦古雪 晕晕呼呼站起身来 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透透气 今日真的太不真实了 她要好好缓缓 乔娇娇见状 赶紧拉住乔第一的衣精 满脸正色 二哥呀二哥 我们今日可要跟锦梦古雪了 止不定 会发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呢 乔第一早就得了乔天津的嘱咐 他今日只有两个任务 一是报警小妹 二是跟锦梦古雪 眼看梦古雪起身离去 乔第一不动声色地 和乔天津对视一眼 也跟着出去了 至于乔天津 太子今日要与两国使团一起用膳 他身为朝廷命官 是要随行的 一群人呼啦啦起身 百里承佑注意到 跟在太子身后的乔天津 不由地挑眉问道 太子殿下 这位是 太子笑着说道 这是户部侍郎乔天津 乔天津随即躬身 朝百里承佑行了一礼 见过三皇子殿下 乔天津 百里承佑淡淡重复了一遍 忽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是乔家啊 乔天津将百里承佑的神色 瞧在眼里 但笑着直起身来 从容坦荡 百里承佑不过是别国皇子 他身为雍朝官员 代表的是雍朝的颜面 有礼即可 卑躬屈膝 那就大可不必了 不过正如四皇子先前所言 这百里皇子 确实有点意思 他方才那个表情 就仿佛知道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似的 东郊别院里 丰盛的午膳早已被下 众人落座 功仇交错 气氛也算融洽 这时候 百里承佑突然挑起了话头 太子殿下 你们雍朝果然是能人背出 今日诗会便这般热闹 想必明日的万寿宫宴 更是能让本殿大开眼界 不过 可惜了 太子文言面色不变 笑着问道 不知三殿下在可惜什么 百里承佑自饮了一杯 这才说道 本殿早就听闻 贵朝二皇子经验之名 明日万寿宫宴 却不知能否有幸一睹其风采 此言一出 场中气氛瞬间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乔天津笑望着百里承佑 揣测着他说出这句话的意图 这时候 百里承佑又毫无顾忌地说道 听说二皇子的母妃 是当年的北国公主 车太师第一次来拥朝 想必也想见见二皇子吧 哎 也不知道二皇子到底犯了何错 竟然被禁足一年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做儿子的 不管犯了何错 父亲的寿宴总是要参加的 车太师 你说呢 百里承佑偏头笑看着车和壁 一双桃花眼泛着光亮 当年北国战败 他们眼巴巴献上了御留公主 这才得以苟延残喘 这是北国人一辈子都洗刷不去的耻辱 百里承佑却大大咧咧 当着北国使团的面说了出来 车和壁眉宇阴沉 还未开口 百里承佑又接着说道 哎 二皇子到底有一半的北国血脉 车太师远道而来 不渐渐也太可惜了 本殿倒是有个主意 明日万寿公宴啊 你们就对禁足一事故作不知 到时候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可见求着要见二皇子 拥地也不好 当众服了你们的脸面 定会下旨 提前将二皇子放出来的 车太师 你觉得本殿这个办法如何 百里承佑面上带着笑 那一脸真诚的模样 仿佛是真心 十亿为北国使臣考虑的 乔天津举起酒杯 轻挫一口 借此掩住了微弯的嘴角 这百里皇子 是在给北国使团 出谋划策吗 这分明是当面 扯下了人家的遮羞布啊 不过 听百里皇子话里的意思 他似乎早就笃定了 这北国使团 是来给二皇子解围的 他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车河闭沉着脸 看了百里承佑一眼 到底是做帝师的人 下一瞬 便若无其事地勾唇一笑 百里皇子这主意极好 我们倒是有心 想见二皇子一面的 只是苦于没有办法 没想到百里皇子如此热心 替我们解了围 我们若不照做 倒显得不识好歹了 明日宫宴上 佣帝若是允了 在下定会当场感谢百里皇子 车河必说着 还抬手敬了百里承佑一杯 太子笑看着眼前的你来我往 神色平静无比 明日宫宴 二帝定是会现身的 或许 二帝还会趁机耍些手段 换回父皇对他的宠爱 借此重新回到朝堂 回到所有人的视野中 想到这里 太子不仅没有任何慌乱 反而期待地仰起了嘴角 二帝 就当是你我之间的博弈 从明日正式开始吧 百里承佑 没有在口头上沾到便宜也不闹 笑着雨车何必喝了一杯 忽然又大喇喇站起身来 太子殿下 吃饱喝足 本殿想提前离席出去走走 你不会怪罪吧 太子摇了摇头 哪里 三殿下请便 百里承佑文言 直接大踏步走了出去 腰间的铃铛叮铃作响 他一出屋子 一随从便迎上前来 扶在他耳边 轻声说了什么 百里承佑嘴角扬起 去看看 乔天经听着铃铛声远去 眸光微亮 接下来 该是二帝那边要忙起来了 梦古雪 到底是被盛秀然整怕了 这会儿 只管离河边远远的 而且 今日顺利地不可思议 他心中忐忑 生怕有人要害他 更不敢往人堆里去了 最后寻来找去 拉着小桃进了桃林 在一个人际喊之处坐了下来 乔地义轻功卓绝 抱着乔娇娇神 不知鬼不觉地跟了进去 他寻了个大树遮掩身形 又冲怀里的乔娇娇 做了个嘘声的动作 小妹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哦 乔地义无声说道 乔娇娇急忙用两只手 捂住小嘴巴 眼巴巴望着乔地义 连连点头 乔地义笑着冲乔娇 伸了的大拇指 面色这才慢慢凝重起来 几数之隔 小桃取出水袋和糕点 孟姑雪只喝了口水 那糕点是一点也没胃口吃了 小桃健壮 又是担忧又是不解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小姐费尽心思来参加师会 想要争取的公子 就是那位南立国的三皇子吧 方才师会上 小姐不是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吗 那三皇子还主动和小姐说话 为小姐扶掌了呢 这可是其他姑娘没有的待遇 可是 为什么小姐看起来 反而一点也不开心呢 小桃心中有疑问 见四下无人 便问了出来 孟姑雪闻言轻叹一口气 小桃 你不懂 他一上来就主动寻我说话 很显然 他已经提前调查了解过我 小桃听到这话 越发不解了 小姐 既然那位公子了解过小姐后 还主动上前来 不正是说明 他对小姐有兴趣吗 孟姑雪 却满脸忧虑地摇了摇头 这才是怪异之处 我几次出现在人前 都是各种狼狈丢脸 他怎的还会对我有兴趣 还有一个顾虑 孟姑雪没有说出口 他知道 百里承佑不是省油的灯 毕竟他将来也是要做南离国国主的人 百里承佑若是深入调查了 不知道会不会发现 他与二皇子的联系 小桃对孟姑雪是有滤镜的 他文言不以为然 小姐通身的才情 满京城都无人能及 那位公子会欣赏小姐 也是很正常的呀 是吗 孟姑雪心中有些怀疑 但是不得不说 小桃的话确实安慰到他了 小桃一脸坚定地点了头 自然是啊 所以小姐只管养精蓄锐 下午再做出多多的诗来 您定能得偿所愿的 孟姑雪被小桃这句元气满满的话 打了鸡血 当即重重点了点头 小桃 你说得对 糕点拿来 我要吃 要四块 不 五块 不远处的乔娇娇 这孟姑雪 以前是自大狂妄 迷之自信 如今收敛一些了 怎么又变得憨憨的了 不过如今看来 他至少是会动脑筋了 这会儿 就看那百里城又会不会寻来了 他若来 事情就有谱了 小桃 快 水 这核桃酥要噎死我了 孟姑雪急切的声音 突然响了起来 乔娇娇 好家伙 把我的思绪都给打乱了 乔第一 这孟姑雪 真的能成为重要一环吗 叮铃叮铃 这时候 悦尔的铃铛游远极近 不紧不慢地传来 乔娇娇文声猛地就坐直了 一脸兴奋地抓住乔第一的胳膊 来了 听这声音 那百里城又真的找来了 孟姑雪好不容易将那一口核桃酥咽下去 听到铃铛声 差点又被水枪到了 他猛地抬头望去 刚好看到一个红色身影 穿过层叠眼影的桃树 缓步而来 小桃见状 面色骤然一变 赶紧张开双臂 挡在孟姑雪身前 扬声说道 三殿下 此处已经有人了 小姐在诗会上惊艳三皇子是一回事 私下见面就是另一回事了 百里城又拨开眼前的桃汁 立刻就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孟姑雪 听到小桃的话 他嘴角微微一扬 笑着说道 本殿自然知道此处有人 毕竟 本殿就是为孟小姐来的 这番话算是轻浮至极 小桃文言当即战红了脸色 扭头无措地看向孟姑雪 孟姑雪看到百里城又出现的那一刻 心头也是惊跳不已 这百里城又 似乎也和梦境中不太一样了 孟小姐 本殿有话与你说 可否赏个脸 小桃文言赶紧摇头 小姐 不可呀 若是被人撞见就坏了 百里城又向后一指 来路上有本殿的人守着 不会让人误入此地的 想必爱不着孟小姐的名声 孟小姐 如何 孟姑雪眸光闪烁 举膝不定 她根本看不透 百里城又想做什么 但是 她今日此行 不就是想确定 百里城又 是否是她的最优选择吗 想到这里 孟姑雪将手搭在小桃的肩膀上 轻轻将她推开 小桃 你去前面等我 不必走远 我就和三殿下说几句话 小桃文言当即色变 小姐 孟姑雪心意已决 小桃 你忘记我和你说的了吗 她今日来 就是为了争一份未来 小桃由于半晌 还是在孟姑雪坚定的神色中泄了气 好 小桃听小姐的 小桃忐忑地起身走远了 百里城又这才缓步走了过来 她倒是有分寸地 离孟姑雪约莫五不远 便席地坐下了 二人互相打量彼此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 乔娇看不到前头是什么样的场景 见孟姑雪他们突然没了声音 心里跟小猫挠似的 孟小姐 百里城又的声音突然响起 平静无比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南离国 做我的三皇子妃 瞧娇娇 一上来就这么刺激 孟姑雪也是呆住了 她微微张大嘴巴 半嗓都没有回过神来 百里城又倒是耐心十足 并没有出言催促 两久 孟姑雪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为什么是我 虽然她今日所求 便是成为三皇子妃 去南离国做万人之上的人物 但是 当一切来得太过轻易 她反而不敢相信了 我很仰慕孟小姐的才华 百里城又笑着说道 声音也很是温和 孟姑雪文言连起眉头 心中满是甚重 就因为这个 百里城又偏了偏头 笑问 这个理由不够吗 孟姑雪摇了摇头 她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 毕竟接下来的对话 关乎她的未来 下一刻 她沉声开口 将自己早就想好的顾虑说了出来 三殿下 你是皇子 你的皇子非人选你自己做得了主吗 万一你今日只是戏言 将我骗到南离国后 我孤身一人在一国他乡无权无势 岂不是任你拿捏 孟姑雪这话一说出口 乔娇娇立刻高看她一眼 她难孟姑雪确实是做了准备工作的 没有傻呆呆 被百里承佑牵着鼻子走 百里承佑神色认真的点了头 此次来雍朝之前 我已告知父皇 必定会带一个皇子飞回去 孟小姐若不安心 明日公宴我可以请雍弟赐婚 两国联姻 雍弟定会封你为异姓公主 届时无数陪嫁和随从 都是你的底气 雍国亦是你的底气 孟姑雪听到这话 心头猛地一跳 这百里承佑 是来真的不成 但是她看起来 并不曾如梦境中那般 对她情根深重 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想到这里 孟姑雪大着胆子说道 这样还不够 百里承佑眉头一挑 喜耳恭听 孟姑雪也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有一点 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妥协的 三殿下 我要 一生一世一双人 乔娇娇文言 暗暗点头 这是每个穿越女 都无法妥协的底线 现代的教育 对爱情的忠贞 对自我人格的尊重 都不允许他们 和别的女人 共享一个男人 乔蒂一听到这话 也觉得稀松平常 毕竟他们乔家 就是这个规矩 而且 一生一世一双人 确实是极美好的一件事 百里承又是皇子 而且将来还会成为 南离国的国主 如今现实发展 早已脱离那个 玛丽苏剧情了 他应该做不到吧 乔娇娇想到这里 心中也不大确定了 好 结果 百里承又不仅没有 表现出任何意外的神色 还十分干脆地答应了 乔娇娇听到这里 眉头跟着一条 他答应了 这下真的有意思了 孟古学显然也没 预料到这个回答 他微微瞪大了眼睛 追问了一句 三殿下 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的是 一生一世一双人 即便你将来成为 一国之君 你也不能有别的女人 无论是侧妃 美妾 艾基 通房 暖床 通通都不能有 百里承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 孟古学听到这里 神色变了又变 最后豁然起身 冷声说道 三殿下 今日的谈话作罢了 你走吧 乔娇娇听到这里 眼前猛的一亮 孟古学是真的长脑子啊 在终身大事上 他是真不含糊 乔第一 啊 百里承又 不是都答应了吗 怎么突然就谈崩了 百里承又闻言 跟着站起身来 垂眸定定 看向孟古学 孟小姐 为何 我不是都答应你了吗 二人的身高相差较多 孟古学不得不后退几步 才得以直视着他 他暗暗在袖子下 攥紧双手 告诉自己不能怯场 他如今要争取的 可是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 三殿下 一生一世一双人 对任何男子来说都是极难做到的 更何况你是身份尊贵的皇子 我一位对你有救命之恩 二无法为你在争处上带去任何注意 就凭一个欣赏我的才华 你就愿意牺牲这么多吗 我孟古学是个蠢的 心机自然也比不过三殿下你 但我好歹还有点自知之明 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也足够谨慎 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吧 祝三殿下早日密得良缘 诸事遂心 话到此处 孟古学毫不犹豫 抬不朝远处的小桃走去 面色亦坚定冷沉 然而实际上 他的手心早已如是了一片 一颗心更是跳得飞快 目前看来 百里程佑确实是极好的选择 所以他要逼百里程佑 袒露真实意图 在权衡利弊 乔娇双眸精亮 脸上满是新奇之色 这时候的孟古雪 倒真有几分援助理的样子了 这百里程佑 若真想和孟古雪在一起 他应该也要说几句真话了 果然 眼看孟古雪 即将与自己擦肩而过 百里程佑突然开口 孟小姐 如果我说 我在见到你之前 就已经亲吻你许久了呢 孟古雪脚步一顿 猛地转身 看向百里程佑 满面愕然 乔娇娇 果然啊 破案了 乔第一 啊 什么意思 孟古雪心中 翻涌起惊涛骇浪 隐约猜到 百里程佑 今日的突兀举动 因何而来了 迎着孟古雪 惊恶的神情 百里程佑 一脸坦诚地说道 虽然这是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一年多以前 我确实就在梦中 见过孟小姐 并且清醒很久了 孟古雪 听得心惊肉跳 果然 这百里程佑 也做梦了 那她的梦 会不会和她一模一样 孟古雪心中惊骇 不明白这一系列玄妙之事 到底为何会发生 百里程佑 自然怎么也想不到 孟古雪 会有和她相同的经历 孟小姐 我没有说谎 我记得很清楚 就在前年的9月15那日 我如往常 一般入睡 却做了个玄妙无比的梦 乔乔乔敏锐地 捕捉到了一个巧妙的时间点 前年的9月15 那是她出生的日子 是孟古雪穿越的日子 也是百里程佑 梦见原著的日子 这要巧吗 还是冥冥中自有天定 孟古雪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因为她也发现 百里程佑做梦的那日 正是她穿越到 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百里程佑继续解释道 第二日醒来后 我心中惊异 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派人来到庸巢查探 果然发现了你的存在 而后我便派人时刻关注着你 直到如今时机成熟 我来到了庸巢 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了 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在梦中也说过的 只不过那时 你是对沈元白说的 我心中早有这个准备 所以方才才答应的那般干脆 以上所有的话 你若不信 我可以对天发誓 百里程佑满脸真诚 目光直视着孟古雪 孟古雪心头俱阵 她也做过同样的梦 她自然相信百里程佑的话 所以 难道是上天安排 让他们同时遇见未来 再走到一起 这时候 孟古雪突然想起来 梦境中百里程佑与她的结局 她心中只有沈郎 最后也只能辜负 百里程佑的一片真心 百里程佑心灰意冷 最后决定放手 在回南离国之前 她曾对她说过一句话 如果可以 把你的下辈子留给我吧 恰在这时 百里程佑温声开口 我曾在梦中说过的 祈求你把下辈子留给我 如果那个梦境便算作一事的话 这已经是下辈子了 听到这话 孟古雪心中 再也没有任何怀疑 这一刻 欢喜 震撼 满足 奇奇涌上心头 她确信 这个百里程佑 就是她梦里的百里程佑 她真的是特地来找她的 你 梦古雪颤声开口 一时之间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她了 百里程佑这时候 却善解人意地开口 孟小姐 你不必现在 就给我答案的 明日万寿公宴 我会亲自向兄弟提亲 你若愿意将这辈子交给我 便在明日公宴上答应我吧 百里程佑说完 温柔地冲 孟古雪点了点头 这才缓缓后退 转身离去 悦尔的铃铛声 伴随着她远去 孟古雪呆正正出了神 直到这时候 乔地义才带着乔娇娇 稍稍探出头来 乔娇娇望着百里程佑 掩入桃铃的背影 满脸的若有所思 嘖嘖嘖 真心与假意 各占几分呢 百里程佑一路朝外走去 在无人看到的地方 她那俊朗明艳的脸上 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容 不子从容 犹如闲庭信步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 一个不经意的抬眸 她突然看到 枝头一簇开得最盛的桃花 下一刻 她毫不犹豫 抬手折下 细细把玩 美好的东西啊 自然要牢牢抓在手里 才叫赏心悦目 殿下 早就守在外边的随从 看到百里程佑出来 急忙迎上前去 阿图 如何 百里程佑随口问道 随从阿图恭敬答道 殿下 我们五人严防死守 此处一人记罕至 指阿深那边去了一人 说是信不至此 想要尽桃铃一游 被拦住了 百里程佑闻言眉头微条 哦 那人如何 阿图立刻压低了声音 面色严肃地说道 虽做书生打扮 但土纳沉稳有力 看着像是个恋家子 殿下 是否需要属下将的人找出来 百里程佑稍稍沉吟一番 忽然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必了 本店知道那是谁的人 就让他回去报信吧 这样 明日才更有趣 百里程佑说着 台步继续朝前走去 铃铛随之叮令作响 阿图 属下在 今晚将本店的铃铛都拿出来 本店心情好 明日都要挂上 阿图 小桃远远地守着 见三皇子已经走了 自家小姐还待正正站在那里 心中不由地担忧无比 小姐 小桃一路小跑过来 急切地叫了一声 梦古雪慢慢回过神来 看到对她关切无比的小桃 心中思绪翻涌 忽然真心实意问道 小桃 你对我这般好 如果我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 小桃心中害了一跳 小姐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梦古雪见小桃不曾回答 也知道自己有些强人所难了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 更何况 她奔赴的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没事的小桃 我就是瞎说说 走吧 梦古雪摇了摇头 轻力地拉住了小桃的胳膊 此时的她 脸上带着笑意 与方才忧心忡忡的模样 当真判若两人 小桃望着梦古雪清修的侧脸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一脸认真的说道 小姐 小桃从小就被人贩子拐去了 一路颠沛流离 最后有幸做了小姐的丫鬟 小桃在这世上早已无亲无故 今后小姐去哪 小桃就去哪 梦古雪文言脚步一顿 下一刻她感动无比地 抓住了小桃的手 小桃 谢谢你 我从前说过的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我说的是真的 小桃满心满眼 都是对梦古雪的信任 笑着点了头 小桃相信小姐 二人继续向前走去 声音也渐渐远了 小桃 你就和我的小姐妹一样 对了 今日我见过三皇子的事 你先不要对任何人讲哦 包括我爹我娘 待到临终沉寂 所有人都远去 乔第一这才抱着乔娇娇 慢慢走了出来 她心中不大确定 梦古雪和百里成佑 这算不算是成了 而且 小妹一脸严肃的小模样 看得她有些怕怕的 不会是出了什么 她没看出来的纰漏吧 终于都走了是吧 乔第一听到乔娇娇的心声 心头猛的一提 当即一脸洗耳恭听的模样 乔娇娇抬手揉了揉小肚子 啊 偷听是门技术活啊 真的快饿死我了 乔第一 就这 等等 小妹怎么能饿肚子 小妹 二哥带你出去 乔第一没有从来路离开 而是特意绕了一大圈 从另一个方向出了逃林 乔娇娇看到这里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二哥厉害啊 我刚才都没想到 万一百里成佑 或者二皇子的人 还守着外面 从原路返回的话 那可真是自投罗网了 乔第一 骄傲地把头一扬 他玩心眼不行 但偷听跟踪 打架抱不平的本事 那是顶尖的 找到乔天晶的时候 他正靠在马车里 闭目养神 别问 问就是和两个使团 阴阳怪气的玩心眼 妈了 哥哥 乔娇娇的声音一响起来 乔天晶就觉得浑身欲贴了 他赶忙从乔第一手中 接过乔娇娇 笑着将精美的糕点 递到了他面前 小妹饿坏了吧 乔娇娇急忙点头 指着自己的小肚子 呃 乔天晶文言顿时心疼坏了 乔娇娇要糕点递糕点 要水递水 妥贴地伺候了一遍 乔娇娇吃饱喝足后 便靠在了乔天晶怀里 听乔第一转述方才的一切 当得知百里承佑做了个梦 似乎也提前预知了未来后 乔天晶的脸上有了一丝恍然 如此一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难怪百里承佑方才得知他的名字后 露出了那般意味深长的表情 想必他也在未来里看到 他们乔家满门倾富 不得好死的结局了吧 所以 百里承佑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来到拥巢的呢 抢夺梦古雪 针对二皇子 而他们乔家 作为微不足道的配角 想必百里承佑根本就没看在眼里吧 想到这里 乔天晶缓缓扬起嘴角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做山关虎斗的计划 竟然就这么成了 这时候 乔第一还在嘟囔着 大哥 人真的可以凭借一个梦 就爱上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 那百里承佑说 明日宫宴上会求取梦古雪 他想必是会说到做到的 乔天晶闻言 深深看了乔第一眼 他的傻二弟啊 乔娇娇无奈地看了乔第一一眼 我的傻二哥呀 乔第一 百里承佑若真的梦到了全部 那他应该也知道 梦古雪不一般 他脑子里有独一无二的配方 他帮助二皇子 创建了商业帝国 甚至二皇子能一统雍朝和北国 也少不了梦古雪的帮助 这样一个湘嬷嬷就在眼前 你若有逐鹿天下的心思 你能不心动吗 至于这其中到底有几分真情 也就只有百里承佑自己知道了 下午的诗会 梦古雪一如既往地发挥稳定 今日当真是让她把第一才女的名声 彻底给坐稳了 百里承佑在诗会上 毫无顾忌地注视着梦古雪 任谁都能看出 她是真动了心思的 于是 当天诗会结束后 金圈中就传起来了 说百里承佑在诗会上 对梦古雪一见倾心 这连衣人雪啊 非梦古雪莫属了 梦夫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京剧的差点绝过去 梦古雪一归家 梦夫人赶忙拉住她 白着脸说道 雪儿 今日诗会上到底怎么回事 娘说了 叫你不要去的 你偏要去 梦古雪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看到穿越以来 真心疼爱自己的梦夫人 不由地心软了几分 这个可怜的梦夫人 她哪里知道 她家女儿早就在那场高烧中丧命了 她占用了梦古雪的身体 让梦夫人跟着操心了一年多 心里也着实有愧 她没办法回报梦夫人什么 明日她若答应联姻 拥弟自然会抬举梦家的 就当是还给梦家 一场颇天富贵吧 从此桥归桥 路归路 怕是余生都无法再见了 娘 你别听他们瞎说 无论心中如何思绪翻涌 梦古雪面上 还是不露声色 轻腻地挽住了梦夫人的胳膊 梦夫人满心怀疑 传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还能是空穴来风吗 梦古雪笑着点头 娘 自然是假的呀 经中那么多高门嫡女 区区才华算得了什么 那三皇子凭什么看上我 话到此处 梦古雪神色微微一僵 突然就正在了原地 梦夫人看到梦古雪的脸色 刷一下就白了 不由得大惊失色 雪儿 突然怎么了 这是 梦古雪心中惊跳 一个怀疑 突然在她心里扎了根 并且开始野蛮生长 娘 我今日真的有些累了 想先回去休息 梦古雪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温生说道 梦夫人心中忧惧 但是见梦古雪 确实不太舒服的样子 也只能担忧地 将她送回房中 小桃 照顾好小姐 小桃忙就硬了 梦夫人离开后 梦古雪一头扎到床上 心中已经乱作了一团 白日里的时候 她被百里承佑的柔情给迷惑了 如今看来 她的话还是漏洞百出 她也是做了梦的 梦里的她与二皇子 和其情深意重 可是梦醒之后 她虽对二皇子 有了特殊的情愫 却也没有深情到非她不可 她尚且如此 那能成为一国之君的 百里承佑 难道不会比她更清醒吗 想到这里 梦古雪忽然觉得遍体深寒 如果百里承佑当真做了梦 那她应该也知道 她脑子里有现代知识 她能帮到她 利用 全是利用 梦古雪狠狠攥紧身下的被子 这一刻 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清醒 小桃被梦古雪的意样吓到了 白日里 小姐不还是很开心的吗 小姐 您 您这是怎么了 梦古雪把脸埋在被子里 半赏才轻轻摇了摇头 小桃 被水 我要沐浴 她要好好想想 明日到底该何去何从 宗人福 竹风正在将今日 在诗会上发生的一切 禀报给二皇子 提及百里承佑 和梦古雪之间的异样之时 竹风话语里有了不分 她是帮殿下 从梦古雪手中取过东西的 所以她一直都默认 梦古雪是殿下的人 但是今日诗会上 无论是百里承佑表现出的殷妾 还是梦古雪私下与百里承佑见面 都让她感觉到 这梦古雪 似乎脱离了殿下的掌控 他们私底下见面了 二皇子坐在岸后 语气平淡无波 竹风赶紧点了头 属下的人跟到桃林外 还没来得及进去 百里皇子的五名随从 就将桃林看死了 百里皇子随后赶来 也进入了桃林之中 二人在里面独处了一刻钟有余 属下的人守在远处 亲眼看着百里皇子出来 而后是梦小姐 她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笑意 二皇子闻言 目光落在了岸边的诗集上 满眼沉思 她一直都笃定 梦古雪的身上有秘密 无论是随口拈来 风格迥异的绝妙诗句 还是她掌握的那三个配方 或许 这只是她知晓的冰山一角 梦古雪的身上 还有其他不曾被发掘的惊喜 如果不是突然被禁足一年 那三个配方 她早就从梦古雪的口中 撬出来了 她看得出来 梦古雪是有野心的 所以 就因为她这一年的沉寂 梦古雪便攀高踩低 将目标转移到 百里承佑的身上了是吗 想到这里 二皇子凉凉地扯了扯嘴角 最让她感到匪夷所思的 还是百里承佑的态度 她怎么会突然对梦古雪感兴趣呢 还是说 她也敏锐地捕捉到了 梦古雪的特殊 可是 百里承佑不过出来乍到 梦古雪如今 在人前做的事也不多 并不足以引起怀疑吧 而且据竹风所言 百里承佑在诗会上 初见梦古雪 就表现得极为殷切 这百里承佑来到庸朝以后 所作所为 真是处处都透着诡异啊 二皇子一遍又一遍敲击着长案 忍不住仰起了嘴角 有趣 太有趣了 无论如何 百里承佑想得到梦古雪的心 已经昭然若揭 她不可能让梦古雪 跟百里承佑走的 毕竟 她还没有得到那三个配方 而且 她还没有将梦古雪身上的秘密 都弄个清楚明白 竹风 此事我心中有数了 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竹风文言当即凝肃了脸色 殿下请放心 一切已准备妥当 只等明日宴起 二皇子文言 轻轻点了点头 下一刻 她缓缓站起身来 走到了窗边 清冷的月华龙在她身上 看背影 还是少年模样 竹风健壮 想要上前给二皇子 披个披风 却被她拒绝了 殿下 夜里寒凉 您要保重身体 二皇子摇了摇头 不慎在意 过了一会 她突然淡淡开口 竹风 今晚月明星夕 看来明日会是个好天气啊 说起来 我已经 许久没见父皇了 第二日 雍帝三十五圣诞 举国同乐 紫辰殿 雍帝端坐龙位 黄袍玲 尊武二赏 独步天下 举目望去 群臣肃立殿下 灯火长明 卯时中 当旭日冉冉出生 朝光倾洒大地之时 赞和声从紫辰殿传出 响彻一道道宫门 跪 闻五百官 御林卫军 宫人士人皆双膝跪地 以额触地 行三十三百里 礼毕 太子代表群臣上殿 捧商助佣帝万寿 佣帝迎着昭阳接过酒杯 遥望下去 见群臣恭敬俯首 不由生出了江山万民 敬在他手的至尊之感 龙颜大悦 他右手轻轻一挥 赞和声当即层层传出 刺 佣帝刺百官茶汤 万岁万岁万万岁 至此 晨起的拜礼 才正式结束了 礼毕后 百官互相寒暄着出宫 带登上马车 一个个才敢露出疲态 为了今早的拜礼 他们可是三更半夜就起了 万寿公宴 要等有时出 下午五点 才会开宴 众朝臣都急着回去再补一脚 毕竟今晚公宴 又是一场硬仗 他们需得养精蓄锐才行 至于各官员家中 夫人小姐们 也早早开始准备了 乔娇娇坐在榻上 看着娘亲和大嫂忙里忙外的 思绪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走 我思来想去 大嫂最有可能 还是在宫宴上中的招 那清竹院 我都去过好几次了 被大哥打理的铁板一块 苍蝇都别想飞进去一只 看来今天晚上除了看热闹 我还得保护好大嫂 等等啊 让我再巴拉巴拉功德商城 乔娇娇换出功德面板 右上角的功德 赫然已经变成了惊人的220点 这一次 乔娇娇倒是有些头绪的 除了就安宁表姐返回来的功德点 还有应该就是修缮和 扩建救济院的功德了 想到这里 乔娇娇觉得 老阎王真的很讲道理 毕竟扩建救济院的功德 是爹娘坐下的 他竟然也跟着沾了光 有足够的功德点 到时候在宫宴上再随机应变 这样就安心多了 乔娇娇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自家爹和大哥连妹进来了 他眉眼一弯 兴奋地叫道 爹爹 哥哥 回来了 乔中国一脸宠溺地抱起乔娇娇 娇娇在家有没有乖 乔娇娇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乖 最乖了 一家人用过午上后各自休息 待到深时初 下午三点 又马不停蹄收拾妥当 坐上马车往宫里去了 乔天晶已经提前出门了 因为他领了命 今日要继续招待使团 至于乔第一 今日普天同庆 京城热闹非凡 为了避免出现元宵节时的乱象 他所在的军营 被抽调配合金吾未寻接 他连宫宴都没办法去了 这一次的万寿宫宴 安排在了花鳄香灰楼 到了宫门口 所有人皆要下车不行 乔娇娇被乔中国抱在怀里 看着满目的彩灯彩棚 兴奋不已 走向花鳄楼的途中 耳边丝竹声不断 众人寒暄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含着笑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盛世之景 真的太美了 乔娇娇一双眼睛都不够看了 即便他所处的现实 已经繁华无比 但是面对如此厚重 又充满底蕴的古色古香之景 他还是忍不住满心震撼 甚至热泪盈眶 乔中国神色温和 抱着乔娇娇走进了灯火通明里 花鳄楼主殿空间极大 其内一张张长案 早已被下 刮过齐全 乔家一入殿 立刻有工人上前 将他们引到了座位上 乔中国依旧是一品大臣的待遇 位置即靠前 而乔天津成婚后 便不能跟着乔中国坐了 所以 韩亚贤被引到了偏靠后的位置 四周都是与乔天津 同品级的官员 与其家眷 乔娇娇坐在乔夫人怀里 目光咕噜噜打量着四周 终于看到了孟家的位置 不过此时 长案后只坐着孟夫人 孟大人在和同僚寒暄 却不见孟古雪的影子 乔娇娇眉头微微一脸 今晚孟古雪若不在场 这戏可就唱不起来了 乔娇娇刚想到这里 就看到孟古雪低着头 从殿外进来了 她今日穿着一身钳子长裙 虽说不上惹眼 却也很有金钟归秀的端庄模样了 孟古雪一坐下 孟夫人便猝着没嘱咐到 一会儿少喝些茶水 免得又要去更衣 孟古雪乖乖点了点头 袖子下两只手 却紧紧钻到了一处 她方才其实不是去更衣的 一个工人趁着倒茶水的功夫 偷偷塞了一个小纸条到她手里 那工人低声说 孟小姐 二皇子有话传给你 她心里头一咯噔 第一感觉就是 二皇子知道 昨日在诗会上发生的事了 百里承佑昨日那般高调 二皇子不可能不知道的 二皇子会对她说什么呢 她知道 百里承佑今晚会向兄弟提亲吗 孟古雪本来就有些举气不定 这个纸条更是搅乱了她的心弧 她实在好奇 便借着更衣出去查看纸条了 寻了个无人之地 她偷偷打开纸条 俊秀的字便映入眼帘 孟小姐 我心如过 现在在回想这几个字 孟古雪还是忍不住心弦俱颤 她和二皇子 其实就上次端午宫宴 在御华园中接触过一次 她已经无数次 在深夜回想过那次会面了 至今二皇子的神情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原本沉免其中无法自拔 自我感觉二皇子对她亦有情谊 可是 当百里承佑这个选择出现的时候 她突然就清醒了许多 她细细剖析了那次会面 最后惊异地发现 似乎二皇子想要的 只是她的诗词 思绪走到这里 孟古雪原本因为纸条 再度热切的心 又凉了半截 两个男人 两个选择 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 他们有谁 对她是真心的吗 乔娇将孟古雪 患得患失的表情看在眼里 忍不住嘀咕道 二皇子今天晚上必定要现身的 她哪怕有一点了解孟古雪的价值 肯定就不会轻易放手 修罗场真的要来了 按照既定轨迹 孟古雪会毫不犹豫 选择二皇子 可是今时今日 一切都改变了 孟古雪又会选择谁呢 等等 万一她谁也不选 来一出大女主觉醒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样我可就要 对她刮目相看了 乔娇娇正揣测的兴起 突然一股心臭无比的味道 钻进了她的鼻子里 乔娇娇眉头猛地一皱 当即捂着鼻子说道 臭 娘 有臭臭 臭 乔夫人一脸疑惑地吸了吸鼻子 却只闻到了瓜果和酒的香气 娇娇 怎么了 哪里臭 乔夫人弯下腰 一脸关切地问道 乔娇娇小眉头皱得紧紧地 望着乔夫人问道 娘 不臭臭吗 乔夫人摇了摇头 娇娇 娘没有闻到呀 乔娇娇一脸疑惑地四处打量着 随即又从乔夫人身上下来 强忍着恶臭吸了吸鼻子 没错 臭臭 我去 这什么味道啊 宫殿里也有下水道吗 等等 我闻闻看 这味道到底是哪里出来的 乔娇娇转了个圈 最后锁定了一个方向 朝那边迈步走了过去 她如今已经能走得稳稳的了 乔夫人见状 赶忙起身跟上 乔中国虽然和同僚聊着天 注意力却一直放在妻儿身上 如今见乔娇娇朝外走去 和身旁人说了一声 也赶紧追了上去 夫人 怎么了 乔中国追上乔夫人 关切地问道 乔夫人眼神跟着乔娇娇 压低了声音说道 娇娇突然说 闻到了臭味 乔中国也下意识吸了吸鼻子 却一无所获 可是下一刻 她突然反应过来 臭 上一次乔娇说臭 还是在闻到极乐密药的时候 想到这里 乔中国立刻提起了一颗心 乔娇娇寻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一路直走 直到站定在臭味的源头面前 小妹 爹 娘 韩雅贤坐在暗后 正与萧千月拉着手闲聊 看到乔中国他们突然全部走来 将她吓了一跳 急忙站起身来 爹 娘 怎么了 萧千月一脸迷茫地跟着站起身来 反应过来后 赶紧朝乔中国和乔夫人行了礼 乔夫人担心 引来别人的关注 赶忙笑着说道 侠儿 萧小姐 没事 是娇娇坐不住要起来走走 萧千月文言也没有怀疑什么 不过乔中国也在 她就不好再待下去了 便行个礼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韩雅贤却不觉得事情有这么简单 不过 她也不敢表现出任何异样 只是上前拉住乔夫人的手 若无其事地说着话 乔夫人知道自己这个大儿媳 是个通透的 便暗暗捏了捏她的手 乔娇娇站定在案前 将案上的刮过 点心一个个看过去 最后目光凝在了一杯茶水上 她心里头猛的一咯噔 又生怕四周有二皇子的眼线 不敢做得太明显 便不动声色地尝吸了一口气 这一息不得了 差点把乔娇娇给熏晕过去 妈呀 熏死我了 找到了 就是这杯茶 乔娇娇赶紧扯了扯乔中国的下摆 乔中国见状 弯腰将她抱了起来 乔娇娇故作天真 压低了声音说道 臭臭 爹 茶臭臭 爹 你可一定要相信我的话啊 这杯茶肯定有问题 乔中国文言 心头惊骇无比 上一次大公主事件 乔中国便隐约猜测 许是娇娇有上天眷顾 功德加深 所以 毒药迷药在娇娇这里 都会散发出男人的恶臭 这样一来 娇娇便不会被这些药物所害 如果事实当真 如她猜测的这般 所以 大儿媳面前的这杯茶水 就是有毒 再联想到娇娇欲知的 大儿媳会因为中毒终身不孕 悲伤度日 乔中国怒气上涌 胸中杀意凛然 真的有人要害他们乔家段子绝孙 用心之险恶 令人发指 乔娇娇立马担忧起了韩雅贤的安危 朝他伸出手去要报 嫂嫂没喝那杯茶吧 要是喝了 我现在就用功德商城 给嫂嫂解毒 嫂嫂 渴吗 喝吗 乔娇娇赶紧问道 韩雅贤从乔中国怀里 接过乔娇娇 听到这话 隐约猜到 室内杯茶水有问题 心中顿时又惊又害 好在他早就知道自己 可能会中毒 所以这次参加公宴 本就打算什么也不吃不喝 他不敢冒这个风险 于是 他故作轻松地点了点 乔娇娇的小鼻子 笑着说道 嫂嫂出门前喝过茶水了 一点也不渴 是小妹渴了吗 乔娇娇听到这话 猛地松了一口气 赶紧摇头 他才不喝下水稻的水 这时候 乔中国突然微微俯身 细细闻了闻 随即皱起眉头 真的臭 乔娇娇立刻两眼放光 对吧对吧 太好了 爹也能闻到 爹 这茶水绝对有问题 乔中国直起身来 脸没问到 大儿媳 这茶水是谁倒给你的 韩雅贤目光向四周 群寻了一圈 突然就对上了一张 稍显清秀的脸 而那宫女 也正更圆了眼睛 望着这边 注意到韩雅贤的视线 那宫女面色猛的一变 竟然扭头 就往偏门跑去 韩雅贤见状急忙 低呼一声 是他 乔中国怒火中烧 台步就追了出去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所有人都忘了过来 乔中国已经顾不得 事不失疑了 他武功何其高啊 那宫女才刚刚跑出偏门 就被乔中国 一个伸手揪住了后领子 谁知下一刻 那宫女整个人 就脱离一般软了下去 乔中国面色微变 手一松 那宫女东一声 就倒了地 嘴角随即有鲜血一出 萧红达和韩明哲 赶紧跟过来查看 萧红达直接蹲下了身子 他用力捏开那宫女的嘴 只见他口中 已经一片鲜血淋漓 嘴里事先藏了药 没气了 萧红达摇了摇头 冷声说道 乔中国眸色沉沉 下一刻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拨开人群返回殿中 乔娇注意到乔中国的目光 扭头一看 正好看到一个宫女 将手探向那杯有毒的茶 销毁证据 这宫女想要销毁证据 乔娇娇微张大嘴巴 几乎要喊出助手两个字 一枚坠欲已经飞射而来 直直击中了宫女的眉心 啊 宫女凄厉地惨叫一声 直接倒地五头 众人见状 纷纷低呼出声 本能地朝暗器的来处看去 只见通明的灯火下 乔中国眉眼沉沉 神色凛然 威严不可名状 下一刻 他朝妻女踏步而去 下摆翻飞 所过之处 众人纷纷让步 嗯 那宫女不过惨叫了一声 而后也没了气息 赴死之果诀 堪比死事 乔中国几步走到岸前 快速端起那杯毒茶 随即便挡在了家人身前 替他们遮去了血腥的场景 乔娇娇看不得这样的画面 索性眸光定定 望着那杯毒茶 心中暗道 既然对方想要销毁证据 便说明这茶 应该查得到来源 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 转眼间就出了两条人命 店内沉寂了好一会儿 突然有胆小的龟哥小姐 没忍住惊叫一声 场中煞食人心浮动 能在朝中围观坐载的 都少有蠢人 一看眼前这场景 便知这是一场 针对乔家的阴谋 若他们没有猜错的话 关键就在乔中国手中的那杯茶 这茶是在乔家大而邪案上的 所以贼人要害的是 霞儿 韩明哲满脸后趴地走上前来 韩夫人更是脸色煞白 眼中寒泪 韩雅贤深呼出一口气 暗暗抱紧了怀中的乔娇娇 今日是万寿宫宴 赵丽是不能见血腥的 如今出了这档子时 须得尽快将乔家 和他身为受害者的身份定下来 否则若是有心之人提前做文章 盖下一个大不敬的帽子 乔家定是要吃醉的 想到这里 他立刻一脸柔弱和金句地 投进韩夫人怀里 口中颤声低呼 娘 有人要害霞儿 这 这是圣上的万寿宫宴啊 怎地会有人敢做下这样的事 娘 霞儿好怕 这贼人连圣上都不放在眼里 这是何其的胆大包天啊 乔娇娇方才还能故作懵懂 如今看到大嫂都开始做戏了 赶紧配合起来 但是今日万寿节 他又不能真哭 便憋着嘴呀哼哼起来 仲大臣听到韩雅贤这番话 神色顿时微妙了起来 难怪乔家当初舍了那么多高门大户 选了韩家的女儿 听听这番话 说得多及时 多圆滑 等等 有一个问题 臭名昭著的韩石头 是怎么交出这般通透的女儿的 乔中国文言 亦在心中暗赞起韩雅贤 如今禁忌已经犯了 只能将事情闹大 让兄弟替他们乔家做主 萧大人 麻烦你处置一下此处 两国使团马上就要来了 不能失了咱们庸朝的颜面 再下去找圣上 萧红达如今是定国公 又是太子的准月丈 身份尊贵无比 由他处置 众人自然没有二话 最重要的是 乔中国只信任萧红达 萧红达点了点头 乔大人自去 此处交于我便是 乔中国临走之前 又看了韩明哲一眼 韩明哲暗暗点头 他自会护住仙和亲家夫人的 乔中国安了心 端着茶杯出去了 梦骨雪做得远远的 乔见这一出闹剧 心中惊骇难以名状 他想起来了 乔家大儿媳中毒的是 他知道内情 梦境中 那时候他已经被定为准禁王妃了 大公主约了他去踏青 一叫上了沈郎 其实是想给他们制造相处的机会 在护国四小气时 他出去更衣了 回去的时候 刚好听大公主 同沈郎说起乔家的闲事 昨日啊 乔中国向父皇求了恩典 请了邹太医 为他家大儿媳诊脉 吃 估摸着是肚皮这么久没动静 终于急了 他还能回忆起大公主当时的语气 那般轻蔑 幸灾乐祸 他也是野鸡飞上枝头了 真不知当初乔天津是怎地看上他的 要说起来 本宫原是要将乔天津招为驸马的 那韩雅贤啊 是一辈子都别享有了 这时候 沈郎略显惊异的声音响了起来 黄姐 我当时不过提了一嘴 你当真去做了 大公主轻笑一声 自然呀 那般绝妙的法子 怎能浪费了呢 本宫呀 早在一年前的万寿节 就把那杯掺了毒的茶送到了韩雅贤的嘴边 哼 可笑他当时弥德加旭春风得意 却不知他的子嗣之路 从那天便被本宫断了个干干净净 当时他就站在门外 被这番话惊得心头跋凉 乔家确实是挡了沈郎的路 但是韩雅贤身为这个时代的女子 大公主让他不孕 这不就是要逼死他吗 思绪走到这里 梦古雪突然紧紧攥住了手中的帕子 梦境中 对韩家小姐下手的是大公主 可是今时今日 大公主早已被拥地关在了宫庙里 据说都与世隔绝了 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和能力 对韩家小姐出手 如此一来 今日下毒之人是谁 已经呼之欲出了 想到这里 梦古雪便止不住地手脚冰凉 虽然不知道 乔家是怎么躲过这次算计的 但是看得出来 他已经对乔家动手了 而且 形式之果决于狠辣 完全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不计代价 这一刻 梦古雪是真的怕了 他已经不知道 到底是一切出了偏差 还是说 连在那个梦境中 他都不曾真正看清二皇子 另一边 乔中国在宫人的领路下 来到了佣帝面前 此时 佣帝正与一身华服的皇后坐在一起 他已然事先收到禀报 此时梅雨沉沉 一脸不悦 乔中国进殿后 手中依旧捧着那杯茶 冲佣帝行了个大礼 圣上 臣有罪 佣帝闻言眉头一挑 他还以为乔中国一开口 就要喊冤 让他做主呢 乔中国俯首在地 言辞恳切地说道 今日乃圣上万寿 上名元天 下章黄化 还与内外皆垂欲无穷 此普天同庆之时 圣上切不可应臣小家之事坏了性质 否则成万死难辞其咎啊 佣帝闻言 神色微微移动 这乔中国当真是 今日一事 乔家虽是受害一方 但事情毕竟因他家而起 还见了血光 犯了禁忌 他方才确实被服了性质 甚至有了迁怒之意 却没想到乔中国当面请罪来了 皇后将佣帝的神情瞧在眼里 见他神色烧迹 便跟着说道 一本宫看来 乔大人倒不必如此惶恐 圣上爱臣如此 方才听闻宫人禀报 第一时间也是担心 乔大人一家的安危 乔中国文言 当即一脸受宠若惊地抬起头来 感念无比地喊道 圣上 皇后转头看向佣帝 又接着说道 旷圣上乃真龙之子 福寿可比山海 则批天下 区区贼人血光 岂能犯到圣上 不仅如此 乔大人 圣上英明神武 今日之事 圣上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皇后这一句接一句的 几乎将佣帝捧到了天上去 佣帝偏头去瞧皇后 自端午那日 小四落水开始 皇后对他虽恭敬如常 却总透着疏离于冷淡 已经极少如今日 这般和颜月色了 佣帝在扭头 看向跪在地上的乔中国 只见他一脸的感恩戴德 正满怀期待地望着自己 这一刻 佣帝心中那丝不悦兜了个圈 终究还是散去了 乔爱卿 起来吧 佣帝松了口 语气也温和了许多 说说吧 方才到底怎么回事 乔中国心中暗暗感激皇后 今日若不是有皇后娘娘 在一旁转环 她还要多费好些心力 才能将佣帝的怒气 与不满化解 乔中国没有起身 而是捧起手中茶展 恭敬说道 圣上方才宴上 工人将此茶倒给臣的大儿媳 也不知那工人 是不是作贼心虚 神色间颇有些慌乱之色 当时臣的儿媳 正与萧家小姐攀谈 故而不曾多想 也不曾去饮茶水 而后小女顽劣寻到了儿媳面前 正交谈间 臣的儿媳不经意看向了那名工人 却见她眸光闪烁 一直注意着这边 大儿媳将此事说与臣听 臣觉出其中有意 便准备寻那工人问个明白 谁之方情道他 他便毫不犹豫 服毒自尽了 臣在回首 又一宫女伸手探向此杯茶水 意图销毁证据 至此 臣心中已然肯定 这茶水中定有猫腻 情急之下 臣出手保下茶水 而那宫女同样即刻服毒 圣上 前情便是如此 这些说辞 乔中国再来的路上 就已经编好了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若不如此 他根本无法解释 他是如何发现 茶水有意的 佣弟倒没怀疑乔中国的话 毕竟他们一家人 站在一处低声说话时 旁人根本听不见 至少工人方才来报的 和乔中国如今解释的 都能对上了 来人 宣邹齐 佣弟沉声说道 既然茶水有问题 那就验 皇后倒是谨慎 立刻安排下去 今日在殿上 伺候的工人都举起来 换一批过去 酒水也全部换上 今日公验 一众太医本来就在镜旁指手 如今一传 来得极快 邹太医资历老 医术高 而且见识广博 验药验毒 都是一把好手 他接过茶水 恭敬说道 圣上 可否荣臣下去仔细看看 佣弟点了点头 邹太医便捧着茶水去了偏店 这时候 佣弟已经消了气 不免也要安慰乔中国一番 乔中国感恩戴德 说了一对漂亮话 店内的气氛一时之间很是和谐 过了好一会儿 开宴的时间都快到了 邹太医这才神色匆匆地 从偏店走了过来 圣上 佣弟沉声问道 邹太医 如何了 邹太医公身说道 圣上 是毒药无疑 乔中国虽然早就笃定此事 如今得了邹太医的确认 还是忍不住面色大变 他急声问道 邹太医 是何种毒药 佣弟和皇后也沉了脸色 齐齐看向邹太医 邹太医不敢隐瞒 如是说道 这要伤不了人命 但药性极寒凉 女子引下厚变 便终身 无法但欲子嗣 为 绝后之药 乔中国听到这话 瞬间毛骨悚然 果然和娇娇所遇见的未来 一模一样 佣弟和皇后文言 双双变了脸色 他们几乎同时看向乔中国 只见他面色发白 整个人微微摇晃 近似要站不住了 黄培看了眼佣弟的脸色 赶忙上前辅助乔中国 口中低呼 乔大人 乔中国以手掩面 颤声说道 好狠毒 这贼人好狠毒的用心 这是要我乔家段子绝孙啊 圣上 陈 陈遇前失疑了 但是陈实在是 这一刻 乔中国的声音 竟然都哽咽了 皇后文言 当时揪起了一颗心 佣弟更是难掩震惊之色 这是他第一次见乔中国 如此失态 当年的铁血英雄 铭满天下的镇北将军 这一刻却显得如此无助 与他印象中的模样 判若两人 佣弟对乔家的规矩 也是有所耳闻的 听说乔家男儿只有一妻 不纳姬妾 如此一来 贼人对乔中国的 大儿媳下手 确实是要断他的儿孙缘 想到这里 佣弟也坐不住了 亲自起身 扶住了乔中国 乔爱卿莫要如此 镇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佣弟心中也是震怒 贼人当真是无法无天了 竟然敢在他的万寿宫宴上 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邹琪 可能查出 这要从何而来 邹太医低着头 公身说道 圣上 陈方才仔细辨别了一番 寒毒已经完全容于查中 要查原才 须得仔细费一番功夫 但是有一点 这样 极度寒凉 在本朝很是少见 若可以 还请圣上再陨沉一些时日 或许可查出些许端倪 佣弟闻言 猛地抬起头来 在本朝很是少见 几乎同一瞬间 店内所有人都想起了 近期来访的南黎 与北国两大使团 南黎人善要 北国与乔中国 有深仇大恨 他们都有可能是下毒之人 好啊 这手都伸到朕的面前来了 查 走起 定要给朕查出来 这要究竟来自何方 咚咚咚 这时候 外头传来三声鼓响 地狱后该入宴了 乔中国文言 终于抬起头来 圣上 此事可荣厚在意 莫要误了圣上的万寿吉时 佣弟扭头 对上乔中国泛红的眼睛 到底是生出了亏欠之意 爱卿放宽心 此事镇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乔中国重重点了头 感激到多谢圣上 这时候 佣弟与皇后起驾 前往主殿 乔中国跟在后面 心中思绪万千 连娇娇都不曾遇见的幕后主使 他心中此时却有了头绪 谢天谢地的事 大二席躲过了这一件 今日一闹 倒有了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想到这里 乔中国望向了前方的佣弟 圣上心中对他有了愧意 虽不会持久 但撑过今晚就足够了 接下来 北国使团对他的每一句诋毁 都会将圣上的愧意拔高一寸 将圣上的怒火焦热一分 偷鸡不成十把米 这样的场景 他很期待 有时出 地后并肩步入花厄香灰楼主殿 受众人叩拜之礼 少请宣两国使团觐见 人未到 一阵悦耳的铃铛声已经传入殿中 使团已经安排妥当 乔天津先瞧中国之前入了殿 还未入座 他便察觉到了殿中稍显诡异的气氛 这时候 韩冰哲将乔天津拉到一旁 将方才发生的一切悉数说了 乔天津文言面色猛的一变 心中又不由的庆幸 好在一切都没瞒着弦 让他提前有了防备 韩冰哲知道 乔天津对弦已经是极好的了 却还是忍不住叮嘱道 天津 我将弦交给了你 你要好好保护他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别无贪念了 乔天津当即郑重 朝韩冰哲点了头 岳杖大人安心 小续记下了 乔天津寻到位置上时 乔夫人和乔娇娇正陪着韩雅贤 乔夫人看到乔天津到来 终于松了口气 宴席快开始了 老大 你好好陪陪衔 乔娇娇立刻附和着点头 乔夫人抱着乔娇娇回到了前头的位置 乔天津坐下后 韩雅贤便小小声说起了方才之事 乔郎 我没事 多亏了小妹 乔天津听完来龙去脉后 扭头看向前方天真活泼的乔娇娇 满腔的恋爱与感激 乔中国随地后进殿之时 看起来已经神色如常了 乔天津抬眸 与自家父亲不动声色地交换了个眼神 跪拜之礼后 畅和声起 轩 南离国使团觐见 铃铛声入耳 梦鼓雪下一时捏紧了手掌 把头捶得低低的 众人朝殿门口望去 只见一个火红色张扬身影 映入眼帘 他眉眼俊俏 唇边含笑 长发半披散在身后 发带与腰风上 接济了铃铛 每一步都热闹至极 行至殿中 他缓缓朝兄弟行了义礼 即便是在异国他乡 依旧神色从容 气度不凡 乔娇娇抬眸 打量着百里承佑 心中暗暗评价道 不愧是能和男主势均力敌的男儿啊 乔乔这副好皮囊 谁看得不迷惑 因为后头有专门的县礼 贺受环节 所以百里承佑 只是先说了一番吉祥话 就由兄弟笑着刺了座 宣 北国使团觐见 很快 北国使团在车合璧的带领下步入殿中 他们今日接待了抹额 显得格外正式 车合璧朝兄弟行了义礼 神色间不卑不亢 兄弟皮笑若不笑地刺了座 车合璧转身朝长岸走去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停下了脚步 对了 车合璧面上带着笑 突然扭头看向了坐下的乔中国 这一番突兀的举动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心神 乔将军 车合璧淡淡唤了一声 乔中国神色平静 他先是看了庸弟一眼 见庸地冲他点了头 这才开口 车太师 我早已卸认 这一声将军为师不妥 车太师 还是唤我一声乔大人吧 乔娇娇 这北国人的进攻 也来得太快了吧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车合璧文言面色温和地点了点头 可是说出口的话 却是急诛心的 乔大人 老夫年纪大 记性不好了 险些忘了件大事 老夫远行雍朝之前 我王特地叮嘱 让老夫代问乔大人安 这么些年来 乔大人之威名 在我国经久未去 要说起来 我国百姓只知乔大人之名 还以为这雍国也是姓乔呢 车合壁话音落下 殿中寂静一片 落真可闻 众人心知肚明 这一番看似抬举句的话 其实是将乔中国架在了火上 如此低端的挑拨离间之际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更黄润圣上 但是 偏偏就是如此直白的眼药 最能戳通眼里 容不得沙子的帝王 谭汉池如今虽得圣宠 但毕竟明面上官位不高 所以被安排在了 靠近店门的位置 此时听得车合壁的挑衅之语 他微微低头 嘴角扬起了一抹 若有似无的笑意 来了 佣弟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被刺了一下 不是因为车合壁这话 如何大逆不道 而是因为 他想起了自己与谭汉池打的赌 想起了乔中国刚刚才被人算计 好啊 这北国贼子果然不老实 他们以为他已经昏溃至此 三言两语就能挑动他 残害忠良不成 乔中国去着佣弟的脸色 正准备言辞犀利地对回去 佣弟忽然低笑一声 把所有人笑得没头没脑 胆战心惊 车合壁心中却是威定 公子说了 佣弟多疑善变 心胸狭隘 极重名声和脸面 若想针对乔中国 便要反其道行 在佣弟面前捧高 抬举乔中国 佣弟必定会对乔中国心声不满 只要将这根刺埋在佣弟心中 他自会随着时日生根发芽 直至某日时机成熟 长成刺向乔中国的夺命利刃 车合壁心中思绪刚走到这里 就听到佣弟诞生说道 如此看来 贵国确实有在好好反省啊 车合壁 众人 乔娇娇 佣弟乔建车 何必稍显错愕的神色 更加确定 正如谭汉池所料 这北国就是来上眼药的 他嘴角烧扬 忽然将胳膊肘抵在膝盖上 手掌撑着下巴 微微俯身说道 当年贵国不自量力 侵入我大雍朝北境 到底是在乔爱卿的铁骑下 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如此 还望继续保持 不要忘记告诫今后的世世代代 安分守己 莫要心生胆念 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当然 贵国无知之人太多 也需得加以教化 百姓不知我大雍朝姓什么 难道连车太师 连你们北国王庭也不知道吗 佣弟话音落下 不紧不慢地喝了杯酒 在抬头时 见车合壁还站在店中 便偏头问道 怎么 金玉王还让车太师带什么话了吗 一并说完吧 若没有 该入座了 车合壁面上 闪过一瞬间的迷茫 又被佣弟的话说得面色清白 他心中不解 为何佣弟与公子所述 相去甚远 今日 佣弟放下身段 亲自下场赌他的话 可算是敬险对乔中国的维护与宠幸 只是如今 到底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口头上没占到便宜 车合壁也只能信心做回去 在迷时机 众朝臣心中也是大惊 原来乔中国在圣上心中的地位 稳固至此啊 如此看来 今后与乔满夫打交道 可更要注意了 乔中国看向高位上的佣弟 脸上又是感激 又是感动 大手再按下猛掐一下大腿 眼睛里瞬间有了热泪 若不是场合不对 他高低地喊一声圣上英明啊 佣弟对上乔中国殷切 崇敬 幸福的目光 冲他轻轻点了点头 仿佛在说 爱卿放心 震姿是信你的 乔娇娇将这番军臣互动 看在眼里 微微张大了嘴巴 方才那一顿队 感觉佣弟 还有点帅是怎么回事 不得不说 这个人设实在是太格劣了 你说他是明君吧 他又恋爱闹 你说他是昏君吧 他关键时刻还蛮清醒 不管怎么样 今晚北国这眼药 是尚不成了 瞧我跌望着佣弟时 这可怜兮兮 受宠若惊的小模样 嘖嘖嘖 我见游莲 乔中国 这辈子都没想过 有人会用 我见游莲这四个字来形容他 他可是铁血硬汉 外加慧言典戏而已 乔夫人赶忙低下头 假装很忙地 打理着乔娇娇的小碎法 没办法 他跟着娇娇的心声 想象了一下 夫君我见游莲的模样 实在太好笑了 他不能让别人看到 他上扬的嘴角 车合必老实坐下后 店外的歌舞便进来了 众人借着这个时机 稍稍吃点东西 垫了下肚子 百里承佑坐在暗后 随性地自贞自饮 方才雍弟与车合必地往来 他看在眼里 心中稍显惊奇 在南离国时 深州的一切发展 皆与梦中一模一样 无论是大哥沉眠女色 还是二哥暗中筹谋夺权 都和梦境中同步了 所以这一次 他战尽先机 已经在国内布下一张大网 坐等大哥与二哥斗个两败俱伤 他在坐收渔翁之礼 可是 雍国这边的情况 却与梦境中偏差甚远 梦里所向披靡的沈元白 竟然被禁足宗人府 而自己原本爱而不得的梦古雪 也没有和沈元白在一起 到底是怎样的契机和干扰 导致雍朝这边的格局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白里承佑再次饮下一杯美酒 眼里满是欣慰 忽然间 他起了兴致 身体向后微微一仰 去看下坐的梦古雪 方才进店的时候 他目光在店中环视了一圈 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他 唯独他连头都没抬 他今日特意打扮的这般花枝招展 他就一点也不好奇吗 随着白里承佑小糊涂的动作 他发带上的铃铛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乔娇娇这个小八卦精 瞬间就被吸引了注意力 见白里承佑在寻找梦古雪的身影 不由得有些激动起来 啊 什么都可 是不是不太对啊 但是 原来我就挺喜欢 拿而不得的深情人设 这会忍不住有点磕起来了 是怎么回事 白里承佑 今天估计会上演一场 明目张胆的求亲 梦古雪能不能把持住啊 乔娇娇一双小眼睛 已经在敲咪咪放光了 另一边 梦古雪的内心正在煎熬着 他昨夜思虑了许多许多 可惜连都能问问意见的人都没有 其实从白里承佑入场开始 他一直都在 关注着那若有似无的铃铛声 但是 他不愿意将心绪表现在 白里承佑面前 更不愿露了窃 索性眼不见为尽 白里承佑瞧见了梦古雪的侧脸 嘴角微微一扬 心满意足地收回了目光 不急 等沈元白来了 好戏再开场 不迟 乔娇娇将白里承佑的神色看在眼里 也是满脸欣慰 其实白里承佑若要求取梦古雪 在二皇子还未现身之前 先下手为强 时机最好 但是 他还是能稍稍理解 白里承佑的心境的 毕竟他是那般骄傲的一个人 在梦里已经输给了沈元白 如今只怕是偏不信这个邪 非要和沈元白争个高低 才肯善罢甘休 这一出坐山观虎斗 当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一点都不能少 歌舞休 接下来便到了县里贺寿环节 最先送上祝福的 是坐在佣帝身旁的皇后娘娘 自从四皇子落水后 皇后对佣帝是彻底冷了心了 但是如今大局未定 皇后不得不继续虚以威夷 给佣帝的万寿礼 她也是极用心的 佣帝人逢喜事 方才又快言快语 对了车合必一番 如今正是和颜月色 神清气爽 随后太子献礼 佣帝一温和清静 真心实意夸了太子一番 太子之后 按照顺序 献礼的应当是二皇子 但佣帝没有任何表示 众人也就跟着装聋作哑 这一刻 所有人仿佛都默契地忘了 还有二皇子这个人 三皇子在太子之后 走到了佣帝面前 靖妃和二公主 都紧张地扭起了手中的帕子 前段时间 大公主被送进了宫庙 婉妃也被降了位分 靖妃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皇后娘娘之下的第一人 她心中暗暗得意 如今指三皇子这一个心病了 想到这里 靖妃在心中暗暗祈祷 希望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别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给他丢脸 二公主与三皇子是联心的 比起靖妃担心自己的脸面 二公主更担心三皇子的身体 眼看三皇子 冲拥地行了跪拜大礼 二公主一颗心 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去年端午那晚 哥哥突然发了一次病 自那以后 哥哥的忧思似乎越发生了 整日里猝着个眉头 忧心忡忡的 尤其当太子哥哥过来探望的时候 哥哥几次欲言又止 他都看在了眼里 私底下 他曾问过哥哥的 是否有什么心事 他可以一起分担 但是哥哥 只是十分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说着稀里糊涂的话 妹妹 哥哥是个没用的 哥哥什么也不想争 只希望和妹妹 和母妃 平平安安过下去 二公主想到这里 心里头酸涩难当 上天对哥哥何其不公平啊 有时候他甚至希望 天生雷若的是他 这样一来 哥哥也能如所有的少年狼一般 神采奕奕 同他们策马奔腾 如果天生不足的是他 哥哥定会亲近所有护住他的 而不是如他这般无能 一点也不能为哥哥分忧 三皇子跪在拥地身前 脸下所有思绪 嘴上说着 反复练习过无数遍的吉祥话 待他抬起头来之时 第一次在拥地脸上 看到了极何须的笑容 老三瞧着 气色也好了不少 三皇子闻言 心头炸暖 如此 就很好了 一旦掺和尽两位皇兄之间的争斗 以他这副弱区 根本护不住母妃和妹妹 大皇兄如今形势大好 想必他定能稳坐储君之位 继任大统的 但愿 一切顺利 三皇子退下后 四皇子便走上前来 他跟着乔中国习武大半年 瞧着黑了 高了 如今脚步沉稳 神色内敛 跪下行李之时 仪态一点也不输前头两位哥哥 拥地健壮 灯石目露满意之色 从前他便觉得 小四被皇后养得太过娇气 如今瞧着是有模有样了 小四长大的不少 要继续跟着乔青 好好习武 四皇子恭敬应了时 微锤的眼眸里 再也没有了当初天真的期待 皇后娘娘看在眼里 心中微疼 却又满是欣慰 他的小四 真的是长大了 皇子喝完后 便轮到公主了 众所周知 大公主为了给天下人祈福 自请进了宫庙 常伴清灯古佛 所以 今日不会现身了 于是 二公主直接走上前去 一举一动端庄手里 声音一清脆悦耳 众人看到这里 有意无意 看向了座下的百里程佑 这次南离国三皇子 来到雍朝 是明确提了 要联姻的 大公主已经到了 试婚的年龄 原是合适的 如今却是不成了 再往下 二公主翻了年 已经十四了 倒也刚好 却不知圣上舍不舍的 不过昨日 一个消息又传得 沸沸扬扬的 说三皇子 看上了孟侍郎家的小姐 这位孟小姐 大家都是知道的 能做一首好诗 上一年的端午宫宴 圣上还当着众人的面 赏过她的 据说百里皇子 十分仰慕 孟小姐的才情 她或许 主意孟小姐联姻 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众人的目光 便不自觉地 往孟谷雪那边飘 这孟家小姐才十二 离吉吉还有三年 也不是吉出众的容貌 但才情 确实是没话说的 若百里皇子 选中了她 圣上只怕 也是极乐意的 毕竟二公主 是真正的金枝玉叶 圣上定也舍不得 骨肉分离 二公主也是知道 连姻一事的 此时心中 同样忐忑难安 但是她不敢闹 更不敢提任何意义 毕竟雷霆 羽露皆是君恩 父皇若心意已决 她的反抗不过是徒劳 甚至还会给母妃 和哥哥带去麻烦 拥弟的子嗣并不多 皇子公主献礼 只用了半可钟的时间 按照惯例 接下来该是群臣献礼 不过今年比较特殊 还有两国使臣 便让他们排在了前面 百里城又站起身来 他倒是耐心十足 即便是献礼这样的好时机 也一句 媒体联姻之事 乔娇看到这里便知道 百里城又是铁了心 要等二皇子献身了 接下来是北国使团献礼 车合璧起身来到殿中 代表金玉王献上了一件珍宝 又说了一段 挑不出毛病的吉祥话 本来话都说完了 就该退场了 但是车合璧 却突然面露疑惑地 四处张望起来 乔娇娇暗泽一声 这车合璧 又要开始搞妖娥子了 佣弟也不惯着他 见他死期白赖站在殿中 索性自引起来 就是一句也不问 车合璧 这就是佣国的待客之道 见佣弟不理会自己 车合璧斟酌一番 只能主动开口 怎么不见贵国的二皇子 众大臣 要说脸皮厚 还得是北国贼子 他们都来雍朝半个多月了 二皇子禁足的消息 又没藏着掖着 他能不知道吗 但是车合璧 就是有这个能耐 他脸上满是真诚的疑惑 就这么直勾勾盯着佣弟 佣弟心中不耐 但声说了句 老二犯了些错 去宗人府反省去了 车合璧闻言低呼一声 满眼震惊 雍皇陛下 不知二皇子到底犯了何错 竟然要被关到宗人府去 佣弟眉头一脸 这车和璧当真是得寸进尺 他有什么立场 又有什么资格来问这个问题呢 车合璧似乎洞悉了 佣弟的心事 一脸忧虑地说道 雍皇陛下 今日老夫也不介意 自己伤疤了 当年御留公主和亲贵巢 在如花的年纪 相消欲云 消息传回去后 举国哀悼 先王与王上更是悲痛欲绝 二皇子是公主 留在世间的唯一血脉 他长到如今 我们都不曾得见一面 老夫身为北国太师 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雍朝为陛下恭贺圣诞 已经展现出 我北国王庭与贵巢 和平共处之决心与诚意 故而 也请雍皇陛下 全我王一丝念想 让老夫带我王 见见二皇子殿下 此言一出 场中再次陷入到了 乔娇娇听完后 也忍不住感叹一句 二皇子当真是下了一步险棋啊 不得不说 他是真有魄力 本来他有一半 北国血脉这个事实 已经很敏感了 如今北国使团在请求相见 众人越发会将他和北国绑在一起 即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 二皇子依旧要在今日出现在人前 难道他是 有什么绝对的信心 能彻底挽回雍弟的心吗 车和壁这一番话说的雍弟连连色变 这么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 提起御留公主 车和壁见雍弟还不曾回应 又继续加码 旷天下寻常礼 百善孝为先 今日雍皇陛下圣诞 所有子女接前来恭贺 偏偏少了二皇子 只怕此情此景 不禁老夫觉得奇怪 天下人闻之意 很是不解吧 众朝臣 不解个屁啊 别怪他们爆粗口 天下人都知道 二皇子被禁足了 偏偏北国贼子 在这里装聋作哑 颠倒黑白 车太师此言有理 一片沉寂之中 一道清朗的声音 突然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怎么也没想到 替车太师解围的 竟然是南立国三皇子 雍皇陛下 无论贵国二皇子犯了何错 今日也该让他出来 给您献个礼刻个头 等今日以后 再慢慢乏 也不迟啊 车和壁没想到 百里程又会向着他 脸上真真切切地 掠过一丝震惊 瞧瞧瞧心中暗叹 都说聪明人容易自负 这百里程又是真不怕呀 一会儿可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如今两国使团都出言了 且车和壁的诉求 也算合情合理 雍弟思来想去 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他目光悠悠望向殿外 隐约可见 黑夜被彩灯映得五彩斑斓 如此普天同庆的时刻 宗人府确实过于清冷了 想到这里 雍弟右手轻轻一挥 宣二皇子 雍弟此言一出 场中所有人神色各异 皇后娘娘端坐一旁 神色平静 甚至没有生出丝毫波澜 因为这儿早就料到了这一遭 前几日就给了他心理准备 老二不可能永远待在宗人府的 他心中早有这个觉悟 却没想到他如此迫不及待 连端午都不想等了 太子知道此时此刻 有无数双眼睛 在窥探和揣测着他的神色 包括父皇 于是他微微垂眸 面色不改地捧起手边的茶 轻挫了一口 太子眼观六路 同样纵览全场 最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身边三弟的表现 他清晰地看到 当父皇允了车太师的请求 召见二弟时 三弟的面色豁然就变了 虽然三弟收敛得极快 却还是被他捕捉到了 太子心中稍感疑惑 他知道三弟其实是个聪慧的 他只是天生不足 被虚弱的身体局限了 否则毫无疑问 三弟定也会是个精彩绝艳的人物 如今 三弟置身皇储争夺之外 为何会对二弟的出现如此敏感呢 二弟应该 不曾针对过三弟吧 如今场合不对 太子心中虽不解 却也只能先将这个疑问埋在心里 此时 三皇子心中很是煎熬 他从圣小姐留下的书信里 得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真相 不 严谨地说 这只能称之为一个陈述 而不能叫真相 因为 连圣小姐也只是听了一面之词 没有任何证据 他在宫中无权无视 根本没有能力调查当年的真相 告诉大皇兄 他想过 纠结过 但得出的结论是 不 他不敢 他看得出来 父皇是最疼爱二皇兄的 这种爱无极无的感情 除非父皇对玉妃的感情消耗殆尽 否则将永远存在 大皇兄与二皇兄之间的争斗 输赢难定 他若贸然站队 这副残渠化烟化灰都不要紧 但是母妃和妹妹 却可能因他的举动受灾受难 前途未卜 妹妹已经到婚配的年龄了 若二皇兄有意为难他们 妹妹的一辈子 可能都会被毁 但是 若二皇兄当真不是父皇的骨血 若最后当真让二皇兄得逞 那便是江山一主 罪同叛国 若二皇兄卫君不仁 累积声明百姓 屠露忠臣良将 那手捏关键一击的他 将成为千古罪人 想到这里 三皇子痛苦地猝起眉头 心绪纠缠起伏之下 连呼吸都急错了起来 不 稳住 他不能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失态 不能在外国使团面前 丢了庸巢的脸 暗下 三皇子一双手紧紧攥住 指尖发白 他的心中 一片荒芜与绝望 无时无刻不痛恨 和唾弃自己的无能 在等待二皇子到场的时间里 群臣开始有序献礼 其实也就是说几句漂亮话 有想要往上爬的 便紧紧抓住机会 将祝福与说的别出心才嫌 毕竟庸弟什么样的宝物没见过 群臣送的礼 于庸弟而言 堪堪入眼罢了 当然 也有家中富贵已急 能搜罗到一宝的 但是 谁也不敢送啊 这不是明晃晃告诉所有人 我家里有钱有权 欢迎来后来针对吗 乔娇娇听得兴致缺缺 一圈下来 他都替庸弟觉得累了 好在 二皇子没有让他等太久 那祝贺祠 堪堪轮到谭汉池那边的时候 殿外传来了唱诺声 二皇子道 乔娇娇整个人一击灵 顿时朝殿外望去 少年穿着匠子锦衣 身形轻瘦 容颜如画 一下子就闯进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近一年的时间 宗人府的倾苦 没有折损他的气度 与容貌分毫 那张俊逸至极的脸 配上挺拔的身姿 恰似枝蓝玉树 官之若朗月入怀 乔娇娇看到这里 不得不承认一句 那狗作者确实给了男主 最惊艳绝伦的容貌 他兴许刚刚走到这里 突然就看到对面的北国使臣 骑刷刷站了起来 车河必更是失态地喊了一句 公主 乔娇娇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 扭头去看上座的兄弟 却见他整个上半身前倾着 目光紧紧落在二皇子身上 一瞬也不曾移开 乔娇娇心中惊异 又看向一旁的皇后娘娘 静妃 众大臣 甚至自家跌跌 每个人的脸上 都不约而同地写满了震惊 这 这是怎么了 是因为二皇子和御流 长得太像了吗 乔娇娇不解的环顾四周 无比期望能有人提他解答一二 乔中国听的乔娇娇的心声 终于回过神来 此时他心中的震撼无法言喻 像 真的太像了 所有当年见过御流公主的 此刻心中 只怕都满是错乱与迷茫 当年御流公主受封为妃时 正值中秋宫宴 也是如今这般光景 御流公主 穿着一身酱子长裙步入殿中 与此刻的二皇子 几乎融为一体 皇后娘娘 即便已经在心中 做了无数准备 但此时看到和御流 几乎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二皇子 她还是忍不住微微战力 当年 圣上对御流痴迷成魔 他们所有人都艰难苟活 在御流的阴影下 那时候 她这个中宫皇后 几乎名存实亡 后宫三千 更是形同虚设 皇后 已经不想再回首当初的 不堪岁月了 那时候的圣上 简直完全变了个人 而她抱着这儿 战战兢兢度日 几乎呕尽心血 如今 老二这般模样走进来 存了什么样的心思 已经不言而喻 二皇子神色平静 对四周人的注视 恍若未闻 恭敬地跪在殿中 朝兄弟深深一拜 父皇 而臣来迟了 恭祝父皇万寿无疆 圣体康泰 略显低沉的声音 唤回了兄弟游走的思绪 他正正然望着 俯首在地的二皇子 那些几乎要淡望的 关于御留的记忆 一下子 似乎又都鲜活了起来 方才 他简直都要以为 是御留死而复生 又回到他的身边了 起来吧 兄弟开口的瞬间 声音几乎都在颤抖 乔娇看到这里 已经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死去的白月光啊 成了兄弟心中碰不得 放不下的存在 几乎就是二皇子 手中无往不利的王牌 虽然今日这样的场景 再难以复制 但足以让二皇子 提前结束宗人府禁足 重新站到他们面前 想到这里 乔娇娇定定望着 殿中的二皇子 心绪凝肃无比 接下来 二皇子与我们乔家之间 敌名我名 正面博业 非生即死 看到二皇子的那一刻 车合毙心中所有的迟疑 全部都散去了 临行雍朝前 王上与他密谈 决定将一切都堵在 公子身上时 他并不认同 一是公子毕竟是 雍朝皇子 谁知他是不是受 雍帝蛊惑 心向雍朝 对北国恨之入骨 二是 他根本不了解公子其人 周勇虽将公子夸得 天花乱坠 但万一他名不副时 岂能担得起 北国王上之位 抱着这两个怀疑 他来到了雍朝 经过这段时间 与公子的密信往来 关公子布局 确实心思缜密 聪慧无比 不过他心中有有犹豫 但是就在此时此刻 看到这张几乎 和公主一模一样的脸 他认了 在北国 所有人都将公主奉若神明 连他也不例外 其实 当年和亲一事 是公主自己提出来的 瞧中国的铁骑 攻到了都城外 再进一步 便再无可转还 危难时刻 是公主舍身取义 主动前往雍朝和亲 保住了北国的 最后一丝生机 每一个北国人 都感念公主的牺牲和付出 他方才对雍帝说的话 有一句话是真的 当年公主 香消玉允的消息 传回北国 所有人皆悲痛难当 痛彻心扉 雍朝人恨他们 北国入骨 他们北国人对雍朝 何尝不是身物痛绝 如此血仇 除非蚕食吞并 你死我活 否则永远无法化解 二 殿下 您就是二殿下吧 车河必小心翼翼上前 对起身的二皇子 唤了一句 二皇子目入疑惑 偏头看向雍帝 父皇 这位是 一旁的黄培 去着雍帝的脸色 赶忙出言解释道 二殿下 这位是北国使臣 车太师 二皇子文言 面上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 满是疏离的铜车 何必点头致意 浑身上下 都写满了划清界线的意思 乔娇娇看到这里 暗哼一声 哼 人都是你摇来的 现在装不认识了 爷 你就爷 今晚的影帝搬给你吧 车何必健壮 也意识到自己有些情绪外露了 他微微转身 冲雍帝行了一礼 二殿下长得与公主实在太过神似 是老夫失态了 雍帝文言 也暗暗脸了神色 莫说车何必 连他方才都没控制住自己 想到这里 雍帝下意识瞥了眼身旁的皇后 皇后的神色淡淡的 似乎没什么变化 可是雍帝还是能察觉到 皇后脸上 那丝若有似无的笑意散了 看到这里 雍帝微微垂眸 一时之间 心中也不知做何感想 从二皇子现身的那一刻开始 梦骨血的神经 就崩到了极限 他心中正忐忑难安 一阵铃声响起 百里程又起身了 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二皇子吗 百里程又一开口 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皇陪赶紧接着给二皇子解释 二殿下 这位是南离国的三皇子 百里程又见沈元白看向他 索性从长岸后走了出来 与沈元白站到一处的时候 百里程又心中也莫名生出了一丝恍惚 这一刻 眼前的一切仿佛与梦中场景重叠在了一起 百里程又觉得自己隐约中 感知到了一种名为宿命的东西 梦里 他是远道而来的一国皇子 生来就是天之骄子 在任何世上都未尝败继 但是到了雍国 他处处都被沈元白压一头 连他欣赏爱慕的女子 都与沈元白心心相应 这种挫败感抓心挠肺 即便如今想来 依旧充满了不甘与不服 如今 他再次站在了沈元白身旁 他不幸邪地要与他再斗一次 三殿下 沈元白淡淡地冲百里程又点了个头 百里程又嘴角青阳 笑着说道 来到雍朝后 便时常听闻二皇子精彩绝艳之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要说起来 二皇子的名声 似乎比贵国的太子殿下 还要响亮呢 太子殿下的风采 本殿已经见识到了 光风济月 堪称贤德储君 却不知二皇子 比太子殿下胜在哪里呢 这一番话实在是过分犀利 除了百里程又 想必没有任何人敢问出口 可偏偏百里程又说得极理所当然 一双桃花眼就定定盯着沈元白 似乎不问出个答案 就不肯罢休 店中所有人都因为这个直白的问话 变了脸色 他们的目光 暗暗在太子和二皇子的脸上 群寻着 太子微微低着头 对百里程又的话 恍若未闻 沈元白抬眸 与百里程又对视 心中引有惊议 他早就收到消息 百里程又来到庸朝后 就毫不避讳地 大肆打听他的消息 如今在店中 在父皇与文武百官面前 百里程又毫无缘由地咄咄逼人 似乎对他敌意甚深 当然 他沈元白可不怕这个南立国三皇子 不知三殿下是听何人胡周的 这般偏听偏信之事 不应该发生在三殿下身上吧 本殿本就差皇兄多已 在这我们兄友弟公 感情甚堵 若三皇子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 玩挑拨离间的拙劣戏码 那大可不必 百里程又被沈元白戳穿了 也不休不恼 只是笑道 本殿目前看下来 二皇子确实差太子殿下多已 至少本殿在庸朝待了近一月 太子殿下处事滴水不漏 堪称无可挑剔 如太子殿下这般厉害的人 本殿可不幸 他会被抓到错处 狼狈到关进宗人府里 还要靠援手才能出来 二皇子 你说是吧 最后一句话 百里程又特意挑高了尾音 一脸冶鱼地看着沈元白 瞧瞧瞧 扑 哈哈 男二原来有这么毒神吗 还是做个梦 让他解锁了了不得的嘲讽技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现在看百里程又 有点顺眼了 好了 老二既然来了 就入座吧 三皇子 你还有何话要说 拥弟沉声开口 主动给二皇子解了围 二皇子面对百里程又的嘲讽 一直微垂着头 闻言当即乖巧地硬了事 区区口舌之争 若真要与百里程又对质 他何愁没有说辞 但是他刚刚从宗人府出来 又特意做这一身装扮 如今就是越若实 越能让父皇心声愧疚与联系 二皇子转身正准备入座 这时候 身后的百里程又突然开口 拥皇陛下 本殿确实 还有话要说 乔娇娇 秀罗场 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